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演播《撒旦先生》,欢迎订阅 第四百四十六集 钱瑞知道吕东的新店位于哪里,说道 新店位置选得好,房租不便宜吧 嗯,撒店一年接近八十万,还行,客流和营业额对得起高昂的房租 宋娜听说钱瑞到了,进办公室跟钱瑞打招呼 闻到俩人身上浓重的酒味,又去找杯子冲茶 特意冲了两杯浓茶过来 谢谢 钱瑞连忙说道 小宋,你别忙了,干惯了一度的酒,喝不下去 宋娜靠见吕东坐下 钱哥,你醒醒酒 钱瑞拍了下脑门 啊,对,我得散散酒味再回去 现在娟娟闻不了酒味和烟味 啊,娟姐预产期快到了 钱瑞微微点头 嗯,快了,还不到十天 她捏下额头 小宋,有空多去陪娟娟说会儿话 她最近焦虑 宋娜笑着说道 行,我下午再去一趟 头前中午呀,她刚去过 钱瑞本想在这儿多待会儿 没跟吕东和宋娜说几句话 手机就响了,急呼呼地砍去工地了 没办法,现在有俩工地 工期又紧张,经常忙的是团团转 一直让把钱瑞送到电梯间 等钱瑞上电梯 吕东和宋娜才往回走 宋娜凑过来,像个小狗一般 在吕东身上闻了闻 门身都是酒味 宋娜关心地问道 喝了多少 吕东实话实说 挺多的,没数了 赵哥和张总公家单位出来的人 究竟考验的都是海量 我要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宋娜心疼,弯住吕东的胳膊 你注意点身体 吕东点点头 唉,这种场合免不了喝点 我又不好这东西 你啥时候见我自个儿喝过酒啊 宋娜仔细想想 凭谁吕东啊,连啤酒都不喝 俩人回办公室 宋娜去倒掉冷掉的茶水 重新给吕东冲了一杯浓茶 那,喝点茶解酒 吕东坐在沙发上 拉着宋娜坐下 好了,你也忙得大半天了 休息会儿啊 宋娜一手摸着沙发的拇指扶手 说道 没事儿,我不累 吕东端起茶杯喝水 问道 这些天呢,一直在忙全男的事 黑蛋,也没问你 新店咋样了 挺好 宋娜笑着说道 南边新店生意挺好 那边女生多 不比中心路口的差 我又在西边开了新店 靠近英才学院和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还有几个厂子的宿舍区 生意啊,也还可以 他又说道 听说,上面有意让全男大学也搬过来 进一步强化区域优势 吕东想了想 嗯,我听赵哥说到过这事 有些难度 具体情况呀,还没定 酒喝多了,吕东容易犯困 上眼皮和下眼皮呀 有点要打架的意思 等到吕东喝掉半杯茶 宋娜准备起来 你躺在这儿睡一会儿 吕东拉住她,说道 黑道儿,别走 宋娜只好坐在这儿 吕东啊,歪一下身子 枕在宋娜的长腿上 特意往里靠了下 找了个更舒服的位置 我就睡一会儿 吕东闭上眼 黑道儿,我接你腿拥有 就半个小时 宋娜哪舍得让吕东起来呀 轻抚着她的脸 睡吧,好好休息 吕东又往里挪了挪 干脆转过山来 面朝宋娜 大半张脸呢 钻进宋娜敞开的 灰色泥子大衣里 埋在平坦小腹的毛衣前面 鼻尖呢 全是淡淡的清香味 宋娜捏了下吕东的鼻子 别乱吹气 吕东默不作声 紧靠在宋娜身上 快说话 宋娜呀 因为长年短练 长腿上的肌肉充满弹性 吕东枕在上面 比枕头舒服多了 快点睡 宋娜像哄孩子一般 轻轻拍打着吕东的后背 喝了太多的酒 吕东眼皮子是越来越重 很快沉沉地睡着了 可能沙发上不太舒服 没过多大伙儿啊 还打起了小呼噜 宋娜稍微调整下坐姿 以便让吕东能够枕得更舒服 低头看着 犹如大男孩般的男朋友 不禁笑着摇头 也就在他面前 吕东啊 才会放下负担 宋娜紧紧抱住吕东 俩人贴在一起 莫名地甜蜜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宋娜抱着吕东 也开始迷迷糊糊 没多大会儿 宋娜腿一阵酸 人就醒了 眼见吕东睡得正熟 他也就没动 继续让吕东啊 枕着长腿睡觉 这时候 办公室的门呢 叫人从外边敲响 薛天的声音 传了进来 余总 汉林食品加工厂的单子 叫您签借 宋娜轻微晃了晃吕东 吕东听到门外的声音 赶紧坐起来 伸个懒腰 拿起茶杯啊 喝口剩下的水 数数口 趁着这时间呢 宋娜下意识地 整理一下身上的衣服 吕东去办公桌那边 进来吧 薛天过来 先对宋娜不好意思地 笑了一下 把单具啊 放在吕东的办公桌上 解释一句 汉林加工厂的人正等着 吕东拿过来看一眼 确定没有问题 签上名字 薛天拿好单子 赶紧出了办公室 宋娜揉着大腿 站起来 我再去娟姐那里看看 有事儿 你给我打电话 吕东说道 行 你去看看吧 宋娜离开过酒 杜小冰那边 打过电话来 中午与大润发的人 一起谈过 由于双方在千盛商煞 就是邻居 也算是知根知底 在于战龙的牵线搭桥下 两边谈得很愉快 大润发的立下店 正在筹备 这是一个 以超市为核心 外带其他商铺的 综合性卖场 吕东和杜小冰商议 这里会作为旅士餐饮的第二批店铺之一 老杜一力担下这份重任 后边会继续跟大润发方面交涉 伴随西伯利亚寒流而来 或只是大风降温 还有一场大雪 从周六早上开始 鹅毛般的雪花随风飘落 天地间都成了一个颜色 雪是越下越厚 到下午 地上的积雪 已经没过了脚腕子 老宅里 吕东从西边储藏室 端来一波及的煤块 拍掉头上肩上的雪花 提下炉子上的水壶 弹起几块煤 倒进炉子口 把炉火烧得更旺 今天是周末 连续忙碌多天 眼见雪下得大 吕东干脆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半个马闸 放在炉子边 吕东烤着火 琢磨晚上 是不是弄点热乎的吃 有声音突然响起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塌了 老街上都是老房子 吕东开门就往街上跑 今天的雪太大 积雪又厚 怕不是有地方 叫雪给压塌了 打开门 来到了老街上 斜队门靠墙边啊 有一堆雪 生腾而起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四十七集 吕建设的儿子 正在读高中的吕涛呀 这周末放假在家 听到声音也跑了出来 东哥 咋了 吕涛急呼呼地问道 吕东朝鞋队门跑去 涛子 快点过来 二爷爷家有地方 叫雪给压塌了 吕涛拔腿就往这边跑 跟着吕东进了二爷爷家的门 吕东推开门进去 就看见二奶奶坐在屋门口上 人似乎受到了惊吓 有点发懵 附近地上还躺着个泊鸡 周围有洒落的块煤 西边靠近院墙的位置 有个棚子塌了 天寒地冬 老人坐在地上 时间长了 难免有个好歹 吕东赶紧过去 问道 二奶奶 你没事吧 不问清楚具体情况 不敢随便移动人 这是自家人 倒是不担心有的没的 人年纪大了 主要是怕胡乱洞 有二次伤害 二奶奶 吕东又使劲喊了一回 老太太这才醒过来 哎哟 我没事 我没事 啊 他挣扎着要站起来 吕东又问了句 见人没事 赶紧扶起来 老太太说道 我呀 刚从棚里拿煤出来 哎呀 还没进屋呢 棚子就塌了 吓得我呀 没站牢 摔了一下 吕涛看了眼 塌掉的棚子 说道 哦 绣号没事 这要是晚一会儿 人还不得被砸在下边啊 吕东让人坐在椅子上 去倒上一杯水 放在旁边的茶几上 问道 二爷爷去哪儿了 老太太说道 去村委呀 找老三了 哼 那混账玩意儿 签阵子呀 打电话过来 你二爷爷跟你三爷爷 说道说道去了 吕东知道二奶奶说的是谁 吕剑道打出去到文化工工作 这么多年呢 就没回来过 这种事不好多说 清关难断家务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吕东找出手机 给三爷爷打电话 等了没有多大会儿 二爷爷等人呢 急呼呼地 从外边赶了过来 放煤的棚子塌了就塌了 人没事就行 不得不说 也是运气好 二奶奶出来棚子才塌 吓得摔在地上 地上啊又有积雪 相对比较软 否则这摔上一下 难免不会受伤 二爷爷拿茶壶准备冲茶 吕东赶紧说道 二爷爷别忙活啊 刚在家里喝了 二爷爷叹了口气 拿个马扎坐下 刚出去一会儿 就碰这事 吕东啊 能看得出来 二爷爷心里头郁闷 却不是因为棚子塌了 吕震林说道 二哥 你也别多想 他爱来就来 不来就算 咱吕家村 啥时候缺过人 二奶奶突然说道 本来都不想这个事儿了 就当没他这个人儿啊 老三啊 谁常想他前阵子 给你二哥打电话了 吕东记得清楚 吕剑道最近这几年呢 根本就没打过电话 就像村里呀 没有这对父母一样 吕震林问道 他有事 二爷爷看眼吕东 说道 他突然问啊 东子的店 问东子 咋当上的政协委员 吕东不笨 立刻是有所猜测 吕震林冷哼欲声 欠眉道书 他想干啥 我看他想辟吃 二爷爷接话 我说不知道 把他打发了 他看向吕东 要是碰上他呀 别打理他 都说儿子呀 是娘亲身上的一块肉 连二奶奶也忍不住说道 东子 你可别听他的 他没句整话 他走的时候 你早就起事了 可记得 他回来过呀 吕震林冷声说道 他就没当自个儿 是吕家村的人 吕东是小儿 没有随便说话 就算媳妇那边再强势 再不明事理 他就不信 找不到空 回来看看家里的老爹老娘 哪怕不回来 过段时间打个电话 总行吧 但这人也离开呀 好像世间就从来没有过爹娘一般 吕震林这时说道 二哥 咱别管那个混账玩意儿 当你生日 咱这帮老兄弟给你过 下面孙子辈的 还有桃子 冬子 丁子 咱们吕家 有的是人 二爷也说道 咱呢 不说那混账玩意儿了 以前的时候啊 觉得一大家子里边 老七对混账 整天是游手好闲 得急抓狗 自家这个学习好 又考上大学 肯定是有出息 这一手毛笔字和画画的本事啊 他初中时就学了个七七八八 后来更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结果却是个白眼狼 众人呢 说了一会儿话 外边雪小了 风也小了 吕东和街坊邻居帮忙 把小棚子收拾起来 袋装的块儿煤 放进东边的饭屋里边 吕真林接到个电话后 对吕东和吕涛说道 你们俩跟我走 小学校的防风塑料布 有些叫风吹开了 屋顶上的鸡血太厚 也得处理 吕东和吕涛 跟着吕真林来到村小学 李会计已经带着不少人呢 在干活了 村里边几个老师都来了 还有学校能够传达得上的人 小学校威风太久 房顶虽然是前两年新上的瓦 但当时啊 村里没钱 就是在草屋顶上直接加泥灰 重新上了一层瓦 今年呢 雪太大 没人敢冒险 叫雪堆积在房顶上 这要是孩子们过来上学 万一有个好歹 全村上下 不都得疯了 昨天回来的李文月呀 扛着个人子河梯 在一年级教室前支起来 就想往上爬 吕东拦住他 说道 哎哎 你在下面给我扶着 我上去 他拿了个堆麦子用的平推子 爬到河梯顶上 往下扒了雪 积雪还没上洞 扑拉扑拉地往下路 李文月赶紧拉起 羽绒服的帽子戴上 一年级南边的屋顶上 吕东很快就扒了下来一大片 不用多干净 把大部分雪弄下来就行 对面一排房子的北墙上 钉好的塑料布 叫风扯开了一些地方 于晨林呢 领着几个年级大的 找来塑料包装袋和钉子 压好塑料布 重新砸在墙上 吕东从梯子上下来 李文月搬着往东边挪 东苍 放我 行 吕东已经上了梯子 弄完这片 你上 李文月呀 也不是小时候的病样子了 看这种活儿 没什么大问题 吕东正扒拉着积雪呢 突然呢 有歌声 从校门口那边传来 开始听不太清楚 隐约好像是 随着声音靠近 歌声越发地清晰 铁公鸡穿着羽绒服 手腕上挂个崭新的收音机 从学校主道上过来 老鸡 有人问道 你这儿过来帮忙啊 铁公鸡说道 这不废话 我放着家里挣钱的活不干 汤雪过来不就是干活儿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四十八集 有人故意问道 干活儿也不带个工具啊 学校不是有工具 铁公鸡啊 捡起个扫帚 准备去干活儿 吕东从人子梯上下来 问道 结束 收音机咋换了呀 这一问 铁公鸡啊 忍不住叹气 带着惋惜 旧的那个 修不好了 旧的那个睡坏了 我早就说换我新买的 吕兰兰穿个雪地鞋 从校门口进来 隔着老远呢 就嚷嚷 总算换上我买的了 吕兰兰冲着吕东这边跑过来 东哥 我干啥 在他后面 吕建仁和十几口子人呢 架着梯子啥的 进了学校 吕东把梯子交给李文月 搬起梯子往前挪 拂好梯子让李文月上去 这才对吕兰兰说道 拿个锤子呀 去找三爷爷 钉塑料布 会不会呀 吕兰兰找到个榔头 会 以前啊 尝给鸡棚子 定塑料布 小姑娘撒丫子 跑去对面 吕建仁这时过来 别人从雪地走过呀 都是留下俩 深深的大脚印子 他走路方式特别 喜欢拖着鞋底走 走过的雪地呀 都是留下两条沟 吕兰兰子 早点干 吕建仁叫个人搬梯子过来 去另一边出雪 说道 干完了 今天咱过阴天 吕东问道 去说 弄到好东西了 吕建仁是哈哈笑着 中午下的套 刚去看 逮着俩野兔子 他想起一出事一出 你不是搞火锅吗 咱晚上 弄个兔子火锅 这天啊 本来就冷 一干活 兔子就发空 李文月在梯子上面 听得流口水 吕叔 得送我一份 吕建仁逮住俩兔子 心情好 说道 行 前段时间 我去东子租的那个仓库 弄了个铜锅 和一些木炭回来 今天你们有口福了 吕东问道 吕叔 你啥时候去仓库了 吕建仁随口说道 我去找老乔那喝两杯 他那不是有钥匙 吕东心说 这没钥匙 也挡不住你呀 人多力量大 小学校的活儿啊 赶在天黑前干完了 吕东去买上块豆腐 李文月呀 提了些土豆白菜 一起去西叔那里 吃兔子火锅 他们到的时候啊 吕建仁正在给兔子扒皮 小刀用的贼溜 七婶啊 临时调去全南 培训新员工了 丁子去了他姥姥家 七叔家里没有别人 正好方便开吃 切成薄片的兔子肉 下了铜锅 肉香味立刻飘出来 哪怕七叔家里 没有点炉子 房间内呀 也多了暖哄哄的味道 吕东去饭屋拿了调料 这门一打开呀 肉香味立刻飘了出去 李文月端着洗好的菜进屋 吕建仁呢 提着第二只八号皮的兔子过来 哎 东子 饭屋墙上的送料袋在里边 挂着点羊肉卷 吕建仁冲吕东喊道 拿下来 一块吃了 吕东端着和好的调料酱汁碗 摘下饭屋门口的红色方便袋 朝着屋里走去 后边似乎有啥声音 吕东回头去看呢 就大门过道那边 有人伸出脑袋来看看 又缩回去 接着又伸出头来 似乎呀 想要进来 不好意思 想要走 又舍不得 吕东冲那边招手 兰兰 进来 吕兰兰 双手抄进羽绒服的口袋里 一步一步地挪进来 不太好意思 没吃晚饭呢 吕东问道 来 一块吃 这多不好啊 吕兰兰话是这么说 脚下却很实诚 一步一步地朝这边走过来 吕东说道 你再不来啊 一会儿肉就没了 吕兰兰耸耸鼻子 好像是闻到了肉味 赶紧迈着小脆布过来 说道 东哥 你这么热情 诚挚的邀请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吕东笑着 赶紧进屋里 吕兰兰跟着进来 与李文月和吕建仁呢 打了声招呼 小圆桌摆在屋中央 上面的铁头盘里 放着一个大号的铜制火锅 里边冒出腾腾的热气 眼瞅着就快开锅了 吕兰兰兰赶紧搬个马闸坐下 也不用别人帮忙 资格取了碗和筷子 盛好酱料 眼巴巴地瞅着铜锅 就等着开吃呢 锅开了 吕兰兰是眉飞色舞 吕东说道 先等等啊 这肉有点厚 多煮一会儿 吕兰兰飞到头顶的眉毛 就落了下来 李文月笑着 兰兰 沉住气等一会儿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吕兰兰打开一瓶酒 准备倒酒 吕东接过来 说道 前两天呢 喝了顿狠的 胃难受 我少喝 那天和张明宇和赵干雪 喝了一顿 这看见酒就头疼 都是自家人 没那么多事 吕兰兰说道 你随便 吕东啊 给吕兰兰兰倒了一杯 给李文月少倒了一点 自个儿啊 只倒了半杯 放下酒瓶 加起片肉 尝了一下火候 吕东说道 行了 几个人呢 都去加锅子里的兔子肉 野兔子肉 有骨子说不出来的腥味 算不上多好吃 反正在吕东看来呀 是不如羊肉的 但人吃东西 吃的不只是味道 吕兰兰就吃的是喷喷香 吕兰兰端起杯子 跟吕东和李文月呀 喝了一口 上次跟银座的人喝的 李文月有空 就会去吕东那边转转 吕东点头 记不记得包工程的钱瑞啊 李文月上次跟着一起去见过银座的人 问道 帮咱们村产品进银座超市的钱格 对 就是他 吕东加起块肉 去蘸酱料 他介绍的那个银座的朋友 人就是海量 我陪着喝的几杯呀 有点撑不住了 吕尖人咽下嘴里的肉 下次再有这种局拉我去 我去给你陪客 吕东转头看他 说道 七叔呀 酒这玩意儿没有多大好处 你也多注意点 少喝点 吕尖人根本不听 端起酒杯 来 上一下 说完 自拉一口 喝掉杯子里尽三分之一 李文月知道 签不动七叔 干脆吃肉 不说话了 吕兰兰筷子冻得肥快 吃得鼻子尖上 都冒出汗来了 吕东 赶紧再往锅里下肉 李文月问道 七叔 最近厂里咋样啊 吕尖人答非所问 无聊得很啊 整天呢 没啥事做 你三爷爷 还要我一天到晚的二十上班 原本我想着呢 附近村里招贼 那贼说不定 会偷到咱们厂里来 我就做了不少的准备 结果这贼是左等不来 右等也不来 那句话咋说的来的 叫人望 吕兰兰接了一句 望穿秋水 对对对 叫望穿秋水 吕剑人说道 这贼不来啊 忒没意思 吕东吃完肉 说道 我上次就说 这会儿贼啊 就在附近 知道咱村的人不好惹 求气是七叔你 我看到 你等不到贼上门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四十九集 吕剑人是摇头晃脑 没意思 没意思 他想到吕东之前说的话 哎 东子 要不 七叔跟着你去看 吕东差点叫嘴里的肉 给呛倒 七叔 我可没有陪酒的活儿啊 酒局一个月都没一场 我是去喝酒的吗 吕剑人瞪大眼睛 我这不是想去帮你吗 吕东以为他是开玩笑 也行 我那正缺人 却说 你想干啥呀 吕剑人琢磨一下 说道 哼 你这么大个老板啊 连个司机都没有 出来进去的都自己开了个车 你不怕丢份啊 哎 要不 我就给你当司机 吕东无奈 哪有输给侄子当司机的 吕剑人喝了一口酒 又开始说浑话 那 你当我输还不行啊 他整天在场里憋着 就在吕震灵眼皮子底下 着实是不自在 东子 你七叔呢 啥会儿没干过 啊 就这里爬的 天上飞的 呸 呸 是地上盖的 车里开的 啥不会啊 我一个能顶俩哟 哼 吕东看着他 发现七叔竟然很认真 问道 七叔 你不是开玩笑 嗯 瞧你这话说的 吕剑人 点上根烟 啊 这种小事 我犯得着跟你开玩笑吗 啊 吕东想了想 说道 嗯 那行 不过有一点呢 我得提前跟你说明白 公司的各种规章制度 你可得遵守 吕剑人 毫不犹豫地答应 没问题 小事一桩 哎 东子 以后呢 我就负责给你开车 让你能有个大老板的气派 吕东提醒 开车可不能喝酒 吕剑人 接上一句 哎 喝酒不能开车 吕东啊 端起酒杯 跟吕剑人碰杯 问出一个 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哎 七叔啊 你能干多长时间 啊 给我交个底 我好心里有数啊 吕剑人呢 跟吕东他不用含糊 直接说道 好 等到我转口了 我就回村里 再看大门去 吕东明白 得 他就是一个临时工啊 但仔细想想 七叔在村里啊 明显是呆烦了 与其不知道去哪儿瞎胡混 还不如跟着自个儿 省得闹出啥事来 七叔啊 大是大非 都是从来不含糊 问题很多小事 都是由着性子来 严打期间 叫人抓住个马脚 那也是麻烦事 第二天 吕东出门呢 打算去上班的时候 吕剑人呢 正蹲在街对面 跟二爷爷说话呢 胡春兰从家里出来 看了一眼 先跟二爷爷打个招呼 问道 哎呀 老七啊 今天不上班啊 吕剑人呢 笑着说道 嫂子 我跟三叔说了 年前呢 先跟冬子 干一段时间 吕东冲老娘 微微点头 胡春兰说道 也行啊 正好冬子那边缺人 你多帮着你点 放心 嫂子 吕剑人 正儿八经地说着 万不能让冬子 叫人欺负了 二叔 我先走了啊 改天过来 给你挂大寿 他来到吕东旁边 拍了下 桑塔纳车的屁股 哎 钥匙给我 吕东无奈 只能把钥匙给了七叔 愿意开车 那就开吧 吕剑人呢 上车去热车 吕东跟二爷爷说句话 上了副驾驶 吕剑人 抬手指指后座 大老板不都坐后面吗 吕东故意说道 七叔 咱爷俩 真的要倒过来叫啊 吕剑人能出去转转 心情特别好 开动汽车 笑着说道 有段时间呢 没到大学城了 我也挺想那帮小家伙的 小光头还在练功夫吗 杜小冰那家伙 中午呢 得让他请我吃好的 他越说越痛快 对了 东子 你拿下小黑蛋没有啊 咱这一派可不能断了传人 吕东啊 被彻底打败了 停停停 去说 黑蛋还在上学呢 你可别当着人家针 说这些有的没的 你七叔是那种人 吕剑人 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我能跟真儿媳妇乱说话吗 吕东啊 忽然想起大哥结婚时 七叔叫方艳新嫂子 哼 不知道 吕剑人是不是给他下了鼓 这时啊 突然问道 东子 你嫂子那边 有动静了没 吕东摇头 不大清楚 快到年底了 我哥和嫂子都挺忙的 我得一周多 没见到我大哥了 嫂子倒是前两天见过 但这种事 我也不好问呢 吕剑人说道 嘿 我咋就交出你 这么一个笨蛋来呢 你不好问 就不会让小黑蛋去问啊 吕东说道 这叔 你倒是可真多呀 刚到大学城 刚下车就接到电话 赵干事通知他去趟管委会 商会筹备那边有点事 需要他这个发起人之一啊 去开会 吕东很清楚 套了管委会啊 一时半会儿就走不了了 干脆就让吕剑人开车回去 去公司或者店面转转都行 果不其然 筹备会开起来是没完没了 商务开完下午接着开 讨论的事儿啊 半天没有进展 后边吕东啊 干脆就不说话了 就当个听众 目前 大学城商会的发起单位 分别是管委会 驴师餐饮公司 正在全面搬迁过来的 晚报报业集团和朗朗集团 大学城分公司 吕东这边啊 确实能够拿到一个副会长 大学过后天很冷 会议室内虽然开着空调 但还是有些冷 好在大学城昨天呢 就发动所有单位打扫积雪 主要道路上都清扫干净了 宋娜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指挥光美的送货人员呢 将家电送进装修完毕的房子里 光美的服务很到位 不仅仅给搬进来 还主动提出拆箱安装 这能让人呢 省不少事 家电弄完 包装箱放进外边的小院子里 因为吕东的建议 房子装修完后呀 专门通风一段时间 到现在呢 人还没搬进来 宋娜想着 应该差不多了 毕竟啊 没用太多合成材料 敢哪天呢 让父母搬进来 这时手机响起来了 南边的店打来了电话 喂 老板 你快过来看看 这边好像有人找咱们麻烦 大学城稍微靠南的位置 服装纺织学院 和旅游学院的协对面 一排门头房 立在小区外面 这个小区的居民呢 和两家学院的学生 能够就近 买一些日常用品 金挨着两家 有几千名学生的大学 这里的门头房啊 生意都不错 温馨货占的新店 同样如此 店里卖的小食品 和亮晶晶的礼品 对于追求时尚漂亮 腰包里又没有多少钱的年轻人来说 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宋纳骑着小木兰过来 刚到店门口 就闻到一股 说不上来的恶心味道 几个大厚的垃圾桶 放在温馨货站的正对面 里边可能装了各种 剩饭剩菜 或者其他垃圾 即便是大冬天里啊 也散发着让人恶心的味道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集 咋回事 宋娜微微皱眉 上午过来送货的时候 这边还没有垃圾桶啊 看到宋娜 店内的售货员小黄 立刻出来 说道 宋姐 宋姐 有人找咱们麻烦 宋娜轻拍她的胳膊 说道 咱们进店里 别急 慢慢说 小黄找到主心骨 好多了 连忙进到店里 送那根进去 大致扫上一眼 今天天气太冷 加上门口的垃圾箱啊 店里这会儿没生意 她特意在门口站了下 哪怕在这儿都能闻到垃圾箱那边传过来的意味 小黄指着门外边的垃圾箱 说道 说道 宋姐 今天上午扫完学 有人拉来这些垃圾箱放在咱们店的门口 不知道是谁扔进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味道难闻得要死 人从咱们店跟前走 个个地捂着鼻子赶紧跑 我就出去 把垃圾箱拉回最南边原本滑定的位置 结果一会儿又有俩人把垃圾箱拉回来 说是物业上的 决定要在我们这儿放垃圾箱 我要是再擅自动 就给咱们开罚单罚款 她社会经验少 俩大男人凶神恶煞的登门吓唬 心里是一阵打鼓 宋姐 咱们咋办啊 宋娜看了外边一眼 物业给业主开罚单罚款 真是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啊 来的人确定是物业上的 宋娜问小黄 有没有其他情况 小黄想了想 奉敏过来说是要开罚单的 一个男的是物业上的主任 另一个 另一个好像不是 我记得我好像见过 也是咱们这片开店卖东西的 宋娜又问 具体是谁 小黄整天守在店里边卖东西 很少出去 认识的人有限 摇头道 我瞅着眼熟 也不知道他叫啥 是哪个店里的 有几个女生啊 从外边走 大概味道太难闻了 立刻捂住鼻子 加快脚步 迅速地从温馨货站前经过 宋娜出来做生意一年多了 跟着吕东经历过不少破烂事 不用想也知道 这事后边啊 肯定是有人捣鬼 极有可能的 跟温馨货站生意好 有着关系 别急 你看好店 别跟人起冲突 宋娜安慰道 我去物业上问问 这片门头房 是后边小区开发的 归小区的物业管理 宋娜来到小区门口 找到物业的办公室 办公室门口啊 有俩人在抽烟 一个穿着西装 衣领别着物业的名牌 大概四十来岁 嘴里吊着根烟 西装穿在身上是松松垮垮 给人印象 不大好 另一个也是四十岁左右 样貌普普通通 但宋娜见过他 来这边做市场前期考察的时候啊 就在门头房 稍微靠北的位置 那家买小饰品 和五金土特产的店里看到过 没记错的话 是那家店里的老板 一见到这人 宋娜马上直到 自个儿猜得没错 他立刻从包里掏出手机 拿在手中 翻到电话簿的那一页 选中一个号码 随时都能拨打 另一只手 掏出方眼给的房廊喷雾 放在羽绒服的衣兜里 方便掏出来 宋娜做生意啊 没有遇到过太大的麻烦 但陪着吕东 见到过很多 刚记得吕东的叮嘱 自个儿是个女的 不能因为生意做得还行 就盲目自大 同志啊 宋娜停在距离那个人 三四米远的地方 真要有啥不对 掉头就能跑 以她专业练体育的身体素质 一般二般的男人呢 根本就撵不上她 问一点事情 西装听到声音 转头去看宋娜 眼前就是一亮 这女的可真俊的 穿着打扮也好看 另一个人呢 看到宋娜 认出她来 连忙给西装使了个眼色 西装问道 有啥事 宋娜说话很客气 请问你们这物业上 谁负责 西装是当仁不让 暂时有我负责 宋娜不着痕迹地 看了另外一个中年人 直接说道 你好 我想反映点情况 我是咱们门头房的夜户 今天发现 原来在南边 固定位置的垃圾桶 忽然换了地方 放在我店门门前 我店里的员工 把垃圾桶拉回去 说是物业又拉了回来 还要给我们开罚单 你是温馨货站的老板 西装见宋娜点头 轻渴两声 扔掉烟头 一脚踩灭 背起双手 说道 这垃圾桶呢 更换位置 是物业上的决定 有很多夜户反应 垃圾桶啊 隔着门头房太远 到垃圾不方便 那经过物业研究呢 便于为夜户服务 决定啊 更改放置 垃圾桶的位置 宋娜不卑不亢 不是说 垃圾桶需要放置 在固定区域 西装直接打断他 新规定啊 是物业制定的 物业有权决定 垃圾桶放置在任何位置 另一个中年人呢 始终没说话 却在悄悄地打量送纳 虽然没仔细打听 但多少问过物业这边 那个店的老板 也就面前这个小姑娘 就是个女大学生 她先开店 卖的饰品 这个女大学生 却跑过来开店抢生意 一个二十岁的女学生 跑过来抢买卖 还抢走了大部分顾客 算咋回事啊 西装的话 还在继续 而且看人只是个小姑娘 话呀 开始变得严厉 我郑重警告你 不要擅自去动垃圾箱 去动公共财物 否则物业 会对你进行触发 如果行为严重 物业将锁住你门店 强制停业整顿 听到这话 宋娜快被气乐了 这是物业还是土匪呀 西装还没说完呢 物业制定规矩 你们这些业户 就要好好服从管理 要是一个普通女大学生啊 这么一番唬人的话下来 非得叫人说得闷头不可 但宋娜不是待在象牙塔里 不出来的那种女学生 不但是见识广 认识的人也多 对大学城风方面面 还特别熟悉 这位同志啊 宋娜倒是没有着急上火 这种情况呀 着急上火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女的还容易吃亏 她平和地说道 物业的规定 我们业户当然要去遵守 不等西装反应 宋娜是话音一转 但物业也得遵守法律法规 遵守管委会公布的各种规定吧 我记得很清楚 大学城管委会有关于市容市贸上的规定 上面有一条 各单位的垃圾承放设备 必须按照规定地点摆访 不得随意变更位置 杨烈文对大学城市容市贸的要求极其严格 为了环境卫生问题 连中心路口的临时市场都取缔了 还严格限制各个店面 在外边是乱摆乱放 别人可以忽略某些条款 宋娜却记得清楚 毕竟时常跟赵干事和王朝等人打交道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51集 王朝那些人累了 有时候还会去店里坐坐 西庄男眼间虎不住人 说道 你这个丫头骗子 懂个骗 我跟你说 哪来得去呢 别在我这刀的 宋娜往后几步 说道 请你遵照规定 把垃圾桶运走 这年头啊 物业公司都跟开发商 有着直接关联 加上监管力度很松 导致物业呀 已经有了种 仆人变主人的趋势 西庄立刻变脸 声色俱立 我警告你啊 别得寸进尺 信不信 我去封你的店 宋娜看得清楚 讲理不可能讲得清 转身就走 西庄在后边看了一眼 警告道 我告诉你 生意人 就本本分分做生意 少起乱七八糟的心思 宋娜不禁微微摇头 原本学府文院 有些业主呀 反映小区物业不作为 除了收钱 啥都不干 趁是没比较 就没有伤害 跟这家物业的态度比起来 学府文院的物业 算得上是良心物业了 貌似 业护衡量物业 不能比谁好 只能比谁更烂 为啥会这样啊 宋娜想不明白 宋娜回到门头房前 忍着难闻的味道 看一眼垃圾箱 翻找起电话簿 讲理讲不通 那就按照规定做好了 他拨通王朝的电话 等那边接通 说道 王哥 你好 是我 小宋 王哥 我记得 你上次来店里提过一个事 说是 上面鼓励居民举报 大学城破坏 世荣世贸的违法行为 对对 我要举报 这边 不仅有人随意变更垃圾箱位置 还将垃圾箱 摆放在商业区里堵门 打完电话 送大看一眼垃圾箱 来到路边上 等王朝下边人过来 突然呢 隐隐有种感觉 有人在盯着这边看 宋娜转头看向北边 就看到那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呢 站在北边卖饰品的店门前 看着他这边 见到宋娜看过去 那人呢 忽然笑了 转身进了店里 宋娜大致能猜到为啥 经过足够多的前期考察 温馨货站特意选了门头房 相对靠南的位置 紧挨着这边生意最好的化妆品店 从南边过来的纺织学院的女学生 相当一部分呢 叫温馨货站给节留了 但这是非常正规的商业竞争 她可从来没有仰仗旅动的关系 就胡来 在外边宋娜也从来不说 她跟吕东怎么怎么样 温馨货站门前 王朝顶着个大脑壳 看着对面几个垃圾桶 毫无疑问 就违反了管委会的管理规定 管委会对施荣世贸管理的是极为严格 这要叫相关的监督管理人员看到 估计啊 温馨的电话早就打到 联合执法大队这边了 王朝回过身 看眼旁边的宋娜 微微点头 这小姑娘人很好 每次见了呀 都热情招呼 天热的时候给饮料 天冷的时候啊 给奶茶或者咖啡 没有因为吕东生意做大 就滋生傲气 不说吕东和吕春的关系 单就这些垃圾桶违法违规 她就不能不管 张龙看着物业上的西装男 举着垃圾桶说道 赶紧的 立刻转改 管委会的规定都下发给你们了 就不好好看看 说清了 你们这是不按规定做 说中了你们这是违法 对上有权利 给你们开发单的 这年头 联合执法职责是特别多 权力不说大 能管 能处罚的却很多 市面上能看到的东西啊 就没有他们不能伸手管的 西装男看了一眼王朝 人家根本没搭理他的意思 这人他认识 联合执法大队的大队长 好像啊 就是一个科技 不知道是政科还是妇科 但在这种小地方 一个妇科发痕 就能弄得起业 无比难受 大队长亲自带队过来 这事儿有点麻烦 马上整改 做物业的 不仅要能吓唬得住业主 还得要懂得见风使舵 我这就叫人过来 退回规定的位置 张龙又说道 你虽然是刚调过来 但我记得你在县城 也是做物业的 早翻这种低级错误呀 西装男新说 却不是吃了人强 收了人理吗 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以为就是个女学生的小事 吓唬吓唬就完了 谁没事儿 还为个女学生去费事打听 犯得着吗 张龙这几个人呢 跟吕东和宋娜都非常熟 见西装叫人过来 运走垃圾箱 觉得呀 得提点几句 又不是做啥 违反规定和原则的事儿 几句话呀 就能减少吕东 和宋娜的麻烦 张龙叫着西装去了一边 哎 老李啊 咱也算是认识 别说我不提醒你 你这事做得太不地道 做事之前 也不动动脑子打听一下 西装看到王朝过来 就知道事情不对了 哎 我也是叫人坑了 这本就不是物业的规定 说是物业规定 纯属于扯虎皮当大旗呀 张龙看这人不傻 知道提点几句 送那以后会少很多的麻烦 咱们后边这店的女学生 可不是一般人哪 她心说 五毒教教主的夫人呢 能是一般人 当即伸出手指 指了指天上 她的关系 能接到管委会大老板那儿 西装嘴角抖了抖 说起来呀 物业公司 隶属于开发公司的一部分 上面的开发公司 未必出管委会 问提开发公司 隔着她这个小小的物业副主任 十万八千里不说 之前还属于她的个人行为 在这不怕县官 只怕县管的社会上 公司会为她出管委会的眉头 恐怕呀 立刻会把她祭天 另一边 宋娜说道 王哥 又麻烦你了 这叫啥麻烦 王朝笑着说道 联合执法大队的本职工作 西装男那边啊 不但叫人运走了垃圾箱 还让人呢 把这片专门打扫了一遍 王朝看着没啥问题 行了 小宋 你妈 我们先走了 宋娜送人到车边 王哥 有空就去店里坐 王朝和张农等人呢 冲宋娜挥挥手 联合执法大队 崭新的皮卡车 就开走了 宋娜往回走 刚到店门口啊 西装男过来 说道 宋同学 哪怕不喜欢这人的嘴脸 宋娜还是挺 起来 你好 这件事呢 是我工作没做好 听了张龙的话 西装男呢 第一时间过来道歉 我代表物业公司 对我们的工作失误 对给你造成的不便 表示道歉 要是按照高中时的性情啊 宋娜根本不会接受道歉 但做生意有做生意的做法 这边的温馨火站 租的是小区的商铺 以后时常要跟物业打交道 真要把关系闹僵了 也不是啥好事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二集 这出来做生意一年多 宋娜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类似西装男这种 简直是数不上数 真要跟这种人 事事掰扯清楚 弄个你死我活 得 那生意就别做了 日子也别过了 难道 真要找吕东 跟人弄个你死我活 他不傻 这样对吕东啊 没有半点好处 为了长远考虑 宋娜平和心态 说道 没关系 咱们也是不打不相识 西装男呢 松了口气 笑着说道 宋同学 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 尽管来物业找我 不用客气 宋娜跟他客套两句 回到店里 西装男往北走 路过一家店时 从里边啊 出来个人 李主任 别叫我 西装男懒得搭理人 我不认识你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温馨或站里 小黄颇为崇拜地 看着宋娜 问道 宋姐 没事了 宋娜轻轻点头 嗯 没事了 小黄说道 宋姐 你真厉害 认识的人真多 一个电话 就把事情解决了 宋娜笑笑 没有再说话 不是自个儿多厉害 可是沾了吕冬的光啊 他查看店里的布货 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 如果没有吕冬 这生意做起来 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 说不得一个女孩子 这生意啊 就做不下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 店门啊 叫人从外边推开 顶了颗大光头的苏小山 牵来了 看到这长相凶恶 不像好人的家伙 小黄 心里是咯噔一声 我会是来报复的 宋娜问道 小山 你咋有空过来 苏小山还没回答 又有人呢 从外边进来 这人身材高大 相貌堂堂 搭了着肩膀 呃 齐叔非要来看看你 苏小山说道 拉了我来带路 吕剑仁笑着 嘿嘿 小黑道 有段时间没见了啊 越来越近了 哎 你能看上李东那婚小子 那是他八辈子 修来的福饭 宋娜 看紧搬凳子 哎 七叔 你坐 苏小山呢 接过小黄帝过来的凳子 坐下 说道 哦 刚在中心路口 听张龙说 有人过来找麻烦 七叔不放心 这不拉着我 带路过来看看吗 宋娜 看了眼屡见人 哦 没事了 人都打发走了 吕剑仁呢 不是很放心 哎 小黑道 咱这一亩三分地上 不能叫人欺负到门上来 啊 咱去年夏天 就认识宋娜 也是第一个 拿宋娜开吕东玩笑的 当时就觉得呀 这个顽强的 像山草一样的姑娘 挺不错的 要是让她选直媳妇 除了宋娜 根本瞧不上别人 所以呀 吕剑仁又说道 我听那个戴刀侍卫说 这边物业找麻烦 是有人挑拨的 哎 小黑道 你要是不说 那我可就挨个去问了啊 怎么能真儿媳妇受了欺负 我装着看不见 老宋两口子呀 都是老实巴交的 山里装着人 宋娜以前遇到过麻烦 老两口帮不上多大的忙 有个疏来撑腰 宋娜呀 其实挺开心的 宋娜小的 吕东对自个儿村感情深厚 对他的七叔大伯 三爷爷等等诸多人 是分为看重 不说别的 他知道的事 有些机会和资源 吕东明明能用 却愣是给了吕家村 这些呀 足以说明一二 要是吕家村的人认可他 他和吕东之间呢 不会再有任何的障碍 是北边一个店的老板 宋娜简单说了一下 七叔 事都过去了 吕建仁年轻时啊 就是整天吓唬混的 很多事情看得明白 哎 小黑带啊 一些人的想法呢 我比你了解 不一次压扶着他 他后面呢 会不停地给你使阴招 下半子 你呢是干买卖的 到时候呢 光影响你生意 他看了眼苏小山 哎 大光头 武装起来 苏小山拉开随身携带的提包 宋娜以为呀 是要掏武器 刚想说话 就见苏小山呢 从包里掏出一轮 纹身贴纸 放在柜台上是挑挑拣拣 吕建仁说道 有时候啊 坏人比警察好使啊 宋娜终于是明白了 吕东那些歪理啊 都是从哪儿学的了 但仔细想想 吕建仁交给吕东的这些 不正经的东西啊 却是在社会上打拼的 有用技能 其中 真有不少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在社会上打拼过 才会知道 很多事情不是简单的对与错 也不是靠警察叔叔就能解决的 宋娜看眼吕建仁 如果这些道理啊 是七叔有意识地 交给吕东的 那还好说 问题 七叔根本没这个意识 无论有没有意识 宋娜都觉得 七叔很了不起 非常的不一般 苏小山 在纹身贴纸里边是挑挑剪剪 选了张骷髅头的 又选了张青龙白虎 借用店里的洗刷间 去纹上纹身 然后呀 跟着吕建仁 去北边的那个店 贴纹身这种事 苏小山老有经验 专业级的 宋娜不放心 赶忙跟在后边 快到的时候啊 吕建仁回头说道 哎 小黑大 你在外面等着 打掩护就行 宋娜掏出手机 吵哥能够通过玻璃门 看到店里的地方站着 苏小山大头 进到店里 作为曾经的团伙大哥 他不用冲大头 自带大哥气质 吕建仁跟在后边 堂堂的左山雕 自然是不用多说 虽然说呀 当年手底下的 哼哈二将 和八大金刚早就散了 但常年养成的 不正经气质 怎么都改变不了 宋娜等在外边 盯着店里边看 没多大会儿 玻璃门打开 老板毕恭毕敬地 把吕建仁 和苏小山送了出来 这俩人走出来 吕建仁说道 哎 外光头 你老把名头这么响了 苏小山呢 用贴着纹身纸的手 摸摸光头 说道 呃 那个 吕东在大学城挺厉害的 宋娜迎过来 吕建仁说道 小黑大 放心就好了 没事了 这二货知道五毒教教主 一听说你是五毒教教主夫人 腿肚子都赚金了 他朝南边走去 我跟你说啊 你们是两口子 吕东的名声 当用就得用 周一早晨上班的时候 吕东才从苏小山口里 知道这件事 盼上午 趁着宋娜课签的时候啊 给他打了个电话 宋娜那边挺正常 说事情都解决了 吕东啊 也让苏小山 多关注那边一点 十点左右 他离开公司 去西边的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院附近 不止宋娜的第四家 温馨货站 开在这边 焦手柜和焦三黑 也在这边 开了第二家店 今天上午 二焦搞了个小小的 开业典礼 邀请吕东 过去帮忙剪彩 或许啊 吕东自个儿没意识到 但在很多人的眼里 他在大学城 已经是个 响当当的人物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三集 都是当初 一起摆地摊 创业的老伙计 吕东随手能帮的 尽可能啊 就帮上一把 鞭炮声中 吕东拿起剪刀 跟交手柜 一起剪断彩带 这边啊 有两所大转院校 又临近朗潮 等几个工厂的宿舍区 人流量也不小 周围啊 到处都是看热闹的人 有些人面广的 看到吕东啊 还议论纷纷 显然认识他是谁 剪彩结束 交手柜 邀请吕东 进店里坐会儿 店里的交三黑啊 已经充好了茶 开车送吕东 过来的吕建仁 拿手机 打了个电话后 跟交手柜 请来的锣鼓队 看对了眼儿 凑在一起啊 研究了起来 他最近 也买的手机 就是从二郊这儿买的 吕东啊 跟着交手柜进了店 这个店呢 比中心路口的 要大上不少 上下两层的结构 每层五十多屏 二楼仍然是录像厅 崭新的纯屏大彩店 加DVD播放器 方便人在上面看电影 一楼是卖货区 磁带 叠片 小说 录像机 游戏机 和DVD都有 甚至啊 上锁的玻璃柜台里边 还摆了几个MP3 传呼机 和手机 看到吕东啊 对MP3和手机感兴趣 交手柜 简单地介绍道 这都是从科技市场 进的水货 只要能卖一台出去 利润非常高 吕东啊 举着手机问道 这水货手机 能入网啊 交手柜 详细地说道 电信管理得松了 只要掏钱办卡 就能入网 吕东笑着说道 行啊 交哥 你这生意 越多越大了啊 你可别含着我了 乔首柜 不好意思地笑着 不是你照顾着 我这生意能起来 踏踏心眼里啊 感激吕东 就说今天 你过来给我剪彩 这么多人看到 以后 我能少多少 上我的海面的麻烦事 吕东笑着 嗨 惨得老兄弟了 你这话呀 就见外了 交手柜不再多说 而是记在心里 问道 宋纳今天没空 他上课 嗯 走不开 得中午才能过来 吕东 简单解释道 上午呀 一般都有课 有顾客上门 退安批餐 很感兴趣 交三黑 过来招呼客人 吕东看了一眼 说道 三黑也能独当一面了 不行也得行 敲手柜说道 现在俩店 虽说能雇人 但店里没个自己人看着 咋都不放心 这是我和三黑 合伙的买卖 关键时刻 他不顶上去 谁顶上去 吕东赞同 该历练的时候啊 就得历练 敲手柜点头 是这个理儿 二十几的人了 要是光拿他当孩子看 啥时候也找不大 说到孩子的时候啊 敲手柜 突然停顿了一下 沉默了一会儿 低声说道 吕东 问你个事 吕东刚端起茶杯 杯子停在手里 赵哥 问就行 敲手柜的声音更低了 我记得 娟娟怀孕了 是不是声了 听到这话 吕东就知道 脚手柜呀 还是没有放下赵娟娟 只能是暗叹口气 说道 呃 估计呀 也就这一周里的事了 脚手柜又沉默 过了呀 得有半分钟 说道 你等我一会儿 吕东不知道 他想干啥 安稳地等在这儿 脚手柜跑到收银台后边 拉开抽屉 拿出个长方形盒子 转回来 递给吕东 我们几个一起摆摊 一起风吹日晒 人不见 情分不会变 吕东 圆圆孩子出来 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 吕东啊 第一时间没接 因为他也不知道 该不该转交 脚手柜又说道 帮帮忙 终归是老弟兄 吕东啊 还是接了下来 放进带来的包里 想了一下 劝道 脚哥 早点放下吧 啊 回答 嘿嘿嘿 脚手柜笑了 家里正好介绍着 哪天要是成了 叫你们一起吃饭 脚三黑啊 从旁边走过 提咕道 呃 脏的俊不行啊 脏的丑呢 也不行 脏的高不行 脏的矮也不行 胖不行 瘦还不行 这要能长 才七了怪了 脚手柜 转头瞪了 脚三黑一眼 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脚三黑赶紧走 上货架那边 整理小说去了 脚手柜 立刻转了话题 也有正事 问吕东 有生意上的事儿 你该参谋参谋 吕东说道 吼 哪方面呢 我前次去科技市场进货 发现不少人在囤传呼机 说是传呼机未来一年 涨价空间很大 脚手柜看着玻璃柜台前的 电子产品 说道 我就想着 要不要也囤一批 吕东直接提醒道 小高雅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用手机的人 越来越多了 脚手柜 点头道 比去年这个时候多多了 连五合三黑也买了手机 你觉得传呼机和手机 哪个用起来更方便呢 吕东轻声说道 咱们买这两样东西 图的不就是联系方便吗 脚手柜说道 手机贵 吕东再次提醒 你比比去年手机的价格 不说别的 咱就说入网费 下降了多少 脚手柜明白了吕东的意思 行 我就不跟风了 正常进货 正常卖 电信那边 年初的时候啊 入网费 还得进一千块钱 这会儿啊 都不要入网费了 手机也越做越好看 越做越轻巧 像吕东年初时买的那个呀 都快过时了 脚手柜又说道 我准备增加这些电子产品的进货量 我最近常去科技市场 感觉电子产品 未来会是个趋势 他笑着笑 光开录像厅 和卖盗版碟 盗版磁带 不是长久的办法 每年到了315 都跟老鼠一样 平时卖盗版啥的没人管 但到了315的前一周啊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工商上各种查 这一旦被查住 罚款还好说 要是把营业执照给吊销了 这哭都没地方哭去 过了315啊 也就无所谓了 现在呀 电子产品的利润其实很高 吕东说道 就我个人感觉呢 电子产品的未来会越来越流行 具体咋做 乔哥呀 我也没接触过这一行 需要你自个儿把握的 他说的是大趋势 但外行说具体操作 那就是瞎指挥了 焦手柜拍了下拳头 一步一步来吧 想去年咱们一起摆地摊的时候 不都是一穷二百 那时谁能想到咱们打下这么大家业 临近中午了 宋纳过来 进门啊 就给焦手柜一个红包 焦哥 开业大吉 生意兴隆 谢谢 焦手柜并没有齐 宋纳 祝贺我手下 红包 宋纳笑着说道 乔哥 我这边店开业 你可是给送了红包 咱总得有来有回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 萨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四集 焦手柜不再推辞 行 我就收下了 又有人上门祝贺 焦手柜呀 过去接待 宋纳过来 看了眼 吕东 手边的 茶杯 你喝的 吕东 轻轻点头 嗯 我的 渴死我了 宋纳端起 茶杯 一口喝光 里边的水 早晨去上课 忘带水杯了 吕东 端端过来 茶壶 又给宋纳 倒上一杯水 关心地问道 南边 没再出事啊 没事了 宋纳 忍不住笑 一亮出你五毒教教主的招牌 神吓得腿抽筋 吕东也笑 何怎么听说 亮出的是五毒教教主夫人的招牌啊 谁是教主夫人 宋纳伸出手指 戳了戳吕东胸膛正中 戳到个硬块 问道 你一直戴着呢 吕东看向宋纳胸口 你没戴啊 宋纳稍微往下 拉拉毛衣的高领 露出一个细细的金色链子 每天都戴着 吕东啊 伸手想去摸 意识到场合不对 伸回手来 说道 黑大人啊 再要新店开业 我陪你一起去 宋纳说道 好 经过昨天那事 估计那一大片 不会再有人轻易找温馨货站麻烦 昨天发生的也未必是坏事 以后啊 说不定能挡住很多麻烦 吕东端起茶杯喝水 还是你想得开啊 你不会再拿个被子啊 宋纳看了一眼 故意说道 想不开又啥办法 谁叫我是五毒教教主夫人 吕东想起个事 从包里掏出交手柜的盒子 递给宋纳 娇哥给娟姐孩子的 你知道 我不擅长这些事 还是你转交给他吧 宋纳接下来 说道 行 等娟姐生完孩子 我找个机会给他 说到这儿 看了眼交手柜 哎呀 小哥真是 中午 交手柜要请客 吕东不好拒绝 跟宋纳呀 一起去了附近的饭店 吃过饭 宋纳去这边 新开夜不久的温馨货站 吕东和吕建仁呢 回中心路口 会和杜小兵去全南 老杜昨天呢 又跟大润发的人谈了一回 大润发立下店 订了下来 吕东和杜小兵去看店铺 如果可以的话呢 今天下午 就跟大润发 直接签一下租赁协议 这种事 手快有 手慢无 自然是越快越好 等到立下大润发 即将开夜的消息传来 谁知道 会吸引来多少 想要开店的人呢 公司小 也有小的好处 吕东直接做决定就行了 况且 相关的未来客流 也有一些记忆 多少可以借鉴 像肯德基和麦当劳那样的大公司 开店前呢 会有更为严苛的筛选 光走手续 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选店首先看地段 看客流 站在十字路口上 独小兵裹紧身上的 耐克防寒服 对吕东说道 这地方在全南东部 也能算一个中心点 吕东看着路口西北角 这里呀 有一片刚刚改建好的二层商业楼 也就是全南的大润发二店 立下大润发的开店地址 这片占地超过五千平的老式商业楼 上半年呢 就被大润发全资买下来 进行改造 确定啥时候开业了吗 吕东问道 杜小兵一直负责跟大润发这边联系谈合作 说道 新年之前 吕东路口是四处看 这里呢 是全南南北主干道之一 丽山路与文化东路和文化歇路的交叉口 曾经陪人去文化歇路的省中医拿药 从这边啊 走过两回 立下大润发 称得上是繁华 那时 大润发朝东正 对丽山路的这一面 有两家巨大的商铺紧挨着 一家是肯德基 另一家呀 是麦当劳 杜小兵先期做了不少工作 对吕东说道 别看这里现在有点冷清 我之前故人做的调查显示 有十几路公交车从这里经过 路口东北边是纺织工业厅和它的家属院 东南边是师大老校区家属院 西南边是一直连到 西南边是一直连绵到下一个路口的居民区 少说有上百栋的居民楼 寒风中 吕东翻开带来的地图 仔细查看 杜小兵又说道 这是最近的 再说辐社区 往东二百米是师大老校区和老校区的附属学校 还有阳头谷小区 再往东学校就更多了 艺术学院工业学院警察学院老校区学生搬出去很多 但留下的同样不少 往北点的位置 还有坚持不搬肩出市区的建筑学院 往北也是居民小区 下个路口到乐园大街 那是全南和整个泰勒的金融一条街 上班族非常集中 邻近的几栋写色楼的人 走过来不会超过十分钟 往西区 路北有教育厅和演艺局 以及两家单位的家属区 稍微远一点 还有省中医 省中医要大学 旅东手中最新的立夏区地图上 全都有相关的标注 但杜小兵这些天做的 远比地图上标注得多 我找人专门统计了 骑自行车十分钟就能覆盖区域 居民人口超过十五万 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学生 超过五万人 他想了想要补充道 还有一点 这边的大润发店 已经确认开通免费班车 到时候会有十几趟班车 来往周边的大型居民区 免费接送人购物 这部分人同样 能成为我们潜在的消费客户 李东微微点头 大润发最终选择这里开店 肯定是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了 没有宁雪 老度是越发的靠谱 大润发从年初确定进军全南市场 老确定两出电子 光前期调研就做了将近三个月 明年最少还有两个店开业 我们盯着他们别放 李东看一眼手表 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走 我们去商场 杜小兵投钱带路 走这边 来到还没拆除工地为党的大润发商场里边 杜小兵带着李东进了一间办公室 找到相关的接待人员 由于杜小兵先期做了足够多的工作 对方直接带着俩人 穿过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的商场 去了最东边的一排商铺 商场最东边 面对丽山路的一侧 有一排商铺 最大的是南边的几间 杜小兵看中的也是最靠南的三间 商铺全都是上下两层 每一间面积在三百平方左右 李东上下转着看了一圈 内外两侧都是玻璃木墙 铺子对面呢 是大润发的地上停车场和搬车始发地 里侧有门通往商场里边 最南边两家店铺 与第三家店铺之间呢 还有一条主通道 作为通往大润发超市的东门 可以说内外进出 都是非常的方便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五集 曾经啊 李东从这里走过不少回 还是有一些印象的 最南边这俩铺子 就是肯德基和麦当劳 李东大概有所猜想 如果他们今天放弃这儿 估计啊 用不了多久 肯德基和麦当劳 就会入住 三家商铺的房租 总计是八十万每年 这也是杜小斌与大润发 多翻拉锯 才谈妥的价格 房租不算便宜 但李东不想再等 等下去 谁会知道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如今 众多连锁快餐 都杀进全南 到处是跑马圈地 想尽可能打响品牌 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不说别的 外来者快餐 就有肯德基麦当劳 永和豆浆 和爱家牛肉粉 李东前段时间呢 从报纸上见到 马兰拉面 也准备进军全南市场 马兰拉面 一拉一大碗 这是国内快餐连锁方面的 扩张速度比较快的了 李东还记得 也就两三年的时间 连全南粮食局 都掩热快餐市场 足建快餐公司 金德利 亲自下场 转完呢 回商场办公室 杜小斌和李东 落在后面 杜小斌 问李东道 怎么样 李东直接说道 老杜啊 你眼光不错 就选这三间 尽快和大人发签合同 租下来 咱们就开始装修 争取呢 能跟大人发 同步开业 杜小斌说道 行 我这就跟他们去谈 回到办公室里 杜小斌啊 开始商谈具体的租赁的事 李东出来透口气 给俩人当司机的李建仁 拿张纸叼根烟 从路口过来 诶 董子 你看看这个 李建仁呢 把那张纸递给李东 刚在路口上 有人问东问西的 我跟他要了一张 李东看了一眼 发现呢 是一张肯德基的调查问卷 李建仁没吃过肯德基 却也知道肯德基卖的是啥 说道 我记得这家店 跟汉堡黄卖的营生 是一样的啊 看他们给人发试卷 问问题 我呢就听了一会儿 好像是问那附近的人员呢 什么年龄职业 出来吃饭选择啥的 他拍了下额头 我不太懂做买卷的事啊 听人问话的意思呢 肯德基是不是打算 在这开店呀 李东手里拿着的 就是肯德基的调查问卷 肯德基做前期市场调研的人呢 都出现了 可能也是把大人发这片地呀 列入备选了 七叔啊 真是难得的正经一回 虽然肯德基呢 从调研到实际确定开店 有一系列程序要走 但李东还是觉得 得尽快搞定这边为好 好在老杜呀 已经谈具体的租赁事业了 李东让七叔指了下 过去看了看肯德基的人 还专门充当路人 跟肯德基的人呢 说了几句 回答了几个问题 以李东的实际接触判断 肯德基呀 还处于市场的调研阶段 曾经开过山寨炸鸡店 李东多少听过 肯德基开店的准备 前期市场调查是必须要走的程序 还有明确的打分制 比如几个备选地点里边 多一条公交线路加一分 多一条地铁加两分 商场的营业额也有评估分 日均营业额一千万是一档 三千万是另一档 还有人流划分 据说呀 开店硬性规定之一 就是每天从备选店面前 经过的人流 要在一万人以上 毫无疑问 肯德基的做法 能让新店尽可能地规避风险 后期运营也有保障 换成陌生的城市 李东在选店之前 所做的不会比肯德基少 看是全南这座最熟悉的城市 它有太多东西能够参考 从而啊 尽最大的可能 加快选店开店这一过程 这种优势 即便是肯德基这样的 跨国快餐公司也不具备 就像大润发这儿 肯德基啊 还在做必须的前期市场调查 李东这边啊 已经在跟大润发 谈房屋租赁手续了 到下午下班之前 杜晓斌跟大润发这边 谈妥租赁 正式签订三间商铺的租赁协议 八十万的房租 也预交了定金 本着用生不如用暑 新店的装修啊 仍然交给谢工的装修团队 保持相同的装修风格 这边的辐射区域 有大型居民区 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学校 还有商业公司和公家单位 三店连开都不会缺乏 潜在的顾客群体 唯一叫人头疼的 就是周围的 公家单位有点多 这年头 有些人习惯了吃饭不给钱 不对 是习惯了吃饭打白条 至于白条的兑换时间 你没有过硬的关系 真能脱成 无期徒刑 好在 旅东不打算做对工业务 公家单位的聚餐或者请客 不可能跑到汉堡黄 或者麻辣烫 去吃快餐 旅士火锅的话 全做敞开式的大厅服务 不会单独设立包签 这样对公家单位的人来说 私底下个人聚会还行 真要搞对工接待 旅士火锅店的档次 明显是不够 做对工业务 确实赚钱 还能够大赚海赚 但风险也大 搞定立下大润发的新点作令 后边的两天里 旅东和杜小斌 又跑了几趟银座公司 下一步 银座率先推出大学成店 和北原店的建设 不过呢 今年开业无望 北原店刚开始建设 大学成店的进度稍快 准备租用刚建好的 会展中心的一座 三层的副楼 鉴于大学成这一年多来 从学生到居民人口暴涨 银座新店 不只是超市 还有商场 这边呢 这里中心路口较远 位于大学成南部 众多学校 和几个居民区的中心点 能够有效辐射 大学成南部市场 银座大学成店 本就是张明宇谈下来的项目 也由他负责 到时旅士餐饮呢 直接在商场内部租赁店铺 比起大润发那边 可容易多了 大概是知道旅东在忙 一直啊 等到旅东忙完这些 宋娜通知他 他父母呀 请他去家里吃饭 学府文院的小区主道上 桑塔纳轿车 停在百姚路边上 旅东从副驾驶上下来 打开后门啊 往下拿东西 大都是旅士熟识的特色产品 旅建仁去开后备箱 把昨天就买好的一提 清照王拎了下来 就目前来说呀 这是清照本地出产 最好的酒之一 最主要的是 清照人阵可度 特别高 旅东说道 据说你自由活动吧 你那不用管我啊 旅建仁将那提清照王 塞给旅东 安稳地去走你老丈人 旅东啊 很是无奈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旅建仁抓住旅东的痛脚 外部的人说你笨 说话得不经大脑 听到这话 旅东满脸都是诧异 这话七叔不是应该 形容他自个儿吗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十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六集 我当年要像你这样 你七十早叫别人去走了 时至今日 旅建仁发现呢 旅东已经是交无可交了 好不容易逮住一个 教育他的机会 哪能轻易放过呀 也就小黑蛋 跟着你风里来雨里去的 能看上你这笨蛋 你看看你周围啊 哪个女的吸打了你 你这话跟我说说就算了啊 你要叫小黑蛋听了 人得多伤心啊 旅东更加无奈了 得 去说 我说不过你啊 旅建仁指了指他 东东 那个话咋说来着 呃 我想想啊 他略意琢磨 呃 对对对 情商 对 就是情商 你这情商啊 都叫旅卷松家的羊给吃了 吕东心说 像我这么混得开的人 能叫情商低 快去吧快去吧 旅建仁教育道 去了别乱说话啊 说话之前 过过脑子 这话呀 从七叔嘴里说出来 旅东觉得别扭 自个儿能比七叔说话 还不靠谱 旅东提上酒和茶叶 还有其他几样 吕家的熟食特产 朝临近学府文院 北门的一栋楼走去 还没拐到楼前呢 就看到 宋娜穿着白色羽绒服呀 从楼前拐过来 看啥去啊 旅东冲他那边问道 宋娜看到旅东 说道 你等我一会儿 我去买袋子盐 他快步走到小区北门 那边啊 临近门口 有两间传达室 其中一间呢 让物也租了出去 有人在那儿 开了个小商店 宋娜买了袋子盐回来 接过旅东手里的 两样东西 问道 哎 七叔呢 没跟你一块儿来 旅东下巴朝南边 点了一下 走了 他边往楼前走 边说道 潘家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来帮忙啊 嫌我不给你表现机会 宋娜笑起来 没搬东西 房子换新的 家具家电全套新的 送货上门不说 人还负责安装到位 他说了句实话 光美这服务 可比三连好多了 吕东又问道 今天家里没来别人 宋娜回答 没有 专门叫的你一个 俩人呢 进了单元门口 宋娜过去敲门 防盗门啊 从里边打开 老宋看到吕东 连忙让开门口 哎呀 吕东 快进来 快进来 暖和暖和啊 十一月下旬的天气 加上前段时间 大雪降温 最近的日常温度 都在零下 吕东 打着招呼 说 又对从厨房出来的 宋妈说道 婶儿 看到吕东 手里提着的 老宋说道 来吃顿饭 带啥东西啊 吕东 全部都交给宋娜 笑着说道 哎 就村里一些土土产 房子装修得很简单 地面上铺着瓷砖 墙是刮瓷的 棕色的沙发和茶几 客厅里边有空调 同时啊 也安了吊膳 来 沙发上坐 温馨货站开了大半年 老宋跟吕东很熟 这边挨着暖气近 屋里很暖和 装修的时候啊 就直接安上了暖气 虽然要自个儿烧煤 但屋里边暖哄哄的 得有十七八度 宋娜跟过来 对吕东说道 白套给我 屋里热 别出去感冒了 吕东脱下外套给宋娜 坐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 老宋要给他倒茶 吕东赶紧接过茶壶 给俩人茶杯里啊 挨着倒了一杯 打早呢 就想叫你过来吃饭 老宋的脸上都是笑 你的说你最近忙 全南 大学城 还有村里头 三头跑 吕东说道 最近在开新店 事情多了点 这两天呢 就算是忙出一个头绪了吧 老宋端起茶杯喝水 你和妮子 一个新店接着 一个新店的开 我是老了 跟不上你们 年轻人的脚步 本来呀 一个温馨货瞻 一个月能赚大几千 觉得就挺好了 以后日子都有保障 这没想到 闺女比想的还要胆大 又是在县城开店 又是在大学城开分店 转眼呢 温馨货站就有四家了 一个月利润能上万 还跟个女毛子 合伙办公司 手续呀 都快走完了 吕东这边更厉害 全南三个新店 一年房租 就七十多万 石头村 所有人加起来 这一年能挣七十万 宋娜呀 从厨房里边出来 攤着几个果盘 里边放着瓜子 花生 还有核桃 放在吕东面前 拿过一个马杂 坐在茶几边上 老宋拿把瓜子 吕东 你尝尝 家里院子中重大 今年呢 有点荒废 没党多少 吕东啊 跟他们一家人熟悉 也不是很客气 拿来花生剥皮 宋拿从抽屉里 拿出个核桃钳子 夹开一个核桃 很自然地递给吕东 问道 您坐那边定下来了 吕东掰掉核桃皮 说道 合同签了 那边开俩店 汉堡黄和麻辣烫 都是两层的结构 宋拿说道 钱哥这些事没少帮忙 得好好谢谢人家 吕东轻轻点头 小学校和加工厂 新建厂房的铝合金门窗 和不锈钢设备 三爷爷啊 都准备交给钱哥去做 小学校十多间平房 工程不算大 但加工厂那边活不小 生意和人情 都是有来有往的 宋拿和吕东啊 一说起工作 老宋就插不上嘴了 吕东赶紧转话题 说些农村的事儿 具体咋种地 吕东不太懂 但抓兔子 逮虫子之类的 确实相当精通 比如啊 今天中午准备的菜里 就有一盆山水牛 也就是宋拿去年夏天呢 在碎石厂 推小车 打工 顺带着抓了卖钱的虫子 这是老宋过秋回去时啊 于后穿门抓的 宋妈准备了六个菜 四个热炒 家俩从外边买的肉食 餐厅更像是个摆设 四个人呢 就坐在客厅的茶几边上 一起吃午饭 老宋拿了一瓶 清兆特区过来 拆盒子 准备打开 宋娜接过来 说道 爸 吕东前些天 陪客户喝酒 伤到了胃 不能多喝 中午少喝点 吕东那天呢 跟张明宇和赵干事 确实喝得不少 也只是一时难受 宋娜呀 却记在心里 既然宋娜这么说 吕东啊 不可能去反驳 宋娜给老宋和吕东 各自倒了一杯 喝一杯就行 老宋啊 拿闺女没招 吕东不会傻到 反驳送纳的话 又不是在外边应酬 能少喝就少喝 至于清兆这边 招待客人 不把客人灌醉 就不罢休的习俗 吕东这个清兆人呢 其实也不大适应 只有老一辈 渐渐老去 年轻一辈 成为社会中间 情况才会有所改变 十几年后 工作应酬之类的不好说 但红白喜事 以及过年招待亲戚 很少看到 满街上都是醉汉的情况了 像七叔那样 从初一喝醉到十五的人 也是越来越少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七集 吕东和老宋喝酒 宋娜和宋妈喝饮料 四个人是边吃边聊 严格说起来 这也属于新女婿 头上门的第一回 但吕东和老宋夫妇太熟了 两边说起话来 都比较随便 吕东早就知道 宋娜家里的事 都是老宋当家做主 宋妈呀 基本上属于大事小事 都听丈夫的那种类型 菜就是宋娜 因为挣钱养家 加上方方面面的见识 宋娜的话语权 有等同于老宋的趋势 吃饭说话 难免聊到两边的家底 老宋跟吕东碰上一杯 喝了一口酒 你村里厂子办得不错 你咋经常去 觉味熟食店里买吃的 味道没得说 我没事也会去转转 听人说 都是你妈的手艳 呃 也不算完全是 吕东话说得挺谦虚 都是全村人一起努力的成果 我妈给的配方 只是基础 老宋说道 哎呀 你妈很厉害了 在咱们农村 女的能当上傅长长 可不容易 宋妈这时候问道 你爸 还有个哥哥 吕东知道 这是必须的一道程序 可能宋娜说过 但话呀 从宋娜嘴里说出来 跟从她嘴里说出来 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我爸兄弟俩 年轻时候参军入伍 我大伯当的是工程鞭 退伍回来一直干建筑 家里进去少 我妈呢 把我拉扯大 都是村子里和街上的人帮忙 我大伯一家子 还有我三爷爷那一大家子 照顾我家都特别多 老宋听吕东说起 吕家食品厂的事 就知道 这孩子是有情有义 不说别的 自家闺女生意做起来 肯吃苦努力是一方面 吕东的帮扶更是关键 你妈不容易 老宋也是农村出来的人 就要换个人情不好的村 指不定要吃多少苦呢 吕东说道 说 咱都是农村人 这年头农村人都不容易 嗯 对 老宋端起杯子 吕东也端起来 放低杯子 跟老宋碰杯 一杯酒落肚 老宋又要拿酒 挨着吕东的宋娜呀 拿脚跟碰了碰他 吕东赶紧说道 哎 说 不喝了 我一喝多了 就容易犯困 老宋啊 也不勉强 那行 咱吃饭 喝水 聊天 吃过饭 又说会儿话 外边太阳好 老宋和宋妈呀 去小院子里晒太阳 这俩孩子 都是小得轻重的 老宋心情挺好 不会惹事 遇到事儿呢 也能解决事儿 不叫人操心 宋妈赞同 由他们俩去吧 半下午 宋娜陪着吕东啊 从楼里出来 天气是干冷干冷的 叫人恨不得呀 把手都缩到袖子里 太东这边 极少出现 冷到零下十五度的情况 但老天爷 每年冬天 都叫人 不出国 就呼吸到 来自俄罗斯的空气 零下十度左右的天 总会有这么几回 吕东包裹住宋娜的手 挡住外边的寒冷 问道 今年 有没有动手啊 多少有点 宋娜 挨着吕东近一点 不算严重 比去年差多了 吕东说道 冻一年呢 就容易年年冻 你自个儿多住夜 去年咱的手 都冻成萝卜头了 宋娜回忆 唉 想想 真不可思议 去年冬天的时候 再冷的天 咱就得洗菜 洗盘子 擦桌子 还都是露天干 手上裂的全是口子 结果才一年 咱就变成地主老财 不用撸袖子干活了 吕东轻声说道 唉 没去年的辛苦 咱们哪有现在呀 宋娜抱住她一条胳膊 紧挨着一起 往小区外边走 突然呢 转了话题 你村里的加工厂 是不是又要扩大规模 吕东 咽了一声 说道 嗯 开春就扩建 现在竞争对手少 服饰政策就好 这客户多 砍量跟不上 宋娜似乎挺好奇 清照像你们这样的村子 可不多 有几个 吕东稍微决力 宁修镇上就有一个专门跑铁饭铁的宋家村 听到吕东啊 把话题扯偏了 宋娜又给拽回来 哎 村里河堤还秀不秀 吕东无奈地笑着 这可不是吕家村能够决定的 宋娜继续说 河堤上有很多洋娜子 不多了 都快让七叔吃绝肿了 他总算是反应过来 刚算正式登宋娜家的门 是不是得邀请宋娜 去自个儿那边一趟啊 当即问道 哎 黑大 看你哪天有空 我领你啊 去吕家村逛逛 宋娜 大大方方的应道 我正好想去看看 你说的河啊 树啊 学校啊 还有加工厂啊 吕东又说道 我问问家里那天有空 啊 挑个周末的时间 宋娜笑着 你找时间就行 人家人呢 拉着手 出小区北门 从八点在线 往八前经过 透过玻璃门啊 往里边看 坐着的站着的 全都是人 正好 王栋在这边店里 从吧台后边 看到吕东和宋娜 快步走出来打招呼 吕东 叫宋啊 王栋跟俩人很熟了 盯着大脑壳 开玩笑道 这么冷的天 还出来要马路啊 宋娜 看一眼王栋穿的羊毛衫 说道 王哥 你出来也不穿件外套 小心冻着 王栋笑着 这不看到你俩啊 急着出来了 他指了一下里边 进去聊会儿 吕东摇头 我进去了 这天窗户都关着 那烟味儿 我可受不了 王栋是呵呵笑着 我也是不好闻的 等他赚钱 又不叫人吸烟 等于退走大批客户了 这年代呀 网吧不叫人抽烟 那不可能 吕东也知道这点 所以呀 根本不想进去闻烟味儿 找罪受 对王栋说道 你呀 赶紧回去换件衣服 别冻出个好歹来 太阳偏到大西边去了 感觉这会儿啊 得接近零下十度了 就说几句话 王栋没有回去 咱们大部分利润 都要在南边新店上了 年里分红 可能不会很多 八点在线呢 又在南边的院校 集中区域 开了个新店 而且规模很大 这半年多 赚到手的钱呢 很大一部分 都砸在了新店上 吕东了解情况 说道 啊 王哥 咱们账目清晰 按照合同走 就是了 两边都有各自的关系网 也不会闹出谁吭谁的事 照张办事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王栋说道 行 过了杨历年 咱们两家 开始结算今年红利 他笑得畅快 今年网吧生意好 我准备把县城 太球厅和录像厅全停了 全力做网吧 现在一款叫 千年的网络游戏很火 每年号几款游戏运行 这网络游戏比接近年人 网吧这一块 现在做的人很少 那全程出了咱们 别无分合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八集 吕东微微点头 嗯 这一块我懂得也不多 还得靠王哥 天儿呢 是真冷 王冻冻的搓搓手 说道 吕东 宋纳 我就不跟你们多收了 改天他们再聚 吕东笑着说道 赶紧回去吧 王哥 你别动坏了啊 你要是病了 这网吧这摊子事 就没人管了 王冻冲吕东和宋纳挥下手 赶紧回到店里 等到王冻走了 宋纳这才忍不住跺跺脚 走着的时候没感觉 这一停下来呀 脚也凉 吕东看着宋纳穿着的小皮靴 说道 你呀 别陪我乱转了 赶紧回去吧 宋纳说道 没事 我跟你去公司转转 我新店还有账目 要跟前锋交代几句 听他这么说 吕东啊 也不再坚持 俩人出了东西路 上南北向的文化路往北走 去创新港的公司办公室 楼底下碰上的大衣腕 人穿个羊毛衫和皮夹克 还敞着怀 趁吕东和宋纳 羽绒服裹得严严实实比起来呀 称得上是衣衫单薄 大衣腕 你不冷啊 三人一起进楼里 吕东问道 大衣腕说道 哦 还好还好 比起在俄罗斯 这边暖火太多了 你们那地儿 想想都觉得凉 进公司里 可能是 一起几栋楼入住的公司多了 省大创新港 终于开了中央空调 虽然温度不算高 但总是叫人能够坐得住了 大衣腕找徐曼取材料 准备下周啊 去跑南边 银座新店的手续 薛天找过来 给了吕东一份请柬 那 管委会送过来的 下周商会举行成立庆典 昨天呢 赵干事已经打过电话 吕东接下请柬 吩咐道 去订两个大的花篮和条幅 就写旅师餐饮 祝贺大学城商会成立 薛天英道 好 我这就去联系 宋大去财务办公室 找前锋聊了几句 出来的时候啊 徐曼突然拦住了他 宋大 能不能问你点事啊 行 宋娜应下来 徐曼呢 拉着宋娜进了会议室 俩人站在一块 徐曼呢 比宋娜矮了足有一头 宋娜见徐曼欲言又止 说道 老徐 咱们都老朋友了 有话说就行 他以为啊 公司里边有些事 徐曼不好意思跟吕东说 要找他去转达呢 徐曼说的 完全不是这一回事 这不是要到 萧阳王生日吗 我想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 以前没个人送过 不知道买什么好 你能不能给点意见 宋大 是真不想掺和这事啊 以前老杜追着别人跑 反过头来 徐曼追着老杜跑 这些事 外人说啥都不好 徐曼问道 哎 宋娜 你都送过吕东什么 这是个人眼思 宋娜当然不会说 眼见徐曼有点着急 只能含糊到 嗯 就送些男人常用的东西 徐曼嘀咕 男人常用的东西啊 什么东西逍遥王会经常用到 这我就不知道了 宋娜赶紧走 去吕东办公室 还没进去啊 手机响了 接起来说了几句 连忙加快脚步 见吕东的办公室 宽上门 说道 老钱准备带娟姐提前去医院 娟姐心里没底 要我去陪她 我走了 吕东听宋娜说过 赵娟娟预产提着就到了 啊 你赶紧去 有情况 给我打电话 宋娜不再多说 拿起包来急匆匆地 出了办公室下楼 紧赶着回学府文院 吕氏餐饮隔壁 有家卖相机的公司负责人过来 专门地登门外访 吕东啊 跟人聊了一会儿 等人走了 天色都暗下来了 吕东给七叔打电话 问问他去了哪儿 手机用户主日增多 远的地方不说 就清照范围内 自从清照电信不再收高额的入网费 不少做生意方便或者追求潮流的人呢 都纷纷购买了手机 吕建人的手机是自个儿掏钱买的 用他的话来说 现在他工资高 七十工资高 年底还有分红可以拿 该享受的就得享受 接到吕东电话的时候啊 吕建人正在和平饭店里边吃包子呢 这家的粉丝木耳鸡蛋包子很有特色 哪怕他这个嘴雕的吃着都不错 挂断电话 手机随手放在桌子上 吕建人呢 冲和平饭店的老板说道 哎 老周 你家这包子可递的啊 再给我来一楼 直接装起来 回去给孩子们尝尝 好嘞 老周知道吕建人是谁 笑着说道 七哥 好吃你就常来 咱们都是邻居 没外人 吕建人搭了着肩膀 行 就冲你这句七哥 我就给你这边多拉人 老周包子装好 可以送过来 吕建人给钱 老周不要 七哥 你这来照顾我生意 我哪能收钱 免费的东西不好吃 吕建人魂话常说 歪了一大堆 却是个社会经验丰富的 哎 老周 你这是赶我 不让我以后再来了 老周只能收钱 接着找铃 随后呀 给端了碗玉米粥过来 吕建人包子还没吃完呢 安稳地继续吃 反正吕东那边不着急走 沉住气 却湿了 有一个包子放进嘴里 喝了一口玉米粥 吕建人打了个嗝 平时大大咧咧习惯了 手机扔在桌子上就没收 崭新的手机放在这儿 多少呀 有点显眼 毕竟这年代 手机呢 算得上是高价商品 和平饭店一层 吃饭的 不只是吕建人 还有五六张桌子上 也坐着人呢 老板 结账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把老周给叫了过来 掏出一张十块钱结账 等到老周找过零钱 年轻人注意到 吕建人那边 略微打量一眼 看穿衣打扮 明显是农村里边出来的 卖掉一台手机 得来的钱呢 起码能够逍遥一个月 上次在大学城上网 后来呀 又去全南一回 全部轻松得手 年轻人觉得 自个儿把握到了人 容易贪小便宜的心理 打开钱包 想要找出一张钱来 结果出了一块的 就剩下两张五十的 刚刚那张十块的呀 给老板付了包子钱 这要是要回来 肯定得引人注意 待会儿啊 就没机会了 年轻人再看一眼 那吊儿郎当的中年人 崭新的手机 还放在桌子上 成块的钱 吸引力不够 也不保险 比起手机呀 五十块钱也值 年轻人掏出五十块钱 攥在手里 收起略显破旧的钱包 趁着店里 没人注意啊 中年人低头 吃包子的功夫 急步走过去 钱扔在中年人 这边的桌子下边 扔得有技巧 有讲究 中年人想要去捡钱 光弯腰不行 肯定得探下身体去 花费一些时间的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九集 这一点时间呢 对他来说足够了 嗨 八哥 年轻人轻轻敲了下桌子 举着桌子下面说道 你有钱掉了 吕建仁第一反应不是去看钱 反而是看了年轻人一眼 接着放下筷子 就在年轻人做好准备 准备去拿手机的时候 吕建仁一把抓起手机 塞进上衣的口袋里 不仅不慢地弯下腰 去捡桌子底下的五十块钱 年轻人瞬间抓瞎 这人是咋回事啊 不等年轻人反应过来 吕建仁把捡起的五十块钱 塞进口袋里 说道 大兄弟 谢谢了啊 要不我这五十块钱就白丢了 我 年轻人哪 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说道 不是 这钱他不是 吕建仁站起来 抬手拍拍年轻人的肩膀 老弟 我明白 我捅过去 谢谢你了 他一手伸进口袋里 把老周刚刚找给他的一块钱 掏出来 放在桌子上 说道 兄弟 别客气 拿去 买碗烟筹 年轻人有点急了 大哥 我刚才看错了 那五十块钱 让你拿着就拿着 你客气啥呀 吕建仁呢 看年轻人这样 糊弄人的话呢 是随口就来 我和他瞅着你眼熟啊 在哪里见过啊 老弟啊 咱们是不是见过 这话一出啊 年轻人突然是心虚了 从全南回来 本来想上网的 但网吧门口贴着一张图 让他近都不敢进 生怕别人也看到过 哭不得那五十块钱 连忙白手说道 没 大哥 咱没见过 绝对第一次见 他赶紧走 生怕这吊儿郎当的中年人 想起来 吕建仁呢 拍着桌子上的一块钱 说道 兄弟 哎 哎 兄弟 这一块钱你还没拿呢 年轻人头都不带回的 一溜烟 没了人影 哼 吕建仁摇摇头 收起一块钱 喝掉最后的一口玉米粥 出张餐巾纸擦擦嘴 提上包子往外走 来到门口蒸包子的地方 老周作为老板 听关心 问道 七哥 刚咋回事 吕建仁停下来 说道 刚出去那个 再过来呢 你小心点啊 无什么好人 老周诧异道 真的 人不是提醒你掉钱了 我根本就没掉钱 吕建仁指着指眼睛 我十几岁就出来混 啥人没见过 那玩意一看 就在跟我耍心眼 我就故意地炸他说眼熟 这小子立马就吓跑了 估计在这片犯过事 行 七哥 谢谢你提醒 老周留了心 他再来 我一定注意 吕建仁呢 平白得了五十块钱 放在以前呢 够喝几顿小酒的 现在虽说不缺钱 但白捡的 跟干活挣的 它就是不一样 吹着口哨 搭搭着肩膀 拖着鞋底子 吕建仁呢 到南边店前开车 给吕东打了个电话以后 去省大创新港 接了吕东 一起回村里 上了车 车子往回走 吕东啊 见七叔心情挺好 问道 遇到啥高兴事了 对吕建仁来说 这就是一点小事 随口说了一句 嗯 捡了五十块钱 吕东纳闷 哗 心情这么好 那是啊 吕建仁呢 开始胡扯 你七叔呢 好事做得多 老天爷都开了眼 吕东却问道 准备请客 吕建仁立刻转移话题 哎 我还没问你呢 今天的老张二家咋样啊 上午呀 刚被说了一顿 吕东 不想在称呼上纠缠 说道 嗨 又不是第一回见 都老熟人了 只根只底儿的 吕建仁 还是气死人 不偿命地说话方式 人家 没嫌你呗 吕东啊 懒得搭理他 看看看看 收烟机都嫌你呗 叔这俩 互相打击 草都习惯了 回到村里呀 放好车 吕建仁提着包子 回去啊 给钉子当晚饭 吕东进了家门 胡春兰 已经做好了晚饭 他倒入水 洗把手 拿马扎 坐在炉子边的 小圆桌前 跟老娘 一起吃晚饭 胡春兰 吃着炖白菜 突然 开口说道 要是听到你大舅 和大舅妈那边 闯过来的闲言碎语 别当回事 啊 听到这话 吕东赶紧问道 他们来咱这边闹事了 这倒没有 胡春兰简单地说道 你七婶前两天呀 不是去马家村 走娘家来吗 听街上有人议论 你大舅和你大舅妈 不知从哪听说的 哎呀 说你胡编进去 是你害的 他们呀 不敢过来闹 就在本街上说呀 咱们没良心 吕东啊 倒是不担心 他们来吕家村闹 记得八十年代末 还是九十年代初 有次那边啊 把老娘欺负得厉害 大舅拿着长辈的身份 还把他这个 替老娘说话的小辈 给揍了 两口子又跑来 吕家村骂街 气不过的七叔啊 带着吕春和吕夏 把大舅家的所有 玻璃类的东西 全都给砸了 打那以后 那边有啥难听的话 也都是在马家村说 两边村里呀 挨着金 嫁过去的闺女 娶进来的媳妇 数不胜数 顶多隔上两三天 话啊 就能传到这边来 吕东说道 妈 有些事啊 咱们就装糊涂 湖春兰馆厂子里 生产上这么些人 本就不是糊涂的 说道 就当听不见 看不到 咱们也不可能啊 说个过来过去 你跟他们说 胡斌给你下套子 他们绝对不信 说不定啊 还到哪里爬呢 吕东轻轻点头 只能这样了 摊上这样的哥哥嫂子 也没啥好办法 傅春兰说道 在外面碰上他们呀 主动躲开 咱惹不起 躲得起呀 他叹了口气 哎呀 再说了 还有你小舅那一层呢 啊 吕东问道 小舅今天回来不 不回来 前阵子呀 跟我打过电话了 胡春兰呢 说了句大实话 哎呀 也是怕了他们呀 回来 哥哥嫂子这边 不可能不走 弄不好呀 大过年的又惹一身气 话是这么说 老娘心情啊 确实不大好 吕东决定 说点让他高兴的 妈 有个事 我想跟你说说 胡春兰吃着饭 随口应了一声 吕东接着说道 我跟黑带啊 在谈恋爱 我知道 胡春兰是波澜不惊 你七婶 在大学城绝儿店 工作那么长时间 我早就听她说了 接着她放下筷子 笼子 我可得说说你了 我可得说说你了 你整天黑袋来黑袋去的 哪有这样叫人女孩子的 也就是小宋脾气好啊 对你铁 换成别人 还不得把你踹了呀 吕东犯嘀咕 大认识 就这么叫她呀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六十集 以前你们是同学 胡春兰提醒道 现在跟以前一样吗 啊 我明白了 胡春兰有说道 小宋啊 我见过很多次 人没得说 长得好看 这脾气又好 肯努力上进 对你也铁啊 哎呀 你跟人谈啊 就认认真真地谈 也三心二意的 啊 吕东无奈 妈 我是那种人吗 胡春兰想了想 说道 我记得呀 小宋他爸妈 也在中心路口那边 他们知不知道啊 啥意见啊 知道 吕东实话实说 今天呢 还叫我过去吃饭来着 胡春兰明白 小宋挺好 自个儿儿子也不差 换成一年半前呢 他可不敢说这种话 但这一年多下来 他敢对任何人 说这话 吕东又说道 那个黑 送大学校周末都是双休 我想着看哪天他有空 带他呀 上咱这儿来看看 胡春兰因为娘家哥哥嫂子 带来的坏心情 立刻是烟消云散 笑着说道 让小宋啊 让小宋啊 我来看看也好啊 让小宋看看咱们这边 你能叫他和家里安心不是 啊 我想想啊 这个周末不行 早跟人家敲定啊 开会讨论新车间建设的事了 吕东说道 妈 不着急 隔着这么近 能不着急吗 胡春兰 称儿八经地说道 我告诉你啊 东子 你接触的女孩子少 不大了解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啊 像小宋这么诚实的女孩子 不好找啊 吕东吃饭 干脆呀 不说话 胡春兰 琢磨一会儿 说道 哎呀 厂里最近啊 事儿太多了 下周末 我也不能确定啊 没等下周再说 啊 东子 你先别跟小宋说 啊 等我呀 确定好了时间 再叫人家过来 啊 吕东点点头 啊 我晓得 这事儿 暂时不能定下来 后边的两天里 宋娜下午呢 天天去医院 赵娟娟临产 心态有点炸 加上本身又没几个朋友 也只有宋娜呀 陪着她说说话 好在生孩子挺顺利 去医院的第三天早上 赵娟娟给钱瑞 就添了个女儿 吕东本来想去趟医院的 宋娜说等人回去再看 加上要为商会成立 做准备 她也就没有去医院 大学城南侧 新落城的会展中心呢 有一座主楼 和两座副楼组成 南边的副楼呀 租给银座 作为商场 北边的副楼 正在改建酒店 仅仅剩余中间的 主楼可用 哪怕是主楼 面积依然巨大 里边不仅有展厅 还有巨大的会议中心 冬季的寒冷 阻挡不住社会发展的脚步 今天会展中心的主楼前 一个个大型的花篮 白城争气的队列 一横横条幅 从楼顶落下 就连县电视台 都派了电视转播车过来 进行清照县电视台 开创以来的 第三次现场直播 前两次 一次是现一把手主持的大会 一次是刚刚结束的 大葱状元评选 特别是 人不如葱高的评选 让现电视台呀 真正积累到了 现场直播的经验 这是大学城管委会 举办的一次官方活动 也是向全县乃至全市 展示大学城经济发展建设的 成果和决心 可以用标准的话语来形容 今天大学城国际会展中心前 是艳阳高照 采旗招展 开歌嘹亮 群情激愤 隆重肃目 歌声通过外放喇叭 是随风飘荡 歌声荡漾 现电视台里 年轻女主持人 脱掉羽绒外套 穿着冬季裙装 坐在演播室正中 随着画面放出 开始说出标准的普通话 瑞雪纷纷照封年 礼炮声声贺伟业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尚无好 我是主持人夏丹 欢迎收看 从大学城国际会展中心 发出来的现场报道 电视画面 转到会展中心主楼的前方 先拍摄飘扬的彩旗 繁多的花篮和悬挂的条幅 接着播放事先准备好的 一些大学城镜头 展示大学城的建设成果 主持人夏丹 一直在坐着画外音旁白 十几分钟之后 电视画面切换到了 会展中心的大会议室里 先从主席台上扫过 接着又给会议室全景特写 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 清兆县大学城商会的成立 为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灌某某发展理论 促成清兆县和大学城 全面开发战略 积极对外搭建 对外交流平台 由大学城管委会 朗潮集团清兆分公司 德国海沃斯电器公司 和旅士餐饮公司 共同发起 经上级领导正式批准 清兆县大学城商会成立 协接牌仪式 再次正式举行 画面回到主席台 夏丹看着画面 和手里的资料 挨着介绍主席台 旧座的人员 今天参会的领导有 区委常委 大学城管委会主任 杨烈文统治 然后就是杨烈文的 各种工作成绩 由主持人的嘴里 传到电视机的观众前 学府文院小区 赵娟娟呢 刚刚喂完孩子 犹如打了一场仗般 靠坐在床头上 让宋娜帮忙啊 把睡着的孩子 放在铺盖上 小心翼翼地盖上被子 卧室外边 传来钱瑞的声音 小宋 快出来看看 开始了 下一个应该是旅东 宋娜赶紧出去 赵娟娟穿上拖鞋呀 也跟了出去 钱瑞冲他说道 不是说月子里 不让出门吗 赵娟娟非常无奈 我又不出门 卧室里跟客厅 一样的温度 怕啥 他理由挺多 而且啊 我得看看 旅东上电视啥样啊 仨人呢 都盯着电视 画面刚刚从 德国海沃斯的 一个负责人身上一开 转到旁边的 另一个年轻人身上 旅东是西装领带 端坐在主席台 相对靠边上的位置 主持人通过话外音 介绍道 旅事餐饮有限公司 是商会发起单位之一 公司创办人 兼总经理 旅东同志 年仅二十岁 且单起回馈社会 民营企业 助力经济发展 和促进就业的重任 看着旅东出现在电视画面上 宋娜是一阵骄傲 为旅东骄傲 旅东同志 在短短两年的创业中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他先后获得 抗洪救灾先进个人 建议勇为先进个人 前南十大团圆 请民治安联防 模范个人等荣誉 赵娟娟坐在沙发上说着 宋娜呀 你眼光真好 那么多人里 就把旅东给挑出来了 宋娜不好接话 谁是笑着 同时啊 想起个事来 旅东有次吹嘘他眼光好 圈姐说得没错 实际上 我眼光才好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61集 钱瑞也在笑着 我当初一眼就看出 旅东不一般 天天跑他那去吃饭 赵娟娟呢 给了他一对白眼 你还好意思说 演播室里边 主持人下单念着手里的稿件 尽管之前就熟悉过 不是第一次看 还是忍不住吃惊 稿件上的资料 远比专门选定旁白的齐全 来自大学城管委会的县团委资料 也不可能搞错 除了那些个人荣誉 这个叫吕东的 还是县政协委员 另外 公司目前有八家餐饮店铺 预计1999年 营业收入上千万 更重要的一点 这人才二十岁呀 缺切点来说 要到明年二月份 才二十岁 夏丹想不明白了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厉害了 作为县电视台的招牌 他对县里情况比较熟悉 这绝对不是县几套班子的 领导们家里的 宁修镇吕家村 没听说过这个村里 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呀 这要是自个儿创业成功 那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会议一项一项地进行 免不了领导讲话 杨烈文上任一年 大学城的变化和发展 已经做出的成绩 全部能够让人看在眼里 这一刻随着商会成立 杨烈文当得起 意气风发四个字 杨烈文所说的 也是希望商会能够实现的 真正能够达到的 这也是杨烈文 大力支持商会成立的原因 商会的建立 将不断推进会员单位之间的 交流合作和资源共享 为企业在政策资金手续办理等方面 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 让商会成为企业实质名贵的家 为企业家们带来实实在在的 活动 归属感和荣誉感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商会首批会员单位有37家 大家伙都是真心希望 上面能够说到做到 而不是演变成空话套话 哪怕能做到杨烈文所说的30% 大学城的营商环境 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吕东比一般人更了解杨烈文 这位是真心想要做事 但也不是理想主义者 对各部门的调整改动 一受到较大抵触 就改用更加温和的方式 泰东的整体大环境 别说杨烈文一个小小的管委会主任了 就算再高几个级别 也不是说变就能变的 事情终究是要靠基层人员去做的 想改变风气 改变大环境 尤其改变一个群体的意识 何其难也 随后开始走过厂班的选举商会理事 和领导班子 众所招之 管委会工作坐在前面 不会有意外发生 管委会一位主管招商的副主任 兼任商会会长 赵干世成为商会的常务理事 向吕东等三家发起的企业和负责人 自然而然地当选为理事单位和副会长 作为实际发起人 吕东作为企业代表人致辞 赵干世太忙 没空帮着写 吕东的写作水平有限 只能找宋娜帮忙 宋娜的文化课成绩 在体育生中属于出类拔萃的 写出来的质词 堪称是四平八稳 前前后后经历过这么多事 光公开上台领取荣誉证书 就有两回 吕东是一点都不切场 我代表旅士餐饮有限公司 为大学城商会的成立 表示热烈的祝贺 吕东的声音呢 是铿锵有力 至于发言内容 主要是商业护锤 我们相信 大学城商会的成立 一定能够促进 大学城和清朝的经济建设 和市场繁荣 如今 市场飞速发展 目标催人奋金 相信商会 一定能够发挥核心作用 促进全行业的营销协作 护理供养 携手并进 再助辉煌 吕东是脸不红 心不跳 照着稿子 读出了一大通套话 全体与会者 集体鼓掌 吕东回到座位上 趁着没人讲话的空 旁边的赵干事啊 低声说道 铁锅子的水平健长 相当不错呀 什么样的场合 需要什么样的发言 吕东又不中二 自然懂得这最简单的道理 找人写道 吕东 没啥好隐瞒的 我哪有这水平啊 成立大会的最后 现场进行接牌 杨烈文 吕东 加另外两家 发起的企业负责人 四个人 一起揭开红布 加入商会的很多公司 或者经营者 基本都在大学城打拼 或者有重要产业在大学城 大都认识吕东是谁 对他致辞发言接牌 倒也并不意外 会议的最后一项 会场进行调整 三十多名会员单位 和商业人员 一起合影 作为副会长 吕东自然要站在第一排 这也是第一位的体现 第一排最中央 自然是来自政府单位的 杨烈文和另一位主任 三位副会长紧挨着他们 组成核心队列 所有人里边 吕东即便是装扮得再成熟 在其他人眼里 都是年龄最小的那个 但没有人会轻视 更没人主动找麻烦 能进入这个场合 无疑不是做出些成绩的人 这些人不说别的 察言观色的基本眼光 还是有的 吕东这么一个年轻人 能站在这儿 要么有钱 要么有关系 要么两项都有 就算心中是有羡慕 有嫉妒 有不满 也都会忍着 吕东让公司成为商会理事单位 个人成为副会长 一是进一步提升社会地位 二是多少能够借助这个平台 公司想要进一步发展 想要尽可能多地 避免商业竞争以外的 不必要麻烦 社会地位很重要 商会成立仪式之后 还有一个招待午宴 在北边富楼酒店的宴会厅里举行 这家高档次的酒店 住宿方面尚未建成 位于一夜楼的餐饮项目 却率先开业 酒店方的策略非常明显 尽可能快地在大学城 强占高端市场 入席前有不少人过来 跟吕东打招呼 由家做进口肉类公司的 负责人过来 笑着说道 吕总啊 咱们大学城本地的企业 你们屡市餐饮是领头羊 可得带在下面的兄弟 什么时候咱们合作一把 吕东是颇为客气 有机会 一定有机会的 俩人客套几句 交换了名片 还有做机械加工的照来 跟吕东交换过名片以后 想要找空 谈厨房机械的事宜 有开装修公司的 问吕东新店装修的事 相比起开店初期 什么都要费尽心思去找 如今呢 想要合作的公司 自个儿就往前凑 仿佛吕东只要答应 合作之类的 全都不叫事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62集 吕东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 肯定是首选已有的合作伙伴 不过呢 他也很热情地跟人应酬 因为人和公司都在变 谁也不能保证 合作方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总要有备用的选择 有个身高呀 几乎和吕东平起 身体强壮程度 不亚于他的女人 突然找过来 众兄捧月的滋味怎么样 杜娟的方形大脸上 挂着笑 是不是很享受 两边啊 都很熟悉 吕东倒也不用掩饰 说道 吕娟姐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就我这还众兄捧月 人家看中的 是我公司进账的那点钱 吕娟说道 学计上 我看中的也是 吕东忍不住笑着 你倒是个爽快人啊 吕娟也笑 你新店那边 我过去看了 力端非常好 咱们继续合作 当然 有人呢 从旁边走过 吕东啊 稍微放低声音 杜娟 除去监控系统 和收银点餐系统 公司肯定优先的 从你的传讯电子进货 他话音一转 电器类设备 都在不断降价 杜娟 你可得随行就是啊 杜娟 一口咽下来 没问题 具体 咱们再具体谈 宴会开始 有人过来呀 请人入座 吕东坐在手桌上 旁边啊 是朗朝集团的 清照分公司的总经理 秦林伟 说起来 两边在创新港是邻居 吕东之前认识秦林伟 毕竟陪着杨烈文 去过朗朝分公司所在的 创新港一号楼 秦林伟不到40 这个年纪 这个年头 能在大国企中成为一方大员 那是相当的不容易 吕总年轻有为 秦林伟身上呢 看不到大国企高管的傲气 反而第一时间呢 是在拉客户 贵公司发展迅速 内部协同办公 现在都提倡电脑化 不知道吕总 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吕东正经说道 目前就十几个人员办公 暂时用不到 但他非常清楚 电脑办公不仅仅是趋势 还能提高效率 节约人力物力 未来一段时间呢 肯定是需要的 秦林伟 唐吉笑着说道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咱们两家是邻家 吕总有需要 尽刻意来找我 朗朝集团 虽然还在做硬件 但是已经朝软件转型 吕东去过朗朝分公司的 一号办公楼 很清楚这点 唐吉硬道 啊 没问题 到时候还要麻烦秦总的 不得不说 随着吕氏餐饮规模扩大 营收增多 连朗朝集团这种公司呀 都开始重视起来 这一段午宴吃下来 大学城商会首批的 三十七家会员单位 吕东收到了所有人的名片 和另外的三十六位老总 多少都说过几句 如果吕氏餐饮后边 有相关的需要 不需要费心费事地去寻找 能尽快展开针对性的考察 比如跟一家面食制品公司的负责人交谈间 有了关于汉堡坯子类的初步合作意向 会后呀 吕东就会让老马过去考察谈合作 一顿午宴下来 敬别人酒 别人过来敬酒 加上年代社会大环境 酒精考验属于常态 吕东不可避免地有点喝多了 回去的时候呀 坐在副驾驶上 吕东上眼皮和下眼皮呀 光打架了 吕建仁开着车 说道 嗨 有酒喝也不叫着我 吕东微微地睁开眼睛 七叔 咱可是说好的 开车不喝酒 吕建仁嘀咕 喝酒不开车 但七叔呀 终究不是以前了 直到吕东是在做大事 自个儿这个当叔的帮不上忙就算了 他总不能去扯侄子后腿呀 他问道 进哪里呀 先去到公司 吕东忍住想睡觉的欲望 回去还有正事呢 吕建仁不再多说 沿着文化路直接往北开 过三个大路口就到了省大创新港 吕东从地下停车场上楼 吕建仁去仓库找苏小山 仓库这边苏小山正监督着卸货呢 七叔 苏小山问道 吃了 会展中心那边有司机专门吃饭的桌 吕建仁掏出根烟来 准备点上 啊 吃了 苏小山看到烟 赶紧说道 我 我的七叔呀 这里是仓库 禁止烟火 吕建仁的打火机 差点按下去 最终停下来 打火机收进口袋中 烟呢 又放回烟盒里边 不用猜他也知道 这种凑蛋的规定 肯定是吕东弄的 沿建七叔收起烟来 苏小山松了口气 说道 等谢完货呢 咱俩呢 上去抽一根 吕建仁说道 哈 也行 他问道 今天不送货 苏小山回答道 哦 上午跑了趟建成 跑了趟全南 货呢 全送完了 吕建仁没正行归没正行 自个人的事和外人的 那是分得一清二楚 关心问道 诶 全南那边生意咋样啊 哦 挺好 苏小山摸着大光头 说道 三个店 营业额一天至少要七八万呢 吕建仁点头 有个事儿啊 他挺诧异 好像从去年 东子不干正经事儿开始 不论是他 还是吕家村 日子呀 都越来越好过了 这倒也没白瞎 他交给东子的一身正经本事 八楼 吕东叫薛天进办公室 把今天收到的所有名片交给他 让薛天建一个联系部 一杯后边啊 可能的需要 薛天出去的时候啊 又让他把老马叫了进来 吕东将荣天面食加工厂的事 跟老马详细说了遍 让老马明天去实地考察 如果对方符合 吕市餐饮公司的需求 再谈合作上的事 吕东对于卫生质量要求极高 或达标的相关产品 哪怕价格再低 利润再高 他也是一概不用 薛天冲了一杯茶 给吕东端进来 等到他出去 吕东喝掉半杯茶 中午喝的酒实在是太多了 上下眼皮打架厉害 干脆呀 倒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 脑袋枕在硬邦邦的木质沙发 扶手上 舒适度比送纳弹性十足的长腿 差得太多了 今天呢 没有大长腿当枕头 也没有人形靠枕可以倚着 不过呀 吕东在酒精的帮助下 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的了 感觉呀 刚要睡着 办公室的门叫人敲响 然后老杜的声音传了进来 吕东 我进去了 吕东从沙发上起来 说道 啊 进来吧 杜小冰 穿着身奈克 推门进来 喷上门 说道 上午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吕东笑着 咋样 帅不帅呀 吕小冰 故意开玩笑 学院里好几个女体医生 都想中你了 要不要去想想 我告诉你 一般人想不住 有练体重的 有练千球的 还有练铁饼的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63集 别别别别啊 吕东赶紧说道 你啊 还是自个儿留着吧 我现在是明草有主 你这还不知道 花落谁家呢 杜小冰突然收起玩笑 变得正经起来 吕东 跟你说个事 昨天宁雪给我打过电话 一听到宁雪这个名字呀 吕东就看向杜小冰 宁雪跟我说 杜小冰显然也有嫌乱 他现在过挺不好的 吕东是暗叹口气 对杜小冰说道 老杜啊 好马不吃回头草 杜小冰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当初在艺术学院门口 宁雪非要认他当哥哥的场景 是历历在目 或许那时没想明白 这半年多过去了 以他这段时间深度参与公司的商业运作 不断与各所人等打交道的见识 自然是能看出宁雪的目的不纯 但初恋都是宝贵的 也是最难忘的 哪怕老杜这样豁达的人 再接到宁雪的电话 思绪呀 依然是一团乱麻 吕东眼看着老杜好不容易拔出来 不想再看他陷进去 提醒道 老杜啊 你还记得 宁雪毕业离开的那天晚上 咱俩在楼顶上喝酒时说的话吗 他挂着你 目的不纯 你觉得他现在找你 为的是啥呀 他把你的付出扔在地上时 他跟着别人走时 多看过你一眼吗 杜小冰坐在沙发上 沉默着不说话 老杜啊 今时今日 你还没看清楚 宁雪只是把你当个备胎 当个钱包和大礼包时 老杜不是上学时的杜小冰了 以前身陷其中看不透彻 现在哪还能想不明白呀 算了 不说他了 杜小冰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吕东 以后我家当宁雪 这个人不存在 吕东给他鼓励 对嘛老杜 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 杜小冰长长地叹了口气 吕东啊 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 吕东随口问道 羡慕我啥呀 你哪一项条件 不比我好呀 杜小冰故意说道 宋娜咋就选中了你呢 吕东笑起来 这就叫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过了两天 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 渐渐变小 气温开始逐步回升 白天的高温呢 不仅回到了灵上 午后还能到五度左右 体育学院 宋大夏的课 收拾好书本 闯进包里 背上包 出了教师 黄娟从后边追上来 问道 下午那个舞会 你不去了 宋娜直接说道 不去 我这边有事 你班级活动总部参加 好多人对你有意见 黄娟呢 跟在宋娜旁边 说道 好多人说你傲 黄 没有集体意识 做事自私自利 宋娜 这些议论你没有听到 宋娜想了想 说着 我这么些事要做 要是整天在乎别人议论 没时间做别的了 黄娟不禁笑起来 我跟你说啊 你越是这样不在乎 他们就越喜欢议论你 宋娜微微耸尖 嘴长在别人身上 管天管地 我也管不着人说话 就算我在意 我反驳 人还有一百种 说辞等着 她稍微停顿 秀说道 我不跟你说了 下午还一摊子事呢 黄娟提醒道 班里的活动你不参加 我们宿舍圣诞聚会 总该参加吧 宿舍和班级不一样 宋娜应道 当然要参加 把你家那口子也叫上 黄娟认识吕东 吕东店开业的时候啊 还去帮过忙 她没有难办的 都会带着一起去 宋娜说道 这个我可没法做主 她比我还忙 我问问她 到时再说 黄娟知道 吕东的公司 行行行 我先问问再说 出教学楼 宋娜准备出学校 我走了 黄娟站在教学楼门口 后边有同班同学出来 去 装什么装 有女生议论 不就是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吗 有什么了不起啊 另一个女生附和 不就是看上人家钱吗 黄娟忍不住了 说道 看上钱 你们没见过 去年开学的时候 宋娜男朋友穷的 只能在外面摆地摊 第一个说话的女生啊 立刻变了说辞 你可摆地摊的 连大学都考不上 找这样的男朋友 你不先丢人吗 听到这话 黄娟不说了 不是没有说辞 而是不想说了 她发现呢 宋娜说得太对了 嘴掌在别人身上 管不了人说话 别人有的是礼 出小门 会合等在门口的吕东 送那挽住他的手 开心地一起往南走 吕东另一只手里 提着个大红色的礼盒 里边是他去全南室啊 从金店买的银制长命锁 和手链子 俩人呢 要去看赵娟娟 进门后呀 发现不太凑巧 有一帮女性长辈过来 看望赵娟娟 把卧室挤得是满满当当的 好在呀 钱瑞在家里 随便坐 钱瑞招呼吕东二人 都没外人 吕东 小宋 你们随便啊 我去里面倒一圈水 钱哥 你忙你的就行 不用管我们啊 钱瑞赶紧去卧室 门一打开呀 传出来的全是议论声 吕东拿过茶壶 各自倒上一杯水 低声说道 啊 草制道就晚点过来了 宋娜轻声附和着 可是 娟姐那边的亲戚 吕东想起个事来 上次的盒子 给了 给了 宋娜说道 我跟娟姐说 是娇哥开心点忙不过来 托我烧过来的 应对处理这些事上 吕东觉得 宋娜比自个儿强多了 嗯 这样说也好 卧室里边 有个嗓门挺高的 这时候再说话 客厅里呀 听的是一清二楚 圈圈 女孩不打紧 你才是头一胎 高嗓门还挺热心 我跟你说 过段时间 就要第二胎 你们这条件好 要第二胎 就罚点钱的事 另一个人附和道 哎呀 对对对 说啥得也二胎 赵娟娟呢 没有这方面的应对经验 所以咋想就咋说 我和老钱都商量好了 就要一个 高嗓门 比钱瑞和赵娟娟两口子 都要着急 咋就能要一个 要一个 孩子将来多孤单 又有一个声音说道 二胎说啥都得要 我和你说 一定听我的 你将养上大半年 接着那就要二胎 一个孩子是养 两孩子还是养 两孩子差个一岁来的 一块就拉扯起来了 还不耽误事 赵娟娟呢 大孩子生下来 喂奶 充奶粉 换尿布和换尿布湿 这几天呢 就没怎么睡过一个呼伦觉 怀孕的时候辛苦 人家都说呀 生下来就轻松了 结果发现根本不对 生下来更辛苦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64集 光这么一个孩子 感觉都快折腾得抑郁了 同时养俩 这想想都可怕 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 赵娟娟呢 就是有啥说啥 这一个就挺难了 再来一个 高嗓门的又说道 难啥难呀 再难 有你这一辈难 头前那人呢 也说着 看你们这一辈 家里有三四个的勺 还不是一个个都养大了 有吃的有穿的 不就能拉扯起来 不就是吃饱穿暖的事吗 哎呦 别担心带不过来 你带不过来呀 送我那里 我们这些姑和婶子呀 给你带着 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赵娟娟总觉得哪里不对 有人接话道 你看啊 俩孩子 将来医院 给你拔管子的时候 都有个商量的 高嗓门继续说道 哎呀 你们老了 住院了 一个孩子照顾你俩 还不得累趴下 一个理由 加一个理由说出来 赵娟娟 竟然是哑口无言 有种不要二胎 就是上对不起父母 中间对不起老钱 吓对不起孩子的感觉 听着一帮亲戚的话呀 赵娟娟开始挺迷茫 甚至脑袋有点糊涂 等到闺女被吵醒 哇哇哭起来 她才清醒过来 赶紧喂孩子 闺女抱在怀里 她突然就想明白了 自个儿把对孩子的 所有的爱 都给闺女 不好吗 赵娟娟的三大姑 五大姨 见到孩子哭起来没完 一个个忙不迭地告辞了 钱瑞呀 赶紧把人送出去 安排司机 送人回去 宋娟听到孩子哭 见到人都走了 跑去卧室里帮忙 等到钱瑞回来 客厅里呀 就剩下吕东一个人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钱瑞满脸都是歉意地笑 人一下子来这么多 招呼不过来 吕东笑着说道 钱哥 残哥俩呀 就别见外了 啊 钱瑞坐在沙发上 念叨的我呀 头都大了 亲切难免大 哈哈 你说这生不生二胎 就我们两口子的事吗 大概钱瑞呀 也被说得有点头大 他们议论个啥劲呢 吕东只是笑 却不答话 这种事在他眼里 确实是人家夫妻俩的事 所以啊 他是一句也不说 钱瑞又说道 就这一个 我和娟娟呢 就快忙不过来了 外面还一大摊子事呢 吕东这话能接上 钱哥 建议你找个保姆 我也这么想的 钱瑞简单地说道 正在找 到时候我不在家呢 得找个靠谱店的 他转而问道 我听说你们公司拿到扶持政策 能优惠拿到一块地 旷这么说了 能不能拿到还不一定呢 我这边啊 明年继续扩张下去 最多到后年 这边呢 就得建一个仓储运转中心 用来调配各店的货物 如果能拿到 那肯定是好呀 钱瑞笑着说道 嗯 这样 你要建呢 钢结构最合适 吕东直接说道 到时候还得麻烦钱哥了 钱瑞摆摆手 咱们兄弟俩 哪有啥麻烦不麻烦的 宋娜这时啊 从卧室里出来 吕东 你不进去看看孩子 吕东明白 赵娟娟这是喂完孩子了 对宋娜说道 呃 钱哥 我进去看看闺女 钱瑞陪着吕东 一起进去 卧室里 赵娟娟简单地 收拾了一下头发 这边坐月子呀 都有讲究 尤其是冬天里 要一个月不洗头不洗澡 遇到那种讲究的 婆婆或者娘家的 月子里连脸都不能洗 反正一个女的 打脱离婴儿阶段之后 可能这一个月呀 是一辈子里 最邋遢的阶段了 陈姐 吕东跟赵娟娟打个招呼 去看孩子 小家伙裹在墙堡里 大概刚吃饱了 睡得正香呢 吕东问道 呃 起名了没 赵娟娟说道 光起小名了 叫朵朵 大名还没起呢 老钱说啊 要找人算算五行 钱瑞接话 哼 五行缺啥 起名字呢 就得带上 也是为孩子将来好 吕东啊 当然不会乱发表意见 说道 吕 妥妥这个名字好 叫起来也顺嘴 看到吕东和宋娜 赵娟娟轻松不少 开玩笑地说道 宋娜还在上学 你们俩不够年龄 要是你们这时候 结婚生个儿子出来 咱们还能解个娃娃亲呢 宋娜瞪了她一眼 娟姐 你有犯迷惑 这俩人呢 特别熟 说这些话都不在意 赵娟娟说道 行行行 我不说了 赵娟娟呢 是个有想法的 对吕东可能有顾虑 这大半年呢 跟宋娜感情好得不得了 说道 哎 宋娜 要不让朵朵任你当干妈 哎 可别 宋娜连忙推辞 我自个儿还没活明白 不误人子弟 这话提过一回 赵娟娟就不说了 反正呀 宋娜常来 在这儿待到四点多 吕东啊 接到方言的电话 要他和宋娜晚上过去吃饭 钱瑞呢 送俩人出来 说道 咱都是自己人 家里现在这样 我也不留你们吃饭了 等孩子过满月 咱们一块儿啊 吕东笑着说 钱哥呀 你赶紧回去 现在孩子呀 是天 从钱瑞家里出来 吕东和宋娜往南走 去吕春那边之前呢 打算先去吕东 在三号楼的房子看看 由于没有买煤 大天气寒冷气啊 俩人就很少再去那边了 结果还没到三号楼呢 就看到方言从南边过来 嫂子 吕东见到方言贴着个兜 问道 这是要去买菜呀 方言停下 冲吕东和宋娜说道 刚想着买完菜 再给你们打电话 你哥今天下班早 你俩一会儿过去吃饭 宋娜看一眼吕东 说着 行 嫂子 麻烦你了 她问道 嫂子 我跟你一起去买 麻烦啥 你们直接过去吧 吕春在家里 方言晃了下兜 说道 不用 你们去家里等着就行 又不买多少东西 我一会儿就回去 吕东和宋娜 干脆不去三号楼 直接去了前边的二号楼 来到二号楼这边 东边有比较杂乱的声音传过来 吕东寻声往那边看 就见前房产开发公司的办公室 现在的物业办公室那边 停着好几辆车 往乡市货车就有三辆 陆续有人在往车上搬东西 看起来像是在搬迁 有人从办公室里出来 还是熟人 吕东对宋娜说道 看样子是要搬走了 咱们去打个招呼吧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六十五集 三番两次买房 人家呀 给过不少优惠 宋娜赞同道 嗯 去说几句也好 俩人走向那边 快到进前的时候啊 吕东主动打招呼 秦姐 这是大搬家呀 秦雅转过身来 看着吕东和宋娜 笑着说道 吕东 小宋 下午好 宋娜看了眼 像是货车 问道 诶 秦姐 你们公司 要全面撤了 我们这边的工作 全部完成 房子基本销售一空 剩余的几间 可以交给物业代管 秦雅大致说道 我们也得走了 做工程的 就这样 经常换地方 我这还算好 在大学城 待了近两年 算是比较长的了 人 跟着工程走 吕东也明白 适当地表达一点关心 问道 下一步去哪里啊 秦雅 笑着说道 我继续待在全南 不知道 你们听说没有 上面 要对市区的 金石路 进行拓宽改造 据说 要打造成 全国的样板路 公司在 金石路南边 新拿了一块地 依然开发 居民小区 我过去 当项目副主管 依然主管宣传销售这一块 他想起一件事 啊 过段时间 柳杰也会调到那边去 他业绩好 升值了 那我得打电话 通系柳杰了 吕东啊 多少知道一点 房地产开发的事 说道 沿京石路的地块 大工程啊 秦姐 要发大财了 哎 我可比不上你们 秦雅 还是笑着 你们都是当老板的 我就是一打工的 重启亮 就是个高级打工仔 都是给老板挣钱 宋拿接话道 哎哟 就我们这点小买卖 还不及你们的 边边角角 秦雅说道 我们认识这么久 你们俩也不用 藏着掖着了 我可是看着你们 一步步把生意做大的 记得去年刚认识 吕东和宋拿时啊 这俩人还在摆地摊 转眼之间就开公司了 想到这儿 秦雅意识到 这俩人属于 非常优质的客户资源 赶忙说道 哎 吕东 宋拿 你们要是有意 在全南市区买房子 就直接找我 给我打电话就行 保证给你们 最优惠的价格 吕东啊 本来也要购买房产 当员工宿舍的 干脆问道 秦姐 你们新工地在哪儿啊 开发的新项目叫啥 还是多层住宅 秦雅简单介绍道 燕子山下面的 环山路 知不知道 见到吕东点头 他又说道 在环山路的老开源寺北边 一山而建 叫做开源山庄 住宅以多层为主 不过会建几栋 二十多层的电梯高层 公司有意 打造成高档社区 吕东点点头 行 秦姐 有需要 我们就直接过去找你 秦雅呀 做房地产开发 知道有些人 看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 由于没有实力搞开发 或者有其他主业 干脆呀 就大批量 购买房产当作投资 比如 去年吕东介绍过的一个 像是猛张飞一样的女人 抬手承担员的药 在他眼里 吕东也开始具备 大批量购房的实力了 至于进军房地产行业 那就差得比较多了 想要进入房地产市场 不仅仅是需要钱 更需要背后 有强大的力量支持 没有足够的宽广的官方渠道 这孩儿啊 碰都别去碰 其中有着太多的道道 稍微想了想 秦雅回到正题 一点都不跟吕东客气 直接说道 等我那边拿到预售手去 就给你打电话 他半开玩笑地说着 吕东 宋娜 你们可要给我拉一个 看房团过来哦 吕东忍不住笑起来 行 秦姐 到时候我们组团去看房 马上就到2000年了 无论是餐饮公司 还是村里的股份 都会有大笔分红 钱到手里 除了预留出一部分的备用资金 其他的肯定是要投资出去 像股市啥的 吕东不懂 也不会去碰 那最稳妥的 就是购入固定的资产 房子 宋娜凑去道 秦姐 你得给个超低价 没问题 秦雅显得很痛快 辆上去了 价格不是问题 说了会儿房子 又聊了几句 吕东和宋娜告辞 去二号楼 吕春家里 秦雅上前面的一辆轿车 等到助手上副驾驶 她吩咐道 小鱼 将吕东和宋娜两个人的名字 列入公司重要购房客户名的名录 逢年过节 打个电话 送点小礼物 维护好与他们的关系 好的 小鱼一直在这边工作 老早就认识吕东和宋娜 原本一个穷学生 一个摆地摊的 这短短一年时间呢 就天翻地覆 这发展得也太快了吧 快到 她有点看不懂 吕东和宋娜的晚饭呢 就在吕春家里解决 他们到后 没多大会儿 方燕就买了菜回来了 宋娜和方燕 在厨房里边忙活 吕东和吕春呢 在客厅里边闲聊 因为吕东与县角这边的关系 一直维系得非常好 吕氏餐饮在清照范围内的店铺 都挂着景民治安联房 空间单位的名牌 不说别的 起码上门想要讨零花钱的会儿会儿 晚上的小偷小摩 主动就会避开 虽然严打还在进行中 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 但会儿会儿和小偷小摩这些 再好的社会都杜绝不了 同样的一条街上 门头房那么多 可选的目标是数不胜数 这些人何必投铁去撞坦克呢 当然 也不是没有 毕竟 古惑仔大行其道 受到影响的中二少年很多 尤其是辍学的那种无所事事的 刚从学校里边出来 没有充分接受社会的毒打 以为染个黄毛纹个身 就能混上老大 天老爷都不比他大 像这种清照老子说了算的中二少年呢 还是并不少的 可惜呀 他们根本看不清这是谁的天下 还妄想在清照称王称霸 到旅师参与找麻烦 只有一个下场 很快就进去减肥灶了 清照县城啊 治安比去年好了太多了 大学城这边啊 比县城治安更好 大学城比起去年杨烈文刚上任时 人口翻了好几倍 占地的范围扩大了一倍不止 但各相关部门的人手增加不多 具体到旅春这儿 就是一个人要干的活 可能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加班根本就是常态 用方燕的话来说 有家跟没家一样 这人不是他的 是单位的 做人做事啊 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准则 有些人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 是一去不回头 也有人兢兢业业地在工作 旅春无疑属于后一种 方燕呢 已经搬了过来 就住在小区里 每个周末 不管旅春有没有时间 都去趟旅家村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六十六集 所在的晚报社 基本上也搬到了大学城 就在东边的商务中心 一整栋楼都被晚报社给租了下来 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也是传统 吃着饭 旅春说起一个事 我上午去县局开会 出来时候 不能见到输了 方燕常去旅家村 很多事情有所了解 好奇地问道 就二爷爷那个儿子 就是他 旅东接话道 上次正协开会 见过一回 打过招呼 旅春吃口菜 说道 他跟我打招呼 他也不好不说话 他传问道你 问你跟杨准的关系 我说不太清楚 就退脱了 旅东说道 也好 省得纠缠不清楚 旅春轻轻点头 既然离开了 连爹娘都不认 以前咱们 干脆就当陌生人 省得大家都尴尬了 方燕呢 除了问一句 其余时间呢 都在跟宋娜在听 吃过晚饭 方燕拉着宋娜 去卧室说话 旅东和旅春呢 在客厅里 说些大学城的事 聊了没多大会儿 旅春接到一个电话 急呼呼地出门 赶去所里 宋娜没啥事 本就住在学校里 留下陪方燕聊天 旅东啊 看时间不早 干脆回家 后面的几天当中 旅东又开始跑全南 这次除了杜小冰陪着他 大一万 也跟着一起去 为立下 大润发三家店呢 好手续 目前这个阶段 公司资金相对有限 日后资金宽裕 也会走类似 肯德基等公司的模式 店呢 能买就买 当然 像大润发和千胜这种 属于想买 人家也不卖的 这三家店呢 已经开始装修了 杜娟的传讯电子 也过来查看场地 好为店铺 定制各种相关的设备 与此同时 全南路步行街 三家店铺 再次开始招人 为这边开新店 准备人手 大润发超市新年开业 跟前三家店铺一样 吕东打算让这三家 先于大润发开业 充分借助 大润发开业期间的 一波高人气 根据吕东的经验 至少未来十三四年呢 跟着超市和商场 走的策略 不会有问题 至于再往后 就快餐行业来说 外卖的订单 会在营业额中 占据越来越重的份额 店里是一团忙碌 这还不是第一次装修 一切遵照流程来就是了 吕东啊 串过一圈 也没啥可操心的地方 去商场里边看看 往北走 看到大润发的人呢 陪着一行人在看店铺 涉及到直营新店 还是立夏区这边 重要的一个点 加上呀 正好有空闲时间 耿洪局 就跟着 市场调研部的李光一过来 看看这边 选址的具体情况 大润发方面一位副经理 接待了他们 耿洪局来到商场里 一眼就相中 正门朝东 又靠近南侧的三间店铺 东边 就是全南南北主干道之一的 立山路 师大 艺术学院 工艺学院 警察学院 和建筑学院老校区的学生 都是从东边过来 一过来 就能看到商铺的招牌 南边 则靠近路口 路南是拥有数万人的居民小区 从玻璃的透明木墙 看进去 三间店铺足够宽敞 看样子 上下两层 怎么着 也得将近三百平 其中任何一间 用来开肯德基的新店 都足够了 叶经理 耿洪局问道 这边的店都租出去了 大润发这边的叶经理说道 已经租出去很长时间了 同一家公司租的 都开始装修了 透过玻璃木墙 自然能看到里边的装修人员 耿洪局是微微皱眉 倒也没再说什么 跟着月经理去往北边 大润发方面呢 显然也知道 南边靠路口的位置更好 北边相对要差一点 所以啊 北边的店铺要小一点 看了北边的两间店铺 上下两层 一百四十平米左右的面积 耿洪局不是很满意 对于肯德基来说 面积有点小 根据公司的调查数据 这个地段一旦大润发开业 会成为新的商业巨客中心 耿洪局问道 你有更大的吗 月经理回答道 西边有一间一百八十平的 西边不行 耿洪局直接摇头 西边不面对大道 别说东边的人 南边和北边的人过来 都难以第一时间发现 月经理只能说道 按照你的要求 这边就是最大的了 耿洪局转过身 往南看 看到南边的三间店铺 由工人进进出出地 搬运装修材料 那是同一家公司租的 耿洪局问道 月经理说道 是的 一家做餐饮的公司 耿洪局接着说道 夜经理 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 他们租了三间店铺 有没有可能转租一间 那边的人呢 学走上面的关系下来的 月经理不担这种责任 直接说道 耿总 这种事情 需要你们亲自去谈 如果他们愿意转让 我们这便没意见 陪着耿洪局过来的 市场调研员 李光说道 月经理 你们帮忙牵个线呗 月经理摇头 那边租金都付了 我们无能为力 听这话的意思 耿洪局知道 大润发不可能出面了 他过会儿啊 还有事 不可能在这耽搁太多时间 说道 李光 你跟人接触一下 看行不行 李光赶忙说道 好嘞 耿洪局率先走了 李光留下来 又对月经理说道 哎 帮个忙呗 月经理拿下巴 点了下南边 看到那个年轻人没有 就穿着黑色羽绒服的 他就是那边的负责人 你想跟人谈 就赶紧过去 我只能帮这些了 李光朝那边看去 就看见一个身材高大 健壮的年轻人 拉开玻璃门 进了其中一家店 这人年龄不大 顶多呀 二十出头 行不行 总得试试再说呗 哎 领导一句话 下边跑断腿呀 李光刚进店里 跟谢公说了两句话 通往商场的玻璃门啊 突然被人敲响 有个二十七八的男的 似乎想要进来 却显得很有礼貌 没有贸然地推开门 目光呢 穿过透明的玻璃 看向他这边 吕东过去拉开玻璃门 稍微打量 你找谁呀 这人穿着羽绒服 露出白衬衣 领子上打着领带 一看呢 就是职场人士 哎 我叫李光 这人呢 先简单地自我介绍 接着问道 请问您是这边的 负责人吗 吕东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问道 你不是大润发的人 有事啊 李光连忙笑着说道 哎 不是 我是来大润发 看商铺的 本来想着 看着朝东边南边的 这三家店铺 过来一问才知道 这三家店铺呀 都已经被人给租了下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67集 吕东问出一个关键问题 你是哪家公司的 李光眼间躲不开这个问题 从羽绒服的内口袋里 掏出一个工作牌 递过来 吕东没有接 只是扫了一眼 只见上面写着 肯德基全南分公司市场部的字样 肯德基的 吕东啊 倒也不算太意外 毕竟上次来的时候啊 齐叔就遇到过 肯德基的市场调查咨询人员 肯德基啊 肯定是把这边 当作开店的备选之一 现在来大润发看店铺 很正常 他笑着笑 我这边 好像跟肯德基没有联系啊 李光笑着说道 一回声两回手嘛 关系都是一步一步建立的 不是吗 他问道 敢问先生 贵姓啊 啊 我姓吕 吕东微微点头 就话重提 你找我有事啊 李光干脆是开门见山 我呀 是代表肯德基过来的 这年头 能在外资企业工作 放在大城市里 无疑是非常有排面 也是非常能唬人的一件事 吕先生 肯德基也看好您租下的三间店铺 无奈出手慢了一些 等过来问的时候啊 您已经租下店铺了 大公司的人说话是相当的有水平 也很客气礼貌 冒昧地问一句 你们的店铺 转租吗 他生怕吕东有所误会 赶紧补充几句 吕先生 我们没有和您争强的意思 更不是想要三家店铺 我们只想租一家 一家就行 吕东确认道 你们又在这边开肯德基 是的 我们打算在这开新店 李光简单地说了一句 须探着问道 吕先生 能不能转让租赁权呢 您尽管放心 我们不会让您平白遭受损失 租金呢 我们会加价付给您 你装修设计施工的全部投入啊 我们也照付 吕东抬手打断他的话 这件事就不要再谈了 转租是不可能的 我这边要开店 少一间呢 我的店就开不成了 李先生 往北去 应该还有店没有租下来 要不你去问问大润发 我记得还能租的 李光还想说 吕东啊 不想因此闹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来 干脆说道 我呢 也是做快餐的 这个位置的店铺 不可能转让的 听到吕东这话 李光就知道可能性不大了 又问了一句 不知道贵公司 店就开在这儿 顶多两三天 外边的大招牌就会立起来 吕东说道 吕氏餐饮公司 三点连开 开业后 欢迎李先生光临 吕氏餐饮公司 这名字怎么有点熟呢 吕东笑了笑 抱歉 我还有事 得先走了 李光只好让开门口位置 看到吕东远去 联盟找到月经理 问道 呃 知不知道 那三家店铺 开的是什么类型的店呢 全是餐饮 月经理简单地说了两句 我记得 在哪儿看过具体名字 等我想想 呃 对了 分别叫 汉堡黄 吕氏麻辣烫和吕氏火锅 听到这三个名字 李光立刻想起来 为什么吕氏餐饮公司熟悉了 因为见到过这三家店铺 全南路步行街 西手的千盛商商 一楼最靠近西边的 就是这三家店铺 还有 公司里边有关于汉堡黄的资料 之前没太注意 这回想起来 资料上不就写的 汉堡黄 是吕氏餐饮公司旗下的 一个快餐连锁店吗 不过 跟单点生意火爆的米粒奶一样 公司并不重视这种 行不成规模的小公司 这家来自清兆的公司 规模很小 充其量 也就是地方性的小公司 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 太深的印象 要不是全南路步行街 西手那三家店铺 生意极好 估计连这一点都记不住 黎光知道希望不大了 这些地头蛇类的公司呀 都比较难缠 肯德基虽然不怕他们 但也不想产生太多矛盾 毕竟啊 做生意是求财的 黎光叹了口气 肯德基一套程序走下来 动作难免慢了些 新店具体怎么定 还得上边做主 吕东离开大润发后 倒也没有因为这件事 就做什么动作 肯德基要在大润发开店 不可能去拦 因为根本就拦不住 在全南这座城市里 汉堡黄随着一步步的发展 早晚得直面肯德基 吕东相信 以稀释快餐的市场 即便汉堡黄和肯德基紧挨着 受到的冲击 也不会特别大 说不定啊 还能形成聚集效应 肯德基即便找到足够大的店铺 也满足不了旺盛的市场需求 吕东有个想法 如果肯德基选定 东边的四号商铺 像汉堡黄 从三间店铺最南边 改成最北边 跟肯德基啊 挨在一起 这种想法 不是现在才有的 否则他也不会选择 红底白字的大招牌 后边一天 吕东再来到大人发誓 特意让老杜 跟商场方面打个招呼 只要肯德基确定租赁事宜 商场呢 会立刻通知他这边 装修继续就是了 吕氏餐饮三家店的硬装修 都是相同风格 要到装修后期啊 才会有所区别 随后 吕东和杜小斌 又去东环外的 雪里铺附近 找了杜小斌 倒腾车的同学穆坤 以七万元的总价 买了一辆八成新的 银灰色捷打轿车 我们去哪儿 老杜开上车 心情挺不错 吕东想了下 说道 去看房子 秦亚前两天说是在 环山路那边开发新项目 咱们呢 一起看看去 拐上京石路 略显狭窄的道路 有点拥挤 车跑不起来 吕东看向车窗外边 路两边的墙上楼上 不少地方 涂有鲜红的油漆 外套圆圈的拆字 是格外醒目 这条贯穿全南东西的主干道 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哪怕在这个时代 也开始频繁堵车 拓宽重修是势在必行 吕东也不知道 这次全南 会不会有长远的整体规划 曾经啊 连全南人都自嘲 这座省会城市 就是个大县城 到了2010年以后 更是常年委屈 全国城市拥堵榜的首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 有一项 吕东是深有体会 曾经全南路 步行街南边的一条路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修完 挖开再修 折腾了三四回 这不是发生在2000年初 缺乏协作的时代 而是2010年之后 来到环山路路口 杜小兵打转方向拐过去 吕东回头看了一眼 曾经这个路口呀 有次坑的 他是不要不要的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68集 那时啊 这条路口的向东一侧 经过了精心设计 这条路的所有十字路口 右转车道都在最右侧 快到路口时 需要从公交车道 网状线过去 偏偏这个路口的 右转车道 在公交车道左侧 最右侧是条直行车道 别说是不熟悉路况的人 即便是熟悉的人 也会经常犯错 曾经 吕东听吕春提过一句 说光是这一个路口的拍照呀 半个月就能完成 整个区的任务 这样的明星创收路口 随着信息越来越发达 当然免不了被撤的命运 但撤下一个 又会崛起无数个 秦雅的新工地在哪儿 杜小冰确实问道 还没呢 吕东刚打过电话 说道 再往南一百多米 就到了 环山路北边 是大众日报宿舍 往南呢 有一片刚建好的小区 秦雅所在的工地 就在这个小区的东南边 环山路 酷鸣思义 这边紧挨着山 整条路啊 就是较为平缓的大上坡 很快就看到了工地围挡 又接近了一个小十字路口 立起蓝色的大门 吕东隔着有段距离 就看到秦雅 等在门口 汽车直接停在路边 吕东一下车呀 秦雅就冲这边招手 吕东 在这儿 吕东招着手 等杜小兵下车 一起过去 秦雅迎上来 跟俩人握手 说道 你们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吕东笑着说道 啊 从附近走 正好过来看看 秦雅 投钱带路 我们进去说 这边经常走货车 杜小兵跟着他爸 倒腾过场子 对地皮之类的 有些了解 问道 秦姐 这边地皮不便宜吧 秦雅知道 杜小兵有个 很有钱的姐姐 由此推断 家里呀 也很不一般 笑着回答 还好 主要竞争不算激烈 全南的房地产市场啊 还没有到 真正发力的时候 吕东见大门四处看 宫殿里边施工的人不少 有五六栋楼 盖起好几层高 还有两座高层的主体啊 胶住了十层左右 这边早就开工了 吕东好奇地问道 有的楼我看都快封顶了 秦雅回答道 这边早就开工了 我只负责宣传销售 来得算晚的 他指向道路一侧 有占地面积巨大的建筑 正在施工 售楼中心没建好 就不带你们过去了 直接去我办公室 吕东说道 行 仨人呢 进了一间板房 有个助理 泡了一杯水送过来 知道吕东和杜小平 都是有购买能力的大客户 秦雅呀 拿出不少宣传资料 让他们尽管看 吕东边看边问 秦姐 咱们这边啥时候开始预售啊 手续正在办 秦雅 扫一眼认真看资料的杜小兵 推了吕东说道 估计啊 年前差不多能办下来 杜小兵 问了句最关键的 价格怎么定的 秦雅呢 却答非所问 我们呢 已经跟教育局谈妥了 这边是真正的学区房 吕东笑起来 大学城的先进经验呢 都知根知底 秦雅也笑 杨主任想的这个策略 堪称房产销售的利器 没有名校学区 学府文院的房子 哪能这么快卖光 杜小兵说了句大实话 我们买了应该不会自己住 人哪 难免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有吕东和唐姐杜娟 杜小兵也觉得 投资房产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秦雅略微沉吟 说道 嗯 七房开售 价格在一千五左右 他尽可能地拉客户 全南发展 日新月异 房产市场逐步活跃 其实回头看看 这些年货币贬值多厉害 房子呢 相比现金一直都很保值 北边大中日报社宿舍 集资建房的时候 才三百块一平 现在没一千五不卖 吕东直接说道 嗯 秦姐啊 我找你买房子呢 不是一次两次了 咱们是老乡时 不说那些虚的 你呀 给我留一批二楼的房子 最好是带配套和车位 等你这边办好预售手续 就通知我 秦雅和吕东 打过多次交道 知道只要价格合适 吕东绝对不会放他鸽子 当即说道 没问题 这边价格没真正定下来 我们到时候再仔细谈 马上就要到年底了 哪怕预留足够的发展资金 吕东有股份的两家公司 也会有不菲的分红 钱放在手里 只能等着贬值 留下一部分钱 其余的投资出去 才是最好的选择 后边啊 秦雅又带着吕东和杜小斌 到工地上 实地参观了一圈 眼瞅着时间不早 秦雅呀 非要做东请客 环山路继续往南走 从一条小道上 过去不算远 在千佛山南门的斜队附近 就是鱼翅皇宫大酒店 秦雅呀 想在那里请客 价格还没有真正定下来 购房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吕东委婉地推掉了秦雅的好意 俩人开车往回走 期间呢 杜小斌给杜娟打了个电话 作为一个频频出手买房屯房的商人 杜娟当然了解全南的房产市场 他直言呢 秦雅给的价格比较实在 杜娟似乎也对环山路的房子很感兴趣 等到京石路改造拓宽 周边环境会得到极大改善 他告诉吕东和杜小斌 等他们真正去看房子的时候啊 叫上他一起 吕东自然是硬了下来 我听杜娟说 温城人到处组团在大城市扫房子 杜小斌开着车 胡乱地建议道 依我看 你 我 我姐 宋娜 魏国 再加上大一万 我们也可以组个团去扫房子 吕东笑着 等咱们资金充裕了 去京城 深城 摩都 这些大城市扫房子 小地方不好说 大城市不会崩 上面也不允许崩 你开发商赶降价 信不信业主发疯啊 信不信我给你开张天价罚单呢 吕东曾经买房时 有段时间关注过房产市场 当时北河那些房价涨上去不久 眼看着又往下跌 这种小县城一旦跌起来 那就是暴跌 不等开发商发慌 当地就出台举措 不管是旧村改造 还是拆迁 既不采取房产安置 也不给现金补偿 而是统一给房票 简单来说 就是补偿四十万 就给张四十万的票据 可以在开发商那里买房子 顶四十万用 一套举措下来 不但稳住房价 还缓慢上涨 拿了房票的人 在开发商那里是严重受限 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权利 因为呀 这票据除了买房子 没有任何用处 于是那些顶楼 高层一二楼等 很难卖的位置 有了固定的消费群体 欢迎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69集 虽然这些不可能长久 但关键时刻用上 能玩出花来 有句俗话说得好 买的永远不如卖的经 所以 吕东相信 闲于资金投资房产 比不了解的股市和金融啥的 保险得多了 股市那玩意儿 明白人都能给整糊涂 别说他这种不明白的人了 就他 这掉进去 连个水花都见不起来 回去的时候啊 吕东和杜小斌 又去大学城几个在建和在寿的小区转了转 还遇到了王栋 八点在线南边的铺子呀 已经租好 正进行初步装修呢 上机器布局啥的都需要时间 这都养礼十二月份了 完成时 估计啊 大学城都放假了 这个店干脆等过完年 再正式营业 临回吕家村前 吕东对杜小斌说道 老杜啊 明天呢 我二爷爷过寿 我就不来了 全南那边 你盯着点 杜小斌说道 你忙你也就行了 吕东开车回了老街 停好车 先到二爷爷家去看了下 正好今天请假 为这事忙活的七叔也在 简单地问了问 明天呢 就街上关系进的人 不会请外边的人 出去的时候 吕建仁跟着吕东一起走 问道 我听你妈说 小黑蛋准备来在这边走走 吕东微微点头 啊 我去他那边了 也得叫他过来走走呀 吕建仁笑着 你们这算是走开了 定好哪天啊 还没呢 吕东来到街上 啊 厂里最近事情太多 我妈还没定好时间呢 吕建仁摆摆手 朝北走了 吕东回到家 洗手准备吃饭 胡春兰没动筷子 一本正经地 对吕东说道 这个周末有空啊 冬子 你问问小松 他有没有空 周六周日都行 啊 啊 我吃完饭就问 吕东倒是不急 他不急 胡春兰急呀 要不是常理事情非常重要 他也不会拖到现在 催错道 哎哟 这就给小松打电话问问呀 赶紧的 你大伯和大伯母啊 还等信呢 啊 吕东啊 只能掏出手机打电话 等那边送那接通啊 立刻把事说了一遍 看到吕东挂掉电话 胡春兰赶紧问 哎 咋样啊 吕东说道 定在周六了 吃完早饭 吕东早早地就去二爷爷那边帮忙 今天呢 老人家过大寿 虽然不会大宴宾客 但一大家子的人 咋说也得摆上个四五桌 菜呢 都是自个儿做 孙庆海半上午就把炉子拉了过来 准备中午做大席 吕建仁开上吕东的车 去集上买菜 吕东只会几个小一辈的挨家去搬八仙桌 借盘子和大碗 二爷爷呢 家里有存货 好几个檀木托盘和银制的酒壶 都是配套的 这也是从那个特殊年代偷着摸着保存下来的 吕建武 专门从全南赶回来 把刚表好的一副中堂 挂在堂屋的正中间 这是二爷爷亲笔做的画 一副松鹤炎年图 中堂两边挂着利轴 上书 手笔南山不老宗 浮如东海 糖水流 老了 老了 套头来 这些还得自个儿画 自个儿写 二爷爷站在堂屋前 披着手看中堂 吕建林呢 就在旁边说道 二哥 咱村里谁的字画能比得上你 吕东正好进来 听到这话 说道 二爷爷 咱呢 就是名气不够 招公司 给运作一下 您也妥妥的是书法大家呀 听到孙辈夸赞这辈子最擅长 也是最得意的事 二爷爷 忍不住笑道 少替我吹 我这水瓶 几斤几两 亲里有数 吕震林说道 咱这十里八香 你这水瓶数得着 吕涛从外边进来 吕东招呼他 一起架开桌子 摆上凳子 又让外边俩人呢 把借来的八仙桌搬进来 堂屋面积最大 要摆上两桌 好在 最近几天呢 西伯利亚和刘梅来报到了 即便是没有点炉子 中午这一块呢 也能够做人 几个屋里桌子摆好 吕东算是忙活完了 吕剑武拉着他呀 在大门口说话 哼 你这个扩张速度可以呀 吕剑武虽然在 吕东公司里 挂着法律顾问的头衔 但最近又没啥事 也没去大学乘 我上个周末 专门去全南撒店看来看 哼 那生意好的 人几人呢 他呢 坐在门口南边的凳子上 周末 火锅店想进去 还得排队等着叫号 我去那会儿 排队的号 发下去十来个了 吕东拿个马扎坐下 嗨 就周末人多 平时啊 到不了排队的地步 吕剑武说了句大实话 东子 幸好你当时 没答应跟着我干 要是跟着我 真耽误你发展 自家书职 吕东自然是听得出 八叔这话呀 说的是真心实意 接话道 八叔啊 这刚进全南 还没有人重视 我那几个小店呢 后边免不了呀 遇到些麻烦事 要是遇上法律上的事啊 少不了 还得麻烦你呢 吕剑武拍拍他的胳膊 自家人别说两家话 你这是照顾我生意 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从北边过来 吕剑人停好车 打开后备箱 招呼人卸车 各种蔬菜 从厂里买来的肉食 被几个小辈 送到孙庆海那边 几个婶子大娘 过来摘菜 给孙庆海打下手 吕剑武跟吕剑人 开玩笑 哎呦 七哥 行啊 这就混上车了 吕剑人随口说道 哼 东子敢送 我就敢收 这都是开玩笑 吕东 接上一句 据说 去开着吧 吕剑松啊 这时从北边走过来 吕剑武 微微皱眉 请了他 吕剑人说道 哼 剑松还要去抢 有酒局 不请自来 别说 吕剑松啊 很有过来助寿的自觉 给二爷爷 带了一根毛笔过来 霸体上摆地摊卖的那种 像吕东啊 吕剑人这些人 都是随的钱 吕家村一贯的标准 二十块钱 不管东西贵贱 总是一份心意 人来助寿呢 也总是好的 即便知道 这人习惯从中午喝到晚 也不能撵人走 吕剑松啊 从家里出来 换个高马闸 坐下 就准备 翘着二郎腿 吕剑人突然问道 诶 剑松 今天穿的黑袜子 听到这话 吕剑松啊 准备伸出去的腿 赶紧收了回来 不想搭理吕剑人 反而对吕东说道 东子 我说请松叔喝酒吗 咋到这儿 都没消息啊 吕东纳闷 我啥时候说过 请你喝酒了 但身为小辈 又在老街上 也不好说话 吕剑人接过话来 跟小的喝有啥意思啊 咱哥俩呢 待会儿喝 平端 汤到十一点 孙青海那边啊 点火炒菜 吕剑人和吕剑五兄弟俩 招呼人去家里坐 总共坐了四周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外边突然有汽车响 吕东以为有外来的人过来祝寿 赶紧跟七叔一起出去 毕竟二爷爷在外边的书画朋友也不少 虽然事先呢 专门跟人说了不让人来 但也有可能有人悄悄过来 吕东来到门口 发现街上刚刚停下一辆 红色的富康脚车 驾驶为车门打开 上面啊 下来一个中年人 车围的人呢 看到中年人 都是相当意外 吕建道 吕建人的声音 从后边传来 人呢 也来到了门口 老七啊 吕建道 从车上拿下一个生日蛋糕 仿佛没有看到街上其他人 瞧着吕东露出满脸的笑 东子 好久没见了 吕东礼貌地回应 说 就这一会儿 消息啊 已经传到了里边 吕建林等老一辈 陪着二奶奶和二爷爷 从家里出来 吕东赶紧让到一边去 二奶奶一看到吕建道 累珠子 止不住地往下滚 人都站不稳 旁边的三奶奶赶紧扶住 二爷爷的脸 黑得像是锅底 想说话 却接连咳嗽起来 爹 娘 吕建道 接着蛋糕往前一步 儿 回来了 二奶奶捂住嘴 不让自个儿哭出声来 二爷爷 顺过那口气 怒喝道 滚 赶紧滚 你 虽然大家伙都不再见 但说到底 终归是二爷爷的儿子 而且过得还是大寿 终于回来了 吕东辈分太小 这种事不好说 二哥 消消气 消消气 吕震灵赶紧接过话去 建道回来 这是好事 有啥 咱回家去说 大冷的天 也在街上停着 吕剑道 知道从哪突破 冲二奶奶喊道 娘 二奶奶忍不住哭出声来 孩子再不孝顺 再有错 终归是当娘的身上 掉下来的肉啊 你个混账玩意儿 二奶奶先骂了一句 接着低声说道 先进去 进去咱们再说 二爷也没有说话 转身往回走 二奶奶冲吕剑道 使个眼色 赶忙跟上去 吕剑道 跟着往家里走 吕震灵呢 也看了一眼 叹了口气 也跟着回了家里 哪怕是亲叔 有些话 他也不好读书 吕震灵和吕剑道 是亲的堂兄弟 搭了着肩膀 罕见地 怂了起来 吕东一把拉住 七叔 哎哎 有仇有怨 过了今天再说 今天是二爷爷 过大寿的日子 吕剑人忍下来 早知道他来 我就该去村口等着 我先打断他一条腿 再说别的 吕剑武也劝道 七哥 我也生气 也想教训他 但是今天不是时候 吕剑人肩膀搭了下去 也往里走 吕东和吕剑武呀 都跟了上去 因为吕剑道回来 院子里有点乱 藏务中 二爷爷坐在大椅子上 看着吕剑道 吕剑道蛋糕放在八仙桌上面 见到周围没人跟他搭话 多少有点尴尬 但是他终归是在文化工 这种公家单位当领导干部的人 从口袋里掏出烟来 给周围人散烟 不清楚二爷爷的态度 没人敢轻易接烟 再说 吕剑道将一根小熊猫递到吕镇林手里 低声说道 你看 这别因为我今天 不管怎么说 人回来了 吕镇林呢 也想让二哥一家解开这个结 就算回不到吕剑道离开以前 两边哪怕时不时地打个电话 也好呀 他接下烟 说道 剑道 别的话我也不多说 你这些年做得咋样 自个儿心里该有数 吕剑道给周围其他的人散烟 接话道 哎 有数 有数 别人呢 见吕剑林接了烟 这才收下 吕剑道啊 来到桌子前 把生日蛋糕 往坐在凳子上的二奶奶那边推 娘 我给爹啊 买了个生日蛋糕 给我扔出去 二爷爷的那口气 怎么可能一下就顺得过来呀 老七 老爸 给我扔出去 二奶奶也很生气 但一只手紧紧地按住蛋糕 生怕老七老爸过来抢 当娘的 心里啊 还是向着儿子 即便好多年 这个近在咫尺的儿子呀 不但没有回来看看 连个电话都不打 但今天 人回来了 回来了就行了 二哥 孩子回来了 吕剑林是亲叔叔 能劝和 自然是要劝和的 他哪怕犯了错 这不是回头了吗 人都说 浪子回头金不换 他冲吕剑道呀 是个眼色 剑道是国家干部 很多时候 也是身不由己 二爷爷 直着吕剑道说道 他要是真干大事 我就不说了 就文化宫那种地方 他有啥事忙 忙到过年 连个电话都没空 给爹娘打 忙到他娘 他爹去单位找他 连人都找不到 吕剑道连忙说道 爹 娘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这么大个男人 等着一大家子的面 普通跪在堂屋中间 我知道 我做得不对 这些年我脑袋叫门家了 不懂事光翻魂 你们 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二爷爷呀 根本就不去看他 如果早几年 或许心里还有个期盼 有个希望 但这么多年下来 心早就凉了 虽然比不上吕震霖 但他也是有一定见识的人 这一人 真的说回头就回头 十多年没回来 今儿个 咋突然就想明白了 二奶奶不一样 看到儿子跪在屋里 刚擦干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冲二爷爷低声说道 哎呦 你看看 孩子知道错了 吕震霖的想法 二哥二嫂年纪都大了 今天又过生日 两边啊就将就将就 这毕竟是儿子 咱上菜 边吃边说 吕震霖 冲吕霖 冲吕霖说道 冲子 叫人上菜 原本很热闹的寿烟 突然安静了许多 四大桌酒席摆上 吃菜喝酒的人很多 书画的却很少 就连吕剑松 这个喝酒起来没完的人呢 都收敛了许多 吕霖在东屋啊 跟小辈们坐了一桌 也不太清楚 开饭后 堂屋具体的情况 但吕剑道 终归是流了下来 在他的眼睛里 或许 这就代表着好转 这种事 谁都愿意往好里想 吕霖也不出外 如果吕剑道以后逢年过节 能回来看看 二爷爷二奶奶 俩老人啊 肯定会很高兴 吃了一阵菜 吕霖啊 去上趟厕所 因为这边有人 干脆啊 回家去上 本就是斜对门 挨着狠近 上完厕所 洗个手出来 迎面呢 就碰上了吕剑道 吕霖很诧异 说 你不吃饭 咋出来了 吕剑道心说 这顿饭吃不吃得无所谓 你才是关键的 呃 屋里抽烟得多 气闷 吕剑道 能坐上现在的位置 虽然老丈人那边是关键 但自身呢 也是有点能力见识 当然不会上来就说真话 而且呀 他与吕东这么多年建的次数 本就有限 随口找了个理由 呃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七十一集 吕东似乎信了这话 说道 嗨 一帮老烟枪 村里开会的时候啊 才叫难受呢 吕剑道笑了笑 抬头看向老宅子大门 梁山木头门 油漆斑驳 有不少蛀虫的眼子 显得破旧而又衰败 就像这个村子呀 以前给他的感觉一样 陈旧 封建 落后 叫人看不到一点希望 所以啊 吕剑道迫不及待地出去 出去后 就不想再回来 再加上老婆那边的压力 感觉回来会掉价 开始的时候啊 也是跟家里村里联系的 但因为去了县城 进了公家单位 村里时不时地 就有人想找过来帮忙 有些关系特别近 连爹娘都打电话 这些事啊 没完没了 吕剑道仔细考虑 发现只要挂着 吕家村的名号 这辈子都别想摆脱 碰上些事啊 谁都烦 吕剑道不耐烦 媳妇更不耐烦 本就仰仗媳妇家的许礼 爬上去的 后边啊 干脆就断了 跟村里的联系 至于老爹老娘 一点数都没有 没事跑单位 找啥找呀 不知道儿子在单位 在县城 酷得也挺不容易的 没多久 干脆啊 跟家里也没了联系 最初啊 吕剑道心里多少不安 后来发现 这样真清静 没有村里人找过来 也能避免家里俩老的 才自找麻烦 这落后封闭的破村子 根本没啥好留恋的 农村这些街上的 本家的 沾亲戴故的 有点事 恨不得立刻找到单位上来 知不知道 这样会让公家单位的人 很难做 吕剑道呀 轻松自在惯了 也不想自找麻烦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未来呀 就是两条平行线 你走你的 我干我的 吕剑道 我认为会再有交集 也不想再有交集 谁知道 一切在今年呢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穷得叮当响的吕家村 竟然是发家致富了 同时 吕剑道看到更吃惊的是 年仅十九岁的吕东啊 竟然当上了 县政协委员 看着吕东那些供给和荣誉 没人敢说吕东 当不得 但是这个位置 真的是有功劳 有荣誉的人 就能上得去的 别开玩笑了 想当初呀 为了进入政协 吕剑道求爷也够奶奶 连老丈人和媳妇啊 都费了好大劲 才让他进去 要说吕东背后没人支持 谁会信呢 身在公家单位 哪怕是文化工这种冷牙们 消息相对呀 也比较灵通 吕剑道 打听到不少 关于吕东的事 这次回来呀 主要有三个目的 吕东这边才是重中之重 回来才发现呢 还是村里的空气好呀 吕剑道抬起头 看着门梁上 红底黄紫的木牌 说道 我去看看你吧 话这么说 吕东还真没法拦 只好陪着吕剑道进去 进到堂屋里 吕剑道对着吕剑军的相框 微微地鞠了一躬 吕东也给他鞠躬 按照这边的风俗环礼 吕剑道说道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剑军哥 领着我们一起玩 剑人 剑舞 剑射 剑兵 那个时代特殊啊 总是跟邻村开仗 你七叔那时候呀 白搭 真正厉害的是你爸 剑人叫人揍了 都是你爸去帮他揍回来 直到你爸去参军了 他呀 才能创出 作山雕的名头 他似乎有点激动 你爸在村里呀 是一等一的好汉 上了战场也是英雄 咱街上剑子辈的 我就扶你爸 要是你爸还在呀 有他提点着 我这些年 也不会犯错的 吕东沉默 每个人的角度 立场是不一样 可能吕剑道有苦衷 但从吕东的角度 立场去看 别说是吕剑军了 哪怕天王老子来了 也拉不回来 吕剑道看着墙上挂着的老旧字画 还都是老样子 你爷爷呀 教过我不少 我书话能有今天 你爷爷不比你二爷爷教的少 他来到一副字前 你爷爷写这副字诗啊 我还记得 听到吕剑道回忆往昔的话 吕东渐渐品出点味来 这是在跟他一起 义苦思甜呢 用搞传销的那帮人的话来说 搞情感共鸣 这才多少时间呢 通子 转眼间 你就长这么大了 吕剑道说完平辈 说老一辈 说完老一辈 又扯到吕东这小一辈 他走出屋门 看着储藏室 说道 你还记不记得 你七岁还是八岁那年呢 坦污里见了条长虫 你过去拿起来玩 切过手指头呀 叫长虫咬出血来 我拽着你去的卫生室啊 吕东有记忆 那时叫七叔给坑了 七叔说呀 拿住长虫尾巴使劲抖 长虫就会散家 当他抓起来的时候 抖了不怕得有五分钟 结果长虫搬上身子来 咬了他一口 吕剑道 见吕东好像在回忆 趁着打铁 直着高高的屋脊 你小的时候啊 特别疲 看老七有的一笔 有此呀 顺着香春树的枝子 爬到墙上 又从墙上 爬到屋脊上 结果下不来了 还是我找了梯子上屋呀 把你接下来的 这些往事 吕东多快记不得了 难得 离村多年的吕剑道 还能回忆得起来 吕东笑道 那时候挺好 小的跟着大的玩 吕剑道 接话道 是啊 就是变化太快了 吕东点头 对 变化太快了 咱村发展啊 多亏了你 吕剑道 渐渐进入正题 你替咱村啊 解决了很多困难 没有你 咱村呢 不会有现在的局面 吕东 不接这种奉承 啊 其实跟我的关系呢 还真不大 主要是咱村团结 人心齐 大家伙呀 肯努力 这话与预期的 不大一样 但吕剑道 有准备 刚才席上 听人说 咱村人 有困难就找你 困难到了你手里啊 总能够轻易解决 吕东纳闷 貌似村里啊 还真没有几个人 找过他 平辈的不是上学 就是跟着人干活 大一辈的 很少找小辈去帮忙 吕剑道 继续说道 东子呀 你武叔啊 也遇到点困难 吕东 赶紧打预防针 武叔啊 要是单位上的事 我还真帮不上忙 对你来说呀 就是点小事 吕东的预防针 根本挡不住 吕剑道 听说呀 你和大学长的 杨主任 关系非常好 和常务副县长的 小舅子 合伙干买卖 不等吕东说话 他就说道 东子呀 你可得帮你武叔一把 吕东说道 我跟人 充其量就是认识 吕剑道 怎么可能相信这种话呢 也不要你做太多 就把他们约出来 一起吃个便饭 吕东 暗叹一口气 刚刚那些美好的回忆 果然呢 趋于能学回忆 人都是大领导 我哪有约人出来的能力呀 吕剑道 盯着吕东 东子呀 文化宫的一把手的位置 空出来了 我是有资格争一争的 能不能再进一步 就看这一回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72集 这本就是个冷衙门 如果有俩常委随手拉一把 十拿九稳 吕剑道的老丈人 退休年数有点长了 在文化宫的影响力 是越来越小 这方面呢 帮不上太多忙 所以他专门回来跑着一趟 专门回来找吕东 至于买个生日蛋糕 只是顺带的 吕剑道 动之以情 小之也礼 东子呀 咱们都是吕家村的人 一条街上的 流着相同的血 吕家村的人 要帮吕家村的人 自家人帮自家人 是不是这个理啊 他觉得年轻人好面子 怕丢人 又说道 咱们一个村 一个家族里的 都不帮忙 这传出去 不是让外人笑话吗 吕东 真的不想多说 吕叔啊 这事我真的不能为力 我没办法 吕剑道还想说 吕东掉头就往外走 不再跟他说下去 看到吕东走 吕剑道回头看了一眼堂乌 也跟着往外走 这么个小毛孩子 还挺难缠的 回去吃饭 吕剑武问道 东子 我看见吕剑道找你有事 人都回来了 从二爷爷和二奶奶那边考虑 吕东啊 不愿意多说 没啥事 就闲聊了几句 这顿寿宴呢 虽然出了吕剑道这个意外 但总算 还是安定地吃完了 二爷爷不跟吕剑道说话 却也没有赶吕剑道走的意思 吃过饭 吕剑林呢回村委一趟 吕剑道找了过来 三叔 我这些年做得挺混蛋的 吕剑道一进办公室的门 先认错 接着又说道 做了这些混账事 我也想明白了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十几年了 还看不清一个人 因此呀 吕震林没有多大期盼 别再惹你爹娘生气就行 吕剑道说道 不会 一定不会 我要痛改前非 三叔 你看 我也有老婆孩子 这些年呢 一直没回来看看 说起来呀 就不像咱吕家村的人一样 我呀 跟家里头商量了 要让孩子认祖归宗 让孩子的户口呀 跟着他爷爷 我呢 在公家单位 户口回不来 就让孩子他妈的户口 一起回来 吕震林多精明的人呢 只是略一琢磨 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三叔 我也只想弥补这些年来 犯的错呀 吕剑道 似乎在为家里的 老爹老娘考虑 孩子户口跟爷爷奶奶 放在一个户口本上 也能安我爹我娘的心 我混蛋犯错 孩子没错呀 听着侄子真心真意的话 吕震林暂时没有出声 或许呀 放在去年以前 还真有可能相信这话 但从去年 吕家食品公司成立以来 吕震林作为一把手 打交道的商人是数不胜数 而像吕家村 像吕东这样 有原则的商人不少 但表面一套 内里一套的却是更多 这样的人见多了 眼光难免变得锐利 吕震林看着 还在倾诉自个儿 老人和孩子 与村庄情感的吕剑道 就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感觉 这是在出难题呀 吕剑道期盼地看着吕震林 三叔 剑道 你说的是好事 我个人也支持 吕震林暗叹口气 说出口的不是应付的话 而是实情 转户口可不是个简单的事 农转飞容易 现在只要肯掏钱 户口就能买到城里去 对应都有指标 但飞转农很麻烦 吕剑道笑着说道 是在人为嘛 三叔 你一定有办法 吕震林不接他的话 反而问道 你常带孩子回来 叫你爹你娘看看孩子 不比这些强 用不着搞这些形式 现在人户口都往外转 你弄个飞转农 不怕叫单位上的人笑话 我今儿个呀 不知道他们俩到底咋想 要不然呢 就带孩子回来了 吕剑道借口很多 有这么个形式 也能叫孩子知道 自个儿是吕家村的人呢 城镇户口 说起来是好听 农村很多人削尖脑袋 掏出大笔钱买名额 往县城里边钻 但吕剑道 在县城生活多年 却体会得更加清楚 除了孩子上学方便 这个非农业 用处是真的不是很大 尤其是这两年 城镇下岗的人无数 没了工作就没收入 不少人呢 连吃饭都成问题 在农村 捞好 有块责任田 起码能填饱肚子 这当然不是吕剑道 考虑的问题 他那边谈不上多有钱 但倒也还过得去 吕剑道在公家单位上班 户口不可能转回来 但娘俩却没有这种顾虑 以前 吕家村这户口 倒贴给他钱 他也不会往回转 但是现在 转回来不仅有钱呢 也吕剑道听到的情况 还会有大钱呢 吕剑林呢 是村里的一把手 对于清照的户口政策 很了解 直接说道 剑道 你这不是夫妻挂靠 如果一开始 孩子户口 想放在他爷爷名下 很容易 中途转过去 还是能转飞 上面不给放 更不用说你媳妇了 吕剑道还想说 吕剑林呢 直接打断他的话 谁啊 你先自个儿去问问 自个儿去跑跑手续 咱再说 行不行 话说到这个份上 吕剑道呀 只能应下来 总不能他的事 让吕剑林 给他跑手续呀 原本呢 吕剑道还有个事 想说 文化宫那边啊 要搞个新城管 想在县里的企业中 拉赞助 这也是有利于 争夺一把手的位置 吕剑道过来前呢 想的是从 吕家餐饮公司 拉赞助 但户口的事 让他心里有点打鼓 干脆呀 就没说 转一圈 回到老街上 住寿的人大都散了 吕剑道进家门 不敢去找老爹 找到了老娘 回来一趟 啥事也没办成 总不能再两手空空地回去 老婆那边他也不好交代呀 在饭屋里 吕剑道找到老娘 问过老爹 得知他已经回屋睡觉 当即开始诉说 自个儿在城里过得多么不容易 等老娘啊 又开始抹眼泪 说道 娘 我想把孩子的户口 转回村里 跟你和爹 一个户口本 好叫他知道 是吕家村的人 也算认足归宗了 二奶奶虽然觉得 有哪里不太对 但先于成年窝在村里 比较有限的见识 一时间也想不出来 况且儿子回心转意 总是好的 行行 这是好事 二奶奶是心情大好 我跟你爹呀 商量商量 吕剑道 吕剑道叹了口气 老娘这种人呢 就没有半点主见 懒得啰嗦 他直接说道 娘 这事儿 你跟我爹好好说说 你们一起出面 求三叔帮我忙 三叔只要肯点头 村里肯接收 我那边啊 才好托人办手续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七十三集 当娘的心里 孩子愿意回来 又遇上困难 恨不得掏心掏肺地帮 二奶奶立刻说道 回头啊 我跟你爹好好说说 你三叔 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他也是看着你长大的 啊 吕剑道又说道 我呀 还想找冬子帮点忙 这么些年没有见 跟他呀 也生疏了 二奶奶 下意识地说道 你个长辈 找小辈帮啥忙啊 吕剑道说道 哎 就是让冬子 帮着约几个 他认识的人 出来吃顿饭 二奶奶呀 没以为这是大事 行 我去问问冬子 暂时只能这样了 吕剑道又说道 没事 我就先走了啊 老五啊 二奶奶心里不舍 一只手颤巍巍地伸出去 想抓儿子的胳膊 哎哟 我当你爹醒了 说一声啊 吕剑道仿佛没有看到老娘的手 大步往前走 头都不带回的 今天呢 还上着班呢 我不能离开单位太久了 二奶奶为儿子考虑 没有阻拦 也不好出言挽留 吕剑道 出了大门 上红色复康车 转头看一眼 站在门口的老娘 打着了火 复康车呀 一溜烟地往南驶去 很快 转过弯去 消失不见 二奶奶 站在家门口 看着街南头 眼里又有泪 默默地伸手抹掉 他只盼着儿子还能再回来看看他 离开吕家村 回到县城 吕剑道 直奔宁秀派出所 去问户口的事 就像吕震霖说的那样 他媳妇和孩子的户口呀 有他在这儿 想投靠爷爷奶奶 非常困难 涉及到责任天等集体因素 非转农 不好办 其中啊 有个前提条件 户口转入地 得同意接收 这是一切的大前提 有这个前提条件在 可以常识运作 没有的话 运作都没可能 吕家村 老街上 二爷爷呀 其实没睡着 今天这种情况 哪怕中午喝的酒不少 他也睡不着 但是他不想看见那个混账玩意儿 也不知道该咋面对那个混账玩意儿 说两句话 心里就有气 想发脾气 十几年了 儿子是个傻玩意儿 他看得太清楚了 但他今天没多说 不为别的考虑 也得为老伴考虑呀 在窝里躺了会儿 听到汽车发动后远去的声音 二爷爷穿上棉衣 出了大门 二奶奶抱怨道 装睡 你就知道装睡 二爷爷不说话 却往南看了一眼 老五真的想回来 二奶奶把刚才的话转述了一遍 你找老三说说 谁呀 咱孙子就能回来了 他想了下 又说道 对了 老五还要找东子呀 帮点小麻 二爷爷沉默不语 要是见人 见武 见兵 见社他们 他信 但这离家不到五六里地 十几年不来看爹娘 爹娘去找 躲着不见 连个电话都不打的玩意儿 有点脑子 谁信呢 二奶奶 有点急 你倒是说句话呀 别装闷葫芦了 糊涂 二爷爷不自觉地 提高声音 我看你呀 是老迷糊了 这声音很高 传出去老远 吕剑人 吕剑武 都在吕东那边 一起闲扯喝水 突然听见二爷爷的吼声 全部都跑了出来 咋了二伯 吕剑武赶紧问道 二爷爷指着二奶奶说道 老只还没看明白 那熊玩意儿的心思 你真是老糊涂了 跟二奶奶不一样 二爷爷是老党员 以前呢 干过大队会计 东跑西巅的建设很多 虽然现在不管事了 但目光阅历都还在 父亲跟母亲 终归是不一样 他哪是想把老婆孩子 户口转回来呀 二爷爷一听二奶奶的转述 很快就想明白 这个混账儿子想干啥 这是想转回户口来 要常理分红 二奶奶之前呢 心里多少觉得不打对 却想不明白 这一下啊就愣住了 吕剑武连忙过来问道 到底咋个事啊 二爷爷简单地说了一遍 包括吕东在内 偷不言语 旁观者清 吕剑道的为人咋样 这些年看得还不清楚啊 吕家食品加工厂的控股方 是村集体 村集体的分红咋算的 那是按照户口算的 要吕家村的户口的 才是这个村集体的一员 外来的人 就算在村里买了房子 没户口照样是没用 这种事多少有点类似于 曾经的小产权房和宅基地 你买了某个集体单位的小产权房 或者宅基地 本身却不是这个集体的人 后期拆迁赔偿的话 那麻烦都是成锣筐的 二爷爷本来稍微有点期盼的心呢 就冷了 这混账玩意儿 跑出去就跑出去 我就当没这个儿 又回来图谋集体财产 我真是眼瞎 讲了这么个不要脸的玩意儿 长了这么个白眼狼 剑五 他冲吕剑五说道 跟你爹说 手续不能给他办 二爷爷说完 又挥手 我亲自去跟老三说 他想到二奶奶说的另一件事 问吕东道 东子 那混账玩意儿 找你帮啥忙 吕东多少有点犹豫 说就行 二爷爷是看着吕东长大的 这一年来呀 吕家村发生的变化 和吕东之间的关系 更是一样一样地看在眼里 吕剑人把奶烦倒 哎 东子 二叔叫你说 你就说 呃 他想在单位竞争一把手 托我约大学城的管委会杨主任 出来吃个便饭 吕东简单地说了一遍 二爷爷的火更大了 就这么个熊玩意儿 还想生旨 他就没点自知之明 就不知道德不配位 他屡见到 何德何能 叫咱满村给他擦屁股 多年积累的火 原本在今天呢 有所缓和 但今天这一出 是火上浇油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小问题 而是常年累月积累的结果 他看向吕东 担心吕东年轻 抹不下情面 特意说重话 东子 你要是帮他 别怪你二爷爷 跟你翻脸 吕东最担心的 其实是二奶奶 过来求他帮忙 这样他还真的不好办 二爷爷这边 倒是没怎么担心过 话说回来 他吕剑道 做出这些事 凭啥要求人给他帮忙啊 如果吕剑道 一直正常 二爷爷老两口 可能不是这种态度 但多年来 连续种下的恶果 冷了人心啊 二爷爷去村委会 找吕震林 留下二奶奶 一个人流眼泪 吕东等人呢 把二奶奶送回家里 说了一通宽慰的话 老人总算是 稍微平静了一点 回到吕东那边 吕剑舞摇头道 今天这都叫什么事 那个混账玩意 还不如不回来 吕剑人呢 喝光了一杯茶 说道 哼 咱们村厂里那年底分红 按户口分 一人砸也得上千块 两口子户口转回来 这就顶他半年的工资钱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74集 在厂里干了这大半年 又跟吕东跑了一个多月 尤其频繁与大学城各种公家单位接触 吕剑人呢 本就社会经验丰富 这下看得更清楚了 文化工这种冷门衙门呢 一年到头也没几个游事 这不是小钱吗 行 七哥 吕剑武士嘖嘖称奇 你这水平 长得挺快啊 吕剑人呢 立刻是翘尾巴 我平时我是不惜说 我懒得说 他冷哼一声 我看啊 老五那混账啊 不只想要把户口转回来换分红 连老两口的那份 也想要 吕东叹口气 唉 他还不如不回来呢 吕剑武士完全赞同 二伯他们本来就不大响了 这一闹 今天过年都过不好 这事呢 到这里就算了 我就当我没见过他 吕剑人呢 本身就喝了酒 这口气 窝在心里好多年 忍不住说道 要是他再来折腾 吕东啊 给他倒杯茶 去说 你幼儿点 殴打国家干部 可不是小事啊 吕剑武也说道 别整天想着动手动脚 吕剑人呢 却左右看看两人 说道 哼 你们俩的 一个个的没得长进啊 整天脑袋里想的啥呀 吕东和吕剑武呀 叫他给说愣了 吕剑人 是大气凛然 他要是再来折腾 老八 你是专业级的 又在贡献方案那干过 你收集材料 我去县里举报他 我怎么也是在县里边 贡发系统 挂名挂号的 我还有本证书呢 啊 他看眼吕东 我学冬子 走正规路子 去乡国的部门 我举报他 我就不信了 我把证书亮出来 他们不接待我 还别说 吕剑人呢 是拿过建议勇为的 先进个人的 公安系统啊 至今还流传着 关于他这个 超级卧底的传说呢 没法不流传 因为事情啊 比电视里演得 还要离谱 卧底卧道 折服人贩子 啊 让人贩子头头 甘愿把老大位置 让出来 不四处流传才怪呢 说道 维护吕家村 吕剑人是向来积极 一个发洪水时 敢口出狂言 要去扒上游河堤的人 可想而知 吕剑人呢 又说道 他不是想要钱 想让东子找人 帮他进步 他再来折腾 我叫他一辈子 别进步 吕东接话道 据说啊 人只要不再来折腾 游到他去吧 吕剑武 点点头 嗯 我看僧面 看佛面呢 吕东叹了口气 唉 毕竟啊 是二爷爷的亲生儿子 村委 送二哥出去 吕震林呢 回到办公室 站在窗户前面的大院里 脑袋是嗡嗡的响 这他娘的老五 真是贪心不足 幸好二哥是老党员 他不糊涂 这事绝对不能办 吕震林呢 看着大院里 金春心重的小书 想到无论是他 还是吕东 或者是其他人 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吕剑道的事 一旦给办了 那就等于开个口子 后边会引出 无数的麻烦 吕家村出去的人 不止吕见到一个 这些年下来呀 老老少少还有很多 尤其是在外地 工作的那些 户口早就转出去了 那些人要求回村呢 不是说不行 而是对村里 现在的人他不公平 还有 村里嫁出去的闺女 闺女的孩子 闺女女婿等等 甚至七大姑 八大姨之类的 各种亲戚 是数不胜数 去年 村里只是象征性地 发了一点红利 今年的分红 还没有统计 但这一年来呀 厂子的发展 吕镇林心里有数 哪怕要预留 足够多的发展资金 每个人的分红 也会在四位数以上 钱财动人心呢 别看村里 现在人心起 都团结一致地 往前努力 但冬子有句话说得对 永远别低估 金钱 在人们心里的分量 今年的分红 一旦发下去 这边转入户口的 口子一开 嫁出去的闺女 买出去的户口 各家的亲戚等等 会有无数 要求转入户口的人 驴家村现在就 一千来号人 这方面不控制 说不定啊 明年年底时 驴家村在即户口 能上万 这点啊 还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一旦人把心思 放在这方面 整天琢磨起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还有几个人 愿意继续发展场子 去努力工作打拼呢 与其留下无穷的后患 不如一开始 就定死规矩 清兆河上游 花工厂所在的 那个下家村 前两年好得不得了 这几年呢 村里整天闹 不同性的人之间 同族不同家的人之间 因为股份和分红 打架的还少吗 今年换届 直接干群账了 吕家村啊 绝对不能这样 吕震林思考良久 有些事必须走在前面 坐在前面 回到办公桌后面 吕震林刚想打电话 通知村委和厂里的大股东们开会 但电话拿起来又放下了 这事啊 牵扯到不少人的利益 现在不是敞开说的时候 最好先拿出个方案来 得找有责任 有担当 有见识的人 商讨一下 吕震林呢 首先想到的不是李会计 不是胡春兰 而是吕东 或许 吕东 最适合 吕震林拿起电话 打了吕东的手机 让他明天呢 过来一趟 第二天一早 吕东给杜小冰 打了个电话 让他自个儿继续跑全南 直接呀 去村委 找吕震林了 俩人关上办公室 吕震林呢 以对同龄人的态度 跟吕东详细说了 昨天考虑的种种 吕东之前 也没想过这方面 发现呢 确实是有点复杂 三爷爷 听你这么一说 这个口子还真不能开呀 吕东边思考边说道 这要有个先例 后边能扯出 一大摊子的麻烦事啊 吕震林轻声说道 不怕别的 就怕各路亲戚 谁家没有几家走得近的亲戚 等到咱村分红一出 眼馋的人肯定少不了 要是有个县城的例子摆着 他没有继续往下说 吕东听得明白 仔细想了会儿 说道 普通户口迁出去的 都是转成非农业 再想转成农业户口 难度非常大 这方面呢 也没法做到绝对公平公正 只要户口买出去走的 都跟去年分红一样 不能记住其中 如果他们眼热 咱们可以考虑 接纳过往村里出去 又帮助过村里的人 投资咱们村公司 拿投资当股东 吕震林呢 微微点头 我也想过这些 有些人 过往帮过咱们村不少 如果他们愿意投资入股 我们双手欢迎 吕东这方面 没有仔细考虑过 他也知道 吕震林只是征求他的意见 因此想到啥就说啥 还有一种户口迁出去的情况 就是考学出去的人 咱这边上大学呀 强制要求迁移户口 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这些人上大学期间 等于是户口在村里 大学毕业 如果户口转走 就按户口移出处理 如果户口签回来 那么还跟以前一样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七十五集 就目前的泰东来说 在公家单位就业 户籍都是随着工作单位走 吕震林办过的户籍手续有很多 自然清楚这一点 还想到了另一点 这样还能吸引人才回流 咱们公司缺乏高端人才储备 目前厂里年龄偏大 文化偏低 暂时还能顶得住 但岁月不饶人 日后的顶梁柱 还得靠年轻人 吕震林对于社会行事了解不少 就短时间内来说 在泉南河清兆这个地方 一家村办企业 想要吸引到高素质的大学生 可不是一般的难 编制大过天 很多人宁愿去公家单位熬资历 况且公家单位正在改制 稳定性是其他单位比不上的 曾经旅东身边发生过的事 年薪三四十万 在丈母娘眼里比不上小学事业边 是真实发生过的 吕震林边想着边说道 三爷爷 这些呢都比较容易处理 毕竟户籍移呢 首先要有接收方 咱们村把好关就行 最难处理的是闺女出嫁 吕震林缓缓说道 都说嫁出去的闺女 拖出去的谁 我觉得这样不成 男孩女孩 都是咱们吕家村 吕吕两家的娃 得一视同仁 但人嫁出去 也不能把集体财产带出去 吕震林提议 这可能涉及到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三爷爷 你最好问问我八叔 这方面呢 他比较专业 这算是个难题 他也只能说是给点建议 具体啊 还有村里的一帮人去做决定 嫁出去的人 只要户口继续留在村里 仍然保有分红权 吕震林 微微点头 这也是个法子 我好好想想 先拿个草案出来 吕东 有提醒到 分红得控制比例 不能影响到公司的扩张发展 吕震林 吕震林说道 只有纯利的百分之二十 后面 我想着进行改制 便于分配更加合理化 具体 我得想想看 后面呢 俩人又说了不少 涉及到方方面面 又把吕建武给叫了过来 询问法律方面的意见 吕建武的户口呀 早就出去了 但是啊 公司里边有投资 接着 又找了李会计过来 四个人呢 从上午 一直商议到晚上 增加了些 例如正在就读大学 和公司成立后 出嫁的闺女 也在内 其实去年分红后 很多人就留了意 家里女娃出嫁 户口呀 基本都留在村里 可别小看 人们在这方面的嗅觉 李会计翻了下 从去年分红到现在 吕家村出嫁的闺女啊 愣是没有一个 牵走户口的 这些当然不可能 照顾到方方面面 只能是先商议 再确定 一步步地完善 有吕震林的威望 又顾及村里 目前所在户口家庭的利益 小贩为征求意见后 基本上没有反对的 这本就是 维护现有村民股东的利益 为国加油 偌大的室内体育馆内 响起一片 帮乔卫国加油助威的声音 乔卫国头戴护具 手套全套 下身一条大裤衩 上身穿着背心 背心上面呢 有醒目的 少林寺三个大字 露在衣服外面的地方 绷起一道道 精悍的肌肉 只是手臂纹身上 纹着一串英文字母 向众人诉说着曾经的中味 乔卫国步伐灵活 进退有据 重心放低 小碎步动起来 似乎全身上下 无处不动 乔卫国加油啊 有清脆的女生在喊 隔壁的健身操的班里呢 有些女生跑过来看热闹 由于乔卫国呢 每周都过来上两到三次课 对练的时候啊 愿宝山交的学生里边 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 渐渐地成了这里的知名人物 乔卫国晃动身体 寻找机会 却不敢贸然出手 因为啊 对面的人是吕东 吕东身高马大 转弯半径肯定也大 论起灵活程度 肯定比不上乔卫国 面对着他的光头啊 以不变应万变 偶尔乔卫国试探的拳头 打过来 吕东也不躲 全是用拳头手臂挡下来 冤宝山的对象杨敏呢 也站在外围看 他是宋娜的剑美操 和瑜伽课老师 问宋娜道 他们谁能赢啊 宋娜低声回答 这么正式 按照规矩打很难说 但私下里 卫国打不过吕东 杨敏好奇 为什么 我听宝山说 卫国的天赋很好 基础也好啊 以前还练过传统武术呢 宋娜突然笑了 因为卫国比吕东奖规矩 杨敏也笑 叫你男朋友知道了 小心不高兴哦 俩人呐正说着 乔伟国不再试探 一步到吕东侧面 一记百拳 直冲吕东的面门打去 比俩人第一次干仗时 速度要快了不少 吕东虽然呢 时不时地也来练练 但论及训练的量 远不及乔伟国 加上人高马大 没受过专业化的步伐训练 躲是躲不开的 抬手就挡在面前 喷的一声 俩人拳头撞在一起 乔伟国灵活快速的一面 是充分体现 不等拳头收回来 下边蹬腿 就揣吕东的腿 吕东后撤了一步 乔伟国趁势压上 后手重重地打了出来 这一下躲不开了 吕东用足力气去挡 乔伟国的拳头呀 打在他手臂外侧弹开 另一只手的拳头又到了 幸好这半年多了呀 陆陆续续来练过不少回 吕东要是像以前那样 只会打王八拳 乔伟国的组合拳呢 肯定有不少会落在他头上 论及身手灵敏 吕东这个二把刀 找乔伟国这个专业训练过的 有一定差距 但有一点 俩人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身高体重差得太多 吕东啊 从小就打烂架 不少时候还一腿多 比一般人呢 可扛走多了 乔伟国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吕东护具上难免挨了两拳 但没啥大问题 人的体力都有限 进攻一阵肯定要喘息 乔伟国收手准备拉开距离 吕东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趁着身高必长的优势 趁机用力往外推乔伟国 大跨步往前 拳头啊直奔乔伟国而去 乔伟国叫吕东推得是重心不稳 不好再躲 只能硬挡 吕东的拳头砸在他胳膊上 乔伟国的手臂就歪了 这种情况 乔伟国抬脚防守 想要用脚阻挡住吕东靠近 但俩人的力量和体重有差距 吕东危动身体 以大腿应接乔伟国蹬过来的脚 左手一拳 打歪乔伟国赶紧架起来的手臂上 又落在了护具上 乔伟国苦练力气 提重增加了一些 但还是太轻 这一拳下去啊 颤力不稳 差点摔倒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七十六集 乔伟国 加油啊 还是个女声在喊 乔伟国呀 却抬起手 停 吕东 立刻停下来 问道 不打了 乔伟国摆手 不打了 愿宝山呢 这时过来 先问了下乔伟国 看他有没有问题 才说道 这轻量级 把中量级 有点难 有学员过来呀 帮乔伟国 摘拳头护具 宋纳穿着运动服 大大方方地进到场里 碰吕东啊 摘掉拳套 吕东脱下护具 揉着胳膊 上面挨了不少拳 其实啊 挺疼的 愿宝山呢 把吕东和乔伟国 叫到一起 说道 卫国 基础好 动作扎实 脚不灵活 他看眼吕东 暗地里摇头 天赋有时候啊 比努力要重要多了 吕东 你天成条件好 身高 体重 臂展 力量 全都占据压倒性优势 卫国 你相当于 跨级别挑战 能打成这样 不容易 在他看来 如果吕东 从事搏击这一行 绝对属于老天爷 赏饭吃的那种 可惜啊 人家现在是身家不菲的大老板 用不着拼这个 乔伟国 看得倒是挺开 以前 东子一拳我都切不下来 能打成这样 我进不挺大的 吕东说道 你要是游度的话 场地这么大 我拿你也没啥好办法 乔伟国摸着光头 直视笑 吕东和乔伟国呀 去更衣室换衣服 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散了 宋娜一直在等着他俩 见到乔伟国出来 说道 卫国 你都有支持着了 乔伟国不好意思 没 宋娜说道 没听到有人给你加油 跟我一起上 见米操课的 乔伟国是实话实说 不认识 杨敏和愿宝山夫妇 趁实走了过来 宋娜 穿门给吕东介绍 这是杨敏老师 我见米操和瑜伽课的教练 杨老师 这是吕东 我男朋友 这是乔伟国 我好朋友 吕东和杨敏握手 杨老师好 这个杨老师体型修长 虽然三十多岁 但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一看呢 就是专门锻炼的那种人 他跟运宝山呢 是一对典型的运动型夫妻 杨敏笑着说道 早就听宋娜提起过你啊 一直没见到人啊 他又跟乔伟国握手 我家老爷一直遗憾 没早点遇到你啊 乔伟国笑笑 我得谢谢袁老师啊 袁宝山这时说道 你交了钱 我当然要尽心交不是吧 他看眼吕东 我向吕东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宋娜接话道 他整天忙 事情多到处跑 袁宝山说道 吕东报了课 过来的次数呢 都能数得过来 吕东客套两句 以后呀 一定常过来 麻烦袁老师 杨敏呢 看东西都收拾好了 说道 啊 快到关门时间了 我们走吧 一行五个人 一起出了室内体育馆 天色略微有些发黑 袁宝山主动邀请道 吕东 回国 宋娜 时间不早了 咱们一起吃个便饭 今天呢 我请客 不管怎么说呀 人家教学都挺上心 而且从这个学期起 杨敏呢 都不收宋娜学费了 吕东哪能叫人请客呀 连忙说道 别别别 请客也得学上请老师啊 宋娜听吕东这么说 一把挽住杨敏的胳膊 杨老师 你教我这么久 给我一个表达感谢的机会吧 拉着杨敏去 冤宝山自然也会去 杨敏说道 宋娜呀 你感谢我好几回了 话是这么说呀 倒也没有拒绝 五个人出了校门 一起呀 去北边的创新港 到了吕氏火锅的店里 店里人多 幸好来得早点 还有座位 否则吕东这个老板呢 也得等上一会儿 五个人是边吃边聊 岁数相差并不大 说的呀 都是运动类的话题 倒也是挺融洽 比如杨敏和院宝山俩人呢 就认识杜晓兵 聊着天 乔卫国这个实在人问道 温老师 我下年想跟着你继续练 啥时候肯定学费啊 先不急 冤宝山赶紧说道 下半年我这边还没有定下来 先不能收你学费 吕东问道 不再周生了 宋娜更了解情况 学校真的不租赁场馆了 杨敏似乎不想多说其中的一些事 含糊说道 学校里面继续办下去有困难 苏娜 你了解 我们这一个 虽然是学校规定的收费选修课程 但要说正规呢 也算不上特别正规 与其接下来被整顿取缔 不如从学校里面出来 找个新场地去办啊 苑宝山揭话道 在学校里面 总务 行政 都是卡着我们的大爷 有些事 不上贡就不好办 我和杨敏忙活上一年 挣的那点钱呢 还不够送礼的 学校内的很多情况呀 确实是客观存在 吕东就在大学城 也有所感受 听到这俩人的话 宋娜却留了心 问道 杨老师啊 任老师 你们找好场地了 还没有呢 杨敏笑了笑 啊 慢慢来吧 幸好啊 我们都是一个学妻 一个学妻的收费 几个人说着话 苑宝山呢 去上了洗手间 这两口子都是讲究人 之前说要请客 苑宝山就来到前台 将要先把账给结了 这桌号一爆 前台的服务员呢 不肯结账 不好意思啊 这位老师 老板专门交代过 这一桌记在他账上 不让我们结账 苑宝山坚持要结账 别这样 我直接给钱 服务员态度极好 您这样 让我很为难 苑宝山是没办法 只好回去 也提了这一茬 吃过晚饭 杨敏和苑宝山 两口子回学校 乔卫国呀 去公司拿东西 吕东给七叔 打了个电话 准备回家 宋娜陪他站在路边 问道 周末我去你那儿 买点啥 婶儿有没有喜欢吃的 啥都不用买 吕东说道 只要你去了 我妈就高兴 宋娜呀 干脆不再问她 知道问也问不出来 东西呢 肯定是要带 吕东想到 方艳第一次上门的情形 提醒道 哎 你去了 我妈得给你东西啊 你就收着 宋娜这方面是 懵懵懂懂 随口应道 行 他问道 当时没别人吧 心里呀 多少有点忐忑 吕东说道 就我家里的人呢 我妈 我大娘 大伯 嫂子 吕春那天出差 没空 周六上午 吕东从大学城 接着送纳 拉着他呀 去吕家村 我衣服行不行啊 宋娜多少有点紧张 你看 哪里有不合适的 提前跟我说啊 吕东转头看了一眼 相比起在学校 宋娜穿得朴素不少 灰色的女子大衣 加上牛仔裤 运动鞋 平时散在脑后的 长款拨拨头 也特意梳起来 绑成了一个短马尾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77集 挺好的 吕东随口说道 宋娜呀 还是不放心 认真点啊 第一次去吕东家里 忐忑不安 肯定是有的 吕东啊 空出右手来 轻轻地拍了 宋娜的手一下 说道 我妈 我大伯 我嫂子 你见过的不止一会 有啥好紧张的呀 宋娜 深吸了一口气 这能跟以前一样 桑塔纳叫车呀 来到高速公路桥洞 旅东立刻放满车速 桥洞不止位置低 下边啊 更是坑坑洼洼 宋娜抓紧扶手 好奇地看着 就没人管 啊 谁管呢 只能说 任何东西啊 都有两面性 高速路呢 方便了交通 但是下边的桥洞子 却成为乡村间的 一大祸害 由于没有任何 配套的排水 但凡下雨啊 就是汪洋大海 至于维修 吕东啊 倒是听说 每年有不少消息 地方上认为 高速集团管 高速集团认为 是地方上的路 两边不停地扯皮 一扯就是十几年 到头来 也没人管 宋娜在成长 见过很多不好的一面 尽管吕东没有细书 却也大致明白 他说话的意思 来到刘湾路口 宋娜看了一眼 路口东边的村庄 问道 这是刘昭帝他们村 吕东应了一句 对 就是刘湾 刘昭帝他爹啊 学大队书记 宋娜恩了一声 看向正前方 前面啊 有座村庄出现 上次吕春结婚来过一回 但与这次过来 体会是完全不同 怎么说呢 感觉比高口看成绩 还要忐忑 村庄门口没有任何标志 一条南北大路 直通北边 随着距离拉近 能看到最北头的河岸 从中间分开 露出一座石头建成的大桥 到了 吕东提醒一句 这就是吕家村 宋大看左右两边 跟其他村啊 不大一样 墙上最多的不是 只剩一个好的标语 而是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和为实现 共同富裕而努力 之类的话 来到村里的肉食店 铁公鸡啊 提着兜 从里边出来 正好看到 吕东的车过来 冲他这边招手 吕东停车降下窗户 铁叔 铁公鸡 不搭理吕东 从窗户呀 看副驾驶 小松 过来了 他经常开车去大学城 给吕东送货 也认识宋娜 宋娜笑着喊人 叔 去吧 铁公鸡呀 摆动着挂着 小收音机的那只手 赶紧去家里 来到小学校附近 从路口往西拐 进入东西道 往西没多远 再往北 就到了吕家村的老街上 一见老街呀 跟之前看到的 完全不同 前面基本都是 红砖瓦房 老街呢 全都是青砖青瓦的建筑 墙头房顶上 能见到枯黄的野草 老师的建筑风格 加上陈旧的建筑 时光啊 仿佛一下子 倒退了几十年 隔着一段距离 宋娜就看到街边啊 有个门口 颤着胡春兰 方燕和吕东的大伯母 知道那儿 就是吕东的家了 人都不是第一次见 他呀 稍微调整一下情绪 免得太过紧张 这一年多里 宋娜长得最多的 除了见识和生意精 就是自信 车一停下 不等人过来 宋娜赶紧开门下车 挨着喊人 婶儿 大娘 嫂子 胡春兰笑得合不上嘴 哎哟 小宋来了 吕东下车 打开后备箱 宋娜过去拿东西 方燕哪 过来帮忙 胡春兰和李敏 也跟了过来 哎哟 人来了就行 拿东西干啥呀 啊 宋娜笑着说道 哎 就点花生 核桃和瓜子 家里自个儿种的 方燕接下两个兜 吕东啊 拿了另外一个箱子 街上不少人 知道吕东谈的对象 今天上门 街坊邻居 难免出来看 七八个人过来 吕东 只能挨着介绍 这是二奶奶 这是婶子 那个呀 是大娘 好在大白天 大部分人呢 都去厂里上班 街上人不多 宋娜 本就是农村出身 对农村街坊邻居间 懂得也多 不用吕东多说 就按照吕东介绍的 挨着喊人 二奶奶说道 歪头冷啊 春兰呀 快带人家进去 别冻着 啊 胡春兰和李敏呢 领着宋娜去家里 来到门口 宋娜抬头看到 门梁上的 红底儿黄字木牌 这是一个光荣之家 吕东严格要求自身 不想给家里的 父亲抹黑 他以后呀 也得这样 街上 剑舍婶子 看着人都进去了 说道 东子找的这对象啊 人长得漂亮 嘴也甜 挺好的 哎呀 就是黑了掉 二奶奶说道 哎呦 比东子白呀 另一个大娘接话道 这倒是啊 冬子打小啊 就黑不溜秋的 进了点着炉子的东屋里边 方燕忙着冲茶倒水 胡春兰和李敏呢 拉着宋娜 拉家常 免不了问问 另一边家里的情况 中国人找对象 向来不是俩人的事 而是两个家庭的事 至于经济条件啥的 胡春兰问都没问 一方面呢 这边不在乎 另一方面 他去年就知道 宋娜在做买卖 今年呢 更是连接开店 买卖做的也不小 其实 宋娜跟方燕一样 是正儿八经的本科大学生 胡春兰和李敏呢 都满意的不得了 胡春兰说道 东子这学习呀 你们老同学 小宋 你比我清楚 发上了高中啊 想争个倒数第二 都得看别人发挥 从小到大 叫人操碎了心 唉 要是他学习上 能有你一半就好了 宋娜说道 这比以前好多了 李敏呢 也忍不住 哎呦 这兄弟仨呀 有一个算一个 学习成绩啊 都是从后面数的 吕东接上一句 哎 我大哥拿出 装科学历了 李敏呢 看了一眼方燕 都是你嫂子的功劳 要是你大哥自个儿学 还不得学到 红年马月啊 方燕冲好茶 吕东连忙接过茶壶 给众人挨着倒水 方燕搬个椅子 坐在桌边 说道 小宋也在监督冬子学习 经常陪他一起 去省大厅课 宋娜笑着 主要是他愿意去 扶春兰也笑 这样好啊 多学点东西 将来啊 总有能用得上的地方 东子 不是我说你啊 你学习上 得积极着点 哎 就说咱厂里 哎哟 一堆四时五时的呀 整天呀 抱着书看的 分析设备说明书的 有的是的 他对黎敏说道 嫂子 咱这一半啊 文化差得多 会的东西啊 太少了 黎敏点头 哎呀 谁说不是啊 你好坏还读到初中呢 哎呀 我呢 小薰念完就下来干活了 外边有脚步声 吕东听着拖拉地的声音 就知道是谁来了 赶紧起来打开门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78集 果然 七叔从大门过道转过来 来到门前 宋娜赶紧站起来 喊道 七叔 别出来了 吕建仁摆了摆手 对黎敏和胡春兰说道 哎 嫂子 今天脚黑的 看到胡春兰的眼神 吕建仁不好意思地笑 连忙改口 上次跟宋娜说 咱存特色 我给带来点好吃的 说着手里提着的袋子 递给吕东 都处理好了 直接吃就行 吕东啊 不跟七叔客气 结果看 是严局养辣子棍 一会儿啊 我大伯就过来 七叔 你留下 喝一杯 吕建仁虽然是魂不令 跟宋娜也非常熟 但知道 今天呢 日子不对 哎呀 别的了 我这儿还有事 得去给三叔帮忙 他往外走 吕东 宋娜和方艳三个小辈 送他出去 回来 胡春兰和李敏呢 去收拾饭菜 宋娜想要帮忙 被俩人给推掉了 让他呀 留在屋里说话 方艳看得出来 宋娜挺好奇的 这吕东说道 通子 你带小宋 在家里看看 吕东说道 行 俩人呢 从东屋里出来 宋娜看到 吊在影壁 和枪春树中间的沙袋 问道 你以前就打这个 以前都是瞎胡闹 那时候啊 啥都不懂 按照院宝山的说法 没打出个好歹来 也算是他运气好 进堂屋 宋娜看到吕建军的相框 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 吕东按照习俗 也给宋娜回礼 宋娜也没说啥 因为他那边啊 有着类似的习俗 毕竟他严格来说 还算是个外人 又看堂窝里挂着的字画 宋娜问道 你当初就是用这个 用了一千块钱 吕东实话实说 我爷爷的字 那位专家 愣说是古代书法大家的作品 最后呀 我一千块钱 卖给他们几个瓷器 没有那一千块钱呢 后边没这么多字节 信货摆摊的 宋娜又跟着去西屋 这是吕东睡觉的屋 里边呀 陈设特别简单 一张桌子 一张木板支起来的床之外呢 再加上一个老式大立柜 四边的墙上 白墙皮有些地方 开裂脱路 露出里边的青砖 老房子 好几年没维修 等将来呀 整条街道一起修 宋娜坐在床边上 床是硬邦邦的 看着床头贴着柱子和天歌 这也是墙上 唯一贴着的东西 我们八九岁那阵啊 电视台天天放这个 吕东简单说道 男孩都喜欢 宋娜也看过 我记得 开始是流行变形金刚 后来又是上道士兴史 她看着桌子上 有个相册 我能看 想看啥 自己拿就行 宋娜呀 取过相册打开看 里边啊 大都是吕东小时候的照片 还有几张三四岁 光着屁股照的 听赵娟娟说呀 一个男的 要是肯让你看 她婴幼儿阶段的照片 就代表呀 真心诚意地接纳你了 还有些是上学时候的照片 不过呀 大多都是俩人 吕东和李文月 到了初中 渐渐地增加了一个人 没认错的话 应该是刘昭帝 宋娜记的这仨人呢 从初一开始 就是同班同学 看了有一会儿 吕东大伯过来 俩人呢出去打招呼 很快开饭 吃过饭 吕建国呢 要去县里的建筑三公司 送他出门以后 又说了一会儿话 因为送那之前呢 就对吕东成长的地方好奇 吕东干脆领着送那呀 出来到处转转 俩人出门往北走 准备去河堤上 送那边走边好奇地看 这样从南到北 都是老房子的街道 即便是在农村呢 也很少见到 感觉古色古香 吃过一顿饭 送那仙里有了底儿 心情啊更好了 有种历史的厚重感 吕东笑起来 历史厚重感没感觉到 就感觉虫子老鼠多 就我那屋里呀 天只要一暖和 时不时的 就掉个蝎子蜈蚣下来 上次呀 我还叫蝎子给遮了 送那前后看看 见街上没人 悄悄拉住吕东的胳膊 你五毒教教主 虫子天然跟你亲戚 吕东拉着他 拐去河堤那边 虫子呀 都快被吃绝产了 送那说道 七叔真厉害 羊娜子都能做成 特色美食 味道还挺好 要是能量产 能不能做成 吕家熟食的 一个特色产品 吕东琢磨一会儿 嗯 别说 可以是少 这玩意儿没人养 但在树上泛滥成灾 十里八乡的到处都是 改天试着收点 看能不能收到 没法批量生产 只能做了自个儿吃了 送那就随口提了一句 味道挺好 得小孩当灵祖也行 不知道为啥 吕东啊 忽然想到吕兰兰 别说虫子了 只要是好吃 吕兰兰长虫 也敢吃给你看 估计啊 七叔没给兰兰吃过 要不然河堤上的养辣子 还真得成了绝户 敢拿斧子剁猪头的拦拦 吃养辣子 估计啊 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俩人呢 来到河堤边 送那去看围起来的 百年大槐树 好奇地转着 绕了一圈 即便是清兆河南部山区 这么粗大的树 也是非常罕见的 吕东简单说道 这个呀 是镇合神树 据说树下边 镇压着一条大长虫 一旦出来呀 就会兴风作浪 祸害乡里 宋娜好奇地问道 吕家村版的白娘娘 难道你们这儿有许仙 吕东实话实说 七叔自编自造的 吕家村版神话故事 他率先上了河堤 等宋娜顺着坡道上来 就说道 吕家村的各种鬼怪传说 少部分呢 是老一辈早年间 传下来吓唬孩子的 大部分呢 是七叔年轻时候 开始编的 这十几年传下来呀 大家伙也分不清 哪些是老的 哪些是七叔编的了 感觉七叔老厉害了 宋娜看了眼睛照合 河水还没有完全干枯 那点死水都是黄绿色的 河里也遍布着垃圾 跟印象里是完全不一样 他问道 你不是说夏天经常下河游泳 就在这种水里 吕东明白他的意思 那是小时候 这些年呢 污染得厉害 最近一次真正下到河水里的 还是去年夏天发大水的时候呢 冬天里 河堤上基本是闻不到怪味 俩人呢 沿着河堤往北走 宋娜来到一棵酸枣树边 看到上面有新折断的枝条 伸手够不到的高处 还能看到养辣子棍 低处呀 却很难再见到 哼 估计呀 是七叔搞的 宋娜微微点头 七叔挺有心 七叔呀 贴了那么大一个袋子过来 方燕又不敢吃 明显呢 就是叫他尝个仙 俩人呢 来到三角大坝 这边河堤修得最多 能见到不少维修的痕迹 比对起对面破损的河道 这边啊 看起来是结实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七十九集 站到三角大坝的最前面 宋娜问道 这就是你发现 差点开口的地方 吕东剁了下脚底的三河土 当时文悦就在这 哎哟 幸好没出事啊 说话间 想到一年多前 想到曾经的十多年前 转头去看吕家村 那时的吕家村啊 大都倒在这大水里 后来虽然重建 但吕家村 被这场洪水冲垮的 不只是房子 还有人心和意志 就像被打断了脊梁 即便是医好了 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到最后 这个越来越小 越来越穷的村庄 跟泰东大部分小村子一样 没有逃过被兼并掉的命运 吕家村彻底成了历史 等到吕东这一辈的人没了 或许啊 不会再有几个人记得 这里还有个吕家村 也是到了村子被兼并的时候 吕东才知道 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知道家乡在心里 有着何等重要的位置 所以 2019年的夏天 哪怕是狂风暴雨 哪怕吕家村早已叫人兼并 撤销的行政划分 吕东啊 依然开着车 顶风冒雨地回来 回到这片河堤上 去抗击洪水 大概也是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 为了倒在洪水中的牢牢烧烧 好在 吕家村的命运呢 已经是改变了 未来会怎么样 没人知道 但在吕东看来 咋也比曾经穷得叮当响 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最后叫别的村庄兼并抢吧 叫人赋予村兼并 那就真是后娘养的了 宋娜看到吕东盯着村那边出神 没有开口说话 一直陪着他站在这 好一会儿 吕东不好意思说道 我走神了 宋娜笑笑 没事 他好奇问道 想到啥了 我得想啊 那天要是洪水漫滴 吕家村啊 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不是没事吗 宋娜宽未到 别想这些不好的事 你看 这边的河堤都维修加固过了 再来洪水也不怕 对 或许扛不了太长时间的 吕东啊 不是没有大局意识 但一个人的力量 能做到的就有限 能扛的 比别的地方更长 就行了 宋娜提醒道 这话 咱们自个儿说说就行 可别出去乱说 你也不是一般人 会叫人议论诟病 吕东想到 政协委员的身份 虽然享受便利 可也要负起责任 说道 等明年开会 上面要是还没动静啊 我就提修缮河堤的提案 哪怕不能推倒重建 也得想办法加固啊 整个清照 因为那场大水 因为吕家村 因为大学城 因为关于吕东的种种 变化的东西太多了 谁敢保证 直到2019年 才出现1998年 那种规模的洪水呢 宋纳知道很难 却说道 这样也好 不管怎样 都能提醒一下上边 最近呢 他跟纳塔莎 好各种手续 与不少部门 直接打交道 见的实在是太多了 有些事啊 不到火烧眉毛 根本就不想着去解决 甚至到了眼皮底下 有时候能拖一时 就拖一时 这还是在杨烈文不断规范 加强管理的大学城呢 做事难 想做事的人呢 同样难 吕东看到 宋纳情绪有点低落 赶紧转移话题 嘿 你看那边 那就是铁书的养鸡厂 宋纳看到 白墙蓝顶的厂房 占地面积还不小 吕东 继续说道 村里的厂子 和咱们公司的店铺规模扩大 铁书铁水的加工厂呀 也在扩大 村里人大部分呢 在熟食加工厂上班 铁书的厂子呀 雇的大多是邻村的人 工资比得上 县城普通的行政别 在农村呢 那是高收入 宋纳听着 偶尔啊 附和一两句 吕东做的事 能够帮到周围的人 他一直坚信着这点 在往北 下了河堤 沿着碎石路走 就是以前的苹果园 现在的吕家淑市加工厂 可正是忙的时候啊 路上车来车往 宋纳隔远看了会儿 没有凑过去给人添麻烦 通过跟吕家村的七叔七婶 李文玥和铁叔等人接触 他大致了解了 吕东在村里年轻一辈 绝对是属于领军人物 说要是带女朋友过去 少不了是一通麻烦 只是看下骨灰堂屋 几下蹲着的神兽 就跟着吕东啊 往回走 回到家里 跟胡春兰和李敏 又聊了会儿 期间呢 胡春兰塞给宋纳一个红包 宋纳是说啥都不要 婶儿 我还是学生 胡春兰笑着说道 小宋啊 你要不收 我这心里空老老的 啊 宋纳明白这话的意思 方燕呢 也劝道 快点收起来 要不 我婶子晚上真要失眠 听到这话 宋纳只能收起来 吕东从外边呀 提着熟食厂的一些特色食品 进屋里 宋纳提出了告辞 一行人出门 送到车上 直到吕东开车 转出老街 这才回去 李敏对胡春兰说道 哎呀 行了 这下你该放心了 胡春兰笑着 小宋跟东子是老同学 两边啊 直跟直底的 哎呀 他家里父母啊 老七家呀 见过不少次了 也不是事多的人 东子找这样的呀 是他的福气呀 方燕也说道 我这几个月 跟小宋接触得多 他除了有点要强 其他没得说 胡春兰又说 哎呀 就是俩人啊 都有点黑呀 将来有个孩子 黑不溜秋的咋办呢 啊 撒人哪 都笑了起来 回到大学城 李于东问宋娜 你去哪儿啊 学校还是小区啊 去小区 我爸妈还等着呢 叫你爸妈放心 我妈觉得 你找我是委屈你喽 宋娜诧异 为啥 学霸找了个学渣 他不委屈吗 我算傻学霸 宋娜笑着 不说体育生这层 我成绩也不算多好 进小区北边 车子停在楼边上 李于东打开后备箱 让宋娜呀 贴着东西走 宋娜无奈 我这去一趟 又收红包 又提了东西 成吃拿卡要了 李于东 关好后备箱 这是回礼 我也不大懂 你拿着就行了 我呢 就不进去了 行 宋娜准备走 回头问道 你明天去哪儿 我去全南 光美电器那边的范总啊 昨天给我打电话 约好了明天上午十点钟 见面聊聊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集 来到全南 李东因为时间还早 先到立下大润发电 去转了一圈 三家店铺 都在紧张地进行 最后的装修工作 李东跟谢公啊 专门聊了几句 又跟杜娟等设备商的代表 现场沟通 确定新店 能赶在大润发钱开业 这样的好处很明显 立下大润发店呢 在元旦当天开业 会有一周的开业让利大促销 新店能够从头到尾 跟着大润发蹭热度 挨着商超 房租又高于附近同等水平 好处自然也是有的 可惜啊 大润发购入改造的商商 商铺不对外出售 李东啊 又去最北边的汉堡黄店 的邻居那边看了眼 北边近150平的店铺 也在进行装修 肯德基已经确定 在这边开直营店面 但店铺租赁的晚 装修进度自然也慢 开也最快啊 也要一月中旬 乃至更晚 肯德基全南分公司的人 那天呢 李光跟吕东聊过之后 没有人呢 在跟这边搭话 吕东大致了解 以肯德基这种公司 短期内 不会把汉堡黄 当成竞争对手 双方的规模差距太大了 肯德基目前在国内的 直接竞争对手 是麦当劳和永和豆浆 等连锁餐饮 地方性的小店 这个阶段 很难对肯德基 带来真正的威胁 汉堡黄跟肯德基 在立下大人发的店 紧挨着 吕东啊 也想看看 两家店凑在一起 能不能发挥出 聚集效应 这边事不多 人员培训呢 都是在全南路店进行 跟安装监控的 传讯公司的人 又聊了几句 吕东啊 开车去了 全南路步行街 今天是周日 三家店呢 处于全南路的黄金地段 四楼有电完成和电影院 三楼有大人发 一楼有光美电器 还有些卖其他商品的店铺 千盛商傻巨大的客流量 为吕师餐饮三家店铺 带来了巨大的潜在消费者 火锅店特殊 这个店呢 暂时没有人 汉堡黄和麻辣烫店 全部是人满为患 吕东找到负责这边的傅招侠 了解具体情况 总的来说 没什么大问题 作为三家店的负责人 一个快速成长的店长 傅招侠渐摸清了很多工作的准则 只要他能够解决的事 就尽量不麻烦领导 否则肯定会被认为 没能力没担当 况且呀 这边千盛商杀 对店铺多有照付 他对吕东说道 遇到一些小事 便利都能顺利解决 前次有卫生部门 过来抽样检查 我们也顺利通过 吕东微微点头 这事他知道 公司的自我检测标准 远远高于相关部门的标准 没有人从背后推动 相关部门呢 也不会特意找你的麻烦 其实 大城市的相关部门 总的来说 风气呀 要比小地方好 越小的地方呀 往往越讲关系 越论人情 傅招侠不好解决的 也要跟上边啊 事实反应 三连家店哪边 总有人过来 让我们为他们提供 工美电器的一些 实时运营情况 我都是尽量让大家 面子上过得去 能拖着就拖着 吕东说道 可以 我们呢 跟三连家店没合作 但也没必要产生矛盾 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啊 该拒绝就拒绝 不过三连属于公家单位 与其和措辞上 委婉一点 傅招侠应道 嗯 是 吕东说道 有解决不了的麻烦事 联系我 或者杜总 都行 好的 傅招侠 见吕东说完 去忙自个儿的工作了 吕东等时间差不多 从后门啊 进入商场里 吕师餐饮的三家店铺 与里边的光美电器 就隔着一条通道 来去都非常方便 吕师餐饮呢 在这边没有办公室 店里又是人来人往 个人或者公事商谈 都不方便 吕东和光美电器的 负责人范云明啊 约好了 在光美电器商场的 办公室见面 来到光美电器 二楼不大的办公区 立刻有人呢 带着吕东 去了一间办公室 还没到办公室门口呢 门从里边打开 范云明迎上来 跟吕东握手 吕总 有段时间没见 你这边的生意 可是蒸蒸日上啊 两边关系还算好 免不了是商业互吹 吕东笑着说道 哎呀 我这边啊 也是沾了咱 光美电器的光了 在外边 跟人说话谈生意 出于基本的尊重 都是要互相捧一捧的 范云明啊 让开门口 里边请 我们办公室里聊 俩人进了办公室 坐在乡邻的两张单人沙发上 有人送茶进来 范云明笑着 前段时间 光美电器的黄总 要求我给总部提交一份 全南光美的深入合作名单 吕总的屡试餐饮 对光美电器开业以来 帮助良多 我把屡试餐饮 夹在其中 希望吕总 不要怪我擅自做主 嗨 哪能啊 人话说得客气 吕东啊 同样说得好听 范总啊 这是在提携小弟 啊 感激不见 都是在商场上混的 吕东 多多少少有所猜测 范云明今天约他聊聊 不可能是老朋友叙旧 俩人之间的私人交情啊 还到不了这一步 更不可能是为了这事 光美电器家大业大没错 但也不是慈善机构 上赶着要提携一个地方性的小餐饮企业 吕东啊 有自知之明 范云明能重视他 于湛龙等人是重要因素 范云明有过专门的了解 发现吕东这人啊 年纪小不假 却在一步步的构建商业的关系网 其中有一些呢 还可能会促进光美电器 未来在全南的发展 单纯放在全南 光美电器啊 不过是一家新公司 光美电器很强势 姿态也可以这么摆 它也可以直接向竞争对手 三连家电不断地施压 但光美电器打压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同时啊 最好还要拉一批地头蛇企业 傻子才会跑到全南来 跟全南一堆企业开战 范云明了解得多 所以啊 看得很清楚 吕东这边想走类似肯德基和麦当劳般的 连锁经营模式 单就千省商商三家电来说 暂时比较成功 三家电推出的各类餐饮产品呢 也很受时刻的欢迎 吕东 我前段时间 去大学城考察 看到你们有店 在大学城国际会展中心 银座店里边装修 范云明了解得 比说出的要多 吕东 这餐饮公司与银座方面有合作 这种合作呀 瞒不过别人 吕东略微考虑 说道 啊 有合作 吕氏餐饮呢 已经与银座方面达成了合作 呃 银座正在全南扩展市场 我们的店面呢 会跟着银座的商场走 不只是浅瑞 后边鱼占龙啊 也起到不小的作用 银座最大的股东 是全南商业局 这样的企业性质 范云明似乎看到吕东背后的那些人了 他说道 银座八一店和北原店正在建设 阎山等店也在规划 前两家据说明年就能开业 吕东 微微点头 嗯 初定是明年 具体啊 还在定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一集 范云明笑着问道 这些商场的承建单位 都是于总的亲生公司 他试探着问道 于总与银座关系匪浅 吕东笑着 这一点我还真不到了解 范云明没有追问 却自有判断 吕总 我有个设想 不知道行不行 光美第一步走成功了 但距离占领全南电器市场 百分之五十的份额 还有很远 想起东风的 不只是吕东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吕东很自然地说道 范总 愿门起响 范云明说道 光美电器 千盛公司 银座商城 和吕总的屡市餐饮 我们四家 可以在全南进行深度合作 千盛公司承建 装修和提供物业服务 银座商城 主打超市和日常用品销售 光美电器开发电器销售业务 旅士餐饮的店铺 可以为顾客提供休息和餐饮服务 在银座公司 目前没有涉足电器销售的情况下 四家公司的业务并不冲突 你看 我们汇聚在同一座商城里 能形成强烈的商业聚焦效应 为商场带来更多的客流量 互相促进 互相拉动业务 吕东仔细思考 依他积累的经验不难判断 光美电器加银座商场 组合在一起 不会比千盛商场 光美电器加大人发差 大人发呢 不是本地企业 除了全南路旗舰店 用于打响招牌外 其他大人发再建的大人发超市 根本没有让光美电器 营业的大场地 况且 大人发内部也有电器业务 只是占比很小 毫无疑问 范云明的提议 看似是非常美好 问题是 吕氏餐饮呢 已经与银座 达成了合作协议 光美电器就想加入进去 光美也不是打造全新的商城 明显是想在银座 已经确定的分店开新店 吕东不用猜也知道 范云明找他 不是说 吕氏餐饮的分量有多重 而是想让他从中牵线搭桥 充当光美电器呢 与银座之间的中间人罢了 光美电器 想要与银座这个地头蛇合作 但一时间呢 找不到妥贴的关系 目光瞄准了吕东这个 正在跟银座合作 看似有一定能量的人 吕东思考的速度很快 片刻之间呢 前后想了一遍 说道 呃 范总 吕总那边呢 我得问问 银座那边呢 我能先帮着联系 具体怎么样 我不好说的 范云明笑着 当然 吕总肯伤心 光美感激不尽 这话说出口来容易 做到就难了 吕东啊 再商言商 范总 光美电器 进入太东市场 不会只要 全南一个市场吧 范云明 似乎明白 吕东的意思 初步目标 是全南 全南站稳脚跟 自然要向 全省各大城市扩张 吕东平静地说道 银座未来呀 也会向全南以外扩张 驴师餐饮 同样如此 范总啊 希望能在 全南以外的地方 驴师餐饮呢 能够与光美 保持良好的 合作关系呀 光美电器的店 不可能都与 银座超市 绑在一起 但光美电器 开店的地方呀 往往都会带动 商圈客流 商业 免不了 合作竞争 当天下午 吕东去银座商商 找张明宇聊了会儿 晚上约好了范云明 又叫上杜小冰 在索菲亚大酒店 凑了一桌 第一次谈 也谈不出结果 但是呢 在吕东的居中协调下 银座和光美 起码不排斥合作 就目前来说 两边的业务呢 也没有冲突 光美电器 没有做商超之类的计划 银座暂时 对电器行业 也不感兴趣 两边都能带动客流 起到一加一 大于二的效果 这种合作 也不是说谈成 就能谈成的 今晚呢 也仅仅是 初步接洽而已 吃完饭 喝完酒 又聊了很长时间 吕东和杜小冰告辞离开 俩人喝了不少酒 由于这两天呢 村里有事 七叔没跟着过来 吕东啊 接到宋娜打来的电话 宋娜提醒他 开车回去不安全 朝个酒店住下 索菲亚大酒店呢 本就提供住宿服务 吕东晚上喝了不少酒 打算就住在这儿 俩人呢 来到大堂 杜小冰提议道 要不你跟我回去 去住我家 吕东可不想 跑到老杜家里 添麻烦 连忙摆手 啊 我住这儿就行 很方便 杜小冰呢 了解吕东的习惯 你带没带钱 带了 吕东笑着 我下午出来时啊 船门从小福那儿 借用了些钱 回头啊 我再补上 从公司成立起 客人与公司这两方面 吕东啊 一直分得很清楚 俩人走出电梯间 吕东提醒道 老杜 你喝的也不少 别开车 打车回去 杜小冰说道 来的时候 家里司机送我过来的 一直在等着 吕东在柜台前 办理入住手续 杜小冰担心 他带的钱不够 在后边不远处等着 打算呢 等吕东办完手续再走 这时 几个女的 从货梯那边转出来 身穿印有 艺术馆字样的红马甲 每个人呢 还拉着一个大皮箱 看起来有点吃力 其中一个 巴掌脸 尖下巴 相貌精致 肤白如雪 拐到大堂里边啊 立刻看到 人高马大的杜小冰 尽管老杜穿着一身 很不起眼的 黑色耐克运动服 宁雪却第一眼 就看见了他 这个跟在身后呀 献了一年殷勤的男人 宁雪脚步缓了一下 脑袋里 跳出无数的心思 大学毕业 宁雪跟着人来到全南 很快便被现实教育 那人家里啊 生意失败 别说桑塔那两千了 房子还叫人给收走了 吃饭都成问题了 宁雪果断分手 庆幸没有头脑发热 毕业就结婚 否则呀 是不堪想象啊 没了能负责 冒昧如花的经济来源 宁雪大手大脚花钱 早已经习惯 连存款也没有 只好出来工作 原本呢 想着以自个儿的才能 找到工作不算难 但多方碰壁 只好让家里脱关系 炒了这份 有事业编的艺术馆工作 然后呢 宁雪发现 工作比学校难太多了 部门从领导到下属 全是女的 单位绝大多数也是女的 领导的领导 也是女的 她的敲傲 她的容貌 不仅是帮不上忙 反而啊 让她成为那些老女人 针对的目标 办公室那些更年期的妇女啊 竟然叫她狐狸精 环境差 人没素质 这也就罢了 工资低的 别说是买化妆品了 买一件衣服都不够 想说过人追捧 怎么能受得了如此冷落呢 宁雪上个月啊 忍不住给杜小冰打了电话 原本想着 那时虽然闹得有点呛 但她态度好一点 说几句暧昧话 杜小冰啊 肯定又能凑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二集 打第一个电话时还好 等到打第二个电话 杜小冰只说了一句工作忙 竟然就给挂断了 后边再打 就没人接了 宁雪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一个备胎 突然就没了 当备胎的自觉呢 但今天遇上了 总要把备胎拉回来 这段空窗期啊 也能好过点 大不了以后 找到更合适的 再踹了呗 宁雪稍微加快点速度 对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 说道 领导 我看到个朋友 想去打个招呼 女人声音沙哑 快点 别人都等着你 宁雪呀 当即加快脚步 拖着大皮箱 朝杜小冰走去 两边还隔了十来米时 杜小冰突然走向柜台 拉开一些距离 宁雪看得清楚 一个岁数比杜小冰小些的男的 从柜台里边过来 这人呢 他记得 杜小冰的朋友 具体叫什么 我记得了 毕竟杜小冰介绍他时啊 就是个摆地摊的 宁雪记得最清楚的 是这人摆地摊卖的东西 挺好吃的 吕东啊 按完手续 朝杜小冰走去 转身就看到 老杜后边有个挺漂亮的女的 走过来 索菲亚酒店呢 属于全南最高档的酒店之一 来来往往 不少漂亮女人 哪怕是这样 这穿着工作马甲的年轻女人 依然非常惹眼 吕东啊 一眼就认了出来 因为老杜的关系 推着女的印象太深了 玩完了 杜小冰问道 吕东一把搂着杜小冰的肩膀 拖着就往酒店门口走 走得还挺快 只留给后边一个背影 杜小冰诧异 这么着急 吕东啊 打了个哈欠 啊 酒劲上来 赶紧送你走 我好回去睡觉 杜小冰说道 我以为你有什么想法 吕东 我听说 这里有外国妞 吕东 脚下很快 拉着杜小冰啊 出了酒店门口 他有非洲妞 也不管我的事 看到吕东和杜小冰 停在旁边的奔驰车 立刻过来 杜小冰上车 吕东啊 冲他挥挥手 司机开着车 离开了酒店门口 因为呢 拖着装展品用的大箱子 宁雪走不快 通过玻璃门 眼见杜小冰上了一辆车 等车开出去七八米远 才从里边出来 留给宁雪的 持有一个车屁股 奔驰车的车屁股 宁雪吃惊地 看着远去的黑色大温 杜小冰坐的是一辆奔驰S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他借的车 租的车 还是他的 或者他家的车呀 一阵冷风吹来 宁雪的头发 在风中凌乱 人也在风中凌乱了 接着宁雪转过头 想去问杜小冰的 那个朋友 这才发现呢 人已经进了酒店里边 不紧不慢地 朝客用电梯走去 再看已经看不到车尾的奔驰 宁雪忽然意识到 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一座宝藏啊 宁雪仔细回忆 一直知道杜小冰的家庭条件还可以 他正面或者旁敲侧击地 打探过很多回 杜小冰都说家里是干买卖的 就倒买倒卖那种 托体育学院的朋友问 体育学院的人也是这么说的 原本想着顶多就是个干批发的 跟家里开场的那个没法比 毕业之前几个月呀 杜小冰还说过 要尽可能地留校 留校最好也就是当助教 弄不好就会去当社馆 这得熬多少年才能熬出来呀 家庭条件好的人 谁会傻乎乎地选这个呀 所以呀 他该怎么选很明显 宁雪现在忽然想明白 如果家庭条件好到一定地步 随便怎么选都无所谓 大概 或许 杜小冰当时说的做买卖 可能是从小到大习惯了 别人觉得是大买卖 在他眼里就是稀松平常 跟吃饭喝水 没有多大区别 宁雪越想 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不禁毁得肠子都轻了 我真是一头猪 为了个芝麻 丢了个希望 接着又欣喜加激动 杜小冰就在大学城 就在体育学院工作 今晚人走了 后边他可以再去找回来呀 瞥了一眼身上难看的马甲 回头看看沉重的皮箱 宁雪伸出一只手来 因为这几天忙展览的事啊 频繁干粗活 手上好像都要起茧子了 这是未来艺术家的手 怎么能做这些呢 此时 中年女人带着几个下属 从酒店里边出来 其他几个人站在一起 离着宁雪稍微有点远 有辆面包车开过来 司机拉开后门 协助几个女人呢 把沉重的皮箱放进车里 领导坐在宽敞的副驾驶上 宁雪只能跟其他人 挤在第二排 车开起来 咣当咣当地响个不停的玻璃 破损露出海绵的座位 又同是身上的糊臭味 宁雪幻想起来 如果坐在奔驰里 那该有多好呀 吕东出了电梯 先给宋大打个电话 告诉他办好了入住手续 进房间呢 收起手机 去鞋柜拿拖鞋 发现鞋上呀 放着好几张卡片 这些卡片印刷精美 上边有女人有电话 吕东啊随手扔进垃圾桶里 酒劲涌上来 人有些犯困 赶紧去洗澡 睡觉前呢 吕东特地把电话 线也给拔了 虽然是高档酒店 但是他单身住在这儿 保不齐啊 晚上有人给他打电话 这一回 没有像上次那样 大晚上碰到乱七八糟的事 吕东睡得是特别安稳 第二天 他专门给于战龙打了电话 去千胜公司那边 跟于战龙啊 详细聊了一段时间 于战龙支持吕东的想法 这对于吕东来说呀 或许是非常大的合作 但对于千胜公司这种 全南真正的地头蛇 大公司来说 根本不算多大事 后边的两天里 吕东又跟范云明 和张明宇 详细谈了一回 合作的意向 都更为强烈 毫无疑问 吕氏餐饮呢 是里边最弱的 但跟吟作和张明宇关系良好 双方原本就敲定了合作 樊云龙呢 通过吟作的实际接触 尤其是于战龙 跟他就此事通过电话之后 觉得吕东这边的关系网 特别靠谱 刚刚进入全南水城的光美电器呀 也能借此机会 加快扩张速度 吕东这边 如果顺利的话 未来呢 能在光美电梯和银座商场左右 去工程掠地 甚至不用太多 光美和银座呀 只要提前透露 开店的信息和地址 吕氏餐饮就能够受益良多了 新的周末到来之前呢 于战龙邀请吕东 去家里坐坐 周六 吕东开车来到千佛山附近 想着于战龙所说的地址 拐上紧贴千佛山北侧的 京石一路 于战龙住的社区呀 很好找 就在千佛山正门的斜对面 社区全是二层小洋楼式的建筑 据说早期能住在这里呀 都是千富起来的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83集 目前全南住宅价位最高的房子 一个区域是围绕千佛山周边的别墅 另一个区域是紧靠黑虎泉的新建小区 别墅这东西啊 价格不好说 黑虎泉那边啊 刚起的几栋住宅楼 担价都到四千了 来到小区门口 吕东报了于战龙的名字 物业保安打过电话 迅速放行 吕东进门往左拐 很快就在一个路口 看到于战龙的司机 小王 因为吕东啊 最近每天都在全南 时不时就会见到 小王认得吕东的车 隔着老远就冲他招手 桑塔纳开过去 按照小王的指挥往里拐 这边啊 只有一栋房子 远墙之前非常宽敞 吕东的车 停在一个车库门口 于战龙和一个岁数 与胡春兰相仿的中年女人 从门里出来 吕东下车 喊人道 于说 于战龙介绍中年女人 这是你婶子 吕东赶紧喊道 婶子好 好好好 中年女人呢 身材略微有些发福 留着短发 穿着短大衣 依稀带着些 公家单位人的气质 冲吕东说道 你这孩子 你叔早就叫你过来 你一直不来 话语间呢 没有任何的陌生和隔阂 仿佛很早啊 就认识吕东一般 面对长辈 吕东没啥好辩解的 赶紧认错道 我的错 我的错 婶儿 我该早点过来看你和书的 吕东啊 打开后备箱 往外拿东西 小王过来帮忙 中年女人呢 还想说话 于战龙 白白手道 估计是嫂子的心意 都收着吧 中年女人看着吕东 多少有点唏嘘 也过去帮忙 从吕东身上呀 他看到了当年吕建军的影子 一群人从全南出去 却有不少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突然想到年轻时经常听到的那首歌 想到那些永远都无法回来的老战友 他无限感慨 几个人呢 提着东西进家门 四周的围墙 圈起来一个近百平的院子 院子中栽着石榴树 天寒地冻的 树呀 早就掉光了叶子 只剩下些光秃秃的枝干 院子北边 是一栋二层小楼 看占地面积啊 得一百五十平左右 棕色刷石的墙面上 有些干枯的爬山虎之类的藤蔓 建筑呀 明显有些年头 新屋里 玄关后边 是个宽敞的大客厅 全南市区不同于清照 这边有集中供暖 体感气温呢 估计在二十度以上 中年女人说道 小王啊 东西放这就行了 啊 一会儿我收拾 好的 马主任 小王放在客厅角落 马主任招呼吕东 外套脱了给我 屋里热 你一会儿出去闪着 吕东啊 你随便坐 啊 到这儿啊 跟到家一样 结果吕东的外套 挂在衣架上 马主任呢 又忙活着冲茶 吕东客套一句 婶儿 你别忙了 我不渴 先陪你余叔叔说话 啊 马主任拿茶杯过来 问道 你妈可好啊 去年单位事多 没过去 今年啊 我怎么也要过去看看呀 吕东笑着说道 挺好的 就是整天比较忙 马主任笑着 我可听你余叔说了啊 你们村的厂子 多亏有你妈了 她叹口气 哎呀 你妈不容易啊 一切是将啊 当年 要是带着你来这城里 有我们这些人照顾着 哎呀 也不至于 吃那么些苦啊 这话呀 吕东不好接 老娘是真的不想麻烦人 于展龙说道 行了 这些话就别说了 吕家村也发展起来了 马主任冲好茶端过来 吕东赶紧接过茶壶 给仨人每人倒了一杯 村里场里能够发展起来啊 多亏了于说你们的照样 吕东心里明镜一样 没有你们挺着 还说不定得走多少弯路呢 马主任接话道 他们就随手帮点小忙 你们啊 也别放在心上 啊 又不是叫他们 违背组织原则 知道吗 吕东却知道 这些人顺手而为的小事啊 在普通人眼里 就是相当大的能量了 甚至连宫美和银座 这样的公司 都没法轻视 接下来 又说了些当年部队的事 吕东大多数时间都在听 听于展龙夫妇的回忆 这一批人的心里啊 即便上面再怎么淡化处理 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 吕东来之前呢 就从胡纯兰那 听过一些事 马主任是马叔的妹妹 以前呢 当文艺兵的 很早之前就与他老爸认识 退伍之后嫁给于展龙 目前呢 在市里的妇联工作 马主任问道 我听老于说呀 你找女朋友了 怎么不带着 一起过来呀 吕东笑着说道 他最近呢 在忙公司注册 这两天 这两天一直在到处跑手续 还得上学 没来全南这边 于展龙接话道 小宋那人我见过几次 很不错 聊了会儿家长里短 保姆呀 从厨房里边出来 马主任过去 跟他说午饭的事 你跟光美和银座 谈得怎么样 于展龙问道 吕东实话实说 两边都有合作的意思 在全南达城合作 应该是不难的 于展龙微微点头 我对餐饮业 多少有些了解 参考肯德基和麦当劳 这种类型的餐饮 跟开在僻静处的 鱼翅皇宫 对地段的要求不一样 人流量越高越好 这两家商场集中在一起 只要选址不是太离谱 到哪里都能形成商业汇聚点 你的店 只要跟他们开在 同一栋商煞中 基本不用担心客流的问题 吕东笑着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希望公司呀 在前期尽可能借一下 光美和银座的人气 短期内应该没问题 不过 你也要防着点 于战龙提醒道 银座这边好说 毕竟全南本土企业 光美电器 现阶段需要你 合作自然不是问题 后面怎么样 你要多留几个心眼 他着重说道 吕东 生意厂上 有些事尽可能要往坏处考虑 明白 吕东从来也没有想过 能跟光美长期合作下去 商场上 形势本就是变化无常 于战龙有说道 你也不要太担心 光美只要在泰东发展 他即便不跟你合作 也不会做过分的事 吕东看了一眼 有些话不用多说 也不用拿出来说 于战龙这些人呢 也是他敢跟光美合作的 底气所在 这不是日后吊炸天的光美电器 而只是刚刚进入全南市场 一步步谋求扩张的光美 如果光美像三连那样 在全南一家独大 吕东才不会凑这个热闹呢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这样的话 光美也不会找吕东 拉关系合作 其实啊 放眼全国市场 很多走出始发地 向外扩张的企业 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没到一个新市场 既要与地头蛇们竞争 还要与地头蛇们合作 于战龙啊 看了眼墙上的钟 打了个电话后 对吕东说道 我和你婶子有个闺女 比你小两岁 今年刚考上大学 在外地上学回不来 你马叔儿子跟你差不多大 我叫了他过来 吕东记得 谁提过马叔的儿子 具体啊 想不起来了 于战龙大致说道 马明不像你这么稳重 竟敢些不靠谱的事 正说着话呢 外边啊 响起轰鸣的摩托车 发动机的声音 哪怕对摩托车了解不多 光是听发动机的声音 吕东也知道 这排量可不小 于战龙不禁皱眉 吕东转头呀 看窗户外边 隐约能看到一辆大摩托 过功夫 人还没进来 一个异常红亮的声音 先跑了进来 我来了 有个留着短片分的年轻人 从外边进来 看上去啊 也就二十出头 手里提着个黑色的头盔 穿着黑皮衣黑皮裤 脚上蹬着一双黑皮鞋 整个一个黑骑士 于战龙啊 这时介绍道 吕东 这是马铭 在省大念考古 马铭 这是吕东 你们俩年纪差不多 虽然一副黑骑士的造型 但马铭明显是家教很好 主动跟吕东握手 你好 我是马铭 吕东也跟他握手 我是吕东 这是俩人的第一次见面 印象啊 还都可以 尤其是吕东 于战龙说马铭不靠谱 但初次相见 感觉人还不错 于战龙说道 都坐下说话 马主任从厨房出来 责怪道 大冬天的 骑个摩托车 不显冷吗 马铭笑着 姑啊 我穿得厚 没事 马主任呢 回厨房忙活 于战龙手机响 换了个地方打电话 早就听我把我妈 我姑姑姑父 说起过你 马铭笑着说道 听说 你开始创业了 不上学 从得想法地养活自己啊 吕东笑了笑 问道 你在省大读考古 说起考古 马铭来了兴致 诶 怎么 你也研究过考古呀 对考古 很感兴趣 吕东一本正经地说道 研究倒是没研究过 就是挺感兴趣 我老家那边啊 上年头的房子和建筑 都特别多 马铭露出几分回忆 好像在我爸那里 看过你们村的照片 那些轻砖轻瓦的房子 这么大规模地 保留下来的 确实不多呀 等我这个课题研究完了 我抽空 过去看看 行 吕东找到话题 继续往下说 随口问道 不知你在研究 什么课题呀 呃 关于台东 一位统治者的 马铭的皮衣皮裤 与说的话题呀 我太搭 这么一位机车男 从穿着打扮上看 很难看出是学考古的 父辈间的良好关系 未必会延续到 下一代身上 吕东和马铭初次接触 谈不上相谈甚欢 但也能找到 共同的话题 说到底 马铭是个在校大学生 还是有着良好家教的 在校大学生 吕东这种 混迹社会多年的老油条啊 说起话来的时候 自然会挑一些 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马铭既然对考古有兴趣 吕东就跟他说考古 吕东虽然是门外汉 说起专业化的东西啊 是一窍不通 但听着马铭的话 总能接得上 太东的统治者 吕东想到 曾经名震全国的一次考古发现 金氏到这儿都没出现呢 马铭又是省大学生 难道跟这个有关 他试探着问道 不会是汉朝的吧 马铭笑着说道 不是 那个太久远了 他简单解释着 我今年大四了 老师啊 让单独列个小课题 远的 我一个人弄不了 找个劲的试试 我看中了呀 民国期间 我们泰东的一位名人 说的是 民国泰东的统治者 吕东多少有点概念 毕竟泰东出过几位 尤其是大热的电视剧 燕在李三上 就有一位 他问道 难道是 韩复渠啊 马铭 揭笑答案 比韩复渠早 张宗昌 这人呢 在全南留下过 无数的传闻传说 后人更是在他身上 添有加醋 硬生生 塑造了一个 混世魔王出来 关于张宗昌的传闻呢 太多太多了 连吕东这种文化程度一般 不怎么爱看书的 都听说过不少 吕东点点头 哼 原来是张三多呀 诶 张三多 马铭有些诧异 不太理解 这次呀 轮到吕东解释 强多 钱多 姨太太多 马铭忍不住笑起来 呵呵呵 你这人有点意思啊 形容得挺贴切 这个三多呢 确实改阔了张宗昌的很多特点啊 吕东好奇问道 这人年代不算远 你做关于他的这课题 哪方面的呀 呃 不知道 你听说过没 坊间盛传啊 张宗昌擅长写诗 马铭一本正经地说道 全南哪 包括周围几个城市 流传着很多 关于张宗昌的打油诗的 吕东回想了一下 貌似还真的听说过 我记得张宗昌写过一首诗 求雨的还是干什么 说是要炮轰老天爷 谈到专业方面 马铭很严肃 呃 呃 当时啊 太东大汉 全南的世身相老 百身谈求雨 这张宗昌也参加了 连续求雨两天 低雨未下呀 张宗昌放狠话 气节离去 后边就有传闻 张宗昌啊 扇了龙王爷神相的耳光 还作诗一首 他念叨 玉皇爷爷爷姓张 为啥难为张宗昌 三天不下雨 先扒龙王庙 再用大炮哄你娘 这首打油诗啊 颇有几分张日天的风采 还传说 为了炮哄老天爷 张宗昌让人呢 把大炮拉到千佛山上 吕东说道 按照这坊间传闻哪 这位张大帅 跟乾隆有的一笔啊 马鸣又说了一首诗 传说呀 大鸣湖是张大帅的最爱 张大帅去大鸣湖赏荷花 最喜欢荷花上的蛤蟆 于是啊 附诗一首 大鸣湖 鸣湖大 大鸣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的 这样的打油诗啊 太多了 至于是不是张宗昌所作 就没人知道了 说起来呀 这打油诗的水平 跟七叔有的一拼呢 民间传说 不能作为证据 马鸣很认真 明显不是开玩笑 所以呀 我准备开一个课题 找资料做认证 验证这首诗作 与张宗昌的真实关系 听到这一话 吕东总算是明白了 于湛龙为什么说 马鸣不靠谱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十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五集 普通人眼里 这些讽刺张宗昌的打油诗 是不是张宗昌所作 有什么关系呀 只能说专门弄个课题 研究张宗昌的打油诗 果然是不一般哪 这或许是专业不同 所以想法就不同 吕东问道 这个有研究价值 对于国家机构来说呢 没有必要 但个人兴趣爱好 可以查查资料 找下证据吧 马鸣想的其实也不少 张宗昌啊 可能就是一个 恒征暴敛的军阀 但一个没有父亲 母亲又改嫁 孤苦无疑的穷孩子 最终成为一代枭雄 值得研究研究 吕东觉得 这话挺有道理 从流氓变成无赖 变成一省都军 张宗昌不可能是 传闻中的那样 历史在发生的那一刻呀 就失去了真相 马鸣的文化素养 对得起大学生的身份 我们做考古的 我就是从蛛丝马迹当中 尽可能地去还原历史真相吧 吕东点头 嗯 也是 马鸣啊 碰上一个似乎对考古 挺有兴趣的人 话有点多 有些历史真相啊 或者说常识 说出来呀 往往很惊人的 吕东顺着他的话 问道 比如呢 马鸣举了个例子 乾隆和华盛顿 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 他们都死于1799年 真的 吕东感觉不太对 为什么我觉得 一个是古代人 一个是现代人呢 马鸣说道 这是真的 他呢 又滔滔不绝地 说了一大通 吕东充分地担当起了 听众的众人 说起历史和考古 吕东啊 又想起之前的事 一个因为它出现 而改变的事 洛庄汉墓 到现在都没发现哪 因为这一座墓葬群呢 就位于吕家村 去县城的主干道旁边 曾经他下了高中啊 整天在县城瞎胡闹 来来回回 都要经过发掘现场 所以有些印象 那时候啊 大水冲过吕家村 一路往南走 导致风土堆浸泡倒塌 水落下去以后呀 部分夯土层露出来 招来的盗墓贼 等到相关保护单位发现 盗墓贼呢 已经打动 偷东西跑了 清兆县呢 只能进行保护性的挖掘 结果 盗墓贼挖开的 只是众多陪葬中 狠不起眼的一个 随着挖掘进行 很快惊动了省市级的博物馆 据说后来呀 国家都派出了专业队伍下来 别的 吕东不太记得 只记得发掘出 大批的编钟 去年的洪水呀 没有冲垮 吕家村大地 自然谈不上冲到南边来 那片地 还好好的躺在那呢 要不是马明说考古 吕东啊 根本想不起来这些 吕东边跟马明聊着 边想这事 那边经常走 地好好的 还有人种着 这要是跑上去报 根本就说不清楚 属于自找麻烦 如果没有盗墓贼发现 仙人的遗体和东西 继续躺在地下 是不是好点啊 吕东突然冒出 这么个想法来 他在这方面的见识和文化呀 都严重不足 也说不出合理的判断 但现在是不可能上报的 不容易说清楚 于战龙啊 打完电话回来 看到吕东和马明 是相谈审欢 说道 你们聊得挺投机 吕东接话道 我对文物和历史 都挺感兴趣的 马明给我说些基础知识 家里呀 以及周围的人 一些让去从商 一些让去从政 还有一些让去参军 对考古没有任何兴趣 认为这是不务正义 马明碰到一个 愿意听他说 愿意听他讲的 心情也特别好 考古呀 是一个严肃的学问 这话没错 但当考古课题 与张东昌的打游诗 联系在一起 就有那么点不严肃了 不管怎么说呀 见到俩人聊到一块去 鱼占龙还是乐见其成的 上一代也乐见于 下一代能像他们那样 互帮互助 时进中午 马主任回到客厅 很快开饭 四个人倒也是有说有笑 吕东偶尔也说些 吕家村的发展和趣事 马明呢 还专门和吕东 互换了手机号 清照是个古县城 有不少古建筑 马明虽然在省大老校区 但也去过清照 声称啊 昨晚张宗昌语 打游诗这个课题 就去清照找吕东 让他带着 去看看那些历史古迹 比如传说中 李清照的故里 清照最有名的历史文化名人 无疑就是这一代辞宗了 就像所有名人的故乡 总有争议一般 围绕李清照的争议 同样不少 像全南呢 就想让李清照的家 安在市区 你跟我抢李清照 清照呀 就跟全南争心气急 据说呀 两边的文化界 一度闹得是不可开交 根据坊间的小道消息 两边磋商之后呀 最终给两位名人安了家 全南不跟清照强李清照 清照绝对不再提心气急 靠此离开之后 于战龙啊 单独叫住吕东 叮嘱几句 做生意 一步步来 别太着急 打好基础是关键 还有 不用缩手缩脚 担心些有的没的 别的我不敢跟你保证 起码能让你有个 相对公平的从商环境 吕东不是马明这样还在上学 又沉浸在自己专业里的学生 明白这话的分量 说道 是 马主任又说道 没事的时候啊 常来玩啊 下次呀 带女朋友过来 吕东笑着 沈子 以后我就常来麻烦你了 马主任也笑 不麻烦啊 有个年轻人 家里也不冷酱 马明戴好头盔 骑上摩托车 先走了 吕东随后上车离开 开车呀 去全南路的时候 忽然想到个事 这很快就到圣诞节了 虽然他对杨洁没啥兴趣 但人在大学城里边 不可能不受影响 一个人怎么着都好说 但女朋友就不一样了 吕东想了想 来到全南路上 专门啊 进趟贵河购物广场 去一家外国皮具专买店 买了个女士钱包 等平安夜的时候啊 送给送纳 后面的两天里 吕东仍然待在全南 与光美的范云明 和银座的张明宇磋商 终于达成了合作共识 明年银座开业的 北原店和八一店 光美电器和铝室餐饮 都会作为招商的商家入住 至于后面的合作 还要进一步磋商 但大前提已经达成 剩余的都是些 边边角角的条款 随着时间 相关的消息也传开了 有人呢 竟然找到吕东这边 半上午 暂时没有顾客的火锅店里 有一位三十多岁的 长发女人找过来 因为之前就联络过的关系 吕东已经等在店里 长发女人看到 吕东年轻的面孔 过去跟她握手 笑着说道 您就是旅事餐饮的吕总 我是三连家店 外联部的经理 出一箱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六集 吕东和他握手 颇为客气地说 啊 楚经理 认识你啊 非常高兴 这位楚经理 长发披鲜 一身西装 脸虽然有些长 但化过妆 可能啊 处于领导岗位 人显得气质不凡 他打量吕东 略微有些意外 却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是挂着 很好看的笑容 没想到 李总这么年轻 吕东即便往成熟里装扮 实际年龄也摆在这 好在呀 商场上少归少 却不是绝无仅有 比起光美电器那位 黄总创业有诚实 他这年龄啊 还算大的 一般说人年轻 都不是贬义的话 吕东笑着说道 男人呢 还是成熟点好 三联家电 不是他的合作方 但也不是竞争方 所以呀 他又加了一句 自打我经营公司开始啊 因为显得年轻 没少遇到一些麻烦呢 厨玉香 隐隐听出这话的意思 年少有为 往往代表未来不可限量 那些人眼光不好 吕东不禁笑着 邀请道 嗨 看我 宽顾着说话了 厨经理 请坐 我这边啊 没有办公室 只能是将就一下了 没关系啊 厨玉香 隔着米色餐桌 与吕东相对而坐 我来这边吃过几次火锅 两件事 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 人特别多 二是味道独特 叫人吃了 还想再来 吕东说道 厨经理喜欢 这是火锅店的荣幸 厨玉香笑起来 我说的只是切身体会 吕东又说道 吼 那欢迎厨经理以后呀 多多光临我们了 一句句动听的话说下来 厨玉香算是发现了 继续商业互吹下去 这年轻人呢 能跟他扯到中午的饭点 怪不得 下边的人跟他说 几次与这三家店的女负责人接触 对方总是打马虎眼 原来呀 都是一脉相承 厨玉香 果断结束商业互吹 转入到正题 吕总 最近去那商业圈子 再流传一件事 他看了眼北边的玻璃木墙 仅仅隔着一条过道 就是光美电器的卖场 光美电器 与银座方面达成初步合作 未来在全南的分店 将会开在银座商厦内 据说 是吕总从中牵线搭桥 消息传出去不奇怪 吕东否认呢 也不可能 却换了种说法 哎呀 初经理太高看我了 我呀 刚刚从清朝这个小地方出来 何德何能 能给光美电器和银座商上 牵线搭桥啊 他一副很不好意思的表情 哎 也不怕说出来 让初经理笑话 我是好不容易啊 攀上的这层关系 吕吃餐饮呢 只是跟在两家大公司后面 借他们的人气和东风啊 谋求进一步的发展机会 有一瞬间 厨玉香是半信半疑 因为按照常理来说 刚从清朝走出来的小公司 他就是个小角色 但是他也听说过某些事 尤其是这边 三家店开眼时的情况 吕东呀 不想跟三连的人起冲突 因为跟三连起冲突 哪怕最后他赢了 不但没有任何好处 还要白白地耗费时间和精力 所以呀 有些话他干脆就说在前面 我错上去跟人合作 也是迫不得已呀 律师餐饮呢 只是个小公司 能借力的地方 自然是要借力 公司进入全南 肯定是要谋求发展 我也要为公司的股东 和员工们负责呀 这话的意思很明确 我跟着光美电器和银座商上 我有肉吃 楚玉香听得懂 这年轻人呢 在用这种方式 提醒三连这个光美的竞争对手 但是他负责外联 不能眼瞅着光美第一步 站稳脚跟 未来呢 又跟着银座扩大发展 根据各方面的汇总提示 吕东在其中 祈祷的作用很大 吕总 三连 银座 吕士餐饮 我们都是全南本地企业 楚玉香是求同存异 我们天然具有合作的基础 更应该团结一致才是 听到这话 吕东就知道 对面呀 没这么容易死心 干脆直接点 呃 楚经理是什么想法啊 楚玉香已经发现了 这人很能绕圈子扯淡 你要是跟他委婉点啊 他能装糊涂 跟你继续闲扯下去 他干脆也直接点 吕总 光美电器与银座商商的合作 说到底 终归是电器卖场 与商超卖场的合作 光美可以 三连也可以 对不对 吕东心说 这话 对是对 但问题是光美主动找到他 愿意顺带着 拉吕士餐饮一起玩 楚玉香啊 又接着说道 咱们都是全男人 都是全男本地企业 合作起来更方便 自家人 当然又跟自家人合作 李总 您可以充当中间人 拉动三连与银座合作 吕东笑着说 哎 楚经理太高看我了 这还真不是我能决定的 光美和银座 多大的企业呀 能听我这个 小餐饮公司的建议 楚玉香老生长谈 我相信 吕总有这样的能力 咱们应该携手 对抗外来企业的入侵 听着楚玉香 滔滔不绝的话 吕东是毫不动摇 对方谈老乡 谈交情 谈历史 讲渊渊 就是不说实际的 光美电器 为了让吕士餐饮 充当中间人 跟吕士餐饮签订协议 不光光美进军 全男之外的市场时 提前跟吕士餐饮打招呼 租下当地商场的时候 还会协助吕士餐饮 就近租赁场地 这对光美本身 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三连这位楚经理 既想让人毁约 又不肯松松手指头 吕东 又不是做慈善的 况且 别人不清楚 他还不知道 三连 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大坑的 三连电器 铁质僵化 失去地方性的保护 根本不是光美的对手 人气下降得非常快 后边呀 连股东带顾客 在家合作伙伴一起坑 把全男人坑的是 不要不要的 到了最后 三连不但把自个儿 坑没了 连带着市政府呀 都不得不掏出 几十亿来 出面 给三连擦屁股 这样的合作对象 不知道也就罢了 既然有所了解 谁敢去合作呀 最终 楚玉香失望地 走出旅士火锅店 回头看旅士火锅店 红底白字的招牌 心中多少有点不快 作为全男最有名的一批企业 家电行业的活招牌 三连作为公家企业 过往办事 或说无往而不利 却也很少碰钉子 这个铁东啊 态度倒是挺和善 说起来好好好 是是是 实际上啊 有用的东西 是一点都没有 难道 三连已经沦落到 连一家小餐饮公司 都不在乎的地步了 当了全男家电市场 多年的霸主 心高气傲 难免是有一些的 楚玉香啊 看了眼旅士餐饮的 三家店的招牌 朝西边的三人商煞 走去 接触的情况 需要尽快跟领导汇报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87集 吕东松走楚玉香 叫来傅昭霞 小副 三连那边 多关注点 傅昭霞呀 刚才就在不远处 听了吕东和人的对话 说道 吕总 我明白 吕东知道 三连家电是个坑 原本不想产生联系 但你不去找人 人却来找你 躲也躲不开呀 又叮嘱道 三连方面 再要人找你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傅昭霞点点头 好的 吕东觉得 三连的对手是光美 怎么着 也不会转移到 吕氏参演的身上 有光美在前边 应该不会有啥大事 不过呀 小心 无大错 大学城 省大创新港二楼 送纳和金发碧眼的 纳塔莎走进吕氏餐饮的 808号写字间 跟前台的薛天打个招呼 没有惊动 大开间里 正在忙碌的其他人 一起去了空着的会议室 摘掉棉线帽子 送纳拉开椅子坐下 将手中的公文包 放在办公桌上 长舒了一口气 唉 总算把所有手续都办完了 纳塔莎 用有些生硬的中文说道 宋 我没有想到 开一家公司 竟然需要办理 如此多的手续 跑那么多的地方 宋纳打开公文包 乘理各种证件 拿出营业执照 上面写着公司的名字 温馨商贸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呀 只有两个股东 宋纳和纳塔莎 其中后者连带着 从旅士公司拿来的 广告佣金 家里给的钱 和从大一万处借的钱 占据10%的股份 温馨商贸旗下 有四家店铺 分别是大学城的三家 和县城的一家 随着公司完成注册 宋纳呀 准备开新店之余 也在考虑创立属于 温馨商贸的品牌饰品 建立工厂是不可能的 他考虑的是找一家厂商 做代工 目前呢 正在收集生产厂商的资料 等新年过完考完试 就去挨着考察 争取春节前呢 就搞定代工厂 纳塔莎去饮水机边 找纸杯接了两杯水 一杯放在宋纳的旁边 接着呀帮宋纳一起整理资料 能从乌克兰来泰东留学 纳塔莎的家庭条件不算差 但也算不上太好 家庭条件好的都跑到西方去留学了 这边的高工资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加上大一万的影响 都让他呀 又留在这边发展的想法了 宋纳呢 给了一个入股的机会 纳塔莎很珍惜 跟着吕东和宋纳这些人近一年 徐帝观察告诉他 这是个改变自身 乃至全家人命运的机会 如果他在这边做好了 能不能把全家人都接过来呀 乌克兰普通人的生活 尤其是社会环境 照这边真的是差太多了 不说别的 在这儿 他敢深夜时一个人到处乱逛 放在乌克兰 哪怕是基辅 就算有个男的陪着 他都不敢 真的会失踪的 整理完东西 宋纳呀看眼时间 说道 纳塔莎 我们去看公司办公间 跟人商量一下装潢的事 出了二号楼 宋纳和纳塔莎 来到附近的三号楼 之前确定要注册公司的时候啊 就以温馨商贸的名义 在三号楼的第二层 租赁到了一间办公室 公司草创 规模又没有旅适餐饮那么大 低楼层的办公室租金便宜 纳塔莎租下的203号鞋子间 面积也不算大 只有不到八十平 打开锁 宋纳和纳塔莎 推门进入203 办公室啊 还没有装修 里边是空空荡荡 这里相对简陋一点 大楼施工和基础装修室啊 只隔出一个财务室 和独立的办公室 其他地方呀 都是开间 宋纳看看手表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就能过来 纳塔莎笑着说道 不着急 没等多大一会儿 李家柱带着李林进了鞋子间 这是吕家村的人 宋纳赶紧过去打招呼 李二叔好 李家柱笑着说道 小宋 头自个人 不用那么客气 李林和已经参军的吕坤 曾经啊 跟吕东混过一段时间 又是吕春的亲表弟 过来叫人 嫂子 东哥没来 宋纳连吕家村都去过了 当然不会在乎这种 称呼上的别扭 坦然说道 他最近啊 每天都在全南 里边开新店 李林看看四周 东哥身影越做越大 连嫂子 你都会开公司了 李家柱接过话 小宋 这边咋装修啊 宋纳带着一行人去东边 说道 这边 隔出一个会议室来 不要太大 能容纳十来个人开会就行 门口附近坐个前台 阿淑 你去过吕东那边 风格乡那边就行 听着宋纳的话 李家柱快速地记在本子上 等到宋纳说完 拿出工具现场测量 这边呢 装修要求简单 只能算是个小活 年前呢 就能完工 送走李家柱 宋纳和纳塔莎下楼 去二号楼的 传讯电子办公设备店面那边 找到早就认识的负责人 谈购买办公设备的事 中心路口 两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女人 站在校广场上 看着东边的一整排商铺 其中有两家店装修类似 只是招牌和店名区别很大 一家叫做铝色麻辣烫 另一家叫汉堡黄 这会儿过了中午十一点半 称是人多的时候 两家店铺进进出出的人流 多得犹如水流一般 断都断不开 宁雪呀 还起带着毛边黑皮手套的手 伸出一根手指 然后点了点不远处的两家店 问旁边的女人 桂华 你说这两家店铺 都有杜小冰的股份 桂华是杜小冰的同班同学 今年夏天毕业后呀 也留在体育学院 这半年来经常见到杜小冰 而且因为一个班级的关系 了解过不少 关于杜小冰的新情况 他说道 体育学院很多人都知道啊 这两家店隶属的 旅士餐饮公司 旗下在清兆县城有店 听说在全南也开了店 宁雪缓缓点头 看着这两家店面 忽然想起来 全南路步行街西头 也有这样的店 前段时间呢 从那边路过一回 生意好得不得了 桂华的话再继续 杜小冰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还兼任着副总经理 最近几个月 他在学院的时间其实不多 我问过他几次 他都在忙着这家公司的工作 学院领导对他也挺不满的 但杜小冰当时留校 好像花了不少钱 主管领导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八集 古东家副总裁 宁雪感觉吸进嘴里的空气 刺激得他呀 像要咳嗽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对 有眼不识金香玉呀 原来 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宁雪突然笑了 苦涩中又带着欣慰 苦涩呢 是因为错过了一座金山 欣慰是因为绕了一个圈子 可宁雪又回来了 宁雪 我想才犯下前一次的错误 问道 桂华 杜小斌跟人投资做生意 家里很有钱 这个忙 我不太清楚 桂华诧异道 他不是追过你吗 没说吗 宁雪笑笑 我不太在意这些事 桂华呀 稍微低头 看眼手腕上 宁雪刚送过的银色镯子 又说道 杜小斌家里什么情况 我不清楚 他是旅士餐饮的大股东 这点我可以确定 宁雪看向他那边 桂华觉得呀 做人得有良心 收了宁雪的好处 要把话说清楚 至少要把自己知道的说清楚 吕氏餐饮公司是吕东开的 就去年在这广场上摆地摊 卖肉夹馍和麻辣烫那个小孩 我听杜小斌说 好像他们几个人一起跟着投资 他想了想 又说道 吕东的女朋友宋娜也跟着一起投资 他也是体育学院的 我跟他一个社友是老乡 他社友问过 好像宋娜的股份 没有杜小斌的多 宁雪大致是明白了 吕东的女朋友 在吕东的公司里边 占股没有杜小斌多 按照常理推断 杜小斌的股份呢 肯定很多 杜小斌本人哪有这么多钱搞投资呀 只能是家里给的 加上那天晚上他所见所看 宁雪可以肯定 杜小斌的家里条件肯定特别好 不说家里 单看这些店的生意 挣的钱肯定不少 东边店门口的人呢 是进进出出 看着看着 宁雪不知道怎么回事 满脑袋呀 都是杜小斌的好 他肚子疼 杜小斌泡好红糖大枣水 抱着保温杯在教室门口挡着 他需要进口画笔 杜小斌当天晚上赶去京城买 他馋了 又不想吃肉 杜小斌领着他呀 满泉南去找特色美食 他回老校区 闲公交车挤 杜小斌立刻叫来出租车 他说要等等 杜小斌就一直等到他毕业 宁雪突然就被杜小斌感动了 这份感情是如此的真挚和纯洁 就像冬天的雪花一样 有这样全心全意付出的追求者 为什么不能接受啊 宁雪决定了 要让杜小斌的付出 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也要用同样的感情来回报他 宁雪的脑海呀 闪过这个念头 问旁边的人 桂华 你能帮我打电话问问 杜小斌在哪里吗 桂华看了他一眼 你不是有杜小斌电话吗 他手机号一直没滑 宁雪一笑 冬日的眼光啊 都暖了几分 我想给小斌一个惊喜 桂华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但是拿人家的手短 当即掏出手机 活通杜小斌的电话 喂 小斌王 是我 你老同学 桂华呀 特意能让宁雪听到他的话 我找你有点事 你今天上班没有 啊 没有啊 去公司了 啊 行 改天也行 对了 你公司在什么地方 我哪天也去参观参观 哦 省大创新港二号楼八零八市 嗯 好嘞 我记住了 宁雪默念了一遍 省大创新港二号楼八零八市 桂华收起手机 往北边高高耸立的楼群一指 那 那儿就是省大创新港 宁雪 要不要我陪着你一起去 宁雪摇头 不用了 你忙你的 谢谢 桂华只是客头 嗯 那行 有事你再给我打电话 宁雪一个人朝北边走去 北风迎面吹来 吹在脸上像是刀子 但是他的心里很暖和 对接下来呀 和杜小斌的见面 是充满了期待 幸福的生活 终归 要靠我自己去争取 广场那边 桂华心满意足地 摸着手腕上的银色镯子 看眼宁雪娇俏的背影 不屑地低语 七 拜金日 宋娜吃过午饭 从学校出来 跟回学校的纳塔莎分手 独自一人进了二号楼 准备去会议室 具体写一下公司的采购清单 刚进公司 突然看到前台的薛天 表情有些不太对 怎么了 宋娜过去问道 薛天赶紧收起看热闹的脸 虽然仙里是一大串的八卦 但知道 不能把宋娜呀 当成谈八卦的对象 赶紧正色道 啊 没事 宋娜倒是没多想 进到开间里边 发现徐曼的脸色呀 阴沉得能滴下水来 正在收拾东西 好像准备出去 徐曼看到了宋娜 仿佛见到了娘家人 嘴一歪 险些没哭出来 宁雪找上门来了 萧牙王跟着她出去了 宁雪 宋娜是相当意外 这人不是消失很久了吗 用吕东的话来说呀 老杜已经从 宁雪的笼罩的阴影中 摆脱出来了 徐曼又说道 宋娜 你们跟逍遥王是朋友 要帮帮她 不能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啊 宋娜说道 你别急 急个人呢 不只是合作伙伴 还是交情非常好的朋友 宋娜同样担心 杜小兵重新走上那条不归路 徐曼大致说道 宁雪刚才突然找上门来 然后就叫她出去聊 两个人就这样出去了 宋娜说了一句 老杜不是以前的老杜了 俩人正说着话呢 吕东啊 从门口进来 宋娜连忙叫她进办公室 把宁雪来找杜小兵的事 给说了一遍 前些天晚上 在索菲亚大酒店 就差点遇上了 吕东简单地说了一遍 当时趁着老杜没注意啊 我拉着她 赶紧出酒店走了 她忽然醒悟 当时宁雪追出来 肯定看到老杜坐的奔驰了 宋娜不想以某些心思 揣摩一个女人 但有些事啊 一而再再而三 没法叫人不往坏处想 吕东无奈道 唉 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真成狗皮膏药了 这多做不下来了 哪有你这样说人一个女的 宋娜呀 去给吕东倒上一杯水 缓缓说道 这种事儿 终归得老杜想开 想开的前提是 看明白 吕东点头 认可宋娜的话 宋娜呢 又说道 咱们跟老杜都是朋友 她好不容易出了火坑 不能眼瞅着 她再往里跳 吕东说道 唉 等老杜回来 问问情况再说吧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九集 独自一人 返回二号楼 杜小兵进入电梯间 站在电梯门口 等电梯下来 推着光滑如镜的金属门 轻轻整理着身上的耐克运动服 看着这身 还带有学生气的衣服 想着要去公司 杜小兵啊 突然有种说不出来的别扭 年轻 冲动 单纯 而有美好的学生时代 杜小兵永远都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自己的大学时代 但是呀 他终究不是一个大学生了 这半年多的工作和生活呀 让他也愿意用另一些词汇 形容和宁雪之间的关系 设事不深 胸无诚服 天真幼稚 电梯这时下来 梁扇门打开 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 杜小兵啊 站着没动 两山门合上 再次映射出一身耐克 映射出一个大学生 杜小兵掉转头 大步离开电梯间 走出二号楼 看了一眼马路对面 仍然期盼着 跳棒这边的俏理身影 心中有些难受 有些堵得慌 还有些疼 仿佛呀 要把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从心中剥离一般 那边的俏理身影盯着他 等着他回心转意 杜小兵心软了一下 眼睛却看到东南边的商铺 想到跟吕东坐在商铺顶上喝酒 想到吕东说过的和他自己说过的那些话 破经了一些事 怎么看得清人心呢 杜小兵转头朝三楼走去 那边一楼的商铺新开了一家红领专卖店 卖的全是男式西装 进到店里 杜小兵选了身商务西装 衬衣和领带等 试过和身之后 又挑了一双皮鞋 要店里立刻进行最后的缩裤脚之类的处理 然后又回到更衣室换上 没过几分钟 穿着一身商务西装 脚灯黑色肩头皮鞋的杜小兵 走出了更衣室 那个运动型男 突然变成了商务人士 结果这样 服务员递来两个手提袋 先生 您的衣服和运动鞋放在里面了 杜小兵微微点头 没再多说 直接出了店面 返回二号楼 马路对面 体育学院正门靠北的一些地方 宁雪站在一棵树下面 盯着对面的创新港 盼着杜小兵能回头 只要你回头 我就原谅你 我就回到你的身边 宁雪先里嘀咕 却始终没有等到那个身影回来 天气太冷了 穿得又薄 宁雪脚都冻麻了 只好往回走 原本想着坐车回全南 但来到中心路口 看到过了饭点 依旧忙碌的两家店 他又改变了主意 宁雪决定在大学城住几天 杜小兵不来找他 他难道不能去找杜小兵吗 为了爱情 他付出一点 怎么了 律师餐饮的写字简里 杜小兵进门口 薄天看了一眼 有点发呆 杜总好 他赶紧说句话 杜小兵点点头 大步进了里边 薄天转头再看一眼 以前每天都穿运动服的杜总 怎么突然改穿西装了 难道 徐曼诧异地看着杜小兵 这刚出去没多大会儿 连衣服都换了 这么快呀 杜小兵仿佛没看到 徐曼乌黑的脸 往前面走去 来到办公室前 看到吕东办公室的门开着 瞥了一眼吕东和宋大 过去轻轻敲了下门 老杜 吕东看到杜小兵 有些奇怪 你这是 他上下打量一番 这风格怎么就突然变了 杜小兵随手把手提袋 放在衣架旁边 说道 刚才欢就想着 跟同学时代彻底说再见 宋娜呀 听出了他这话里的意思 别说 老杜患上这事 真是有大老板的气派 杜小兵坐在沙发上 你们俩才是大老板 我就是给你们打工的 听说宁雪来找你了 吕东和杜小兵之间呢 没啥不好问的 遥想去年这个时候啊 老杜隔三差五的 就跟他倾诉 与追求宁雪的进展 他问道 跑出去这么长时间 啥情况呀 杜小兵啊 整理了下 不太习惯的领带 说道 以前少不更事 我总不能一直活在以前 吕东啊 你在谋求进步 我也在进步 这话说的轻松自在 但心中的难受 只有杜小兵自己 才能体会 或许啊 这就是成长 付出的代价 再疼 杜小兵呀 也没想过回去找人 下定了决心 认清了人 再回头 那不是脑袋 有毛病吗 吕东 真正地放下心来 刚想说 森林和树木的理论 忽然意识到 宋那孩子旁边呢 赶紧改口道 哎呀老杜 你终于想开了 杜小兵苦笑 不想开也不行 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再去找虐 我又没有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宋那 故意开玩笑 老杜啊 想找女朋友 跟我说呀 我宿舍上铺就不错 要不 改天介绍给你 别 千万别 杜小兵看起来呀 恢复了正常 我还想清静几年 这事以后再说 宋那只是开玩笑 因为大家伙子都知道 公司里边啊 还有个徐曼呢 不过 徐曼自从正式加入 旅士餐饮公司 真的收敛了许多 大概呀 都在成长 杜小兵 准备走了 不跟你们说了 我回去工作了 新店社就开业 还有大摊子事 吕东想到三连的事 问道 老杜 你家和三连的关系 咋样啊 不太好 杜小兵是实话实说 杜娟是科技市场 做的最大的代理商之一 以前在全南的主要竞争对手 就是三连家电 全南那边很多事 他知道 问道 三连又找我们了 想让我们毁约 踹掉光美 跟他们合作 吕东呀 把跟三连接触的事 仔细说了一遍 我拒绝了 杜小兵说道 我听杜娟说过 传讯以前 给三连供过货 但那帮官老爷不好刺购 后来就不再合作了 他直接说道 我建议 如果没有必要 咱们少跟这些 没有进行改制的公司合作 其中的麻烦事 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吕东说道 这点呢 我赞同 三连那边啊 你多留意一下 杜小兵想了想 有光美电器在 三连暂时 不会对我们起心思 听着他们说的话 宋娜呀 有点感慨 这商业上的事啊 比想象的复杂多了 吕东说道 咱们呀 还是在老家打拼 出去以后更难的 杜小兵笑笑 起身拎起那两个手提袋 出去前呢 特地地带上办公室的门 我走了 杜小兵说道 不在这里当电灯泡了 办公室从外边关上 宋娜呀 拿起水杯喝水 说道 老杜我是真想开了 吕东随口说道 啊 不碰上几只癞蛤蟆 怎么遇上白天鹅呀 宋娜 歪着头看他 吕东 你以前 遇到过几只癞蛤蟆 没有没有 吕东 赶紧说道 我运气多好呀 第一个 就遇到了天鹅呀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集 他集中生智 我这叫 一开始 就碰上了真命天子 算你会说话 虽然知道 对方这话呀 是哄人高兴的 但宋娜 仍然笑得很开心 从旁边啊 取过包来 拿出一个 方方正正的礼盒 直接呀 推给吕东 那 给你的奖励 什么东西啊 吕东看着礼盒上的 蝴蝶结 挺好奇 宋娜笑着 自个儿看 吕东没有打开 反而去办公桌的那边 拉开抽屉找了一会儿 拿出一个小手提袋来 宋娜问道 有礼物给我 吕东过去 递给宋娜 宋娜接过来看一眼 忍不住说道 咱俩真有默契 你送给我的 也是钱包 吕东坐在宋娜旁边 去拆礼盒 宋娜呢 已经拿出一个 黑色的女士钱包 说道 哎哟 这个外国牌子 不便宜 本来想着平安夜送给你的 今天跟你一样 她拆开的礼盒里边啊 也是一个黑色的钱包 拔开以后 里边还有二百多块钱 有零有整 宋娜说道 你整天想不起带钱来 我放进去的 她去办公桌那边 拉开最中间的抽屉 取出吕东的银行卡和身份证 回来后说道 都给你放在钱包里 以后拿也方便 想着随身带钱 你这几个月的工资 都在银行卡里没动 公司个人分得是清清楚楚 吕东在公司任职 也是有工资的 除了扣房贷 其他的都没动 宋娜掏出自个儿的旧钱包 里边的东西啊 全部换装到 吕东新送的钱包里 对了 我宿舍里的活动 确定下来了 圣诞节那天 去商务中心新开的KTV唱歌 宋娜叮嘱道 咱们答应了人去 可别忘了 吕东英道 忘不了 你说聚会呀 我想起个事来 文悦和袁静 打算等放寒假 再召集同学聚会 宋娜想着 寒假要去找代工厂商 说道 到时再说 俩人呐 在办公室聊了会儿 吕东很快又出去 三点约了大学城商会的 一家会员公司负责人 对方以前是开厂的 正在转型 做小型连锁超市 看着吕家食品那边的 带装食品呢 能不能有合作机会 上一回 通过商会这个平台 吕氏餐饮呢 在多次考察之后 确定了一家新的 豆制品供应商 公司豆制品的采购价 一下下降了百分之十 晚上回吕家村 吕东发现呢 村里张贴了全新的公告 公告的内容是 关于吕家村食品公司 1999年度分红 以及未来分红准则的 相关事宜 吕东看过公告之后呀 专门去村委办公室 了解了一番 分红只有公司 存立的百分之二十 相关的分红规则 基本上与前些天 众人商议的内容一样 就是增加了不少 边边角角的 补充条款 反对的人不是没有 但数量极少 本身 这就是与去年 一样的规则 维护的 也是现有村民的利益 这些事啊 推动的 都算是顺利 早晨 吕东刚出家门 准备上车 吕建仁呢 出斜对面的 二爷爷家门 直接过来 嗯 老司机回来了 吕建仁拿过钥匙 去驾驶位那边 吕东拉开 副驾驶的门 据说呀 你这话可有奇异啊 吕建仁不解 嘿 难道你七叔不算老司机 吕东上车 说道 算了 七叔你不是老司机 谁能称得上老司机啊 得挑长虫 都当白娘娘养着 人称吕家村的吕仙士爷 这跟老司机有差关系啊 吕建仁 发动汽车往南走 琢磨过味儿来 哎 少讽刺你七叔 你以为我听不来啊 你七叔可没许仙 那么重口味 连长途都干 车子在出村前呢 吕东特意去村委看了一眼 沿建村里很安静 没有因为昨天发的通告 出现群情涌动的情况 这才去了大学城 开着车 吕建仁说道 你呀 太小看咱村的人了 谁都知道 这些规矩定出来 是保证他们的分红 有啥可闹的 难道 不停叫人把户口转到吕家村来 贪薄他们的分红吗 吕东说道 制定这些呀 本来也是保证咱村人 现有的人员利益 这事啊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 都能看得出来 吕建仁又说道 下个月就分红了 有不少钱呢 吕东想起个事来 七水年初 把钱投到公司里边入股 是不是没错啊 吕建仁怎么可能承认 自个儿有错呢 要不是我同意 他能投资 说到底呀 还是我看得远 看得准 吕东活在这种旁之末节上 跟他纠缠 七叔呀 人口分红 加公司的股份分红 你家能拿不少 这笔钱 有啥打算呢 当然是 吕建仁画到嘴边 又咽了回去 转头看了一眼吕东 东子 你小子又跟我使亲眼啊 啊 我这跟你说了 转过头 你去告诉你七婶 最后我一分钱都看不到 他伸手呀 隔空点了点吕东 你小子没良心啊 你七叔我弄几个钱 容易吗我 吕东却说道 七叔呀 你刚不是说眼光长远吗 咱钱生钱才是妄斗 分红拿到手里 当然要留一部分在手里花 咱们挣钱不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吗 但也不能把所有钱都花了 是不是啊 你呀 听我一句 现金留在手里 永远都贬值 同样的一块钱 五年前能买啥 现在能买啥 你挣钱早 比我体会得多 吕建仁叹口气 钱忙了 我这钱了 吕东有说道 过段时间呢 我 老杜 魏国和宋娜几个人 准备一起去全南买房子 投资房产 你要是有兴趣啊 可以跟着 一起去 不会打水天 吕建仁 不了解这些 绝对不会 解释那些有的没的没用 吕东啊 干脆说重点 你们这一带呀 眼瞅着起来了 钉子长大以后呢 买上几套房子 钉子将来要是读书读出来 再省城工作 也能有个落脚地呀 中国的父母 绝大部分呢 一旦有了孩子 过的就是孩子的生活 即便是吕建仁 也不能免俗 行 我跟你七婶呢 商量商量 别的呢 我也不懂 但你小子 不会坑你七叔我 虽然嘴上整天说 吕东不务正业 把他教的一身本事 都给浪费了 但吕建仁 心里跟明劲似的 其他方面不说 单单吕氏餐饮 和吕家食品 这两个公司 就能看出 吕东的眼光很准 做山雕 也有老了的时候啊 钉子将来有冬子在 倒也不用太愁 但终归呀 还得给孩子 留下点啥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91集 来到大学城 桑塔纳 进创新港地下停车场 吕东下车 问道 去说 我今天应该不出去 你呀 自由活动 吕建仁 指了下仓库那边 我去给小山帮忙 总不能拿你开的工资 整天胡逛呀 吕东没再说别的 乘坐电梯上楼 来到八楼以后呀 刚出电梯间 就进公司门口 站个女的 这女的很漂亮 特别会化妆 单论脸蛋精致啊 还在黑蛋之上 吕东心说呀 这宁雪是没完没了了 她大步过去 还没到公司门口 这宁雪就看到了她 转过头来 露出满脸的笑 主动打招呼 早啊 吕东 你好 吕东看了她一眼 宁雪一手提个纸袋子 另一手提着奶茶 好像是带的早餐 吕东没有跟她继续聊的意思 直接建了公司 徐曼看到吕东过来 站起来说道 那个宁雪 吕东抬手打断她的话 说道 告诉雪天 不要让她进公司 外边管不了 也没全力管 但宁雪想进公司里边 不要去想 至于徐曼倒追杜晓斌 吕东不想管 徐曼起码有理智 在公司里边 很少表现出来 杜晓斌接受不接受 那是杜晓斌的事 吕东去到办公室 徐曼呢 见到出去倒垃圾的薛天回来 赶紧去前台 跟薛天嘀咕起来 宁雪就站在门口等 没有进去的意思 又等了几分钟啊 终于见到杜晓斌 从电梯间那边过来 宁雪看了一眼 发现杜晓斌啊 的确是不一样了 从认识杜晓斌起 杜晓斌就整天 穿着那颗运动服 换来换去 全是那颗 现在 杜晓斌却穿着西装 皮鞋 加领带 帅气之外 更多的几分成熟 杜晓斌啊 也看到了宁雪 眉头不自觉地宁起来 这还有完没完呢 昨天说的 还不够清楚 宁雪迎上来 嘴角笑容绽放 犹如暖阳 冲破乌云 你来了 有没有吃早饭 我专门给你带了些过来 有去其他公司上班的男人呢 见到如此漂亮的女人 主动给一个男的带饭 心中的羡慕和嫉妒 都快流出来了 即便是放在大学城这种 充满青春与靓丽的区域 这女人的漂亮 都是顶尖的 那个男的 也太幸福了 结果呀 男的好像是 身在福中他不知福 不用了 谢谢 杜晓斌随口回了一句 快步进了公司 只要留下宁雪一个人呢 直挺挺地站在门口 宁雪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犹豫了片刻 离开了这 下楼 她找了一个垃圾箱 把手里的东西啊 狠狠地砸进垃圾箱里边 一上午 我停地打电话 跟光美和银座交流新店的事 吕东和杜晓斌啊 都非常忙 根本没时间与精力 去考虑其他事 中午下班 俩人呢 一起出去吃饭 刚出门口 宁雪从旁边过来 小冰 你胃不太好 冬天吃饭要注意 不能吃凉的 我给你准备了温牛奶 吃饭前喝点 吕东看着这个妆容精致 犹如曾经网络上 女神般的年轻女人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杜晓斌还是老话 不用了 宁雪呀 第一个保温杯过来 眼前杜晓斌不急 干脆放在地板上 冲吕东和杜晓斌笑笑 转头就走了 杜晓斌看都不看这个保温杯 朝电梯间走去 吕东也过去 这个宁雪呀 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这属于段位提升 还是段位降低了 俩人坐电梯下楼 去体育学院的餐厅吃饭 走在路上 杜晓斌突然说道 吕东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吕东 吕东 微微摇头 我也不太清楚 既然老杜想开了 他也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杜晓斌想到宁雪早上和刚刚做的事 说道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也说不上哪里不对 就觉得很失望 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宁雪把杜晓斌关于他仅剩的那点美好记忆 都给粉碎了 耗费一年多的时间 苦苦追求而不可得的人 真实面目就是这样 杜晓斌想到现在的宁雪 只觉得是索然无味 会合的送纳 以及从路口过来的乔卫国 四个人呢 一起在体育学院的餐厅吃饭 期间 宋纳同宿舍的同学黄娟呢 还跑过来打了个招呼 黄娟因为宋纳的关系 吕石麻辣汤和汉堡黄开业时啊 过来给吕东帮过忙 倒也算是比较熟悉了 偶尔碰上了 也会跟几人聊上一会儿 后边的两天里 在创新港二号楼八层上班的人 都发现了 本楼层多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有个漂亮过分的年轻女人 总是等在那家旅试餐饮公司的门口 给人送水送饭送牛奶 摆明了是在倒追 偏偏那个男的呀 对漂亮女人是不假词色 后边甚至不搭理她了 有人忍不住 背后说话 哎呦 这好白菜送上门去让猪拱 结果猪都不拱啊 有知情人透露 你懂个屁啊 知道你嘴里的猪是谁不 那吕氏餐饮的副总 哎 吕氏餐饮知不知道 大学成商会理事单位 据说今年营业收入上千万呢 这女的要是追到那男的 后半辈子还不要啥有啥 杜小斌彻底对送上门的大好白菜 失去了兴趣 根本就不搭理宁雪 像宁雪这种人呢 能一时放下身段 却不可能长时间放下身段 在圣诞节前一天的时候啊 八楼包括吕氏餐饮公司的人发现 过去几天准时来报到的那道靓丽的风景 消失了 杜小斌松了一口气 初恋不仅以失败告终 连最后一点美好的记忆都荡然无存了 啊 沈总算走了 徐曼也松了口气 私下里对宋纳说道 我追不上逍遥王 逍遥王也不能选宁雪 宋纳在徐曼和杜小斌的事上 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 徐曼又说道 逍遥王要挣扎了宁雪这样的女人 这辈子说不定就毁了 宋纳只是说道 放心 老杜不是爱 这件事过去了 圣诞季 西方舶来品 像清照这种地方呀 放在以前 没几个人重视圣诞机 但大学城落户到这边 又过了一年之后 商户们已经敏锐地察觉到 这个阳节 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了 餐厅和大点的商铺呀 都制定相关圣诞节的促销 比如 旅师餐饮下属的店面 就推出了圣诞节情侣套餐 和打折优惠活动 宋纳的温馨货站呢 早早就摆上了圣诞书 更是拉上促销条幅 庆圣诞 迎新年 亲情回馈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92集 12月24日当天 文新货站在大学城的三家店 销售额加在一起 超过了两万 主要是购买礼品的人太多了 精力旺盛的大学生们呀 赫尔蒙爆棚 众所周知 看似漂亮精美的礼品 其中道道是非常多 利润丰厚 大学城呢 一向是走在社会前沿 哪怕是九十年代末 在各种礼品和感情的公式下 不知道有多少女大学生 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 反正 圣诞节这几天 大学城的宾馆和酒店 是生意火爆 房间全都订了出去 就连会展中心那种 做高档生意的酒店 都人满为患 圣诞节当天呢 送那宿舍的人聚会 因为提前约好 吕东啊 跟着送那去了一趟 送那宿舍 总共有八个人 包括送那在内 有四个人呢 吵了男朋友 其他三个 全都是同学校的 除了黄娟 吕东和送那宿舍的 其他人呢 并不熟悉 虽说 约在商务中心的 KTV唱歌 但吕东打过招呼后呀 退化 基本很少 其他学生基本都在说大学校园里边的事 吕东也插不上话 这年代 象牙塔中的大学生呢 也有着几分骄傲 吕东啊 也就是偶尔 与旁边的黄娟 说上几句 相比于其他人眼里 就是个做生意的 黄娟 因为与送那关系好 对吕东 了解的更多 其他人呢 吼着嗓子唱歌的时候 黄娟问吕东道 哎 你经常跟政府部门打交道 听说大学毕业不包分配了 确定下来没有 问别的 吕东可能不清楚 这方面呢 多少知道一点 说道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但全南这边啊 从明年开始 大学毕业就要自谋生路 当然 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啊 地方上有的是单位抢着要的 黄娟有点犯愁 哎 像我们这些体育学院毕业的 估计只能去当体育老师 吕东说道 体育老师也挺好的呀 邮编制有假期 工作还稳定 黄娟是实话实说 以前我也觉得挺好 但看了你家那口子做的 再去当个老师 总有些不甘心 吕东不好说什么 高收入的背后 也有相应的压力和风险 宋娜 这时说道 我家里倒是 都认为我当个老师挺好 家里老人呢 图的就是个稳定 尤其是女孩 那边啊 有一对放下话筒 黄娟问道 哎 你俩不去唱一首 吕东和宋娜同时摇头 宋娜更是说道 哎呦 我们俩就算了 五音不全的 唱歌要命 黄娟故意说道 我还想听你们俩来说 夫妻对称呢 宋娜笑着 别 您就让我留点好形象吧 哪怕是同一个宿舍里的人呢 也会有小团体 像同宿舍关系不好的同学 也大有人在 宋娜这个宿舍的 整体关系呢 都还算是可以 不过宋娜跟黄娟 明显走得更近 至于社友亲密无间 自个儿做生意 还要拉上一整个宿舍的人 同时发财 宋娜和吕东这种普通人呢 没这么无私和伟大 包间门的玻璃窗前 突然呢 出现个人影 吕东因为不唱歌 很快就注意到了 似乎呀 有人站在门口 等在那 正在唱歌的女的 唱完一首 包间门被人从外边敲响 人特别有礼貌 敲过门后呀 并没有进来 直到黄娟过去开门 一个穿西装打领带 看年龄大概三十左右的人 才进来 这人呢 从跟在后面的人手里 接过一盘干果 一盘水果 放在包间的桌子上 有个专业链跳远的男的 说道 呃 我们没点呢 在KTV里 一个果盘的价格不菲 除了包间费用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喝的水和饮料 也是从外边带进来的 这是文殿的赠品 三十岁左右的人呢 随口回了一句 根本不管其他人 精致地 赶紧来到吕东跟前 笑着说道 吕总过来 怎么不早打个招呼 太不好意思了 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 人到了面前 吕东出于礼貌 站起来跟人握手 这人是谁 还真不记得 三十岁左右的人呢 连忙说道 吕总可能没注意 我新进加入大学生商会 也是咱们商会的会员单位 说到这儿啊 想起还没做自我介绍 我叫魏庆 就清照的 以前跟王栋 王哥混过 后来出来开KTV了 吕东笑着说道 哦 哎 魏总好 魏庆这人呢 很有眼神 知道这不是说话的时候 愁了一眼满包间的大学生 很场面的道 各位同学 玩得开心 想要什么 尽管要 今晚所有消费 都算我的 几个学生啊 听到这话 都挺高兴 今晚的消费AA 算到每个人头上 也不少 送那眼神啊 往其他人那边转 大家伙听到免单 都很高兴 但这花费的钱省了 欠下的 却是吕东的人情 跟纯粹的大学生不一样 送那做生意这么久 知道人情债 不能轻一千 送那知道 吕东这时候不好说话 当即接话道 谢谢魏总啊 果盘我们收了 免单还是不要了 我们这么些人 白吃白喝白唱 说不过去 魏庆啊 看送那紧靠着吕东而坐 大致有所猜测 这位同学 其他人不太明白 但大学就是个小社会 也有反应快的 琢磨出点味来 吕东啊 见送那说话 不想他在同学面前难做 啊 魏总 改天咱们再聊 行吗 干这一行 哪个不擅长察言观色呀 魏庆赶紧对吕东说道 我就不打搅吕总了 吕总有啥需要 随时叫我 说完 恭恭敬敬地 给了吕东一张名片 根本不管吕东年龄大小 魏庆啊 出了包签 对跟着的灵班说道 你做得不错 观察得挺仔细 今晚你不用干别的 就守在这里 他们有什么需要 都满足 灵班赶紧说道 哎 好嘞 魏庆又看一眼包签门 里边的那一位 大学成经商的 谁不知道呀 以后极有可能啊 是这里的头面人物 有了这么一出 其他人呢 看宋娜和吕东的眼光 多少有点不同了 但终归都是同学 倒也没人说什么 趁着吕东去洗手间的空 黄娟呢 对宋娜低声说道 老板本来要免费 你给去了 咱宿舍的人都好说 其他人背后 说不定又有话要说 俩人关系好 才会这么说 宋娜明白这点 穿门解释几句 他为什么要免费 黄娟看得明白 因为吕东 宋娜说道 免费的单 省下百十块钱 但吕东会欠下一份人情 回头在生意场上 这份人情 可能就值几千 或者几万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93集 黄娟愣了一下 很快就明白过来 做声音这么复杂 宋娜低声说道 钱还好 人情难还 哦 我明白了 黄娟的话呀 直接歪掉 所以 你直接把自个儿 给吕东了 宋娜白了他一眼 忽然呢 想到杜小兵 和宁雪的纠葛 颇为感慨 你知道 找一个你喜欢 对方又真心喜欢你的 又多不容易 黄娟笑起来 知道了知道了 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晚上八点半 聚会就散了 消费按照说好的AA 出了门啊 黄娟跟其他单身的女的回学校 成双成对的也都各自散去 吕东陪宋娜去学府文院 说道 你刚刚这么做 容易叫你同学有意见的 宋娜牵着她的手 总不能因为这点事 就叫你欠下一个人情 人改天有事找到你头上 你是帮人办还是不帮人办 吕东轻声说道 你这么向着我 人容易在背后说你 宋娜看了眼天上明晃晃的月亮 你是我男朋友 我不向着你 向着谁 吕东停下来 伸手抱住宋娜 紧紧搂在怀里 贴在身上 宋娜也抱住吕东 耳边呢 听到有动静 连忙往左看 有对老夫妇过来 好了 她赶紧把吕东往外推 有人过来了 吕东不松手 过来就过来呗 咱们又没做剑膜的人的事 你别推我 让我再抱一会儿 眼见吕东不放开 宋娜呀 拿额头 学劲顶着她胸膛一下 整张脸 都埋进吕东的怀里 省得呀 叫人看清长相 父母就在附近做买卖 又搬进这个小区里 认识他们一家的人 还真不少 这要是到处嚼舌根 可真是没脸见人了 好一会儿啊 宋娜才挣脱出来 赶紧整理一下衣服 吕东也拽了拽身上的羽绒服 坑想着说话 宋娜呀 强心说道 快九点了 我得回家了 要不 我爸一会儿该打电话了 嗯 吕东 应了一声 国王老宋晚上呀 没少给宋娜打电话 他理解做父亲的想法 拉着宋娜往北走 我送你回去 大冷的天里 小区中的人不多 俩人手牵手走着 拖出两道长长的影子 来到老宋夫妇住的那栋楼前 吕东说道 你回去吧 我就不进去了 宋娜往单元门口走 走出没几步 又转回身来 冲吕东挥挥手 吕东啊 一直等到他进了单元门口 这才出小区离开 新前年来临前的 最后一个周末 吕氏餐饮呢 在立下去大润发商场的三个店 提前大润发超市一周的时间 正式开门营业 因为大润发尚未开业 除去周六当天的开业典礼 吸引到不少人 三家店的客流量 远比不上全南路 虽然周边呢 有着数个大型社区 初高中和大学院校 以及多家企事业单位 但全南路步行街 早就是非常成熟的商业圈 而这边 想要形成一个大型的聚客点 单凭旅士餐饮的三家店 还做不到 必须要等到大润发开业以后 幸好 大润发在新千年的第一天 就会正式开门营业 汉堡黄隔壁的肯德基啊 也在进行最后的装修 预计开业时间呢 不会超过一月份 热门店铺越多 这一区域啊 越能吸引到人流 开业第二天 吕东跟马明打电话 想问问他客题做得如何了 马明啊 刚好从外地回来 俩人呢 干脆约在新开业的火锅店见面 临近中午时分 俩人呢 在火锅店里做了一桌 马明呢 跟上次不一样 从学校打车过来 穿着便于室外工作的羽绒冲锋衣 啊 想吃什么 随便点 上一次见面呢 吕东就看出来了 这不是传闻中的那种顽固子弟 这年代 在泰东 能凭借成绩考上省大 绝对是有真才实学 他把菜单啊 敲给马明 咱俩啊 一见如故 别跟我客气 马明接过菜单 四处看看 吕东啊 你生意做得挺大 就是店里的人 少了点 店里今天中午呢 总共做了有十来桌 相对三百平的营业面积 多少有点冷清 吕东啊 倒也觉得正常 昨天刚开业 这边呢 以前也不是商圈 等隔壁大润发开下来了 人就多了 我就当打土豪了啊 上次相谈甚欢 马明呢 倒也不跟吕东客气 拿起笔 在菜单上勾勾画画 我家里情况 你知道 别人请啊 我也不敢去 也就是你 点好菜 吕东问道 喝不喝酒啊 马明 直接摆手 三点多 我要见个教授 那就不喝了 吕东 又在菜单上 多悬几样 也没有要酒 招手叫来服务员 给了菜单 马明啊 看了眼服务员的拿本 说道 你店里的工作装 还挺少见的啊 戴着口罩 是房唾液飞出来的 吕东点点头 做餐饮嘛 叫人吃的放心 很重要的 听到这话 马明看一眼对面的厨房 透明的玻璃木墙后 厨房里边各种操作 是一览无余 哎呦 我就参与投资那个鱼翅皇宫 都不敢这么搞 吕东笑起来 哼 那个饭店的档次呀 根本不用考虑这些 去吃饭的人呢 也不会担心这些 我这儿呢 档次就低多了 都是面对普通消费者 食品卫生安全呢 是普通人 才需要担心的问题 马明 微微皱眉 呃 吕东啊 你这话听着别扭 仔细想想 就挺有道理的 服务员端着托盘 送来温毛巾擦手 马明 对这些倒是并不觉得奇怪 毕竟很多高档酒店 也有这种服务 但类似的大众酒店里 不说是绝无仅有 反正啊 他没见到过 马明虽然是最新考古 但跟着父母呢 经历过不少场合 说道 哎呀 单是店里这服务 估计啊 就能吸引住不少客人 吕东说道 一时容易 长期坚持下来 很难的 马明点点头 顾客是上帝 这话呀 说得好听 真正做的商家 没几个 坑的 就是上帝 火锅和各种的肉菜送上来 俩人呢 是边吃边聊 你这边的汤底和粘料 味道都挺好的 马明是细脚慢咽 嗯 我吃过的火锅里边啊 味道是第一流的 吕东说道 这些呀 是村里厂子自己生产的 马明想到 去年过年呢 老爸带回家的一大桶炉煮下水 说道 呃 你那儿的特色 算是吧 吕东大致说道 这是我妈呀 根据村里一直用的工艺 重新进行调整加工的 马明吃下一口羊肉 嗯 挺好挺好 回头呀 我找人在学校帮你宣传一下 就是你这店呢 离这省大远了一点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494集 吕东笑着 在省大那边啊 也有开店计划 老校区西边 虞书不是在为银座建设 花园广场店吗 我跟银座呀 达成协议 新店会开在商厦里边 马明问道 哦 还有别的店呢 吕东大致说道 北园 八一 燕山 西市场 明年的计划 尽可能地覆盖整个全南 哎呀 这速度还挺快 马明不大懂商议 怪不得我爸跟我舅 一个劲说 你做事能力强呢 吕东啊 说了句实话 哎 没有虞书和马书呀 我可不敢步子 卖得这么快呀 俩人说着说着 话题呀 又回到了历史上 马明问道 你那边有没有特别历史久远的民俗类建筑呀 啊 你又有新课题了 吕东好奇问道 之前不是在研究那个张三多吗 马明直接说道 我下午呀 要去见的这个教授 研究民俗和古建筑的专家 全国都有名的那种 在省博物馆挂名的 享受国务院津贴 我想考他的研究生 吕东啊 是个感恩之报的人 马书虽然从来没有直接出过手 但他站台的意思很明确 虞书那边啊 就更不用说了 以吕石餐饮和他目前的实力 帮不上他们 但马明这边啊 能帮就要帮 况且 一个民俗和古建筑方面的专家 如果对吕家村有兴趣的话 吕东想了想 说道 别的我也不太清楚 我村里呀 有个骨灰塘 太久远不敢说 民国之前就有了 最早建设的年代呀 要更早 不过中间因为自然灾害和人祸之类的 好像倒塌过一回 中间呢 进行过一些大修 马明 寒算了起来 年前可能是没时间了 等过了年呐 我过去看看 吕东跟他碰了下杯子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随时给我打电话 喝了点饮料 吕东又问道 张三多那个课题完成了 呃 基本完成了 马明简单说道 那个课题呀 不算难 全南的一些地方资料呀 能找到佐证 我还查了不少 清末民国的书籍 很多打游诗的原型 其实呀 都是来自于上边的改编 他举了一说明 就拿球语那首打游诗来说吧 全南图书馆呢 有一份1925年的时报 当时啊 记自全南的短讯 张宗昌球语记 称山东苦汉半年 关身组织奇语大会 逢张宗昌履心 他也一起参拜 谁知两日后 大汗如故 张宗昌宣言 如期满不语 就开炮红天 于是呀 当时饱受张宗昌 横征暴脸的全南百姓 代替张宗昌 做了这首打游诗 目前流传很广的打游诗啊 都是建国以后 很多文人强行安排在 张宗昌头上的 既然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马明啊 就拿出了最为严谨的态度 张宗昌的女儿 张春隋 尚在世 前几年呢 刚从一家国企退休 我找人帮忙联系上他 向他做过求证 张春隋明确表示 张宗昌没有做过这些诗 就算以张宗昌名义 发出来的 助寿诗等等 均是出自他部署的师爷 随后 随后要去省大西边的千生地产 在建的商上看了一下 这边比八一和北原开工晚 进度也要慢一点 不过明年上百年完工 本是问题 随后他沿着省大老校的正门前的东西路 一路往西开 来到全南火车站 买张站票 进到了站里 转了一圈 汉堡黄这样的快速取餐 有便于携带的快餐 非常适合开在火车站 旅东找人问了下 去相关的招商部门打听 全南火车站暂时没有合适的商铺 像那种只有十几平方的小铺子 也不适合汉堡黄 当厨房都不够用 旅东记下火车站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又留下了联系方式 如果有合适的铺子空出来 这边的招商人员会联系他 火车站的大店铺采用的是拍租 参与的人越多 往往越能拍出高架 铁老大如今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没有足够硬的关系 只能是去参拍 地方与铁路上关系是错综复杂 也不是一个体系 从火车站出来 腾进停车场 旅东隐约觉得背后有人盯着 手放进装东西的兜里 转回去一看 看到一个戴着小白帽的孩子 这孩子也就十二三岁 穿着个挺破的皮夹克 见到旅东回头 没有任何躲闪的意思 看看左右没人 回手拿过背后的包 迅速取出一台 上面有着佳能标识的单反相机 哎 要不要 白帽少年明显受过专业训练 知道以衣衣衫分辨人 伸出一个巴掌 低声地说道 这是好货 只要五百块钱 为了证明 为了证明 少年按下快门 相机运作的咔嚓声响起 接着还有闪光灯在亮 似乎 伤怕别人看到 白帽少年快速地把相机收进包里 声音声音 新的 五百块钱 旅东直接说道 不要 他只是看了一眼 就朝停车的地方走去 白帽少年不死心 又说道 只要五百块钱 或许其他人呢 会觉得这是脏物 买下来就能占便宜 或者惹上麻烦 但旅东猜测 那相机呀 八成就是个空壳玩具 火车站 人流量大 白帽少年呢 倒也没有盯着他一个人不放 很快就去找其他人了 旅东开门上车 直接开车离开 桑塔纳叫车 下到高速桥洞 猛地震了一下 桥洞中原本一个不规则的大坑 横灌整个路面 叫人想躲 都没法躲 吕建仁摇头道 唉 整天从这儿走啊 车都得减瘦 吕东说道 等天转暖了 咱村找人修修 厂子呀 送货拉货的车 每天都得从这儿走 哎 可别 瞧洞子底下 吕建仁呢 尽可能地放满车速 你三爷爷问过这个事 老梁说那很麻烦 需要上级部门批准 你忘了小学校啊 咱干好事 还得当孙子 吕东对这一块了解不多 但也知道 这段路不属于任何的村集体 属于村集体的路还好说 别的乱修 说不定啊 就能修出乱子来 车子出了桥洞 爬上小坡 吕东看到前面有个女孩啊 推着自行车在走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五集 记说 听听 听到吕东的话 吕建仁车子 停在女孩旁边 看上一眼 这 刘明权家的小闺女 刘湾村大队书记家的俩闺女 在周围几个村里啊 认识的人不少 刘再昭停下脚步 看向停下的小轿车 就见靠他这边的车门打开 吕东从车里出来 再昭 吕东 看在他姐姐的份上 问道 你去学校啊 这是 自行车坏了 刘再昭 铁了一眼自行车的后轮 嗯 刚在乔洞子那儿过那个大坑时 爆胎了 吕东过去看看 后轮是完全瘪了 问道 我送你去学校吧 刘再昭略以犹豫 微微点头 不耽误你上班吗 没事 吕东过去架起自行车 其书下来啊 开后备箱 将自行车压在后备箱里 拉开后车门 再昭 上车 刘再昭上车 吕东说道 去说 先去一中 汽车直接去县城 刘再昭坐在后座上 沉默着不说话 吕东问道 你姐放寒假 确定回来吗 回来 刘再昭轻声说道 还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没法过了 吕东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沉默片刻 问道 具体时间定了没啊 刘再昭声音很小 人似乎都没了信心 还没定 她稍微挪一下 从后边能看到吕东的脸 问道 我姐最近没跟你联系吗 吕东随口说道 写过一封信 不过有段时间了 你姐好像挺忙的 嗯 是挺忙 刘再昭呀 说着她了解的事 我姐既要学习还得打工 一个人当两个人是 她看着吕东 说道 我姐确定回来时间 要不要打电话告诉你 桑塔纳进入县城里 吕东看着窗外找修车铺 随口问道 也行 你还记得我的电话呗 上次刘琳琳 委托过来看刘昭帝 吕东曾经留下过手机号 刘再昭说道 嗯 记得 快到一中 吕东看到修车铺 说道 据说 前面那个铺子 停停 车子停下 吕东叫着刘载昭下车 把自行车留下 等车子修好 刘载昭再过来取 这里距离一中很近 走过来就是了 随后呀 在一中门口 放下刘载昭 刚准备走 吕见人 提醒道 东子 小黑带 温馨货站呐 在一中门口有个店 一辆面包车 停在店门口 宋娜和纳塔莎呀 正在往店里提袋子 吕东赶紧下车过去 宋娜也在那边看到俩人 招招手 趁这边打招呼 吕见人笑着回应 没着急过去 点上根烟先抽上 赎金呢 七婶管得严 早晨起来没法抽 给冬子开车呀 也不好抽 阴隐呢 一直憋到这儿 换成以前呢 吕见人早就不管不顾地抽上了 不只是吕东 宋娜和杜小冰等人 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 七叔多多少少也在变 货不算多 吕东过来的时候啊 宋娜和纳塔莎 已经把六七个带子 踢到店里去了 宋娜看一眼吕东 拍了下羽绒服袖子上的灰 问道 你咋来这里了 纳塔莎是欧洲来的 思想开发 又跟吕东和宋娜很熟 随口开去玩笑 吕东 你追女朋友都追到这里来了 吕东呀 直了一下学校门口 啊 刚才路上碰到刘宰招 他自行车爆胎了 遇上不能不管 就把他烧过来了 宋娜是微微点头 上次呢 跟吕东一起 来给刘宰招送过钱 记得这是吕东老同学 刘昭帝的妹妹 吕东看一眼面包车上的司机 问道 唐伟的车呀 宋娜笑着说道 我现在是他的大客户 唐伟都送货上门 吕东看看宋娜 又看看纳塔莎 提醒道 你们俩呀 有空都去学个车 公司开起来 店铺不断增加 哪怕买辆二手车呢 进出配货都方便的 宋娜说道 等放了寒假 纳塔莎 接话道 我听杜小斌说 他学车的那个教练 很不错 吕东想到 贝向荣介绍的那个教练 说道 你们什么时候有空 我带你们去报名 寒假可能学车的人多 最好呀 提前报名 送货的司机过来 跟宋娜办理交集 等宋娜在单据上签过字 开车走了 吕东问道 你们回不回去啊 你先走吧 宋娜是明显有失 简单说道 我找了高中时的一位老师 通过他联系到直砖 一会儿去直砖跟那边谈谈 看能不能从直砖 招点明年的毕业生 我这边后面还会开店 需要大批人手 早点招人能以老代心 吕东略微沉吟 让七叔呀跟着你们一起去 找人帮忙办事 从不能叫人骑着自行车一起去啊 宋娜不好意思地笑 我准备去市场上找个车 她也有感受 开公司有的时候啊 门面挺重要 你真要叫人骑着自行车一起去 这人心里呀指不定会咋想呢 有车拉着去 人家肯定也会觉得受到尊重 这些看似俗不可耐的人情世故 却能成为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 宋娜问道 你咋回去 我去坐公交车 行 宋娜冲走过来的吕建仁说道 七叔 麻烦你了 吕建仁摆摆手 哎呀咱们一家人 小黑大 你说这些话可就见外了啊 宇中不远处呀 就是商业街 在宇中和商业街之间呢 有公交车站点 车里的公交通往县城车站 然后再从县城车站 换上经大学城 通往全南东郊车站的公交车 吕东去公交站点等车 那塔沙和宋娜呀 去医中里边找人 医中不让外来的车进 吕建仁坐在车上耐心等待 手机响起来 吕建仁掏出来看 有新短信 打开短信呢 上面的内容很有意思 我家夏莉莉 五年前 嫁给了港长富商 奈何丈夫深忧眼疾 不能人道 导致我迟迟不遇 我太太低微 积极口微 希望你能帮帮我 吕建仁看眼四周 没发现有人拿手机 不能人道 富商太太 吕建仁琢磨一下 回了一条 你啥意思呀 很快呀 有短信回过来 我想要个孩子 闻过家庭地位 只要你能圆我 做母亲的梦 重金筹写 一百万 给一百万 可真不少啊 吕建仁决定了 这种忙 一定得帮 冬子和三叔都说了 要多做好人好事 所以呀 他又回了一条短信 不过 只打了两个字 妈妈 对面呢 没有回信息 吕建仁看着 衣中校门口 小黑蛋和金丝猫 还没回来 又发了一条 做人呢 要有信用 打钱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六集 县城汽车站 吕东没有在站外等车 直接去站里 这样啊 还能有座 从去年夏天 县城跑全南的老中八 一下少了五六辆 听说呀 不少跑中八的私人司机 因为射黑射暴 被严肃处理 因为有公交车撑着 车数量没减少 空间和安全性更好 价钱呢 比老中八便宜一大半 乘客们不仅没有怨言 大多数还拍手称快 有些中八司机啊 确实能本本分分做生意 有一些各种凑蛋事 叫人是相当无语 吕东今天运气不好 公交车 开到通往吕家村的南北路口 突然抛锚了 一行人呢 只能下车 等下趟车过来 站在路口 吕东往南看 不远处就是洛庄 这里啊 距离吕家村 其实也不远 也就三里多 拨到四里路 看见洛庄 吕东啊 想起马鸣和考古来 想起因为吕家村 没发大水 洛庄没有冲出来的汗墓 曾经天天从这走 这么大个发掘现场 是相当显眼 吕东记得非常清楚 路口往南不远 也就五六十米 就是洛庄汉墓曾经的发掘地 现在那里有两部分 一部分平地上种着麦子 另一部分高点的大片地 像是个土丘 上面啊 长满荒草 这里没人关注 几十上百年来都是这样 如果不是1998年那场大水 冲刷过了土丘 根本没人关注 这片平平无奇的荒地和庄稼地 吕东非常清楚 这些都是因为他而带来的连锁效应 吕家村 大学城和清兆县 因为吕东的出现改变了太多 天冷 吕东吐出口白雾 手抄进口袋里边 又等了一段时间 总算有新公交车过来 一行人上了车 慌慌悠悠地往西边去了 公交车开走 洛庄那边啊 出来一辆牛车 有人赶着 很快就到荒土秋前 拿出铁仙挖土 大冬天的 可能是挖土和煤 做煤球 煤饼子之类的烧炉子 农村 从割荒的地里挖土很常见 这个土秋不少地本啊 都有挖土的痕迹 货煤用的土不多 挖了一些 牛车又走了 土都很正常 跟其他地方呀 没有区别 最近这些年 不少人都从这儿挖土 到了年底 公司事务格外繁忙 尤其是会计部门 通缉公司收入 计算会计利润 协调税务等等 唯有死亡与缴税是永恒的 这话放在任何法治社会呀 都是通用 前锋和这两个月财入职的一名会计 忙的是脚步沾地 驴师餐饮还涉及到当地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 各方面都需要协调好 现行法治环境下要做到最好 吕东知道做企业不容易 说是如履薄冰 那是一点不夸张 不想未来出乱七八糟的问题 现在就得想尽可能 别买雷 下午 吕东召集杜小兵 大一万 宋纳和乔卫国等股东开会 再一次确定了今年的利润分红等事宜 大家伙当时肯投资 一方面是相信他 另一方面肯定也是想着跟着他能赚钱 一年时间过去了 即便都是朋友 吕东也得要让投资者们看到回报 公司能有今时今日 纵然吕东是关键 其他人同样发挥了不小作用 杜小兵数次借用家里的资源和关系网 为公司进货 装修和开发全南市场打通渠道 公司大部分对公手续 以及面对公家单位的刁难 全都是大一万出面处理 特殊的身份让公司在初期 避免无数的吃拿卡要 无论谁都不敢小看 吃拿卡要这几个字 别说是一家小公司了 哪怕中等规模的企业 也能在这四个字前轰然倒塌 宋娜和乔伟国都实地参加过公司的工作 一个查缺补漏 一个负责厨房培训 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忙忙活活一年下来 总要看到镜像 会议时大门紧闭 只有吕东五名股东在开会 会议记录由宋娜客川 吕东坐在长条会议桌的首位 说道 我们先说员工 新年过后很快就是春节了 按照咱们国家的传统 过年肯定要给员工发福利 福利发到手里 最增加咱们员工的归属感 激励下个阶段的斗志 比我们做十次培训的效果都要好 坐在吕东左手边的大一万 只是点头 安安分分地充当工具人 杜小冰穿着西装 正襟危坐 接话道 我赞同 我们吕市餐饮酸在同行业中 工资水平较高 但工作量也大 给予员工一定的物资激励 有利于激发工作热情 乔卫国没啥意见 跟大一万一样 很少说话 宋娜这时说道 我的切身感受 时代变化很快 纯粹的精神机力作用很小 要让员工努力工作 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收入 二是晋升渠道 吕东笑着说道 只要做得好 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晋升的机会 这不是空口白话 明年会开更多的店 每个店起码需要一个店长 年底红利分为年货和奖金两个部分 年货统一的二百元标准 以吕家食品公司的产品为主 奖金大体上分为两种 一是未来正式转正的员工 发放二百元过节费 正式员工一月份双薪 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 相对于吕氏餐饮的盈利来说 也不算什么 最为关键的还是股东分红 对公司而言 股权背后连接着公司的配置资源 利益分配 与公司治理 股权问题处理不好 股东们神仙打架 再好的产品技术和运营 都要功亏一篑 吕东和杜小斌之前商议过 当即说出具体方案 根据我们投资时的约定 和公司法规定 公司税后利润要抽取百分之十 进入公司公积金 其他的百分之三十 实行现金分红 剩余部分 进入增资阔股 当然 愿意拿走所有利润的 公司呢 也不会勉强 大一问 看言吕东 说道 我最少约定 宋纳 杜小斌和乔北伯 全都没有意义 以吕氏餐饮的发展速度 大部分红利转入新股本 无疑更加核算 风险当然是有 但没有风险 哪来的收益呀 会议结束 吕东接到赵干事打来的电话 让吕东交一份申请 参加清兆县大学城 1999年度 十家企业评选 放在清兆范围内 吕氏餐饮公司怎么着 也评不上十家 县里光公家公司 翘一大串 论姿排辈 也排不上他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七级 但大学城初创 加上吕东担任大学城商会副会长 吕氏餐饮公司 有大学城商会作为理事单位的招牌 拿个大学城十家企业 问题不大 另外 赵干事告诉吕东 下个月会有外资企业来访 与商会的领导人面谈 是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享受便利 肯定是要承担一些责任 吕东很清楚这点 反正这样的会谈呢 是历情公事 接待方面 也是政府出钱 用不着屡市餐饮操心 几个人聊了一会儿 大一半率先告辞 乔卫国呢 去中心路口店面 培训刚招聘的人手 杜小兵要回一趟全南 晚上他家里聚会 吕东处理完手头的工作 跟宋娜去旁边的三后楼 那边啊 已经开始动工装修了 来到门口 看一眼门牌上的数字 吕东问道 专门选的 宋娜不明白吕东的意思 没啊 因为面积小 楼层低 便宜 吕东进去 李林呢 正带着工人做隔断 过去打了个招呼 李林跟着李家住 干了一年多时间 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宋娜从办公室里 提出矿泉水 招呼道 李林 你们渴了就喝水 别客气啊 李林 放下手上的工具 接过宋娜 递过来的矿泉水 桑桑 都自己人 也别千万 宋娜过来问吕东 能有问题 吕东笑起来 没问题啊 我就是看到那个数字 宋娜还是不明白 李林接了一句话 嫂嫂 你们租的是203 跟七叔绰号正好对上 宋娜这一下清楚了 想起小时候看过的戏和电视 部队首长代号203 吕东说道 对 就是这句 看了会儿装修 宋娜准备回学校上瑜伽课 跟李林说上几句 敲着吕东啊 一起出了写字筋 最后一堂课了 下了楼梯 宋娜对吕东说道 下学期 杨老师和渊老师 还不知道会不会开新课 吕东问道 他们还没找好地方 宋娜是点点头 嗯 需要的场地不小 又不能像学校那样 半租半届 他们俩资金压力很大 说到这儿啊 他略微停顿 吕东 那天咱们请杨老师 两口子吃饭的时候 他们说起这些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 跟他们合作 投资成立一个公司 专门做散打 瑜伽 健美操 嗯 还有健身一类的培训 你觉得怎么样 听到这话 吕东仔细思考起来 曾经类似的健身房 或者培训机构 哪怕在小县城里 都是遍地都是 这行啊 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现在相对比较少 如果能做好 前景 确实还是不错的 宋娜又说道 我学的社会体育 我学的社会体育 做这个也算专业对考 苑老师在全省大赛拿过名次 专业级的高手 杨老师除了瑜伽和健美操外 还是个健身达人 吕东问道 你跟着杨老师练了一年多 与你的观察 招生情况怎么样啊 还不错 宋娜回想着说道 不过 杨老师两口子 主要是面向体育学院 真正外来者 除了你和魏国 也没几个 宋娜呢 从自己的视角 进行分析 不少男生很喜欢散打 女生对塑造身材热度更高 中心路口这么些学生 家庭条件一般的占多数 但家庭条件好的也不少 我最近在学府文院 家里住的比较多 跟周围人接触的多 能来大学城买房子的 家里条件都很好 这些家庭中的孩子 或者女人 也有可能成为 潜在的消费人群 俩人出了三号楼 又看了一眼一号楼的 朗潮集团办公楼 咱们晚上出来散步 经常能看到 慢跑或者快走的人 比如嫂子 她经常出来跑一串 这部分职场人士 对自个儿的形象很重视 感觉他们也有消费的可能 吕东看出来了 宋娜呢 在开口跟她商议之前 已经考虑了很多了 还有类似娟姐这样的 宋娜先期考虑的 都是经常接触到的人 也是大学城常见的人群 我最近过去啊 娟姐一直在为 厂后的身材恢复发愁 估计像她这样的也不少 吕东笑着说道 你想的倒是不少啊 宋娜挽住她的胳膊 你不是跟我说过 想投资先要冷静 不能盲目投 要想明白 做好前期准备 何事再投 吕东很认真地说道 黑大人啊 我的建议 你先跟杨老师两口子谈谈 然后呢 做一个大范围的市场调查 先别着急投资 宋娜点点头 我明白 温馨商贸刚成立 我手头活钱不算多 就算想投资 也得等分红下来 这段时间 正好先问问杨老师两口子的想法 再仔细调查一下市场 吕东说道 行 下个月分红就能下来 你啊 也别着急 要是能行啊 投资的话 算我一份 宋娜知道 吕东是担心她资金紧张 说道 我先做市场调查 你再帮着把把关 能行的话 咱就一起投资 温馨商贸那边 哥哥店的利润呢 足够支撑起开新店 吕师餐饮这边的分红 正好可以拿来做投资 现在呀 只能说 有个初步意向 吕东回公司去工作 送那返回学校 去上杨老师 1999年的 最后一场课 打算呢 等课结束 再找杨老师两口子 一起聊聊 最后一节课上完 送那收拾好东西 穿门等了杨敏一段时间 等到杨敏呢 收拾完东西出来 俩人一起离开 室内体育馆 今天 不着急出去 杨敏知道 送那事情多 课余时间呢 很少待在学校里 送那边走边说道 杨老师啊 我有点事 想跟你聊聊 杨敏好奇问道 啊 什么事 出了体育馆 一阵寒风吹过来 宋内带好羽绒服帽子 说道 咱们找个地方聊 杨敏呢 抬头看了眼 黑下来的天色 说道 就我办公室吧 这会儿应该没人 宋内应道 行 俩人绕到前面的教学楼去 直接进了一楼 来到靠近西边的一间办公室 办公室上面有玻璃 里边黑乎乎的没开灯 杨敏呢 打开门按着灯 招呼宋内进来 办公室不算大 有四张办公桌 和几个大的白铁皮文件柜 宋内随便找张椅子坐下 杨敏关上房门 坐在宋内对面 宋内跟着杨敏呢 学习有一年多了 俩人非常熟悉 用不着绕圈子 直接问道 杨老师啊 学校场地这边 不能再续租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八集 杨敏轻轻摇头 没法租了 要是能继续租啊 我也不至于停调课程啊 宋大 紧跟着问道 没考虑过 出去租场馆 大学城新建成 好多可以办公 或者开门营业的地方 东边的商务中心 南边的会展中心 西边的企业区 还有咱们斜对面的创新港 我也考虑过 那是 面对宋大这么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 杨敏有些话似乎不太好意思说出口 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道 离开学校 我心里没底啊 万事开头难 说出第一句 杨敏呢 也就不再犹豫 我一毕业就留校了 活到这儿 就没真正离开过学校 宝山年轻的时候 虽然经常出去打比赛 但比赛都是安排好的 根本不用他操心的 我们俩这辈子都在学校里 我倒忘不得已 我想出去面对复杂的社会 宋娜明白了 学校是个小社会 终归比外面的大社会呀 简单一点 这个道理打拼一年多 宋娜倒是看得非常清楚 杨敏跟宋娜之间呢 既是虚声 也像朋友 话说了开头 继续道 宝山出去打听过 出了校门办课 需要很多手续 没有妥贴的熟人 可能前头进去 正确办不下来 他们这种课 原本就是打着学校的招牌 正规不正规 就是学校一句话的事 再有就是需要场馆 学校行政和后勤呢 换了新领导 堂地租赁变得是非常麻烦 原本半租半届的场馆 要变成完全租用 加上上贡的费用 比起在学校外边租场地呀 都要贵 搬到学校外边的话 就要面对更多的麻烦事 大学城这边的治安和营商环境 虽然看起来 比体育学院的老校区还好 但杨敏和院宝山两口子 一辈子都待在学校里边 学校不仅仅是工作地 还是一个保护壳 一旦离开学校走出去 他们自己先礼就没底 不说别的 学校里边授课 什么证都不用办 出去的话呀 需要办一系列的手续 他们多少听过一些 彻就能头疼死 宋娜直接问道 杨老师啊 课你们想不想继续开 杨敏呢 听出点味儿来 问道 小松 你有什么想法呀 我跟你学了一年多的瑜伽和健美操 吕东和卫国那边 一直跟着院老师学散打 宋娜呢 想要拉人做生意 说出口的话 很中听 您跟院老师都尽心尽力地教 你们的课就这么停了 挺可惜 他笑了笑 杨老师啊 我有个想法 要不咱们一起合伙做 杨敏多少有些意外 问道 在校外合伙 宋马说道 是 在校外 场馆 我负责找 手续 我负责办 跑外联的事儿 您和院老师尽管交给我 你们到时候 负责部分出资和交课就行 想到办理手续 他觉得呀 拉上纳塔沙 更加方便 杨老师 我就在外面干买卖 办理手续不难 外面的环境 我也不陌生 乱七八糟的事儿 我都能应付得来 宋娜在外边开店 开公司 杨敏也听说过 还有宋娜那个男朋友 冤宝山呢 多少也有些了解 据说在大学城啊 属于地头蛇一类的人物 好像还是大学城商会的副会长 上次他们请客 本也是想着 以后要扎根大学城 能跟吕东搞好关系 终归没有坏处 这不是小事 杨敏和宋娜认识的时间很长 倒不会觉得宋娜会坑他 但是他信心不足 小宋 你觉得能行吗 宋娜又把刚刚对吕东说的话 大致地描述了一遍 杨老师 我就是初步有这么个想法 还要看您和苑老师 怎么考虑的 杨敏三十多岁的人了 不是脑袋一拍 就冲动的小年轻 说道 小宋 我需要先跟宝山商量商量 这事儿不解 杨老师 您和苑老师仔细考虑考虑 宋娜还要做些基本的前期工作 行不行 他这边也是两说着 杨敏挺佩服宋娜 还没毕业呢 就开始创业 小宋 你胆子大 路子也广 上学就办公司 我上学那阵 除了学习 什么也不得 宋娜呢 说了句实在话 我是沾了吕东的光 没吕东在外面撑着 我一个女的 还不整天叫人欺负啊 杨敏想到那个面向憨厚 肤色有黑的年轻人 没考上大学 仍然能找到合适的路 这就是金子 在哪儿 它都能发光 见到杨敏没有拒绝 宋娜的目光呀 迅速转移到前期的市场调查上 问道 杨老师啊 您这边有没有给学员建党 杨敏回答道 有啊 就是份报名 跟着我学习的人员 基本资料统计啊 宋娜又问道 能不能给我一份 我不做别的 就是看看学员的人员构成 可以啊 杨敏呢 去开办公室 属于她的文件柜 翻找出一个档案袋 回来递给宋娜 就这些啊 可别弄丢了 宋娜接过来 放进背包里 我看完就还回来 俩人出了办公室 时间挺晚 杨敏回教职公宿舍 找院宝山商量 宋娜去餐厅吃饭 一般中午的时候 吕东只要在大学城 都会来体育学院 和宋娜一起吃午饭 晚饭呢 大多都是回家吃 宋娜一个人吃完晚饭 回到宿舍 宿舍没人 她就坐在床上 拿出杨敏给的资料看 没过多大会儿 门从外边打开了 化过妆的黄娜进来 宋娜抬头看了一眼 见黄娜是气呼呼的 问道 怎么了 黄娜说道 今天晚上有舞会 本俩都跟我约好了 结果说临时有事 放我鸽子 宋娜听说呀 有个男生在追黄娜 说不定他真有事 屁事 黄娜明显是不太高兴 本姑娘决定不给她机会了 哪凉快哪待着去 宋娜随口咽了一声 精力都放在资料上 资料显示 前几个月 不少人都问过 杨敏课程的事 杨敏为此呀 专门建立了 潜在的学员名单 但下学期场地未定 杨敏不敢随便招人 和收钱 黄娜问道 啊 你看到什么这么专注啊 哪个帅哥的资料 宋娜简单说道 啊 杨老师的学员资料 你要做什么啊 黄娜问 宋娜跟她关系好 简单地说了几句 黄娜想了一会儿 要不我陪你做市场调查 做这个感觉比鸽子约会有意思啊 宋娜说道 别嫌累就行 黄娜满嘴地不在乎 我可是个练体育的 这点活不算事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十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九集 投着元旦到来 吕东到县里参加了政协组织的迎新年茶话会 这是每年的例行活动 也是一个成员们互相交流的平台 能走到这一步的人呢 多少都是有些实力的 吕东在会上也见到了吕剑道 不过呀 后者没再过来说什么 吕家村新颁布的分红条例 直接毒死吕剑道 想要老婆孩子回去蹭分红的路子 吕东这边啊 明显就是在应付 吕剑道想通了这一点 也就不再去热脸 去蹭冷屁股了 想是这么想 但是看着吕东啊 在献了一众投面人物前 谈笑风声 吕剑道还是很不痛快 明明不是啥大事 就不能看在亲友的份上 拉我一把 不管是吕东背后的关系 还是吕家村的分红 吕剑道觉得 这就是顺手而为的事 老家的人连这么点忙都不帮 算什么自家人呢 吕剑道觉得 自己怎么着 也是吕东的书 人家却一点面子都不给 心里堵得慌 周围啊 没人搭理 道也清静 刻着瓜子 吕剑道是情绪低落 文化工的一把手的位置 不用想了 没有足够的关系 和后台支撑 哪怕是个冷牙们 也爬不上去 吕家村这帮人 真不是个好玩意儿 吕剑道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明年春天里 县精神文明办 要举办展示精神文明建设的展览 其中一项是文化工协办的书画展 按照以前的惯例 这样的展览 花钱不少 除了上面拨款 还会找企业单位拉赞助 往年呢 类似的活动赞助 碰上的企业都头疼得要死 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 让活动组织方 去吕家村拉赞助啊 毕竟是文化工协办 吕剑道 缓缓点头 这样呢 也能显得自己大工无私 给上面的领导留下个好印象 迎新年茶话会的最后 政协大领导露了一面 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展望美好的未来 号召在座的所有人呢 为经济发展 添砖加瓦 敦促众人在明年春天的会议上 拿出有建设性的提案 离开县政协的时候 吕东决定了 准备什么样的提议 跟清兆和有关的 吕东之前呢 就想过 再其伪谋其政 上面采不采用 他没法做决定 但他要尽到一份职责 想做出一份合格的提案 肯定是要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的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虽然吕东打算呢 过年以后才行动 但趁着元旦之前有时间呢 先做些设备上的准备 光有文字说服力不够 吕东打算呢 到时候弄些图像资料 所以啊 得准备一台相机 吕石餐饮隔壁的807 就是家买相机的公司 这家公司开在这儿啊 一方面是考虑到大学生的消费需求 和大学城的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呢 是卖的都是国外品牌 基本都是属于水货 觉得远离市区 就远离监管 不过呀 吕东没找上门去 不至于因为一台相机 就欠下个人情 吕东啊 偷个中午吃过饭的空 拉着送纳 直接去店里 买了台好点的胶卷相机 顺便要了个胶卷 准备练练手 吕东 你站着别动 宋纳拿着相机 跑到吕东对面 镜头对准这边 别动 一 二 三 好嘞 快门声响起 宋纳兴致不减 走 咱们去店门前换个背景 你打高中毕业 还没拍过照 吕东呢 看一眼头来好奇眼光的行人 说道 推大 我跟你照 宋纳拉着吕东往南走 没事 我给你照就行 吕东无奈 说道 我得好好练练技术 等拍照的时候啊 好能拍清楚 宋纳呢 听过吕东说过提案的事 点点头 也行 你给我拍得好看点 吕东说道 我建立吧 曾经啊 经常用聚能手机拍照 但无论拍多少 总是特别邪门 尤其是拍人 哪怕倒计时按快门 不是拍下人眨眼 就是拍下人张嘴 总之啊 长得好看的人 到了他手里 拍出来 总是相貌简实分 来到温馨货站门口 宋纳趁着没人注意 站在门前 吕东往后退几步 争取啊 能把宋纳和温馨货站的招牌 全部纳入镜头里 这就是一个一般的相机 功能呢 也不算强大 吕东蹲下身 曾经看过太多呀 精致小姐姐的照片 这点基础常识还是有的 是用仰角拍摄 貌似显腿长 宋纳呢 跟大部分练跳高的女的一样 天生优势 加上后天锻炼 腿本来就是又直又长 吕东呢 为了防止意外 开始倒数 一 二 三 按下快门的瞬间 不知道他的声音催眠呢 还是宋纳没忍住 从镜头里看过去 宋纳分明闭了下眼 再来一回 吕东摆好姿势 宋纳做了个微字手势 吕东按下快门的瞬间 有人从镜头前走过 正好挡上宋纳的脸 直到第三次 吕东总算是拍出了一张 稍微满一点的 宋纳凑过来 对吕东说道 你多拍点风景人物 好好练练手 他呀 看了眼万表 我得走了 下午跟黄娟和纳塔莎 去做市场问卷 吕东微微点头 行 去吧 宋纳要走 吕东又想到个事 记得元旦前 去交通绩效一趟 我给黄海打电话了 你和纳塔莎 直接找他就行 小的 宋纳说道 下午要是去那边 我和纳塔莎 顺便过去一趟 吕东拍完一个胶卷 找了个店 进去让人洗 就返回了创新港 相机用来拍河滴 要带回村里 吕东啊 打算直接放在车上 等到电梯过来 去地下停车场 电梯里边啊 还有个人 三十岁左右 不低头 也能看到双下巴 人站直了 看不到脚 吕东认识 哦 朱总 真巧啊 这是旅市餐饮隔壁 买相机的公司老板 叫做朱建荣 吕总好 朱建荣 也是热情地说道 这是刚回来 啊 出去一趟 吕东笑着 顺手顺手就买了 朱建荣啊 倒是挺客气 我这就打电话 叫人把钱送过来 电梯门打开 吕东啊 先出去 等朱建荣出来 赶紧说道 哎 我给村子里的人烧的 朱东你要是退钱呢 我回去跟人 我也不好交代呀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五百集 朱建荣这人呢 显得很豪气 咱们下不为例啊 人很热情 吕东呀 也只好应到 好好好 下不为例 吕东的桑塔纳 就停在公司仓库附近 两家公司的仓库紧挨着 朱建荣呢 和吕东 一起来到仓库区 有家大货车呀 正停在朱建荣仓库的前面 不少人 在忙着往下卸货 暂时没事干的苏小山呢 也带着俩手下 在帮忙 吕东来到近前 好奇地看了下 借着地下停车场的灯光 能看到车上有 粮油米面水 和锅碗瓢盆 还有机械和油桶等等 再看看卸货的 貌似807上班的男员工 全都过来了 朱建荣这事啊 吼了一嗓子 大家抓紧点 卸完还有辆车 今天呢 不干别的了 把所有货装仓库里 晚上我请客 四五个男的 往下抬机器 刚才在车上啊 还有其他货遮挡着 看不仔细 吕东这时候才看清楚 竟然是一台发电机 还有一桶一桶的柴油 苏小山凑到李东跟前 摸着大光头 说道 这是他们过年福利 看着不错啊 李东了解这家伙 套也没在意 直接说道 放心吧 我们这边啊 少不了 苏小山呢 用光秃秃的手 摸着光秃秃的脑袋 李总 李总 朱建荣啊 站在一个没人的地方 冲这边招手 过来说句话 李东啊 快步走过去 指了下货车 朱总啊 采购这么多东西啊 这又是 凉油米面水 又是锅碗瓢盆 又是发动机和柴油 哎 你那边啊 可得注意好防火 朱建荣说道 我会让人啊 二十四小时轮流手着 他呀 特意压低声音 似乎是在提醒 哎 李总 你不提前准备一些 李东纳闷 准备这些 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呢 年货福利不及呀 朱建荣啊 见李东误会 提醒道 还有三天 就二零零零年了 一听到二零零零年 再看看 凉油米面水 和锅碗瓢盆发电机 李东啊 瞬间就明白了 听没听说过千年虫啊 朱建荣 是一副好心 提醒道 千年虫都是小意思 顶多扰乱社会秩序 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有传言呢 跨过千年之交的那几天 世界末日 可能会到来 吕东笑着 朱总 那都是谣言 这一年代呀 像朱建荣这种人不少 相信末日说 有一定的根据 他好心提醒 很多媒体上有报道的 有天文学家观测到 这太阳系啊 九大行星 以及太阳和月亮的空间位置 将排列成一个大的十字架 这个千年之交啊 地球会位于大十字架的中心 人类将会迎来巨大灾难 吕东啊 还没想好 怎么接朱建荣的话 朱建荣又说道 我家里啊 早就备好了存货了 真要有事发生啊 能顶很长时间 公司这边呢 都跟着混口饭去 不容易 我也得替他们着想 多备下点存货 这万一有事呢 公司里的人 也能有个依靠 吕东想了想 说道 朱总啊 我觉得不会有事 要是真有事 国家能不管 没事最好 朱建荣 套也不是非常极端 我呀 就是图个心安 图个有备无患 真要是没事发生啊 这些东西呢 年底啊 就当年货福利 发下去就是了 听到这话呀 吕东感觉 朱建荣才是个好老板 资格更像是个黑心资本家 吕东竖起根拇指 哎呀 朱总经验丰富 佩服 朱建荣又劝道 吕东 你最好也背点 真要有个万一 也不至于抓虾呀 谢谢老哥提醒了 吕东呢 好歹分得清楚 虽然不需要 但也知道 朱建荣呢 是出于好心 回头啊 我在村里 准备准备 这当然是场面话 话说 真要有什么灾难 貌似农村会安全点 比如爆发个丧失病毒什么的 农村人口相对少 如果地震的话 他躲的地方能更加宽敞 当然了 这也就是想想 吕东很清楚 世纪之交的末日传言 最后呀 终归也就只是个传言 这一货车卸完 朱建荣公司的员工呀 刚休息了一会儿 又有一辆货车开了下来 上面呢 还是各种食物和应急物资 看起来 搞水货的这位 貌似挺有钱呢 原本 吕东和朱建荣见过几回 都停留在 稍微有个印象的层面上 这一回呀 算是彻底记住了他 吕东放好相机 乘坐电梯上楼 没想到公司的人呢 也有受到影响的 徐曼拿着一张办公器材 购买清单 来找吕东 吕东接过看了看 发现呢 徐曼要申请的是 两个移动硬盘 我在计算机系的 一位老乡提醒我 千年虫 很可能在进入 新千年那一刻爆发 徐曼面对杜晓冰时不靠谱 但工作时是非常认真 咱们公司的计算机里面 存有不少重要数据 一旦爆发千年虫 数据受到破坏就麻烦了 我想提前做好备份 不说千年虫爆不爆发的问题 做好数据备份 总是没有坏处 吕东拿起笔 直接在单据上签了字 又说道 公司现阶段没有服务器 搭建局域网也不现实 平时啊 你也要注意 数据备份 好 徐曼看了眼吕东 试探着说道 吕东 你消息灵通 上面有没有关于灾难 吕东啊 抬手打断徐曼 安安稳稳上班 啥事也没有 小灾不用躲 大灾呀 躲也躲不了 徐曼又说道 逍遥王刚发来一份电子邮件 省大陆店铺的相关信息 吕东点头 啊 我这就看 最近半个月 杜小冰呢 忙着在省大陆科技市场附近考察 那边有杜鹃在 很多事情做起来也方便 世界末日的谣言 千年虫的恐惧 让很多人是彻眼难眠 但事实证明 这一切都是奇人忧天 随着新千年的钟声准时敲响 人类正是跨入了两千年 新千年的第一天 全南立下大润发门口啊 是人山人海 经过持续不断的广告 无数人都知道 大润发新店开业大促销 本就是元旦假日 国人又对促销的热情 是无限的高 大润发的十几趟班车 从六点多起 就不断地在店柳庄 和姚家庄之间的 大型居民区出入 拉了是一趟又一趟 这开业盛景 比起光美全南路 步步行街 旗舰店开业时 那是不慌多让啊 大润发南边 和东边偌大的停车场上 密密麻麻的全是人 搬车的出发和停车区 就在旅时餐饮三个店 正门前不远处的停车场上 很多人下了车 一看现场是人山人海 干脆呀 先进旁边的店 吃点东西吧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01集 吕氏餐饮呢 在大人发的店 迎来了开业以来的人流最高峰 借助大人发的人气 麻辣汤和汉堡黄呀 是人满为患 吕东见到俩店爆满以后呀 还有很多人想找地方休息 直接呀 把店长高明叫过来 把火锅店打开 吕东直接说道 让人进来休息 他又叮嘱一句 每桌上放下宣传材料 人们休息的时候啊 多少会看几眼 我这就去办 高明呢 是最早加入 吕氏麻辣汤的员工之一 那批人坚持干下来的 基本上呀 都成了独当一面的店长 吕东给员工培训时 说的不是空口白话 只要是努力 只要有能力 吕氏餐饮呢 有大把的店长职位 等着提拔人 吕氏火锅店开门 大批人呢 涌进来休息 就跟光美电器开业一样 声势浩大的促销活动 对商家来说 就是场战役 对顾客来说 也是同样的 看看广场上 看看吕氏餐饮的店里 不仅仅年轻人和中年人 是奋勇当心 老年人呢 更是不甘落后 年老体衰 和腿脚不灵便之类的 在商家的促销 与礼品面前 都是不存在的 杜小冰这时 从外边进来 一身西装加皮鞋 通吕氏招手 走了 吕氏穿上羽绒服 跟老杜一起出店 开车去省大陆那边 大人发开业 这边就能起来 杜小冰是信心挺足 科技市场只开单独一个店 吕氏在副驾驶上 扣好安全带 你不是结合杜鹃给的数据 做过前期市场调查吗 谈到工作 杜小冰一本正经地说道 省大陆从南头到背头 真要算起来 杜鹃的传讯电子规模 就是顶级的几家之一 这边的公司除了靠南的 朗潮集团外 其他都没有生产能力 溢水的大代理 小代理和组装商 每天都有新汤位和公司成立 每天也都有大小老板 安然离场 虽然看过杜小冰统计的资料 但吕东还是非常认真的在听 杜小冰继续说道 不说大老板 以太东的风气 小老板们请客 你追求个档次 别说麻辣烫 或者汉堡黄之类的快餐 就是吕氏火锅档次也不够 吕东自然明白这点 杜南不是清照这种小县城 商务宴请放到大众火锅店里 换成谁都会觉得被轻慢了 而且呀 这还是个从上到下 都大吃大喝的年代 杜小冰右转进入解放路 喝鸡市场周边学校距离较远 靠近的几个居民区 不胜其烦 加上房租昂贵 住户大都是把房子租给人做买卖 以前我们潜在的客户 只有一个群体 科技市场上的打工族 省大陆号称太东硅谷 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 好像平均收入应该很高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当老板赚钱的人多了 但下面打工的人 薪水跌下人 就这么说吧 咱们公司的平均的薪资 放在科技市场 绝对是高的 吕东揭话道 我们的工作强度也很大的 抛却工作时间和工作量谈工资 也是耍流氓的一种 比如曾经月入过万 乍一听不错 实际上最少996的上班标准 说起来是欲哭无泪 旅士餐饭肯给员工开出快餐行业的高薪水准 自然也是因为工作量很大 杜小斌又说道 科技市场 科技市场一般打工的平均薪资500块都达不到 月收入500以下的群体 占据60%还多 我们的潜在客户是大众群体 这样的收入水准 也就限制了大众群体的高消费能力 火锅店暂时不用开在这边 汉堡黄缺乏针对性的消费群体 唯一能在这边有市场的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麻辣烫店合适 从省大路与解放路路口往北拐 走出去大概不到500米 就是省大路最为繁忙的一片市场区 全南科技市场 两座占地面积极大的四层商场楼 分裂在道路的东西两侧 以商场作为中心 周边的车库、车棚、居棉楼乃至传达室 大部分都变成了摊位或者商铺 比如科技市场管委会 在市场后面的路边上 随便搭起几个棚子 就能够收高额租金 有的是卖电脑桌椅 或者回收电子产品的租 至于路边呢 卖到板工盘和游戏软件的 数都数不过来 省大路呀 就这一条双向两车道的路 哪怕这个年代 科技市场这边堵车都是常识 杜小斌找了半天 才找到个能停车的地方 回过头来走了几百米 来到科技市场所在的小石子路口这儿 路口往南二十多米 就在路东边 由家挂着软件游戏光盘销售的店铺 空了出来 俩人呢 来到店前 店门锁着 杜小斌打电话联系 有个人呢 提着黑皮包 悄悄地靠了过来 大概是呀 看到旅东年纪不大 穿得也不错 觉得呢 可能是个潜在客户 哎 兄弟 我这儿有盘 有吧 这人呢 给了旅东一个眼神 大概意思就是你懂的 旅东摆了下手 嗯 不要 人不死心 哎 都是好看的 沐泽天 杨贵妃 潘金莲 全都有 哎 不喜欢港城的 不要紧啊 迷洪和美国的也有 打羊马 各定各的赛 买回去啊 和女朋友一起看 爽到天上去啊 有曾经的经历 旅东什么片 他没见识过呀 早就腻歪了 非常坚定 不要 这人叹口气 走开了 哎 这年轻人不是货呀 站在门口啊 等了一会儿 店主人很快 从科技市场后边 一个小区里过来 连声说道 不好意思啊 家里有点事 耽误了 杜小冰说道 没事 店主人呢 边开门边说 杜总给我打电话 让我专门把店留一留 这两天呢 问的人不少 我全都给推掉了 杜小冰笑着说道 谢了 店主人拉起卷帘门 带着俩人进去 问道 你们做餐饮 对不对 不等旅东二人回答 他又说道 前面那个开店的 可把我坑惨了 卖盘就卖盘呗 盗版盘那么多 利润也不低 安安分分干就算了 偏偏要卖点淡颜色的 还在店里囤了那么多 叫人一举报 无单店让人查了 连带着我这商铺 都叫人疯了 费了好大劲才解疯啊 吕东接话道 老板 放心吧 我们呢 是安安分分的生意人 不碰违法的东西的 店主人呢 说了句大实话 我是不想租给那些 不知道底细的人 要不店铺当天就能租出去 你们呢 是传讯杜总介绍过来的人 我放心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02集 店铺是上下两层 大概130平方 略微改造一些 就能从事餐饮行业 吕东啊 和杜小斌仔细看过一遍 跟老板商量过后 就达成了租赁协议 前期工作呀 老杜都坐在前面 价格低廉的麻辣烫 非常适合开在这 跟店主人签订租赁协议 吕东啊 还专门给杜娟打了个电话 以表达感谢 大润发立下店 接近中午时间 人流量啊 是越发的拥挤 这处店 加上来回的十几趟班车 最少呀 能覆盖二十多万人 耿洪局 走到正在装修的 肯德基门口 停下脚步往南看 紧挨着肯德基的 汉堡黄店铺 进进出出的全是人 跟着他过来的李光说道 呃 刚走 去那边看看 肯德基全南分公司 做个初步调查 汉堡黄不是外来企业 而是从清兆县发家的小公司 但火爆的生意啊 也让耿洪局策目 原本 汉堡黄只在全南有一家店 这转眼间 第二家店就开起来了 生意看起来还不错 两家店紧挨着 耿洪局啊 不可能视而不见 跟着李光 一起见了汉堡黄 红色的招牌和门前装饰 乍一看上去啊 跟麦当劳和肯德基 有些类似 耿洪局本来有些鄙夷 这明摆着是搞模仿啊 店里米色的装修 似乎也是在模仿 但往前看 耿洪局立刻发现了不同 走到点餐台附近呢 往里看 厨房完全透明开放式设计 里边的各种加工制作 在外边是一览无语 这会有什么效果呀 耿洪局做的就是餐饮行业 立刻就想到了一点 时刻对店里的食品呢 会更加放心 再看服务员 统一的暗红色制服 所有头发全部包在卫生帽里 不管是售买员还是服务员 人人嘴上戴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口罩 耿洪局一眼就看明白了 比起覆盖室的口罩 这既能够防止唾液建设 又不对语言交流造成障碍 再看点餐台附近的墙上 上面挂着一个透明的人像蓝 放着员工对应的照片和健康症 细节 满满的都是细节 要论战略决策 耿洪局认为肯德基这种跨国公司 能甩出汉堡黄十条打击 但是不得不承认 汉堡黄在细节上 比肯德基的店面做得更好 取了点的餐 耿洪局和李光等了好一会儿 才找到一张两人的空桌坐下 耿洪局没有着急用餐 掏出笔和本子 将刚刚观察的一切 仔仔细细地记在本子上 这个汉堡黄虽然装修上有模仿的嫌疑 但是装修档次不比肯德基差 服务的细节做得比肯德基还要好 肯德基能够发展到现在 期间不知道采纳过多少公司的特色 耿洪局很清楚这一点 跟汉堡黄一比啊 肯德基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李光一直在等 等领导记录完开吃 这才拿起第一个汉堡 等红局先吃的是薯条 蘸着不同于番茄酱的汉堡黄酱 一口咬下去有截然不同的风味 再仔细看托盘中的餐点 他点了汉堡 薯条 炸鸡腿 炸鸡翅 能具有代表性的食物 这也是肯德基中最基本的主食 还有一些是肯德基中没有的 比如啊 他托盘里的猪肉卷和李光托盘里的鸡肉卷 说是采用全南百年特色的工艺制成 街边的店里不是没有人仿照制作汉堡炸鸡 味道和样式啊 却非常一般 但这汉堡黄的餐点 从饮品到食物 单看外形当得起精良二字 肯德基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与统一规范化的要求有着直接关系 耿洪局很难想象 一个县城里出来的小公司 也会有类似的要求 这年头 泰东的国内快餐店 哪有这么多讲究呀 尝过几根薯条 耿洪局打开汉堡盒 拿起汉堡咬上一口 面包 芝士 鸡腿 酱汁等等 层次分明 味道可以 不是徒有虚表 在场炸鸡和猪肉卷 莫不如此 口味呀 与肯德基多少有区别 甚至 肯洪局有个感觉 就他这个全男人来说 貌似汉堡黄的口味 比肯德基呀 更合他的胃口 要知道 肯德基在美国 做得远远不如麦当劳 但在国内 肯德基的规模 是麦当劳的好几倍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肯德基呀 在见谅的本土化 每个国家的人口味不仅是有区别 区别还非常大 哪怕是这些西式快餐 也不例外 肯德基在本土化的战略是相当成功 在国内比麦当劳更受欢迎 现在泰东冒出一家制作规范 管理严格 口味更加本土化的西式快餐 汉堡黄诚然规模很小 但万一发展起来呢 耿红菊 作为肯德基全南公司的高管 必定会朝远处考虑 每样东西尝上几口 然后耿红菊就像他圆筒形的身材 表现的那样 把一大堆高热量的快餐 全部都干掉了 李光看着自个儿的托盘 貌似他吃的呀 还不如领导的一半多 但这种事想想就行 说出来呀 就是咨询烦恼了 耿红菊喝口咖啡 问道 小李 你觉得他家的东西做得怎么样 李光很清楚 领导要的是客观评价 而不是偏向型的贬低 当即说道 呃 单论食物 不比咱们肯德基差多少 口味嘛 更有特点 他做的被纸 能够看到门口 这时候啊 看到门口有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进来 提醒道 领导 这家公司的老板来了 耿红菊回过头 门口啊 刚进来俩年轻人 一个穿着西装 另一个穿着羽绒服 李光提醒道 那个穿羽绒服的 就是李东 耿红菊想了想 说道 你上次跟他聊过 走 让我去认识他一下 李光啊 赶紧拿纸巾擦擦手 从门口那边走去 李东刚进门 就看到上次肯德基的那个人呢 迎面走过来 后边还跟着个女的 女的呢 年纪不大 也就三十左右 长得是相当富泰 李光上前跟他握手 介绍后面的人 肯德基全南分公司的副总 主管市场业务开发的 也算是肯德基在全南 乃至泰东的顶级高管了 刚红菊看到 吕东的面孔 出乎预料的年轻 这比体现在资料上 直观多了 吕总 我找个地方聊聊 刚红菊问道 这里呢 不是说话的地方 吕东本来呀 也想认识下 肯德基或者麦当劳的人 可以 东总 咱们呢 换个地方聊 律师餐饮的三个店里 全部都人员爆满 只好到隔壁呀 还得进行最后装修的 肯德基的店里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03集 肯德基一楼基本是装修完毕 干活的都在二楼 俩人呢 坐下客套几居 开始进入账体 港红菊直接说道 吕总的公司走出清照 来到前南出手不凡 全南乐携手 背下大润发 处处抢得先机 这话一出呀 吕东就知道 耿红菊大致了解他这边的情况 说道 这也算是本地企业的一点优势 耿红菊听得出这里边的前台词 从商呢 也不是一年半年了 对面的人如此年轻 就能在商场上打拼 还与千盛商商 和大润发合作 要说没点背景关系 他第一个不相信 吕总的店一家接一家地开 短短时间已经有六家了 港红菊试探着问道 后面还会继续啊 说不继续没人信 吕东啊微微笑着 连锁经营嘛 肯德基呢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耿红菊的副态的脸上 也露出笑容 还是追赶了竞争对手 吕东一本正经地说道 耿总呢 未免太看得起我们汉堡黄了 我们呀 就是个地方性的小公司 跟肯德基的差距 比太平洋都大呀 这话倒是不假 耿红菊想到的 却是另一方面 论总体规模 汉堡黄是不值一提 但放在第一个城市的市场上 耿红菊作为一个老自立的市场开发经理 隐隐地感觉到了威胁 吕东大致能猜到耿红菊的想法 这时又说道 西市快三的市场很大 小朋友和年轻人呢 都很喜欢 汉堡黄出入行 捡捡肯德基和麦当劳的边边角角 就够用了 耿红菊看向吕东 这人呢 年轻 却很世故 应付道 吕总真谦心 吕东却说道 汉堡黄呀 从来没想过追赶肯德基 追也追不上 我这个公司呀 还有另外两个品牌呢 他头脑非常清醒 汉堡黄在肯德基的面前呢 哪怕只算全南市场 连个弟弟也算不上 耿总呀 我觉得市场很大 我们可以进一步地 扩大西市快餐这个市场 让西市快餐 得到更多顾客的认可 耿红菊笑得很富泰 吕东的想法很奇特 吕东也笑 立下大润发的这两家店呢 我们可以当作一个试点 汉堡黄和肯德基开在一起 我认为呀 能够形成更好的顾客聚集效应 能为我们两家呀 带来更多的生意的 希望如此 耿红菊发现 他还是有点小看了这个年轻人 对方跟肯德基做竞品生意 貌似还想抱上肯德基的大腿 想法真是有点多 等这个店开一夜 我会重点关注这边的业绩 大概聊了半个小时 吕东啊 主动告辞 离开了这家肯德基的店铺 与麻辣烫店和火锅店 没有强力的竞争对手不同 汉堡黄随着规模扩大 免不了要直面 肯德基或者麦当劳 当然 麦当劳和肯德基在国内的形势 正好是跟美国反着 真正做起来的是肯德基 杜小冰就在汉堡黄门口打电话 看到吕东过来挂断电话 说道 走 咱们去千盛商杀 那边出来的状况 吕东问道 怎么了 杜小冰来到车前呢 上驾驶位 元旦第一天就有人闹事 吕东赶紧上副驾驶 这里距离全南路不算太远 不过十五分钟车程 就到了全南路的西省 隔着老远一段距离啊 吕东就看到千盛商杀 面朝全南路步行街的一面 聚集了很多人 还拉起了条幅 今天是元旦 从光美电器到大人发超市 到新世纪电影城 再到一路的餐饮店铺 全都是在搞活动 人多很正常 但吕东看得清楚 拉起的条幅呀 是白底黑字 商家谁会用白底黑字的条幅呀 下了车 吕东和杜小冰赶紧过去 因为聚集的人群 连吕师餐饮东侧 汉堡黄和火锅店的门口 都给堵住了 随着距离接近 条幅上的字啊 也看清楚了 光美电器 售卖劣质假货 新买两天的电脑 遇到质量问题 光美拒绝更换 类似的条幅 它有七八条 堵住光美电器 面向全南路的正门 不知道人群是有意还是无意 紧挨着的汉堡黄 和吕氏火锅店两家店门口 也叫这些维权的人 给堵住了 东边的爱家牛肉粉 和小城顾氏两家店门口 这些人呢 就没有堵 吕东和杜小冰赶到的时候 傅昭霞 蹬在劝人呢 那说 你们维权 能不能稍让开一点点啊 傅昭霞很聪明 没有硬劝说 先给人呢 送上瓶矿泉水 这样堵住我们店门口 我们生意都没法做了 这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长相是平平无奇 却是场中啊 最引人瞩目者之一 因为他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 直接挂在脖子上 垂落到膝盖位置 上面写着 全南来的臭光美 坑蒙拐骗不要脸 似乎啊 生怕别人注意不到 这位平平无奇的中年人 右手拿个彩旗不停地晃动 左手捏着哨子 放在嘴里使劲地吹 你个小姑娘懂啥 一边去 中年人呢 接过傅昭霞递来的矿泉水 却根本不领情 反而啊 扯起嗓子说道 我家刚从三连啊 不对 刚从光美那儿 买了一台大台店 看了没一个星期就坏了 光美不给换新的 只给维修 这上哪儿梳理去啊 落紧周围人的耳朵里 引起一片附和 似乎光美受出的电气 有质量问题 全在今天爆发了出来 这群人呢 是真维权还是假维权 谁也不知道 但是看到那个身上挂着牌子 和嘴上吹哨子的中年人 李东立刻想起了 全南著名的一道 人文风景线 反三连斗士 曾经啊 全南最繁忙的几大路口 也有个中年人挂着牌子 摇着旗帜 吹着哨子 吸引人的关注 那人的牌子上的字呀 跟这个人 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南有个臭三连 坑蒙拐骗不要脸 如果偶尔出现几次 没人能记住 这位能混成 人文风景线呢 因为是七八年如一日 这位反三连斗士 坚持了近十年时间 不说每天都能在全南看到他 但每个周末呀 必然准时出现在 全南人流量最大的 几条街道和路口上 是背后有人支持 还是因为叫三连 坑了自发的行为 李东啊 没有专门打听过 也不太清楚 但曾经全南八和各个论坛上 公认这是全南最执着 最能坚持的人 直到三连彻底完蛋 这个人呢 才从全南的街头巷尾消失 李东看一眼 站在店门前的中年人 曾经那人长啥样 早就记不清了 是不是这个 也无从判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04集 二三十口子人呢 招光美电器维权 读光美电器的门就是了 干嘛连汉堡黄 和吕氏火锅店的门 一起读啊 傅昭霞这时啊 见到李东和杜小兵 赶忙过来 说道 李总 杜总 我工作没做好 李东摆手 啊 我干你的事 这种事 谁碰上都会头疼 他简单地问了几句 大致地了解了事情 经过 其实啊 也不复杂 这帮人好像啊 都从光美买过电器 买的电器 不知道什么原因 全都是有故障 然后跑过来维权 他们人多 小福呀 从光美门前向西 一字摆开 连带着把吕氏餐饮的门口 都给堵住了 讲理讲不通 请又挺不走 李东过去啊 找人问了几句 大哥 你们这是啥情况呀 另外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呢 回头看了李东一眼 说道 唯权呗 兄弟 我跟你说 你千万可别从光美买电器 知道不 我花大债钱买回家的电脑 连五天都不到就坏了 好像 好像硬盘坏了 李东接话道 坏了给换台新的 不就是了 四十多岁的人说道 我孩子要学电脑 这几天没法用 我得上班 耽误的时间 这些不都是钱呢 忘换电脑能行 还得给我补偿 光美的工作人员呢 根本就安抚不下来 连提几种方案都被拒 李东是看出来了 这些人呢 就是来找麻烦的 不只是他 光美电器的人呢 也看出来了 很快就有商场的 高层管理人员出来 杜小兵过来 问道 怎么办 李东说道 当光美电器的人处理 我们尽量低调 他呢 看了眼傅昭霞 小傅 安抚下面的人 别跟这些人起冲突 杜小兵回过味儿来 他们后面 李东低声说道 谁知道呢 也许是自发的 也许呀 后面有人 说话间 有喷涂晚报字样的金杯车 开过来 两个记者下车 其中拿着照相机的那位呀 立刻开始拍照 看到记者来 光美电器的人是一阵头疼 这年头 记者还是挺厉害的 况且是晚报这样的大报社 光美电器的人呢 也不敢轻易得罪 千胜商杀的王经理 带着保安 从商场里出来 赶紧协助维持秩序 王经理刚出现 光美电器的全南负责人 范云明也来了 范云明跟光美卖场负责人 叮嘱几句 与王经理凑到一块嘀咕 吕东啊 也走了过去 报警了 王经理说道 我刚打了电话 说是啊 车堵在大明湖那边 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范云明脸色不太好看 大致能猜到 不是车堵 可能是人堵 吕东看了下 加上记者和保安 以及看热闹的 门口啊 这就堵了上百口子人了 王经理提醒道 范总啊 这事还得你们解决 记者都来了 范云明看了眼记者 也有点头大 吕东过来 王哥 范总 这事得快多斩乱麻 范云明点点头 撬来一个工作人员 低声吩咐几句 这人呢 立刻去找电器商场负责人 先把人安抚下来 再说别的 玩报社的记者呀 在找人采访 这不是小报记者 哪怕牵胜商场的人 也不敢轻易招惹 范云明很清楚 明天报纸一出 肯定是一片 关于光美的负面消息 想到之前呢 了解吕东时 掌握的一个情况 赶紧把吕东啊 拉到个没人的地方 吕总 我们是合作方 接下来 有一连串合作 今天这事 还请老弟帮帮忙 吕东说道 我那边也有影响 也想快点解决 不过范总 这事的主动权 勿在你们手里呀 范云明 指了下记者 人好说 媒体记者难缠 他们胡乱一写 搞个偏向性的报道 光美就被动了 吕东明白了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我得了解清楚 才能给人打电话啊 其中有一些 确实有质量问题 范云明 尽量简练地说道 电器产品 存在开箱不良 是难免的 我们都是严格 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包括实行散包 这部分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 货送到家里 安装上 后面出现质量问题 不立即打电话 要求换货 全都积攒到今天 就像约好的一样过来 他隐隐有所猜测 就说道 其余大部分 有人为损坏的痕迹 比如电脑 全是硬盘损坏 房页内 电脑找厂家换新 故障不明显时 技术员就用塑料泡沫布 包裹硬盘 将硬盘拍坏 去做开箱不良换货 范云明说了很多情况 后边重点强调媒体记者 吕总 光美是外来户 本地媒体做报道 本就容易出现偏向性 这些闹事的客户 我们很快就能解决 但媒体方面 请老弟帮帮忙 我和光美都感激不尽 吕总想了想 说道 这样 我先打个电话 具体啊 等我打完电话再说 他走远一点 找到个僻静的角落 掏出手机 拨通方燕的电话 详细啊 把这边的情况 说了一遍 为了避免方燕那边 可能遇到的麻烦 吕东特意多说了几句 这事啊 不求别的 只求个相对公平点的报道 用不着偏向于光美 方燕那边啊 说要先去问一下 很快 方燕的电话打回来 直接对吕东说道 小事 下面一个小板块的编辑推动的 我跟他沟通过了 报道会从相对客观的立场冲发 他们的人随后也会采访光美电器 让光美那边准备得充分一点 新闻报道要以事实为依据 吕东明白这话的意思 嫂子 麻烦你了 方燕呢 在电话里笑着说道 咱们一家人 就别说两家话 收起电话 吕东找到范云明 大致地说了一下 注重强调 范总啊 这是全南乃至全省 最顶尖的纸媒之一 肯定会公平公正地报道的 范云明不笨 相对公平公正 对光美这个外来户啊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连忙说道 吕东 感激不尽 这事我和光美领了这份人情 老弟以后有什么需要 我和光美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好听的客套话 吕东是张嘴就来 啊 范总客气了 咱们是合作方 光美有麻烦 吕士餐饮能帮的 自然是要帮的 范云明笑着 客气话 我就不跟吕总多说了 我先去处理这事 等吕东再回来 发现呢 110已经到了 杜小斌来到吕东跟前 低声说道 记者到了一会儿 110就赶到了 好像就等着记者过来拍下这一幕 这事后面肯定有人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05集 吕东点点头 主要是冲着光美电器去的 杜小斌转过头 看了一眼千胜伤煞的邻居 城门失火殃及于迟 杜小斌说道 咱们呢 先尽管起便吧 杜小斌也同意吕东的说法 我们细胳膊细腿的 不能傻乎乎地冲到前面去 有警察 东美又在努力沟通 门口围堵的人群呢 渐渐散开 围堵门口可以 趁要是跟警察对着干 大部分人心头啊 还是不停打鼓的 在全南路 众多眼睛盯着的情况下 警方当然也要秉公处理 至于晚报的记者 所被光美电器啊 请到商场里 全程记录 光美与维权客户的 粗商事宜 毫无疑问 今天的事儿 标志着一场 无形的战争 已经打响 下午四点多 晚报记者呀 从商场里边出来的时候 光美电器的人 一直送到车上 同时将几个手提袋 也放进了车里 对方没有拒收 说明明天的报道呀 起码不会对光美 很不利 吃了上家 吃下家这种事儿 毕竟不是每个人哪 都能玩的赚 晚上 范云明坐灯 请吕东和杜小斌 一起吃饭 范云明啊 单独敬吕东一杯 吕总 晚报那边 多谢你帮忙 否则光美接下来 就要应对口碑危机了 吕东跟他碰上一杯 两边呢 聊起下一步的合作发展事宜 说着说着 吕东提到了上次去火车站的事 除了商场呀 我这边还准备在热门底段 开一些单独的店铺 目前已经敲定 在科技市场干麻辣烫店 原本呢还考虑过火车站 开家汉堡黄 前段时间去看的时候啊 发现火车站那边的商铺 不好拿呀 听到火车站 范云明想到下午的人情 觉得有可能还回去 说道 吕总 光美的运输 目前很依赖铁路系统 我们这边 与铁路局有点关系 要不 我帮你问问 吕东一听 这是意外之喜呀 汤记说道 哎哟 那就麻烦范总了 范云明说道 咱们是合作伙伴 互相帮助 今天的事 也让他意识到 在全南有个人面广的合作方 从不是坏事 元月二号 消费者呀 在光美电器前维权的报道 出现在了晚报 相对靠后的版面上 不过 报道立场相对客观 没有附加攻击光美电器的评论 也没有添加主观倾向性的文字 众所招之 媒体要想攻击某个商家 文字游戏呀 能玩出花来 对于光美电器这个外地企业来说 已经是很难得了 又过了一天 吕东接到范云明的电话 范云明 动用光美电器那边的关系 联系到全南铁路局 正好年底更迭清算 那边有几间商铺呀 空了出来 吕东只要愿意 随时都能过去看 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非常麻烦的事 就像吕东之前 跟晚报社联系那样 对特定的某部分人 或许呀 就是举手之劳 吕东元旦之前呢 去过一回 连问代打听的 根本就没人说过 有商铺租赁即将到期 后边啊 他也打过电话 还留下联系方式 人家愣是不给透露一点消息 翅膀铁老大 主动联系人 果然是不靠谱 所谓的拍租 明显呢 就是分人分目标的 走妥贴关系的人过来 自然是用不着拍 没有关系的 想拍也不容易 公开招标呢 非目标单位中标 都能宣布废标 何况是个小小的商铺拍租呢 吕东多少有点意外 这范云明的速度也太快了 光美电器这份人情刚欠下 接着就还回来了 这有来才有往 大概呀 光美电器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话说回来 三连是不是来得次神主公啊 火车站不管是现在 还是十几年以后 那都是一个大城市人流量 最多的地方之一 范云明帮忙联系到了人 吕东啊 也就抓紧去火车站 这种事儿 一早不一迟 联系好人 来到火车站的管理处 由为夏主任 带着吕东啊 进了站里 从安检处后边的电梯上去 就是火车站后站大厅 跟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差不多类似 大厅靠外的位置 有着各种饮食店铺 和销售特产的店铺 有几个呀 明显空了出来 避开人流 来到大厅左手一侧 王主任简单说道 这一排的三号五号和九号 去年年底租赁到期 没有续租 你想租哪个 吕东直接说道 王主任 哪个最大呀 王主任看了吕东一眼 人很年轻 但介绍过来的人靠谱 也就没多说 回答道 三号最大 有一百来瓶 其他两家都不到一百 吕东说话很客气 麻烦王主任带我去三号看看 王主任微微点头 来到三号铺的跟前 打开门 跟吕东一起进去 这里的铺子都是一层的结构 三号铺大概有一百二十平方左右 左右邻居也都是卖餐饮的 吕东回头看了一眼门外 旅客是穿行如梭 车里的人流量比西门那边大多了 大厅两边的铺子都足够显眼 赶车临时买东西吃的人也是相当的多 不少人都是坐长途车 买东西上火车吃 需时快餐便于携带 非常适合火车站 吕东问了下是否能做餐饮 得到肯定的答案 直接干脆道 呃 王主任 这里的租金 人是通过上面的关系过来的 王主任呢自然是朝着下线要 说道 一年五十万租金 对于走关系过来的人呢 他话直接点到明处 一般人呢都得走拍租 这拍租竞争起来啊 上线就不知道多高了 对不对 呃 我明天过来 当天下午 吕东让杜小冰进火车站 多方打探商铺的盈利情况 又找到三号铺原先租赁人的电话 连续让对方大体地问上一下 这边啊 生意都不错 能进火车站的 除了少数用钱 砸出门道来的 大多数都是关系户 干餐饮的店 只要卖的东西啊 不是价格和味道太离谱 生意都不差 当然 干赔本的也有 毕竟有些人呢 就喜欢做一锤子买卖 很多人呢 一年却不止进出火车站 一两回 第二天上午 吕东和杜小冰 一起来到火车站 正式签订协议 缴纳一年的租金 后边的装修事宜啊 仍然交给谢公的公司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如今 旅师餐饮呢 可以说是谢公这边的超级大客户 谢公是有求必应 吕东专门交代 店铺一定要赶在春运之前 完成装修 离开火车站 俩人呢 又去正在建设的北国银座商商 看了一下 因为千盛集团赶工 这边明年开春呢 就能建成 面朝北原大街的三间相连的店铺 也已经谈妥归旅师餐饮所用 只等内部装修完毕之后 就能够正式开始店面装修了 未来 地下一层属于银座超市 第一层的一部分和第二层 全部由光美电器租赁 三层和四层则是售卖衣物皮具之类的银座商场 附近有建材市场 家具市场 灯具市场 以及密集的居民区等等 人流量很大 当然 这个年代 北原大街最多的 还是喜遇中心 商务会所 KTV和夜总会之类的 毫不夸张地说呀 这儿就是全南人人皆知的红灯区 年轻的女孩 哪怕在这附近呢 做正经工作 若是有人问起 也不要说在北原大街上班 否则很容易让人误会 至于有没有人管 全南最大的会所之一 就在这条街正中间的位置 非常显眼 吕东和杜小斌开车走的时候啊 看的是一清二楚 东边是喜遇中心 南边是商务会所 腿面是家夜总会 貌似这几家呀 都是规模特别大的 只能说真正干活的 大家伙子呀 出来混口饭吃 都不容易 回到大学城 车开到省大西边的企业区 吕东看到宋娜 黄娟和纳塔沙 招呼杜小斌停车 仨人呢 站在一家外资企业的宿舍区门口 正趁着下班时间呢 跟过来的人做调查问卷呢 他们的目标非常有针对性 穿着车间工作装的 一律不管 主要是找那些做办公室的人 只要仔细观察不难分辨 发型和穿戴上面 区别就很明显 这也是从现实状况出发 一线工人的工资不高 动不动就24小时倒班 哪有时间 金钱和精力 去搞各种健身运动啊 反观这年头 能在外企穿职业套装 做办公室的 哪怕是在清照大学城 这种新开发的地方 收入啊 都是有所保证的 宋娜看到吕东 朝这边招了招手 继续忙自个儿的事 吕东啊 也没过去打扰 跟杜小斌站在车跟前闲聊 天色渐渐的黑头 宋娜那边结束 超乎着黄泉和纳塔沙呀 一起过来 上车吧 吕东打开后备箱 东西放这儿 宋娜三人放好材料 一起坐在后座上 三人呢 都是偏瘦的类型 穿着东装也不拥挤 杜小斌开车 你们忙了下午啊 宋娜接话道 两点多出来的 天冷 在外边忙了半下午 黄娜动得直搓手 纳塔沙呀 也频频在手里哈气 吕东是宋娜的男朋友 很有自觉性 想吃什么呀 咱们一起去吃晚饭 我请客 黄娜呢 跟吕东和宋娜熟悉 故意开玩笑 吕东 你请客宋娜买的 吕东拍了下羽绒服的口袋 说道 放心吧 我带钱了 纳塔沙用略显生硬的中文说道 吃什么都可以 我这会儿又冷又饿 这天吃火锅最好 杜晓冰把着方向盘 说道 这个店 店里肯定没桌了 自从天真正的冷下来 中午和晚上一到饭点啊 吕石火锅店基本是满桌 遇上周末和节假日 还需要排队呢 碰上附近的初高中生歇周末 排队排长半个小时 头不稀奇 吕东说要请客 黄娜和纳塔沙 也不好多说 宋娜最近忙的是满脑袋降户 就连跟吕东独处的时间都有点少 一时啊 也想不到去哪儿好 杜晓冰急意道 我们去会展中心 那边的酒店 开了一个巴西烤肉自助餐厅 听学校里面说挺不错的 去尝尝 吕东回头看三位女士 你们觉得呢 行 宋娜同意 黄娜笑着说道 我公听说过自助啊 还没吃过一回呢 纳塔沙不是大一万 喂呀 原没有被童话 想着自助餐点样式多 也能随意选择 也同意去吃 会展中心这边啊 叫做皇冠假日的酒店 做的是高端业务 高端意味着价格不菲 也代表着人不会很多 这个年代 一味就要九十九元的自助 一般人呢 也不会来吃 没有任何意外 吕东随身带的现金不够 好在可以刷卡 不用他请客 宋娜掏钱了 餐厅里啊 确实人不多 五人找了张大桌 各自去取食物 宋娜专门跟吕东 走在一起 问道 这几天忙得头昏脑胀 也没问你 全拿那边咋样了 很好 一切顺利 吕东简单说道 今天呢 我跟火车站签了约 汉堡皇很快会在火车站开店的 他转而问道 你这边市场调研做了一周多了 可还行啊 宋娜边取食物边说道 就目前统计数据来说 可能性比较高 我目前做了三百多份 针对目标群体的问卷 感兴趣的人很多 吕东提醒道 感兴趣中的人呢 能有十分之一的人掏钱 就是很乐观的预估了 宋娜说道 我明白 健身这一块 就调查问卷来看 稍微差一些 不过 散打和健身操之类的挺受欢迎 吕东点头 等时机合适 可以呢 适当扎探悬道 回到餐桌边 无人是边吃边聊 说的 大都是宋娜他们这几天呢 调查问卷的事 黄泉和纳塔莎也一直在做 同样认为具备相当的可行性 后边两天里 吕东专门抽出时间 陪着宋娜呀 去商务中心那边 做市场调研 如今商务中心不仅仅是由晚报社搬过来 跟晚报社有直接业务关联的一些广告公司 也搬到了这边 加上大学城啊 一直在招商引资 不断有公司企业入住 商务中心呢 已经启用了四栋大楼 出租率超过了60% 有人才有消费 才有经济活跃 这一年代呀 小资情调 在城市白领之中 依然有了巨大的影响力 健身和运动 也是小资生活的标志之一 通过实地的市场调研 吕东啊 也对初入写字楼的商业精英们 有了更为直观的印象 聚场男性 对散打之类的兴趣不算大 远不像在校大学生那么热衷 反而啊 部分人对健身很感兴趣 反观女性 无论是健身操 还是刚刚兴起的瑜伽 但凡是有利于塑造身材的 都能引起他们的关注 甚至在好身材面前 对于这个收入 有一定保障的群体来说 学费只要不算离谱 钱呢 就不是问题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07集 在不少年轻女性的观点中 好相貌等于成功一半之类的 影响力在迅速扩大 中间呢 有次遇上方燕 方燕的六七个同事啊 围着送纳他们不停地问 似乎只要开业 就会去交费 这当然是一种错觉 但以大学城日益增多的流动人口和固定人口 不断变大的市场来说 一家专业化的健身机构 并不缺乏潜在的消费群体 尤其这还是大学城乃至整个清兆的第一家 市场调查统计的结果算是比较乐观的 只等杨敏和院宝山那边的答复 这对夫妇呀 一直没有给予确定回复 因为他们想的比送纳所说的更远 是不是离开体育学院 出来打拼创业 对于任何人来说 离开多年的舒适圈 都是个异常艰难的决定 作为熟人 杨敏和院宝山 不可避免地受到吕东和送纳的影响 尤其是送纳 一个在校大学生创业 不仅仅是入股 还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 拥有五家独立店面 最近公司装修完毕 又四处招人 人生啊 总会产生很多错觉 比如 你行 我也行 当然 杨敏和院宝山夫妇也不笨 始终没考虑单独出来创业 正是因为呀 可以与已经获得初步成功的人合作 他们呢 才有了跳出来创业的想法 经过半个多月的慎重考虑 杨敏和院宝山那边啊 给了送纳明确的答复 愿意出来一起创业 两人直接办理停心留职 出来闯闯路子 杨敏和院宝山之所以如此 不只是创业的缘故 因为两边比较熟悉 吕东啊 听他们说过停心留职的另一大原因 体育学院刚刚进行一次职称评定 院方手里有十个高级职称的名额 却有近三十倍教职员工参与评选 竞争也算得上是激烈 杨敏呢 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 学院方的评选标准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个人综合素质 包括职业道德 业务水准和教学质量等等 另一部分是领导组成的评委会投票 投票只计算结果 不公开具体过程 杨敏个人综合评分 在所有竞争者中排在第二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 这一把基本是稳了 但评委会投票结果 杨敏位列倒数第四 众所周知 一旦有领导投票 个人综合评分呢 就不再重要了 甚至是可有可无了 杨敏理所当然地落选了 具体原因很复杂 宋娜跟吕东私下里说过一句话 学校真的不是一片净土 因为常年健身 还从事健美操和瑜伽教学 杨敏本就长得不错 身材更是突出 这次职称平定时 据说有人提出过非分要求 院宝山骑着摩托车 直接把那人在全南的小别墅 大门给撞塌了 如果不是周围邻居拉着 可能高边腿就抽在人家脑袋上了 这事最后 以怨宝山道歉 并且赔偿对方的损失而结束 因为其中的某些事 那边担心闹得太大 见到这二人呢 半礼挺心留职 也适时放手 职称平定本来是好事 但到了下边 各种念歪经的套路是层出不穷 被人利用职称平定挟制的 杨敏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如果没有宋娜提出来合作创业 可能啊 这两口子会默默忍下去 毕竟生活艰难 杨敏和怨宝山虽然没有孩子 但还有四个老人要赡养 至于杨敏和怨宝山 没有在跟人纠缠 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吕东 完全能够理解 吕东啊 忽然想到 当初在公交车上 包括他和方燕在内的大多数人 都没有杜小兵 那般的奋不顾身 敢于直接跳出来 怒怼爬手 不是没有正义感 而是承担不起意外的情况 经过了数次商谈 宋娜这一方和杨敏那边达成一致 包括宋娜 吕东 纳塔沙和杨敏 怨宝山夫妇在内 共同出资成了一家全新的公司 开设包括散打 瑜伽 健身和健美操 等等在内的健身俱乐部 由于这是大学城乃至清照第一家营业性的健身俱乐部 众人采用吕东提议的第一体育作为新公司的名字 全南第一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这是敲定的公司名 具体还要看后面注册时的情况 新公司第一大股东是宋娜 然后是吕东 俩人股份加在一起 占据近67% 宋娜也选好了场地 就在创新港 新启用的四号楼一楼 这栋楼面向文化路 一楼有大型的商铺 足够宽敞 文心火站正在招人 新店也在开设 第一体育又要注册 宋娜这段时间忙得可是不可开交啊 临近期末还有考试 她也就中午饭才有空和吕东见面 临近年底 或只是宋娜 吕东这边也是超级忙 位于会展中心的银座商场即将开业 开在商场一楼的汉堡黄店率先营业 辐射大学城南部地区 大学城的面积在不断扩大 周围的村庄不断拆迁 经过一年的招商引资 陆续有各类电子、软件、媒体、广告和高薪企业入住 与之相对应的 大专和本科院校增加到了16家 其中啊 不法财经大学、轻工业学院、体育学院等等 整体搬迁过来的学校 已经建成的七个大型社区 因为省大师大附属名校的号召力 入住率全都超过了七成 大学城汉堡黄二店 主要就是辐射大学城南部的学校和社区 全南那边火车站和省大陆、新店全部进入了装修施工阶段 省大陆这边啊 可以过完年再开业 装修相对较慢 火车站汉堡黄要力正在春运全面启动之前营业 谢工那边啊 正在赶工期 旅士餐饮公司店面人手的招聘 更是一刻都没挺过 任死里儿讲规矩的乔卫国负责厨房人员培训 服务人员呢 则在公司为期五天的强化服务培训结束之后 进入老店学地工作 采用以老代新的方式 与此同时 吕东数次跟王栋会面 两边的财务会计人员也在计算分红事宜 八点在线的利润呢 大都投入到了新店当中 分红相对比较少 吕市餐饮这边啊 也在计算各位股东的分红 相比起吕市餐饮公司 吕家村的食品公司速度更快 赶在进入腊月之前呢 一次性地发放了股东分红 吕东这边连胡春兰的奖金 总计拿到了18万块钱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08集 胡春兰全部转给了吕东 我这边的工资 足够咱们娘俩维持家用 这些钱啊 拿着 啊 担任吕家食品公司 副总经理一年多以来呀 胡春兰的思想和观念都在转变 这一年来呀 看了不少地方 见识也多了 东子呀 你有句话说得对呀 钱留手里 只会越来越不值钱啊 你眼光好 见识够 拿着 去做投资吧 吕东啊 跟自家老娘 没啥好遮遮掩掩的 妈 我准备去买房子 这东西 保值的 胡春兰 立刻想到吕东在薛府文院那边买的那栋房子 前段时间呢 老七家里打听过 说那边房价啊 涨了百分之三十还多 行 胡春兰说道 一时住行啊 人必须的 住这方面 花费最高 我说城市咋样 就说农村 七个房子 没有一两万 现在呀 盖不起红砖瓦房 他又提醒吕东 这就过年了 你别忘了给小松买点东西 抽空啊 带着小松去全南 买些好点的衣服首饰 知道吗 吕东 吕东笑着说道 我知道啊 等他忙完这一阵啊 就去 胡春兰想了想 问道 哎 过年 咱叫不叫小松来家呀 你问问他 咱们两家 也算走开了 吕东点头 嗯 我先问下他 离开胡春兰的办公室 吕东啊 去找吕建设 给了他一份单子 年底 食品公司套了名副其时的旺季 大客户订货的不计其数 吕东这边要的东西啊 也不少 公司员工的年货福利 亲朋好友的年节馈赠 公司来往的客户回来 里等等 都需要照顾到 活在这个人情社会里啊 人情来往是免不了的 等过了腊月二十 吕东会让苏小山 专门去跑一趟 中药的人或者客户 他和杜小斌啊 亲自登门拜访 吕东从厂里出来 接到赵干事打来的电话 大学城商会这两天呢 会与来访的外资企业代表 进行友好交流 其他几个副会长 目前不在全南 只能劳烦他跑一趟了 享受商会带来的便利和地位 自然也要承担一些责任 况且是赵干事打电话来的 吕东啊 是一口应了下来 大学城商会的地址 就在大学城管委会内 常务副会长一职 也是由赵干事在担任 吕东啊 也没多少事 商会成立以后的集体活动 最大的一次就是在元旦假期期间 组织了商会成员的新年茶话会 既让会员单位联络感情 又能借助这一平台 创造业务联系的机会 比如吕东这边 就借助茶话会的机会啊 与另一家会员单位 清照地区新开的 小型超市连锁公司 正式达成 吕家食品的进场供货协议 杨烈文接纳吕东的建议 成立大学城商会 除了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也希望大学城商会 能在对外商业交流上 发挥一定作用 所以啊 商会与来访的外资企业代表们 进行了一次 积极友好融洽的交流 这次过来的是红杉资本 中国分公司下属的一个投资团队 在公司内部呀 顶多算是中层 却有一定的投资考察和决定权 而且 红杉资本是外资企业 单单这一项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投资团队 就不能不让相关部门重视 这是个投资大过天的时代 每个地区的招商引资 尤其是外资 都有一定的任务 也是相关领导的政绩考核重点 吕东啊 暂时没考虑过接纳外资 这次交流啊 纯粹是商会的公务 不过 在其位谋其政 整个交流过程中 他都在认真对待 套用官方的话来说 交流啊 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会谈内容深入具体 富有成效 双方达成了多项共识 交流结束后 吕东跟着赵干事 来到他的新办公室 你随便错 赵干事啊 去给吕东冲茶 拿到我这儿不用客气 吕东问道 赵哥 这是又升职了 赵干事笑着说道 领导提携 还沾了你的光啊 冲好茶 放在吕东面前的桌子上 赵干事坐在对面 商人秘书长生枪了 我接任了官委婚秘书厂的职务 吕东明白 这是真正的做起了杨烈文的大管家 赵哥 你升职也不请客 吕东开玩笑 太不够意思了啊 赵干事不好意思地笑笑 本来想请你的 领导不让 咱领导你还不知道 务实不喜欢这套序的 吕东啊 说句客观话 哎呀 打杨主任上任 大学生发展日新月异 就像做上特快一样 呼呼地往前窜的 赵干事 微微点头 咱领导是真的想做些事 不过 他叹了口气 声音呢不自觉地放低 哎 现在这人文环境 将是下面的人 真心事意地配合做事 太难了呀 吕东经常跟各基层部门打交斗 有实地赶出 慢慢来吧 别的地方不说 咱们大学城这边啊 比以前好上太多了 赵干事又笑 有些话没说 倒不是大学城进步太多 而是以前的办事态度太差 办公室的门呢 从外边敲响 有人送来一份文件过来 等人离开后 赵干事认真的翻看起来 吕东看他有事 提出告辞 赵干事说道 没啥事 领导新定了一个镇策 我看过发下去就是了 吕东微微点头 没有多问 对了 这个跟你们企业有些关系 赵干事主动说起来 咱们这边为了吸引人才 吸引青少圈南和周边有一些职场的人过来就业 签订了一个补助政策 吕东认真听起来 赵干事简单说道 向厨师 机床 电焊 加工 细修 和会计等职业 能通过咱们这边专业测试 并且 在大学城地区选择就业 咱们这边 将会一次性补助 五百元现金 吕东问道 为了吸引人群 来大学城就业 是的 赵干事不介意 跟吕东多说几句 咱们这边陆续有企业进驻 但招供有些难 有几家企业在听说招供难后 原本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最终 没有落到实处 原本大学生的居民 这两年 都成了咸鱼 拿到高傲补助 想出来上班的人很少 想信其他地方的人过来 就得想些特别的办法 尤其真正的成熟工人 没工人很多企业 根本不过来 综合多方面考虑 咱们这边制定了这个政策 到时会在交通绩效 这里相关考点 以鄙视和专业化的操作作为考核 和各的人进入大学城范围内的公司企业就职 就会申领这部分补助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09集 吕东问道 包括现有在大学城上班的人 超干事说道 包括上面 包括咱们领导 这次 下听了大决心的 他笑着说道 年后就会正式开始 你可以让你公司相关的人才 报名参加 吕东很懂事 行 等你们发过通告 我呀 让人去试试 交通绩效又不远 500块钱呢 顶得上普通人 一个月的工资了 对公司员工的好处 是显而易见 赵干事啊 想到个事 吕东 一直在市场一线打拼 社会经验丰富 传门问道 这个时机运作起来 有没有要特别脆的地方 吕东跟他关系好 考虑了一会儿 说道 赵哥 商场上涉及到大宗金钱的 就没有简单事儿 这事儿 你负责 赵干事摇头 不是 我就是个文件中软站 有专人负责 吕东提醒 做好监管和考试人员把控 要不然这钱呢 最后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毫无疑问 政策是好的 也是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 但是下边太擅长歪着念经了 也是 赵干事 听得见 吕东的话 回头 烟疼的时候 我踢一句 吕东啊 没有多呆 很快离开管委会 来到停车场 发现吕建仁不在 赶紧打了个电话 那边啊 好像有点乱 过了一会儿 吕建仁揣着鼓鼓的兜 从小车班休息室那边 晃荡过来 上车前呢 他先把烟给掐了 只抽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烟 随手丢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吕东好奇 以前呢 七叔烟抽不到屁股 临时有事掐掉 都会塞在耳朵上 等着过后呀 继续抽 且说 铺装浪费了啊 吕东 故意说道 你这是拿到厂里分红 飘啦 吕建仁发动汽车 出停车场 这才撑开 宝宇荣服的口袋 让吕东看 里边啊 全是烟 有四五核心的 还有些散烟 看起来呀 得有十几二十根 这边还有 吕建仁 换手把控方向盘 又拍了下 另一边的口袋 不是我飘了 是送烟的人呢 太多了 吕东不明所以 吕建仁呢 解释一句 你去开会了 我闲着没事 就去小车班司机那边 跟人闲扯 大家伙不出车呢 都闲着 我干脆弄了一副扑客 跟他们打了一把 吕东无奈 说 咱这是在大学城管委会 我知道 吕建仁是振振有词 输钱赢钱的呢嘛 那个影响不太好 所以 我提议赢烟 吕东明白 这些烟呢 是怎么来的了 果不其然 吕建仁说道 谁知道呢 这么大个管委会 能打的一个都没有 连续换了好几茬人 我都是赢不输少 拿了这么些烟 太不好意思了 吕东心说 您老人家会不好意思啊 吕建仁的话 还没说完呢 这不 你给我打电话 他们觉得手艺不行 非要跟我学 让我经常过来教教他们 唉 吕东是彻底无语了 这话呀 他倒是没认为七叔吹牛 七叔把人往吃喝玩乐上 带的本事 是太强了 毕竟干正事 七叔能力是刚刚的 去哪啊 吕建仁问道 吕东啊 指了指前面 去税务所 来到大学城税务所 吕东代表 吕氏餐饮公司 领取了一个 依法纳税 先进单位的荣誉证书 虽然现在 社会和媒体上 对于税务机关 大力表彰 模范纳税人的做法 存有很多争议 但是全南和清兆这边的 税务机关呢 每年都会评出一些 个别的 甚至会发放物质奖励 然后 吕东啊 又转到卫生局 替大学城几个店呢 领取了 民营企业 卫生 先进单位的表彰 这个挂在店里 多少能够有点用 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啊 如今还算是比较强 最后 来到大学城派出所 从贝向荣手里 领取了崭新的 警民治安 联防先进单位的 民牌 出来的时候啊 贝向荣 看到吕东 一堆的证书 说道 哗 就算是朗朝集团 在大学城的范围之内 获得的表彰和荣誉 都没有你多 吕东啊 跟贝向荣很熟 随口说道 没办法 公司管理严格 就是这么出色 贝向荣是消而不语 仿佛看穿了一切 刚进腊月 吕氏餐饮的股东分红 按照之前开会时的商订 准时地发到每位股东手里 接着 吕东啊 组织了一个购房团 成员包括杜小兵 宋纳 乔卫国 大一万 吕建仁 铁工机 吕建设 交手柜 交三黑等人 但大部分人呢 都待在大学城 看好大学城的未来 也只对大学城感兴趣 因为各自手中的资金 多寡不一 像宋纳 乔卫国 吕建设 吕建仁 和二郊 都在大学城西侧 新建的小区 各自购买了一套 相对便宜的七房 在吕东的建议下 采用的还是贷款的方式 现在的房贷手续 比以后简单多了 只要有单位收入证明 银行代表去单位 做过访谈 就能够申请房贷 吕东留下二十万的现金 其余部分呢 全部都投资出去 包括第一体育 和购入房产 在全南秦雅的楼盘呢 吕东以 每平一千四百元的价格 直接买入五套 中等户型的二层七房 另外 在大学城新开发的小区 跟宋纳锦林 也购入两套 说起来呀 他也是有八套房产的男人了 周五 全南路步行街 华龙大厦 肯德基分公司 一场重要的会议 正在举行 全南局营店面的店面经理 还有分公司部分领导 全都坐在会议室里 长相父太的耿红局 主持会议 这场会议呀 本来就是他召集的 近二十个人的会议室里 只有耿红局的声音在响 最近几个月 全南路店的业绩 呈现出略微下滑的趋势 耿红局的目光 落在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身上 这是全南旗舰店的店经理 他目光一扫而过 我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 在全南路西手和历价大润发 有一家叫做汉堡黄的快餐店 开业了 有人接话道 我去光美买电器的时候啊 去过 嗨 一家地方性的小店 又有人说道 耿红局赞同 没错 是一家地方性的小店 元旦之前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话音突然一转 你们去这家地方性的小店 看过没有 他们装修上程 制作规范 餐点精致 服务热情 口味上家 最近半个月 我特别关注了一下 全南路汉堡黄保守估计 班日营业额在万元以上 自西向东的人群 有大批被汉堡黄截留 这是导致 全南肯德基营业额 略微下滑的直接原因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时级 另一名副总 这时说道 单点生意好 我意味着可以在全南范围内 给我们造成麻烦 港红菊认可他的观点 说道 西市快餐的市场很大 全南这一边 麦当劳推进的速度很慢 虽然汉堡黄也在做连锁 但短时间内 不可能威胁到肯德基 其他人呢 都好奇 一家不可能威胁到肯德基的地方小企业 犯得着专门开会讨论吗 耿红菊啊 冲秘书招招手 让秘书打开投影仪 当投影仪的画面 照在白色幕布上 耿红菊说道 这样一家小公司的店铺 为什么业绩做得如此出色 因为他们身上 有值得我们学校借鉴的地方 刚刚那名副总说道 耿总啊 这只是地方性的小企业 我们见过太多啊 国内的快餐公司 服务 菜品 卫生等等 都非常一般 耿红菊却说道 这一家不同 那些没去过汉堡黄的店面经理们 看着是不动声色 心中啊 确实不大认同 就快餐这个行业来说 他们就没见过 比得上肯德基的 一家在国外普通的快餐店 愣是在国内做成中高端餐饮 这不是肯德基的档次提高了 而是国内那些档次太低 衬托的 就国内这些小快餐 蛤 有志的肯德基借鉴学习的地方 耿红菊拿起遥控器 变换幻灯图片 说道 先说厨房 我们看到 这个开放式的厨房 第一感觉是什么 陈南店的经理啊 是实话实说 厨房里做什么干什么 我都能看见 试着放心 接着 一张服务员的照片 由于都是偷偷拍摄的 耿红菊特地让人 对服务员的面部 做了模糊化的处理 看他们戴的口罩 目前市场上没有同款 听到耿红菊的话 有个店经理说道 能有效地阻挡飞沫 还不会造成交流障碍 这种口罩呢 以我们使用的全覆盖式 好多了 都是业内人士 自然是看得明白 后边啊 他们又看到了 开放式的健康症展览栏 开放式厨房内的 规范化操作等等 一项接一项 让人不敢相信 这是国内快餐企业 能达到的水准 换灯片放完 耿红菊说道 会后 你们从秘书处 每人领一份 关于汉堡黄的资料回去 认真看看 下周 每个人根据汉堡黄的资料 交一份 店面改进报告上来 看过换灯资料之后呀 各个店面经理的心理 不再犯嘀咕 这家小公司的店铺 确实有 值得学习的地方 大学城 省大创新港 三号楼 传讯电子公司 找来了工人 通过货题运送办公桌 和转椅等设备上二楼 等在电梯间里的人呢 赶紧卸货 随后 或扛起桌子 或者搬起椅子 送203号写字间里边 鞋子间呢 是装修一新 不大的前台后面呢 有一行金色大字 立在墙板上 全南温馨商贸 有限公司 送纳 站在隔出来的 小会议室门口 招呼工人 师傅 这张桌子放会议室里面 他赶紧让开门口 颇为客气 麻烦了 工人师傅是点点头 没事 小姑娘长得好看 说话又好听 他们干起活来呀 也加了几分小心 省得桌子椅子 磕了碰了 四五个工人一起动作 搬得是速度挺快 很快又架了个长椅进来 宋纳笑着说道 师傅 放在门口前台侧面就好 长椅放下 宋纳回头看看 开间里边摆放整齐的桌子 总算有点公司办公室的模样了 吕东啊 拎着一大提的矿泉水 从外边进来 略微打亮一眼 说道 安装些设备就差不多了 宋纳过来 问道 你那边往后完了 啊 完事了 吕东啊 把矿泉水放在前台跟前 拆开塑料包装 拿出来放在前台上 人家是魔都过来的红杉资本分公司的团队 瞧不上咱们这种小公司 就过来啊 看看 走个过场 这就去朗潮集团那边了 朗潮呀 才是他们此行的考察重点 宋纳取过一瓶水 拧开 喝了一口 朗潮也是大学首屈一指的高科技公司 有传讯的技术人员搬着电脑包装箱进来 宋纳说道 这台安装的财务室 吕东看了一眼 对宋纳说道 你平时啊 多接触一下电脑和互联网 这是发展趋势 以后用得到的地方会很多的 我给自个儿准备了一台 宋纳凑到吕东跟前 扯了下他的羽绒服拉链 听说聊天室能跟天南海北的人聊天 上次见到嫂子还听他说 他单位有个男的 跑到全南去见女网友 吕东说道 网络上的天仙呢 说不定就是现实中的哭脚大汉呢 宋纳正好喝了口水 差点喷出来 听嫂子说已经确定关系了 吕东啊说了句大实话 这时运气好 运气不好呀 对面设个套 搞个仙人跳 哭都没地方哭去 宋纳上下打量吕东 你好像挺有经验啊 哪儿啊 我这都是听王栋说的 吕东啊 没法说 曾经网络上类似的事情多如牛毛 只能是扯个理由 在他那上网的大学生啊 时不时的就会出一例 你没见大学长八点在新的店里 王栋都叫人贴上标语了 不要轻易相信网络 还有 不要给网友汇款 其实啊 这是他跟王栋说的 也算提醒这年代的网民一下 能看得进去的 自然会存上几分小心 看不进去的 跟他说一万遍都没有用 哪怕坑摆在脸前 也照样敢往下面跳 这年头啊 投铁的实在是太多了 哪怕是小心翼翼 照样也能中招 不得不说呀 那些研究骗术的人 称得上是心理学的专家 工人师傅陆续进来 吕东啊 见东西搬得差不多了 连忙招呼道 辛苦了 大家来喝口水 说话间呢 每人从台前 拿了瓶矿泉水 送那去验货签收 因为两边经常合作 传讯店子那边送来的货呀 质量都有保证 门口又挂着吊牌的人进来 敲了敲门 哎 吕总 这人呢 和吕东认识 某个单位的 跟赵干事啊 是沾亲带故 吕东过去 嘿 老杨 你咋来了 老杨啊 给吕东一份通知 说道 给各单位发催命符 他知道 吕东跟赵干事的关系 低声说道 这就年底了 各单位上活动多 大部分有资金紧张 难免跑到外面去拉赞助 管委会担心下面的人 到处打秋风 要求给各公司各店面 下发这份通知 上面有举报电话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一集 吕东扫了一眼通知单 确实是这么回事 不用想也知道 这是杨烈文的手臂 这是想从严管理 从严治理 不容易 不简单 老杨问道 吕总 你公司 不是在二号楼 吕东回答道 这是我女朋友的公司 老杨啊 翘起根拇指 你们两口子真厉害 他去旁边的另一家公司 不跟你说了 上面要求 每一家要送到手里 这是要动真格的 这个年不好过了 吕东收起通知 准备啊 一会儿给送纳看看 杨烈文严格管理起来 下面养成的老旧习惯的人呢 肯定会觉得不好过 但每年被活动 拉赞住的企业或者个人 好没好过 却没人考虑 这可以说呀 是得罪所有基层人员的 一项规定 很难 很不好做人 但泰东这种人文环境 再难 总得有人去开个头 难 就不去做了 从某些封面来说呀 吕东非常佩服杨烈文 幸好杨烈文不是攻身作战 上面有人力挺 否则呀 很难说怎么样 吕师餐饮呢 暂时还没有遇到打秋风的 大学程范围内都知道 吕东跟管委会的关系不一般 不会贸然找上门来 吕东想到了吕家食品公司 相比于纯粹的个人企业 带有集体性质的村办企业 更有可能成为拉赞住和打秋风的对象 银约记得那些本来快要发展起来的村啊 愣是被拉赞住和搞接待之类的事情搞得是焦头烂额 最后黯然收场 吕家村有现在的局面可不容易 说不定啊 有心人已经盯上了 跑铁饭铁 外加小加工的宋家村 就是这个例子 最近这几年呢 折腾的加工厂都完蛋了 吕东仔细考虑过后发现 最好的方式还是从上层入手 幸好呀 清朝是个小地方 暂时只需要考虑清朝这边就行了 千佛山正门鞋对过 于战龙的小别墅区里 马元超下了车 快步走进大门 马主任哪 从屋子里出来 问道 哎 明明和嫂子呢 马元超进门脱下外套 随手挂在一架上 哎 你嫂子回岛冲上班去了 明明 别提他 提他我就有气 又跟他那岛师啊 跑外地考古去了 于战龙从楼上下来 接话道 你也别生气 生气能有用 考古学经了 同样是大学者 马元超坐在沙发上 哎 当兵多好呀 不当兵 学别的也行啊 学啥口鼓啊 他呢 只会在自家人面前这么说 虽说现在 都是抢救性的发掘 但说到底 那也是抛人祖坟呢 你都哪年代的老思想了 于战龙 找茶壶冲茶 不抢救 不发掘 难道 便宜那些盗墓贼 跟所有的父亲一样 马元超对儿子 总是有千般不满 说起来就是一肚子气 干脆转了话题 老魏没来啊 马主任拎着暖瓶 从厨房出来 夏部队啊 未问了 这个时候啊 他最忙 马元超点点头 算上旅东 就我们四个人 中午吃什么呀 吃火锅吧 马主任 回答了一句 暖瓶啊 给于战龙冲茶 又说道 我叫吕东啊 带女朋友过来 那女孩是不是 叫宋娜呀 于战龙说道 嫂子那边都看过了 你还要给吕东把关 马主任叹了口气 哎呀 我当年在文公团时啊 没上最前线 但我们呀 同样送全男出来 互相照顾 互相扶持 哎呀 没有建军最后拼命 你们能不能回来 只有老天爷知道 建军啊 这只有冬子这一个啊 客厅内 瞬间沉默下来 我呀 叫人去问过 马元朝所做的 远比表现出来的多 这小姑娘啊 性子很好 家里情况一般 能考上大学呀 连学费 都是靠自己打工的 她跟吕东是高中同学 高中是交情就好 吕东刚开始摆地摊啊 她也摆地摊 吕东经少过多少男 她经理的 不比吕东少 于战龙赞同道 吕东店开业的时候 我跟她接触过 小姑娘不是个花瓶 马主任说道 人好就行了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正说着话呢 外边啊 有汽车响 不等他们穿衣服出去 就从窗户里啊 见到一男一女俩人 提着东西进了门 马主任来到房门口 吕东啊 宋娜 今天冷啊 快进来 目光落在宋娜身上 多少呀 带点沈氏的意思 这小姑娘 细高挑的个儿 穿着牛仔裤 运动鞋和短款羽绒服 看起来很朴素 虽说呀 稍微黑点 但挡不住人漂亮 穿什么都好看 吕东来到门口 介绍道 啊 这是婶子 宋娜赶紧叫人 马主任拉着他的手 笑着说话 随后呀 吕东又给于叔和马叔 做了介绍 小宋 你别客气 于战龙说道 到这儿 就跟到家一样 宋娜落落大方 笑着硬话 马元超啊 也问了几句话 暗自点头 这小姑娘 确实不错 五个人坐在客厅里 大部分时间呢 都是马主任在说话 问宋娜和吕东 一些家常理短 说着话 五个人呢 渐渐地分成两个小团体 马主任拉着宋娜说话 于战龙和马元超啊 问吕东一些生意上的事 现在经济挂帅 国家呀 大力发展经济 马元超喝着茶 带着几分提醒 对吕东说道 民营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时候啊 抓住好机会就能做出一番事业 吕东应道 政策确实好 没有政策支持 我那个小公司呀 没有现在的局面的 于战龙问道 我记得你去年说过计划和目标 达成了 达成了 吕东啊 拿起茶壶 给两位长辈倒水 去年的最终计划 就是进军全南市场 争取在全南打开局面 于说啊 血劲推了我一把 不但完成计划目标 还抽出了一大截呢 马元超 没有老魏这么板征 却也担心啊 年轻人有成绩容易飘 政策说道 我要自满 你既然选择做连锁这条路啊 就争取做大 泰东一个省常住人口就进一 这是多大的市场啊 他站得高 看得远 泰东的民营企业 哪都刚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现在发展不起来呀 未来很难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于战龙问道 今年目标呢 吕东想了想 简单说道 全南这边主要是跟银座 光美和大润发合作 争取下属的每个餐饮品牌 在全南开到六到八家店面 再就是走出全南 打开周边的地市市场 于战龙也做餐饮 但做的是高端餐饮 缓缓点头 切记 扩张速度 要与你的资金链相吻合 扩张速度太快 资金链断裂 这样的连锁企业太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二集 吕东说道 我这边看资金小菜 力争步步为扬 要说完全杜绝风险 根本是不可能 市场变化极快 商业机遇出现的同时 必然伴随着风险 但人可以将风险 尽可能地降低 说了会儿商业上的事 吕东转到正题 于说 马叔 我这次过来呀 其实是有点事 想让你们呀 帮着出出主意 马元超 看了吕东一眼 说道 啊 说吧 吕东干脆直接地说道 这就年底了 各单位活动特别多 这总有人喜欢找赞助 马元超呀 见识过基层情况 也算比较了解 知道吕东说的事 很常见 我们村南边啊 有个宋家村 专门跑铁饭铁 还有个小加工厂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啊 吕东说的都是实情 后来呀 去拉攒住的 打秋风的 借着考察名义 要招待费的 很多很多 结果那个加工厂 垮了不说呀 宋家村的生意 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于展龙轻轻点头 我见过一些 这样的例子 在泰东并不罕见 马元超笑了 突一问道 吕东啊 你是赖球帮助的 吕东是小辈儿 没啥不好说的 是 我这前思后想啊 发现根本没啥好的办法 随便一个部门都是 后半截话 到了嘴边 又咽下去了 每个部门都惹不起 人也不用专门记着 随手跟你听个赌 到了厂子这边啊 哭都哭不出来了 在县城 一个实权科长 搞垮一个私人厂子 貌似也不算是特别难 马元超呀 看了眼吕东 我算是发现了 你们俩俩找人帮忙啊 都是为了村里的事 个人的事情 能挺就挺过来了 吕东说了句实话 不是吕家翠儿的父老乡前 我们俩俩不定上眼的 于战龙说道 别什么事都一个人硬挺着 又不是没有人 你年轻 长辈扶上马 送一程 又不丢人 吕东笑着说道 如果我这边挺不住了 当然要找各位叔了 于叔 马叔 你们都是做大事的 我总不能一点小事 就麻烦你们呀 他故意说道 电影里边不是演了吗 大人物总是要关键时刻出场 马元超微笑点头 你这小子呀 有主见也不是坏事 于战龙问道 你有什么想法 吕东看眼马叔 欲言又止 行了 马元超直接问道 有话就说 我跟你于叔又不是老虎 说的不对 也不会吃了你的 吕东笑了笑 马叔 村里享受这么多优惠政策 说是势力扶持起来的 也不过分 吕家食品公司呀 成立一周年了 上面用不用验收下成果呀 我们吕家村也得向领导们 做个汇报呀 马元超忍不住笑起来 你呀 这是从哪儿学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呀 时间接近十一点半 马主任过来招呼人 一起去餐厅酒餐 去洗手的时候啊 吕东问宋娜 你跟沈子聊啥了 宋娜笑着 沈子说了 要是你欺负我 就给他打电话 无犯很融洽 宋娜本就性格开朗 一顿饭下来呀 也跟于湛龙和马元超 熟悉起来 吕东和宋娜走的时候啊 马主任拉住宋娜的手 让他有空多过来 送走这俩人 于湛龙问道 老马 这事儿一直是你在推动 有什么想法 马元超摆摆手 我说了 我会单位一趟 下午还有事儿 距离 华龙大厦不是很远的地方 全南的全理中心之一 有位年仅三十的秘书 拿着一份文件 快步地走过光亮的水魔石走廊 来到一间办公室面前 轻轻地敲向房门 马元超 中气十足地说道 秘书推开门 进入办公室 红木办公桌后面 马元超哪怕是坐着 腰背仍然是笔直 听到 秘书将文件放在办公桌上 这是下周要去视察地点 您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马元超大致扫了一眼 略微思考会儿 说道 把吕家村 加进去 全南叫吕家村的村庄 有好几个 秘书担心出错 多问了一句 您每年都去了吕家村 对 就清照宁秀的吕家村 提到吕家村啊 马元超 严肃的表情 都柔和了许多 听说呀 他们今年发展得不错 新时代农村的典型啊 我们呢 过去看看 或许他们能为全南农村发展 航出一条路来 看似是套画 落在秘书耳朵里 却不一般 他先领神会 我这去就安排 马元超微微点头 记得啊 提前通知 是 秘书下去 做准备工作去了 领导出行试察 不用多说 肯定是要通知下去 让下面做好迎接工作 这是最最基本的 下面上面呢 都有默契 领导想要看到的东西 下面遮掩照样能看到 领导不想看的 下面你别弄出来 提前就遮掩好 马元超呀 取过旁边的一份资料 上面有关于 吕家村的 最新一些统计 看到上面的数字 想想老伙计 总算是 稍稍松了口气 相比于老伙计所做的 他们做的这点 真的是微不足道 放下手里的资料 马元超啊 来到窗户跟前 目光眺望南方 似乎想看到 遥远的边境线 换下白色的工作服 离开生产车间 马元超和包括县里的 一把手在内的县领导们 在吕震林的引导下 沿着平整干净的柏油路 朝工厂北边走去 随对的报社记者和电视台人员 立刻跟上 抓拍各种画面 一共今晚或者明天上新闻 据年 在县委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下 吕家食品公司 实现了3357万元的产值 虽然县里没有给多少支持 更多的资源呢 都是来自于全南市里 但吕震林深知县官不如县管 哪怕有马元超等作为依仗 依然言必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来到办公区的北边 绕过作为保护建筑的骨灰塘 站在一片正在忙碌施工的工地前 吕震林继续说道 在县委县政府和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 食品公司二期工程顺利展开 预计今年3月份正式投产 新上鸭类制品和坚果炒货两大类别 独大包装销售 突出安全和美味这两大特点 马元超听的是频频点头 颇被认可地说道 吕家村一步一个脚印 腾出了全南新农村发展的新模式啊 县里的一把手笑着说道 吕家村啊 已经走在清照新农村发展建设的最前沿 为清照新农村建设 树立起了一个好榜样啊 上面的领导重视 下面人呢 自然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 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跟在一众人后面 姚秘书悄悄地问道 张密 您是领导 能不能透露一下 这边什么情况啊 这也是作为领导的马前卒 来打探确切的消息 张密是马元超的秘书 自然是懂得领导的心思 但说到底 吕家村依然是属于清照下下 当即说道 这边的产品 去年糖酒食品会上 达动东南亚的客商 厂里情况 你看到 发展速度非常快 全省上下的 都在探索新农村发展 领导友一向这里 打造成全南新农村 建设的典范 姚秘书在清照工作生活 本身也是清照人 听说过吕家村的大名 也看过上面给的优惠政策 但清照这一年多来 各种现属企业或破产或转让 下岗再就业的问题 就像是一座大山一样 压在众多领导的头上 也没太关注这边的情况 现在呀 听张密一说 知道有些事疏忽了 回头得好好做下调研 不说别的 这对清照 对自家领导 其实是好事 清照有个工业产值 几千万的农村 妥妥的一笔大胜计呀 姚秘书是心思剔透 张密 我明白了 张密冲吕东那边招手 姚秘啊 介绍个人跟你认识 姚秘书看到张秘书 手指上的那个人 一个年轻的过分的男人 看上去啊 也就二十左右 按照清照这边的习俗 说是个大男孩 更何事 这人呢 身材很高 长得格外壮实 略微有点黑的脸上 挨着几分憨厚 好像有点眼熟 不知道在哪儿见过 具体呀 想不起来了 这一行人呢 都在后面 吕东看到马叔的秘书 冲他招手 笑着过去打招呼 川哥 有事啊 张密 笑了笑 吕东 给你介绍个人 这是你们清照的一号大秘 姚主任 他接着介绍起吕东 这是吕东 领导很看重的职财 听到这一话 姚秘书立刻重视起来 主动跟吕东握手 吕东啊 心态很好 笑着说道 啊 姚主任好 姚秘书听到吕东 叫张密张哥 知道两边关系不一般 他很会做人 咱俩年纪差得也不大 我智障几岁 要我被嫌弃了 叫姚哥就行了 吕东笑着说道 行 姚哥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姚秘书也笑着 吕东啊 我们以前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张密 叙说接话道 姚秘 别看吕东年轻 做的事不少啊 就说吕家村 这公司这个厂子 就是吕东 替建设的 金银的卢主内 也是吕东力见 姚秘书看向 吕东的目光 一下子就变了 他相信 以张密的身份地位 不可能拿这种事情乱说 这事啊 在吕家村 随便找个人问问 就知道了 张密又说道 吕东当选过 全南十大团员 建议勇为先进个人 还是你们清照的 政协委员 听到这儿 姚秘忍不住 拍了下脑门 瞧我这记性啊 吕东 我们见过 抗洪之后的表唱会上 我见过你 这人哪 可不一般 你可是咱们清照 年轻人的先进榜样啊 吕东谦虚的 姚哥 过奖了 当不得 仨人呢 聊了一会儿 有张密从中 牵线搭桥 很快就熟络起来 视察人群 转移到了办公区 主管生产的胡春兰 过来向领导们 汇报工作 吕东等人呢 也都在做陪 中午 马元超提议下 众人就在厂里的食堂用餐 主要菜品 都是食品加工厂的产品 吕东 也在手桌上面做陪 马元超问了几句 吕家村 和吕氏餐饮公司的 发展情况 还跟他聊了几句家常 能在公家单位 当上领导的 或许有些能力会有欠缺 但察言观色的技能 绝对都点满了 中人能够看得出来 吕东跟市里这位大领导 关系不一般 县里的大领导进来时啊 就得到姚秘书的悄悄回报 这时也说道 吕东啊 以过往做出的成绩很出色 是咱们清照二十年来最年轻的政协委员 如今呢 又积极创业 带动共同富裕 要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 李征啊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啊 吕东自然是一口应下来 上面重视 下面自然不会视而不见 吕家村的发展 可能会少了一些绊脚石 吃过中午饭 休息了一段时间 众人呢 又来到吕家村参观 其中一项 是到吕家村的老街上 冬天里 老街上都结了冰 比夏天的路 好了太多了 走在这条街道上呀 用送纳的话来说 历史感扑面而来 青砖青瓦房 以调食为机 青砖气墙 青瓦盖顶 遍布岁月的刻痕 吕震林 传门把吕东叫到前面 让他给领导们呢 介绍关于老街的一些未来设想 政策的支持 对于一个村集体的发展 是至关重要 没有相关政策扶持 吕家村这一年多的发展速度 最少要下降好几个档次 面对领导 吕东啊 也详细说了下 不过设想终归是设想 要想变成现实 还需要多方努力 首先呢 就是外部大环境 只有大学城进一步扩张 交通进一步发展 附近聚居人口不断增加 才有可能啊 以这条老街为中心 打造出一条商业链出来 否则全都是空谈 没有便利的交通 没有足够的人流 就算真正的老街老建筑 也比不过新建的 所以吕东说的只是设想 吕家村的两条街道 简单地转了一圈 县里的大领导啊 跟着马云超过来 也有所表示 今年内呀 会让相关部门 推动吕家食品加工厂 到南边县道这条路 的全面硬化工作 这条碎石路 本来呀 也在吕家村的改造范围之内 但其中有部分 涉及到刘湾村和公共区域 村集体的财产怎么都好说 涉及外边就麻烦了 如果有县里推动 那就简单得多了 而且呀 吕家村还能省一大笔的钱 领导下来视察 有一项必不可少 去慰问困难户 来到村委 几位领导分别乘车下去慰问 留下几个秘书 进一步了解吕家村的情况 吕真林呢 特意让吕东 留在村委办公室 张米和姚密 已经跟吕东熟络了 言谈间是有说有笑 吕家村的各种情况 吕东也都了解 问什么 也基本都能解答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四集 吕家村南面 有辆桑塔纳轿 驶入高速桥洞口 伴随着咣当一声 车里的人呢 感觉屁股 跳离车座位 脑袋 似乎顶到了车顶棚上 高速搞的这些破洞子 就没有一个好走的 后座上一位领导啊 忍住想骂娘的冲动 小吕 快到了吗 他稍微调整了下坐姿 旁边的吕剑道 看紧说道 哎 刘主任 这条南北路走到头 就是吕家村了 这是现精神文明办的一位 排名不太靠前的副手 论级别呀 跟吕剑道是平级 俩人都是副科 但人家资厉老 关系面广 在专门组建的 清照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展览筹委会里 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副主任职位 比起他这个协办单位的副科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领导 刘主任重任在监 为筹备明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展览会 忙得是天昏地安 除了自家这摊子呀 其他的事最近都没关心 也关心不过来 精神文明办呢 挂副职的六七个 真正做事的却不多 这时啊 又问道 几个小村子能拉到赞助 小吕啊 你确定 如今财政紧张 各方面预算都有限 县里的相关部门呢 就没有一个资金充裕的 举办什么活动之类的 出去拉赞助 那是基本操作 吕剑道笑着说道 哎呀 我就是吕家村的人 村里啥情况 我能不了解呀 刘主任你放心吧 吕家村的村办企业呀 去年产值上千万 历任丰厚的不得了啊 咱们需要的这点资金呢 对吕家村来说 那就是猫猫鱼 刘主任对吕剑道呢 有点基本的了解 也听说过吕剑道 说起他家里和老村的一些事 比如吕剑道他爹的字画 远近文明等等 他呢 常年搞精神文明之类的活动 拉过不止一两回的赞助 这方面是经验丰富 有钱就行 只要他们有钱 就能让他们掏出来 吕剑道相信刘主任的能力 正是因为听说过 这位验过八毛的水平 才费尽心思 作为协办单位的人员 挤进筹备委员会 搭上这根线 那帮不顾亲情 不顾通村情谊 连一点点小忙都不肯帮 最终啊 让文化工一把手 花落他家 不给他孩子老婆转户口 剩下几千块钱 能干啥呀 现在呀 非得让他们吐吐血不渴 略显老旧的桑塔纳 沿着南北路进入村口 刘主任看向路两边 不太粗的绿化树上 绑着半心的彩旗 彩旗后边的墙上呀 图有各种崭新的标语 脱贫致富快 全靠产业带 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 脱贫致富 共奔小康 刘主任收回目光 旁边的吕剑道 给司机指路 桑塔纳叫车 拐进村委大院 院子里停着辆车 虽然呢 没有特殊标志 但刘主任看到车牌号码 眉头微微一皱 好像是市里 某些部门的车子 具体哪个部门 他分不清 但号码呀 在公家范围内 这是什么情况呀 他看向吕剑道 就见吕剑道下了车 刘主任 这边 别看村委破 他们哪 是真有钱哪 来都来了 刘主任哪 见到村委办公室 门口有人出来 干脆是下了车 但心里 免不了打鼓 故意放满速度 琢磨起来 有些事啊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虽然上上下下 都默认 去企业拉赞助 搞帮扶 但很多事做可以 不能拿出来说 更不能公开 刘建道说道 刘主任 这边走 下了车 连司机带办事人员 总共四个人 朝着村委的办公室走去 刘主任走在最后 目光啊 一直朝村委办公室的门口撇 似乎想看看 里边到底有啥人 留下来充当服务员的红星啊 听到车响 立刻从办公室里边出来 到门口看了一眼 认出旅建道来 蹿在旅建道后边的人呢 都不认识 但看穿着走路驾驶 好像是公家单位的人 今天公家单位来的人很多 红星啊 倒是没有多想 真正关注的就是旅建道 这人呐前段时间做的事 村里呀 不少人都知道 红星赶紧回办公室 来到跟张密和姚秘书聊天的 吕东旁边 嘀声说道 吕建道来了 这就过来了 吕东跟张密和姚秘书啊 说了一句 去办公室门口 难道吕建道听说今天的事 专门过来又混个脸熟 或者是有其他想法 马叔过来 也就是这两天才决定的事 事先没有打仗旗鼓呀 后边才会上报纸 上电视 上新闻 以吕建道所在的冷牙门 按照常理 应该听不到相关消息呀 再说了 当领导的 可不是凑上去 就能拉到关系的 吕东 再往吕建道身后看 跟公家单位的人打交道多了 跟在吕建道后面的三个人呢 八眼一看 就知道是公家单位上的人 其中啊 有个可能长期担任领导职务 吕建道已经来到办公室的门口 略微打量吕东 在他眼里呀 吕东那张略显憨厚的面孔 就是十足奸诈的小人模样 东子呀 见到你武叔 也不打个招呼 吕建道以辈分压人 吕东笑了笑 看向后面的三人 问道 你们是 吕建道立刻介绍其中年龄最大的那个 这位呀 是县精神文明办的刘主任 正在主持县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展览筹委会的工作 吕东不悲不亢 上前跟人握手 您好 刘主任 刘主任在他手上轻轻一握就松开 见到吕东实在是年纪太小 忍不住问道 村委人呢 都出去了 吕东实话实说 今天村里有事 书记和会计都陪着人 去村民家里转转了 吕建道突然插话道 刘主任呢 他叫吕东 说话顶用 跟他说是一样的 刘主任转头看了眼 吕建道 却没有着急开口 指着办公室说道 我听里面有人说话呀 吕东 张密在里边说道 这里有空物呀 叫人进来就行了 刘主任呢 使劲往里看 正好能看到呀 靠近门口方向的张密 不认识 面孔是相当陌生 但多年呢 在公家单位打拼 刘主任 那是老油条中的老油条啊 从这人身上 嗅到了同类人的味道 刘主任不急于开口 有话进去说 这寒冬腊月的 总不能叫我们 再问问吹冷风说话不是 吕东说道 请进请进 里边坐 吕剑道想要说话 却被刘主任 以眼神制止 刚进办公室 刘主任就看到 一个认识的人 对方认识不认识他 他不知道 但他见过这人 一次就记住了 尽管是非常意外 刘主任却快步上前 姚主任 你怎么在这儿 看到姚秘书脸上 多少有点疑惑 赶紧自我介绍道 我是精神文明办的老刘 你怎么突然来这儿来 姚秘书非常好奇 总不会跑来这儿 汇报工作呀 这人也不是精神文明办的 一把手 汇报也轮不到他呀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五集 见这人认识姚秘书 吕东啊 反而是不说话了 不管这人跟着吕剑道来做什么 都绕不过姚秘书去 凭感觉 吕东认为啊 这人上门 没啥好事 尤其是 人是吕剑道 带着过来的 刘主任问话 姚秘书可以不回答 姚秘书问话 刘主任却不能不回答 实话实说 过来拉赞助 让吕家村掏钱 这事可大可小 刘主任不在乎姚秘书 而是在意他背后的那位 多年的老油条经验 告诉刘主任 最好别胡乱说话 否则呀 可能会有麻烦 那个 刘主任 清了下嗓子 刚刚就有过万一的考虑 看到还在思考中的吕剑道 立刻有了主意 笑着说道 呃 姚主任啊 这不县里啊 准备搞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吗 我在筹备会里挂了个副主任 姚主任知道这事 过完年呢 就会举行 刘主任看向吕剑道 剑道同志的父亲 是咱们清照啊 十里八乡有名的农民书画家 我是这么考虑的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我这不来求几幅自画 好在展览上 让人看看新时代农村艺术家的风采 姚秘书啊 能看得出来 这画有很大的水分 但做人流一线 从不能当面说人在胡扯 这是好事啊 姚秘书笑着 刘主任考虑得非常周全 吕剑道有点发愣 啥时候有这么回事了 但是他没有说话 这事啊 透着蹊跷 刘主任不肯继续多待 姚主任 您先忙着 我跟剑道同志去家里 回头咱们再聊 嗯 也行 姚秘书站起来跟他握了下手 刘主任又跟吕东 用力握手作别 见没人介绍另外一个人 聪明得没有多问 赶紧告辞离开 吕剑道跟在后面 离着办公室远了 小声问道 刘主任 咱们 别咱们 刘主任语气平和 刘主任 您是文化工的 我是精神文明办的 不是一个系统 论不上咱们 这一句话 读得吕剑道是毫不难受 生余的话呀 憋在嗓子里边出不来 上了车 刘主任对司机说道 赶紧走 直接回县里 吕剑道问道 刘主任 办公室那位瞅着眼熟啊 是谁啊 刘主任没有回答 反而说道 吕主任 人在坐 天在看 我跟你往日无冤 尽是无仇的 干嘛给我挖 这么大一个坑啊 桑塔纳 开出村委大院 往南一拐 刘主任呢 突然看到 北方有几辆车过来 让司机 稍微慢点走 他这边啊 开出去几十米 那边几辆车停下 陆续有人 从车上下来 第一辆车上 率先下来的人 让刘主任 倒吸一口凉气 那是姚秘书的老板 再看 姚秘书的老板 竟然第一时间 绕到车的另外一边 去给人开车门 这也太惊悚了吧 然后 车上下来 市里的一个大领导 刘主任赶紧收回目光 生怕叫人看到 对司机说道 走走 赶紧走 这时是一阵后怕呀 幸好自己多年在基层打拼 见惯了尔虞我诈 凡事都留个心思 没有上来就乱说话 还灵机一动地 找到了好借口 跟吕剑道说的那样去做 进门就要暂住 说不得就要撞在枪口上 运气好坐板凳 运气不好 想到这儿 刘主任转头 看向旁边的吕剑道 眼神有点冷 不带这么坑人玩的 回头得跟自个儿 这边的领导好好说说 他文化工想干什么呀 给精神文明办 把这么一个大的坑 这是想把文明办 偷偷脑脑一锅端了吧 心里这么想着 刘主任却一句话都没有说 用不着争吵 后账有的是时间算 吕家村的办公室里 吕东琢磨了一会儿 大致是有所猜测 用七叔的话来说 地里的兔子肥了 免不了有很多人打主意 幸好把马叔拉过来 否则呀 还真是个麻烦事 这种事有了第一回 就有第二回 走了第一个 就有第二个 就像蝗虫一般呢 不知道有多少刚刚起来的人 或者企业 因为这样那样的破事 撑不下去了 很快就会好一些 毕竟今天的事啊 是要见报 还要登上全南台新闻的 对于清照范围内 大大小小的单位来说 这就足够了 很快 马云超和县一把手 从外边回来 众人啊都没提这事 在领导眼里 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马云超抽出几分钟 专门跟吕东聊了会儿 因为吕东所做的一切啊 都摆在眼前 他看的是一清二楚 吕东没有把他们照顾 用在自己身上 反而都用在村里 带动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啊 一起过上好日子 这一点做得很好 不到下午四点钟 马云超乘车 离开吕家村 去清照县城 张密跟媒体方面的人 做了沟通 说道 明天上新闻 报车和电视一起 马云超微微点头 没有多说 前面的车上 大老板对姚秘书说道 回去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 研究下吕家村道路的修建事宜 车子这时啊 从高速路桥洞下面经过 大坑带来的颠簸 让他下一许地扶住扶手 等到车子出了桥洞 前后两次的切身感受 促使他说道 还有这儿 该修就修 该见就见 关于吕家村的新闻 很快登上晚报和大众日报 在全南电视台最重要的晚间新闻中播出 甚至还在省台的正典新闻中露了一面 在平城有东王 燕城有南山 蒙城有沈泉 风筝市有德里斯 作为省会城市的全南 反而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上 没有一个典型 众所周知 很多事情啊 由上往下推动 会特别的顺利 吕家村正朝着全南新农村典型的方向 跑步前进 随着新闻的播出 吕家村的很多事情变得顺畅起来 县里有消息传出来 加工厂连接县道的碎石路 会改成百游马路 并且列入2000年 清照重点改造道路项目当中 县里一直在跟高速集团 扯批的高速调动下 道路修缮事宜 在关系到吕家村的南端上 迅速有了决策 相关部门会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维修 吕家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 纳入县招待所的采购名单 进入墨泉公园清照特产专卖店 据说上面还在讨论 将吕家熟食啊 列入青色的传统特色名录当中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16集 清照官方正在组织清照十大特产评选 驴家村熟食 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候选者之一 连县教委那边都传来了新消息 县里会专门调拨一部分款项 用于驴家村小学今年夏天的改进 而且在老师分配方面 也会着重考虑驴家村小学的师资力量 甚至会抽掉一批专科师范毕业生过来 清照这边 现在大专毕业的师范生啊 一般都进中学 去小学的很少 像吕东前两年毕业的清照一中 目前学历最高的 不过是研究生学历 上次吕东啊 跟吕所和陆所聚会时 还听调到宁秀所当所长的陆所说 这位研究生别看学历高 去年呢 却误入歧途 爸晚上在县里贴传单 结果呀 让他们逮了个正着 清照一中的校长 被学校的声誉考虑 不得不出面 把研究生保出来 结果研究生啊 在校长室里跟校长拍桌子 气得老校长啊 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学中送贪很难 锦上添花却比较容易 随着马云超的公开视察 吕家村明处暗处得到许多照顾 拉赞住打秋风的人也不傻 自然呢 是绕着走 这些关于吕家村的新闻播出 也将某些人的行为啊 推到风口浪尖上 县城 距离宁秀影院 或是很远的地方 重新刷过一遍乳胶漆的文化工啊 似乎绽放出新的光彩和火力 刚商人不久的一把手万主任 上班就接到精神文明办一把手打来的电话 精神文明办说重要吧 你啥实际权力 说不重要吧 头头由一位常委兼任 虽然平时不怎么管 但真要管起来 下边啊 还得认认真真地应对 好的好的 孟部长 我明白 我这就去了解情况 万主任一个冷牙门的一把手 上边说什么 自然都要听着 还得配合 孟部长 您放心 我这边一经查识 马上处理 挂断电话 万主任抹了把额头上隐隐渗出的冷汗 赶紧找了一份晚报翻看 很快就找到关于吕家村的相关信息 万主任在事业单位上打拼多年 基本的嗅觉还是有的 看完整篇报道呀 瞬间就有所明目 上边这是要力捧吕家村啊 吕剑道这人还真不是个玩意儿 竟然带着人家去自个儿老家打秋风 这人也太不是东西了 单位上 关于吕剑道不孝顺的传言 早就上上下下地传遍了 现在看来呀 这人就是赎典忘祖的典型 像他 上面有人压到老家村里 都是想着办法去规避 哪有这样坑老家人的 以后怎么做人呢 这下好了 撞到枪口上了 碰到大老板和更大的老板去视察 把精神文明办的一帮人呢 都给惹恼了 万主任轻轻地敲着桌子 这事肯定得给精神文明办一个交代呀 查 不用 领导都打电话来了 查不查无所谓 关键是个态度 保下吕剑道 那是开玩笑 对自个儿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 而且 之前争夺一把手的时候 吕剑道还是个竞争对手 万主任想了想 打电话召集重要人员开会 吕剑道呀 则剔除在外 会上稍微传达上级领导的意图 会场是群情激愤的 文化工的头头脑脑门 对吕剑道这种连基本孝道都不顾及的人 标示极大的愤慨 认为此人呢 是德不配位 于是啊 一份决议 很快就达成了 万主任必须拿出态度和立场 所以会后亲自找到吕剑道谈话 吕剑道得到通知 走进办公室 看到万主任笑眯眯的脸 心里突然是一阵打鼓 剑道 这边坐 万主任指了下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吕剑道看下办公室中的沙发 心中有种不太好的感觉 拉开椅子坐下 说道 主任 找我有事啊 万主任说道 剑道 你看 你刚上任 手里事情多 一直没跟你谈话 也没跟你聊聊工作安排的事 毕竟你是文化工的老资历 吕剑道试探着说道 工作的事 我服从组织安排 万主任 微微点头 似乎呀 对吕剑道的态度很满意 又说道 单位上 一直有些对你不利的传言 不知道 你听说过没有 听到这一话 吕剑道 不太好的感觉更多了 分辨道 主任 那些都是传言 有人故意诋毁我 万主任说话的水平 肯定是有的 剑道啊 这些传言 已经传到上面去了 今早 孟部长亲自给我打电话 询问这件事情 本着对任何一位同志 必须负责的态度 我向孟部长立了军令状 一定会尽快查清此事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骂 这话说得好听 但在吕剑道的耳朵里 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在公家单位多年 又不是不知道 那位孟部长 签认着精神文明办的一把手 传闻那位孟部长 最早就是老刘带出来的 那天跟老刘之间的事 他都仔细解释过了 不等吕剑道说话 万主任又说道 剑道啊 规矩你也知道 调查期间 你手头的工作 先放一放 你也不用太担心 这也是为了还你清白 等调查结束以后 还能继续在工作岗位上 发光发热 对不对 吕剑道很清楚 工作一旦放下 就剪不起来了 连忙说道 主任 我的工作 万主任打断他说话 加重语气 老吕同志 你是为老同志了 组织原则 要不要遵守 话说到这个份上 吕剑道很清楚 根本不可能顶得住 毕竟一把手 拥有绝对的权利 吕剑道出了办公室 抬头看着雪白的天花板 莫名的悲哀 这是要做冷板凳啊 自个儿还不到四十岁 到退休还早着呢 难道要做十几二十年的冷板凳 本来就是冷牙们 在座上冷板凳 想要挪出来 千难万难的 这该怎么办呢 走在单位的长廊里 吕剑道发现 好像所有人都在躲着他 仿佛像躲温神一般 吕剑道 没有回办公室 想到老丈人 曾经当过这儿的一把手 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 掏出手机 打过去 老丈人那边啊 随着年龄增大 脾气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这带吕剑道呀 也算是平和 但同样的影响力 也在迅速变小 你等着 我打个电话问问 老丈人留下一句话 打电话去找人了 很快就打回来 这事啊 我也没招 你自个儿撞在枪口上 怨不得别人 挂断电话 吕剑道回了 办公室 这一天哪 也不知是怎么过去的 整个人都浑浑噩噩 下午下班回家 刚进家门 他老婆尖锐的声音 就响了起来 你说说啊 你都多大的你了 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这户口户口办不成 这升值升值上不去 这倒好 能把地儿坐上了 我当初咋就瞎了眼了 看上你这个 徒有其表的废物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七集 吕剑道的老婆呀 虽然年近四十 但妆容精致 保养得当 外貌出众 乍一看上去啊 也就不到三十 他原本呢 在企业单位上班 单位效益不差 但是单位呀 突然改制 改着改着就破产了 只能买断功龄 下岗了 本来就郁闷 吕剑道最近的这些事啊 没有一见顺心 更是惹得他大发雷霆 你屁用都没一点 就是个窝囊废 他结婚以来 仗着娘家势力 仗着吕剑道需要倚仗他娘家 把吕剑道呀 压得是死死的 我真是瞎脸了 吕剑道在单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 回家又受气 忍不住想要爆发 刚准备开口 老婆一瞪眼 干嘛啊 你还想还嘴吗 翻天了你呢 这话一出啊 吕剑道又伪了下去 完全没有面对自家老娘时的遗旨气势 他坐在沙发上 忍受着老婆的抱怨 忽然觉得 自己为了个前程 放弃那么多 是不是值得呀 这眼瞅着啥都没了 努力奋斗了一辈子 全都没了 甚至 吕剑道还没死心 现在认错回吕家村 还来不来得及呀 不都是说 浪子回头金不换吗 自个儿就犯点小错 也不是啥大问题呀 忽然 手机铃声 响起来了 吕剑道看到是老丈人打过来的 赶紧接起来 那边又说道 我多方找人问过 这事啊 真的没辙 你屁股底下又不干净 真查起来 可能编制都保不住 离开文化宫 换个地方吧 起码编制没问题 运气好呢 还能起来 我卖了这张老脸 求爷爷告奶奶 总算求到人帮忙 尽快把你调到交通绩效 最起码能保住 你的行政边和级别 打完电话 吕剑道两口子 等孩子放学回来 急呼呼地跑到老丈人家里 又仔细问了情况 只能接受现实了 进入腊域 大学城各个学校啊 即将放假 有些考试早的科目呀 成绩是纷纷出炉 即便是相对严谨宽出的大学 学生们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从省大杨教授的课堂里出来 吕东 宋娜和李文月 一起去餐厅 准备中午呀 就在省大吃饭 高中时 没有进士的李文月 因为繁忙的功课和学习 上大学 反而戴上了眼睛 他双手抄在口袋里 问道 鸽蛋 你考的怎样啊 宋娜挽着吕东的胳膊 说道 我啊 追求六十分万岁 能顺利毕业就行 风大 天气冷 吕东啊 掀起宋娜的羽绒服帽子 给他戴上 问道 最近晚上连续搞毒鸡啊 黑眼圈都出来了 宋娜往下拉了拉帽子 不突鸡就得挂科 下学期补考太麻烦 更耽误时间 三人呢 边说边建了餐厅 吕东和李文月去打饭 省大餐厅啊 这会儿人多 宋娜找地方 站住位置 吕东和李文月回来的时候啊 还有个白白净净的女生 看了过来 宋娜主动打招呼 哎 袁静 啥时候过来的 袁静看眼李文月 等等 看到吕东和李文月就一起了 放下餐盘 坐在宋娜旁边 宋娜呀 给了吕东一个眼色 吕东是心领神会 坐在宋娜的对面 李文月不好意思地摸摸头 坐在袁静的对面 吃着饭 见李文月和袁静在沉默 吕东和宋娜默契地没说话 宋娜悄悄地给吕东使眼神 吕东加快吃饭速度 李文月和袁静啊 吃了没一半 吕东和宋娜就吃完了 宋娜对吕东说道 我要去交通计较练车 你送我过去 跟宋娜谈了半年多的男女朋友 吕东啊多少也算是开窍了 说道 行 他看向旁边的俩人 文月 袁静 我们就先走了 好 李文月不好意思地笑着 吕东拉起宋娜就走 俩人出了餐厅啊 朝校门口走去 宋娜靠近一些 挽住吕东的胳膊 说道 文月啊 好像对袁静有点意思啊 这俩人老同学 咱就别谈和了 嗯 宋娜拖着他加快脚步 快点 早一点去交通计较 争取多练量吧 明天啊 还得去师大东路 那边的店就要开了 吕东快步跟上去 第六家店了 宋娜边走边说 先把宋娜妇女 送回学府文院 吕东准备和吕建仁 返回吕家村 俩人出了校门 吕东啊 去路口的停车场上开车 送宋娜去交通计校 宋娜看着吕东 熟练的采离和换挡 说道 我身体协调性挺好 但上了车 就感觉手忙脚乱 各种出错 经常起步熄火 吕东安慰 嗨 多练就好了 宋娜却说道 你没见你练几次 考试就过了 我以前呢 在村里开过拖拉机 多少有些经验 再说男的比女的开车 天生就有优势 嗯 也是 宋娜承认着一点 男学员 大多比女学员上手快 她呀 说起个反面典型 前天第一次上路 纳塔莎把皮卡 开到了花坛上 车上人都吓坏了 再往前几天练场地 纳塔莎倒车 差点装树上 要不是你和贝哥 给黄海打过电话 估计黄教练早就训上了 唉 以后 打死我都不做 拿她上开的车 吕东随口说道 我也不做呀 宋娜想起个事 问道 唉 等到放寒假 我准备去一趟遗蒙 我在那边 联系到了一家加工厂 准备过去看看 商谈一下代工的事 吕东 问起一个关键 设计呢 我正在联系人 咱们那个医中同学会 有同学在艺术学院 学这方面的设计 比咱们高两级 明年就毕业 宋娜大致说道 我和她谈过一次 具体还得再谈 等寒假同学会 我再跟她好好聊聊 就算请到人搞设计 也得控制好规模 先做一点点 主要还是模仿 宋娜不好意思地笑 初步代工的产品 就用市面上 最流行的款式 我挑了些卖得好的 照样子加工就是了 前几天去西市场进货 我专门套过唐维化 这些东西 不用担心知识产权 全中国都在生产 听说啊 南方无数的小厂子都出 你那个词儿 怎么形容来着 吕东明白宋娜的意思 说道 山寨呗 对 山寨 宋娜跟吕东 我用掩饰 直接说道 温馨商贸这样的小公司 齐步阶段 暂时不用太考虑 独立设计的事 卖的这些小东西 还有搞代工的 首先啊 还是要考虑成本和精美 先从山寨做起 再说别的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八集 吕东点点头 宋娜的法子呀 可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宋娜似乎猜到吕东的想法 又说道 总不能上来就做独立设计 咱们也没那能力和财力呀 来到大学城南边的交通绩效 吕东啊 直接开车进校门 停在门口附近的停车场上 宋娜下车 说道 你去忙 不用在这陪着我 他这边啊 多少好点 新公司第一体育 有杨敏和院宝山这样的专业人士 也就是温馨商贸的事多点 吕东那边啊 一大堆的新店要开 虽说有老杜在全南顶着 但说不准 就有啥事来找吕东 行 吕东看眼万表 我四点半再来接你 宋大挥挥手 朝黄海教练车所在的地方走去 吕东站在车边 好奇地看向远处 原本交通绩效 一城宽敞的场地 分出一片不算大的地方 正在搭建 刚结构的棚子 已经搭建好的棚子 下面啊 还挂着条幅 上面写着 职业技能操作考试中心 之类的字样 很明显 这就是赵干事 上次说起的那件事 吕东也很佩服呀 速度快效率高 不但实际推进了 连场地都开始建设了 估计过完年以后呀 就能正式用了 大学城能多吸引到高职人群 对旅士餐饮呢 也有好处 有太多人因为大学城不在市区 即便工资待遇满意 也不愿意过来就职 宋纳的温馨商贸 也是花费了大力气 才招聘到了一个 做过连锁经营 礼品店店长的人 主管这边的日常经营 看了一会儿 吕东准备走 刚要上车 眼角余光忽然撇到摩托车棚 那边有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人似乎是从交通绩效办公楼出来 去车棚取摩托车 大概停车场上车不多 吕东站在那边挺闲眼 他也看到了吕东 吕东没想到 在这儿能碰上吕剑道 这是来交通绩效学车吗 吕剑道也看了眼吕东 目光落在 他身后的桑塔纳车上 忍不住眼热 文化工呀 也配了一辆桑塔纳 却是九十年代初的老型号 吕剑道 也想有辆车开 出去多有面啊 所以他关注过桑塔纳的价格 看吕东这辆车呀 估计是今年新买的 二十万落不了地 这兔崽子 真他娘的有钱呢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本来就受伤极深 这一跟吕东对比啊 吕剑道心里就像是有把刀子割 疼得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这比老七还浑的小子 咋就懂事了呢 还他娘的发家致富了 吕剑道又疼又堵得慌 吕东啊 隔着一段距离 远远地看了吕剑道一眼 没有打招呼的想法 拉开车门上车 开车出了交通绩效 看着车屁股消失 吕剑道揉了下心口 自个儿这就四十的人了 是越混越倒退 竟然不得不转到 现交通绩效了 再往上爬 没戏了 能保住现在的级别和编制 不容易 升职的事儿啊 吕剑道是不想了 但这日子得过下去啊 想过好日子就得有钱 吕东这样的混账玩意儿 都能开上车 难道要他受穷 吕剑道抄起口袋 悬死起 咋才能让空荡荡的口袋 真正地鼓起来呀 趁着各大运校的学生 开始放寒假 驴市餐饮公司全南火车站汉堡黄店日夜赶工之后 顺利装修完毕 由于店铺开在火车站的内部 没有大张旗鼓地搞开业典礼 只是拉条服 摆花篮 搞优惠活动 顺便通过王主任的关系 在火车站在火车站内部挂了几个广告 火车站人流足够多 像这种便利的西式快餐 只要价格不是贵的离谱 味道不是很差 根本不用担心没有顾客 况且呀 汉堡黄的价格只是比外界稍微高一点而已 经过已经开业的几家店铺的经营和适当的调整之后 口味也被大众群体所接受 算不上美味 却又极强的普遍适应性 也算是快餐业想要成功的关键点之一 至于价格比外边稍高 则是火车站内部所有店铺的默认潜规则 汉堡黄是进场求财的 不是跟其他店铺顶牛的 自然会有默契 打破这些潜规则 或只是其他店铺会有意见 连火车站方面都会发难 众所周知 关于火车的饮食 卖得最贵的是铁老大 这年头啊 火车上的配餐 说是猪食般的味道 那是一点都不夸张啊 省大陆的麻辣烫店 装修能在腊月二十之前完成 但年前开业不太合适 只能等到正月十五之后 杜小冰和开始全面负责 全南店业务的副招侠 初步敲定在正月十六 另外 大观园 长途汽车站 西市场 落口服装批发市场等等地方 单点开业计划 也陆续提上日程 具体选举还要进行前期考察 毕竟同样一条街上的店铺 差个几十米 人流量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 大学城一放寒假 吕东就准备陪宋娜去蒙城考察 太阳刚刚升起来 黑色的桑塔纳就来到学府文院小区 停在靠近北门的一栋楼边上 吕东拿起手机站了下宋娜那边 宋娜和老宋很快从单元门口出来 俩人手上各自提着一个大包 吕建仁下车后去开后备箱 吕东迎上前两步 接过老宋和宋娜手里的包 放进后备箱中 后备箱还有俩包 其中属于吕建仁的那个是鼓鼓囊囊 这年头出去 首先就要考虑安全问题 起初这个老江湖 结合最新的时代特点 准备了不少用于安全保护的东西 吕建仁给老宋递了根烟 俩人已经点上了 马上就要开车跑长途 吕东也知道 谁让七叔先解一下烟瘾 宋娜过来轻声说道 我爸不放心 要跟着一块去 吕东没法拒绝 只能是点头说道 一块去也好 多个人也多个照样 他转而问道 你跟那边联系好了 宋娜摘下手套 放进斜跨着的女士包里 联系好了 就在蒙头市区边上 黄卷老家是那边的 不过他家离着有点远 专门委托附近的一个高中同学 去问过 那家厂子开了五六年 信誉啥的都挺好 工人工资也能两到三个月就结一次 比其他的感觉靠谱一些 另外还有两家备选的 吕东微微点头 行 咱们过去了 仔细看看再说 今天呢 天不错 不算冷 俩人在车外边等了一会儿 那边烟抽得差不多了 老纵想到个事 说了一声 回单元楼里边啊 拿东西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九集 吕东拉开后车门 黑蛋 上车 等宋大上车 关上车门 吕建仁呢 从一边过来 对吕东说道 哎 你老丈人也要干张 吕东无奈 去说 咱爷俩说说就算了 啊 你可别当人家面乱说 叮嘱完 又说道 毕竟是跑远趟 啊 出门谈生意 宋叔不放心 吕建仁 撇了吕东一眼 你个笨蛋 你个笨蛋一个 老宋不放心的 是你 去盟城 肯定得住一晚上 宋大呀 就在车里边 吕东推了七叔一把 赶紧上车 吕建仁 拉开架势呗 别说你没这么想 你小子我带大的 一决定 我就知道你要拉啥屎 老宋呀 从丹元楼回来 好像拿了一条烟 他之前呢 没出去谈过买卖 跟吕建仁抽烟 才想起来 出去呀 免不了跟人递烟 吕建仁打招呼道 老哥 你刚不是说 容易晕车吗 坐副驾驶上 差点 老宋笑着 啊 行 仨人上了车 桑塔纳 缓缓驶出小区北门 拐上文化路 朝南边跑去 全南道蒙城啊 暂时没有高速公路 要跑下面的省道 全程超过三百公里 省道不好走 少说呀 也得五六个小时 路况相对复杂 拉货的大车 更是不计其数 吕东和吕建仁呢 能换着开 多少也轻松点 省道比想象的要难走 人进中午的时候 才刚进蒙城范围 距离市区啊 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干脆先找地方吃饭 路两边 有不少小贩店 和停车休息的地方 但这年头啊 坑崩拐骗得太多 吕建仁开着车 专门找个门口 停着不少货车的店 来回跑货运的人呢 都愿意去的地方 相对来说 也比较靠谱 吃完饭 宋娜主动去把账给结了 出门的时候啊 可能是大冬天里 停车太久 有辆老旧的货车 打不着火 司机拿着摇靶 在使劲地摇 这两年呢 类似摇车的情况 很少见到了 再过上几年 在泰东 基本上都会消失 宋娜专门联系的 那个厂子 在一个线属的 开发区里边 临近山区的边缘地带 虽然泰东以平原为主 但蒙城地区多山 由于路亢不熟悉 加上碰到乱指路的 还到山嘎的里边 串了一圈 大概位置比较偏 手机信号啊 都是时有时无 这年头 手机机站有限 不少农村呢 都是信号不好 吕东 只好在下车问路 路边有些四五十岁的 坐在麦杆堆上 抄着袖子聊天晒太阳 问了几句 人呢给指了下 你这跑到下边乡镇上来了 这里是高关镇 离这县城啊 还有五六里路呢 有个大叔 给仔细说了说 沿着这条路啊 一直往南走 就到县里了 从县中心路口 往东拐 再出去 有一大片的荒草厂子的 就是开发区了 谢了 吕东啊 挨着给人散了根烟 刚准备回去 北边山盘子上啊 有啥东西反光 哪怕隔着不算近 也有点刺眼 吕东吓一许的 转头去看那边 只见山盘上 平整出了一片地出来 周围圈着一排 花艺蓝盖墙 墙里边啊 有几栋金碧辉煌的建筑 隐约能看到 是个不大的新建的寺庙 寺庙旁边啊 有饭店 好像还有机器 在挖山洞 寺庙不算大 由于是新建的 上面崭新的琉璃瓦 在阳光的照耀下 反射出道道金芒 招牌很大 吕东视力一向很好 可这老远也能看到 寺庙的招牌上 写着三个大字 兴圣寺 刚才 给吕东指路的那个人 见吕东对寺庙那边好奇 突然呢 压低声音说道 后生啊 那就是个假庙 那首相拜佛啥的不管用 全是新建的 里边的和尚菩萨 都是假的 旁边啊 有人拉了他一下 似乎不想让他多说 这位大叔抽了口烟 咱不能平白咬人烟不是 他又对吕东说道 那是个人开发的一个小景区 专门坑你们这些 从城里出来到山里玩的人 啊 里边很多道道 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别过去就对了 吕东笑着说道 大叔 谢了 我是去县城 不去那儿 他干脆呀 把一盒烟都塞给了中年人 翻身回到车里 中年人呢 收起烟来 旁边那人说道 就你话多 传到老刘耳朵里 小心你腿 哼 我怕他 中年人哼唧一声 他要是连我这堂哥都打 将来我看他 有啥面目去见老的 他抽出烟 给周围的人 你们看 人家小伙子多好呀 你们好意思 看他被坑啊 其他的人呢 偷不说话 这事啊 还真不能多管 吕东上了车 简单地说了下 打听到的路 发现宋娜呀 正透过车窗 看庙那边 说道 刚我问了 那是个黑庙黑店 咱们别过去啊 直接去开发区吧 出门在外 小心为上 老宋赞同道 咱们赶紧走吧 要是在清照 吕东啊 可能去探探人家老底 在外地就收敛收敛 开车呀 沿着路往南边去 吕东回头 看了一眼车窗外边 隐约 能看到铁翼围栏的外边 有群人呢 抬着个小塔形状的东西 正在往里边搬 人造景点 以后拖着诗 从去年国庆节假期 正是有了一年两次的长假 旅游业往后会快速发展 不少地方的景点 都成载人的代名词了 各种花样 叫人是目不暇击 曾经有句话 叫做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其实啊 农村套路是一样多 甚至更多 有了那位大叔 比较准确的指路 来到县城东边 吕东一行人呢 轻易地找到了开发区 实在是开发区太显眼 偌大的地方 围墙圈起了大片地 其中80%都荒着 有些地方啊 荒草甚至一人高 只有最东边 寥寥几个厂区 才能看到 有开工的企业 还都是不大的小厂子 这种情况呀 也不算罕见 估计很多县都有 三拐五转 前前后后 耗费六个多小时 终于找到 名为正家首饰 加工厂的厂子 看到厂子的门牌 宋娜就打了个电话 没过多长时间呢 一对四十左右的 中年夫妇 迎接到了厂门口 宋娜下车 大大方方地走过去 问中年男人 你是邢老板 是我 行老板 下意识地想跟宋娜握手 简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又不大好意思 介绍旁边的人 这是我媳妇 跟我一起关场子 宋娜呢 简单地介绍 跟过来的吕东等人 这是我父亲 这是我七叔 这是我男朋友 吕东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一直盼着你们 等了一天了 他随口客套 同村有人 在全南大学城打工 听他们说起过 温馨上茂 吕东听得出来 这位找人呢 在大学城打探过 从全南过来的客商 意味着可能带来 更多的收入 行老板 不会怠慢 因为通过 黄娜的关系 做过了解 宋娜也委托人 稍微接触过 双方呢 也算是有一定的 交流基础 客套上几句话 就一起啊 建了厂子 行老板 先带着一行人呢 去车间转了转 不大的厂房里边 大概有十几个人 在工作 将一些粗糙的原材料 通过机器 大批进行分离 整形和抛光等处理 穿物件这些活啊 则是下发到 周边的村里 按键计飞 看过一遍 行老板说道 市面上能见到的小饰品 发甲发带 耳环吊坠 项链 手镯 戒指平安扣 我这里啊 全都能做 他能看出来 私人里边啊 以吕东和宋娜为首 特意拿了刚加工好的 部分成品 给俩人看 你们上手摸摸 质量啊 不比南方厂子 做出来的差 宋娜做这一行 一年多了 也算了解的比较多 看得非常仔细 不但捏在手指间摸缩 还拿到旁边的强光灯下 仔细看 吕东摸着一块 很像玉的玻璃制品 光滑圆润的触感 在他这个外行手里 感觉跟二爷爷家摸过的真玉 没有多大区别 别的他也不大了解 只知道石头这一行啊 比金银首饰的水 深得多 宋娜看了五六分钟 冲吕东轻轻点头 说道 行老板 咱们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去谈 车间里各种噪音不断 不是说话的地方 行老板啊 当即拖钱带路 去我办公室 办公室里 老宋和吕建仁 坐在一张长椅上 都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俩人呢 不擅长跟人谈生意 干脆就不说话 凡事都让两个小辈 自个儿去谈 老宋跟过来 主要是因为呀 宋娜第一次出远门 实在是不放心 毕竟还有两年多 才大学毕业 真要出个啥事 两边都不好看 行老板呀 挨着拿过宋娜 拿过来的那些样品 说道 宋 宋总 小姑娘年纪太小 叫起来别扭 但也不好叫人家宋小姐 却容易引起误会 你这些样品呢 我这边都能生产 你大批量药 好说 宋娜暗地里松的口气 虽然表现得很成熟 也很精明 但是她第一次谈这种买卖 缺乏经验 实际上啊 多少也有点紧张 她不是天才 也从小没有耳濡目染的条件 都是硬生生磨练出来的 吕东啊 暂时没有插话的意思 宋娜能有今天 也是一不一个脚印闯出来的 她会挑时机 看情况再说 宋娜过来呀 就是找代工厂 直接说道 行老板 我这边现在有六家店 过完年啊 很快会增加到十家以上 到时候会大批量要货 不只是宋娜托人打听过 正家加工厂 在宋娜联系过后 行老板也找在大学城打工的几个同乡 专门打探过这个 温馨商贸公司和旗下的店铺 你想跨过批发商 直接从我这里进货 行老板有所猜测 说道 没问题 你想要多少货 给我报个数 保质保量 这全南西市场 小商品批发那边 应该知道吧 那边很多批发商啊 都是从我这里进的货 你直接从我这进货 还能节省很多费用 这种商业上互相试探的话 最多只能听一半 宋娜想了想 说道 我是想直接从厂家进货 不过 请老板 咱们能不能换个合作模式 说话间 宋娜还看了吕东一眼 吕东笑着冲她微微点头 一是鼓励 宋娜继续说道 你这边给我供的货上 加温馨商贸的logo 我这边固定从你这儿要货 行老板不是第一年做生意 虽然从没有使用过 但也听说过 宋总 你是要让我当你的代工商吧 宋娜说道 对 我这边需要一个生产方面的合作伙伴 行老板突然笑 这可不太好 我从上游供货上 直接变成了下游加工厂 变化有点大 话说的似乎很在乎 这个产业链地位的变化 接下来却话音一变 宋总 要像你说的这样 我这边得重新改模具 重新改工艺 连工人都得重新培训 这都需要钱呢 宋娜明白了 其实啊 就是钱的问题 我们能合作 以后啊 文新商贸就只从这边采购 宋娜说道 行老板 您可能不太清楚 文新商贸 月均进货额 能到三万元左右 对于这么一家 做小饰品的加工厂 月均三万的出货额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行老板 听到三万元这个数字 明显心动 但人做生意 就是图财呀 看到能挣钱 还想挣更多的钱 宋总大地方过来的 想合作 是瞧得起我老行 我老行呢 也知道好歹 想跟宋总合作一半 宋娜以为啊 这人要同意了 冲他笑了笑 行老板的想法 可不是这么简单 不如这样 咱们合作更密切一些 也更公平一些 我用加工厂一半的股啊 换宋总商贸公司一半的股 咱们两家就不分彼此了 肯定合作不见 笑容有那么一瞬间的僵硬 宋娜发现 自个儿多少有些小瞧了这位 看似普通的加工厂老板 宋娜 绞尽脑汁地来应对 我来之前了解过 宋老板的厂子 每个月产能就两万多 跟我这边合作 宋老板以后 不用再担心销路 收入都能扩大一倍 话不能这么说 行老板笑着说道 我这边机器都是最新的 工人全是多年熟练工 跟西市长那边有稳定的业务往来 随时都能扩大产能 他看宋娜年轻漂亮得过分 可能觉得呀 这种花瓶式的小姑娘好对付 宋总 做生意也得讲究公平公正 您那边吃肉 总不能叫我这边光喝点盛汤啊 这话听上去有点道理 但宋大一琢磨就觉得不对 听到这儿 吕玉东主动接话道 行老板呢 你要是这么说呢 我们呢就不耽误时间了 赶紧去下一家看看 盟城这边呢 我们还要去考察好几家厂呢 接着还要南下去彭城等地方 这就快过年了 耽误不起时间呢 行老板转头看吕东 这面向憨厚的小伙子 不是个摆设 汤姬接话道 这盟城地界上 没其他厂子 能比得上我这边 你们可想好了 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21集 吕东笑道 我相信 盟城你们做得最好 所以啊 我才来这边的 但泰东做这个厂子的也不少 说句不好听的话呀 这活没技术含量 靠的是销售 销售靠什么呀 渠道 我们温馨商贸呀 是专门打造销售渠道的 由吕东鼓劲 加带起话头 第一次真正谈这种 大合作的宋纳 也反应过来 立刻接话道 行老板 南方有个义屋 我去过不少地方 很多小商品和所谓的特色纪念品 都是义屋制造的 实在不行 我们这些人就跑个远趟 义屋那边价格更低 还负责包货运送上门 家人是一唱一鹤 吕东是半真半价的蒙人 行老板呢 你可能打听过 以我们这个年纪 能把商品做起来 背后有关系有门路 今年才刚刚起步 店面呢 明年就能够全部铺开 说不定还能开到盟城来 也是送那同学介绍 我们呀 才悠闲来到你这边 这样的机会 行老板如果 我要 我们呢 只能找别人了 虽说呀 还没有真正形成 渠道为王的局面 但这些小加工厂 真的只是处于 产业链的下游 这位行老板 还存有幻想 宋总 我用厂子的五成果 换你的四成果 吕东悄悄给了 宋那一个眼神 宋那是心领神会 行老板 你要这么说 我们就没有 谈下去的必要了 温馨商报 一个月的进货量 顶得上这个厂子 一个月的总产值 有足够的底气 行老板犹豫 迟迟 没有做决定 宋那呢 不是没有决断力的 那种女学生 也就只有跟吕东 才黏黏乎乎 其他呀 无论在大学城摆地摊 卖核桃瓜子 挨着大学宿舍 推销女生饰品 还是开店营业 都下得了决心 行老板 你考虑考虑 我们今明两天 都会在蒙城考察 宋那呢 当即提出告辞 最晚明天下午 我们就离开 行老板有些意外 这小姑娘和小伙子 年龄不大 看上去啊 却很老道 这么个大客户 她也不想轻易错过 连忙说道 行 我仔细考虑考虑 宋那留下张名片 第一个出了办公室 吕东啊 冲老宋和七叔摆下头 一起跟了上去 买卖虽然没谈成 但是行老板呢 还是一路送到厂门口 老宋通过后视镜 看了一眼 问道 不会 就这么谈崩了吧 咱们白跑一趟 吕东接话道 叔啊 买卖呢 很少是一次就谈成的 却被行老板 狮子大开口 咱们呢 就地还钱而已 宋那说道 这些厂子的出货价 比批发价便宜不少 都是按键或者论金出货 别说要我们跟他换股不行 代工价也要争取 谈到批发价一下 老宋还想说啥 吕建仁说道 老哥 这些是小事 咱们就别操心了啊 废脑子 容易脑袋疼 小宋和吕东心里边 都有数 仔细想想 老宋呀 也没啥好说的 严格说起来 这生意跟菜市场买菜一样 卖的尽可能想卖高价 而他们这些买的呀 当然想要还价压价 谁家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 厂里 邢老板回到办公室 他媳妇就抱怨 哎哟 这么大的生意 你咋就往外推呢 啊 一个月两三万的进享 咱们场收入啊 一下子就能翻倍了 行老板却说道 女人见识 就是因为生意大 我才试一试 看能不能啊 多捞点好处 本来寻思着 俩小毛孩子好糊弄 没想到 是俩小人精啊 他媳妇啊 相对保守 咱能抓住眼前的 才是实在的呀 放心 我有数 才第一次谈 他们不会就这么早 行老板也是老油条了 就是这俩毛孩子 不好糊弄 他掏出手机 我打个电话 再让那边几个人 帮忙去仔细问问 要是真有实力 后板结话 没说出来 当即拨了个电话 等了好一会儿啊 才有电话打来 陈志 你和立民啊 再去打听打听 那个温馨商贸 和那个宋娜的情况 行老板 想到女老板的男朋友 还有一个叫吕东呢 仔细问问 啥 你们认识吕东 大学城的地头蛇 跟你们前老板 关系很不错 在政府和社会上 都非常吃得开 据说关系能到省里 好好好 我明白了 行 你们再仔细问问 随时给我打电话 等你们过年回来 咱们一起下馆子 有些事啊 过俩人的嘴 可能就会失去真相 人在说一些传言时啊 大多数都会夸大 尽可能地往大里说 吕东如今呢 在大学城很有名 这种名气 实际上带来的助力 也不小 起码 旅士餐饮和送纳的公司 现在呀 轻易不敢有人找麻烦 离开开发区 回到当地的县城里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要等邢老板的回信 还要另外去一个厂子看看 返回全南部县市 肯定啊 要在这儿住上一晚 旅间人驾驶桑塔纳 一路沿着县城的主干道走 老宋透过车窗 能看到一些停车住宿的招牌 咱们找个小旅馆 将就一个晚上吧 老宋这一辈人啊 自然是能节省就节省 这条街上看起来不少 宋纳却说道 爸 小旅馆不安全 老宋指着前面的巷子口 要不 哎 去看看这家 吕间人没答话 车子来到巷子口 天色越发地深沉 里边很多地方都亮起粉红色的灯光 有的门口啊 还站着女的 老宋在大学成一年 也不是没见识的 大眼一看 赶紧说道 老七啊 咱们去找个大宾馆 吕东啊 也往那边看了眼 这年头啊 早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出于对长辈的尊重 问道 宋叔 要不咱直接去献招待所吧 如今呢 各地的献招待所 大都属于事业单位 老宋点点头 好 去献招待所吧 路过下一个巷子口 里边的粉红色灯光 让吕东和宋纳 又转头往那边看了一眼 跟前一条巷子 是如出一辙 如果呀 只有吕东和吕间人 肯定各种玩笑胡乱开 但宋纳和他爸在这 俩人不好随便乱说 车里气氛有点沉闷 吕间人呢 干脆打开了收音机 刘若英 去年新发的歌 响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 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第522集 这里的县招待所 就跟县政府大院的一条大街上 往前走出没多远 就看到三层楼的建筑 就这一路过来呀 县招待所也是最气派的建筑之一 毕竟县招待所这个年头 大都要接待上级各种单位的重任 来到招待所大堂 开房间的时候啊 服务员看到吕东和宋娜 紧挨着在说话 提醒到 结婚没 住一个房间要结婚证 吕东知道 这年头要结婚证是正常现象 干脆说道 好 开四个房间 宋娜准备掏钱 吕东啊 已经把钱递过去了 俩人也没这么多客气 他随即啊 收回钱包 私人行李放到房间里 去招待所的餐厅吃饭 这边的炒鸡很有名 吕东啊 点了一只 边吃边说话 老宋问道 呃 这边要是不行 咱们再去别的地方 宋娜想着想 说道 实在不行 就跟南方的厂子合作 他们的价格也不贵 就是货运 需要等待时间 物流速度 跟以后没法比 时效性差了不少 这也是优先的 就近选择的重要因素 吕东开瓶酒 给七叔和宋爸道上 车上啊 折腾了一天 喝点 解解乏 人在外边 送那提 想道 少喝一点 就这一瓶 吕东没喝 说道 我就不喝了 外边啊 比不得家里 小心点没坏处 别看是现招待所 喝多了 睡得死了 东西啊 照样能让人顺走 私人呢 边吃边说话 话题就是饰品 其实 全南也有小作坊 却是单一型的 只能生产 某一类产品 不符合 温馨商贸的需求 吃完饭回去 宋娜和吕东啊 走在后面 现在 我们只能跟着别人走 很长时间内 都处于山寨模仿阶段 宋娜看得非常清楚 边走啊 边小声对吕东说道 流行饰品属于快时尚 要跟上潮流 就需要多花时间 勤跑市场 就是要多砍多学 将来能把握市场流行 甚至设计引领市场流行 下面的产品 就不少卖不出去了 吕东实话实说 黑大尔 这行呢 我懂得不多 给不了你多少建议 我就想着呀 想要做大一点 做强一点 就得注重精品 就他在送那店里的观察 小食品呢 单价差个一两块钱 质量上的差距 一搭眼就能看出来 送那赞同 又说道 我这边 也在不断做调整 公司正式成立后 我摸索到了 最适合大学生 和职场年轻人的档次分配 基本上是中档50% 低档30% 高档20% 这样的分配 未必是最好的 但比较稳 他继续跟吕东说 质量太差的 基本都不要了 做品牌 跟摆地摊完全不一样 保证质量非常重要 能为店铺 拉拢到更多的回头客 从这些话中 吕东能够看到 送那在生意经方面的成长 一年多时间过去 黑蛋不再是 刚从山里出来 打拼的黑蛋了 吕东很想抱一下送那 前面的老宋突然回头 吕东啊 还没伸出去的手 又抄进兜里 从楼梯间 快进入住的二楼 吕东手机响起来 却是鱼战龙打过来的 没在大学城 于战龙问道 吕东往走廊没人的那边 走几步 哦 没有 于说 我在蒙城这边了 陪送那过来找价工商 最快呀 也要明天回去 于战龙说道 我刚从省大创新港路过 不再就算了 他呀 想起吕东说的地名 蒙城X县 真巧了 吕东 正好 我委托你一件事 马明这小子 就在X县 跟着他那个新导师考古 忙得电话都不打一个 他爸妈意见很大 你明天找个时间 去他那边看看 这就过年了 争取把他拉回来 吕东无奈 说道 于说 马明这也是在做正事 于战龙也知道 拉人回来呀 是强人所难 想了一会儿 在电话里说道 你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你们年轻人好交流 让马明早一点回来 他妈都有半年没见着他了 这点小事啊 吕东肯定是要过去的 说道 行 阿树 我这边完事啊 一定过去看看 我呀 先给马明打个电话 吕东 都听不清楚人在说什么 好几回都是直接断线 吕东明白 马明为啥不给家里打电话了 就这种信号质量 打电话 着实是糟心的 至于他这边说了啥 马明那边回了啥 估计俩人呢 谁都没听清楚 刚准备回去 吕东手机又响了 这回呀 是个固定电话打过来的 眼见手机信号不成啊 马明那边干脆借了别人的固定电话 这一下终于能听得清了 吕东跟马明说明他来这边谈生意 听说呀 马明跟导师在这边考察古迹 准备过去看看 于战龙说的 拉马明回全南的事 等见面再说 现在提肯定是不合适 马明啊 听到吕东过来 挺高兴 告诉吕东道 我和导师在这边有所发现 还发现一点东西 你有时间过来看看也行 我在的这个地方啊 是高关镇下边一个村 你路上啊 仔细打听打听 不难找 吕东说道 行 我明天或者后天呢 就过去 高关镇 吕东有点印象 下午走错路呀 好像去过那边 七叔记录非常厉害 哭起啊 不用打听 就能找回去 吕东收回手机 回房间 宋娜娜从他斜队门出来 问道 有事 他担心吕东公司那边有急事 不行啊 就让吕东先回去 嗨 一点小事 吕东简单说道 马叔的儿子马明啊 在省大学考古 跟着导师在这边乡镇上考察古迹 那边手机信号不好 人不好联系上 于叔叫我有空过去看看 他略一琢磨 要是明天来不及啊 咱们就后天过去走一趟 晚一点啊 回全南 宋娜这边不着急 说道 行 人这么照顾咱 咱不能连这么点小事都推脱 吕东说道 你呀 早点洗洗休息 坐了一天车了 他指了指对门 我跟宋叔和七叔说一声 不是啥大事 这俩人呢自然是没意见 大概是现招待所的缘故 没有乱七八糟的事 这一晚上啊 都睡得特别安稳 第二天 刚吃过早饭 宋娜就接到邢老板打来的电话 对方问明他们所在的位置 干脆呀 直接找到了线里 营业收入增加一倍的诱惑 摆在面前 行老板呢 最终还是决定 上温馨商贸这条 看起来很有潜力的船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拼搏年代 作者白色许三号 演播撒旦先生 欢迎订阅 换股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明显是不切实际 郑家加工厂 只是一个刚刚打开批发市场 有限销售渠道的厂子 连个品牌都没有 其实啊 送纳的要求并不多 只要求邢老板 能给温馨商贸 正常的出厂批发价 然后在大件货物上 加上温馨商贸的交叉 WX的logo 小件的包装 或者背景纸上面 有比较明显的 温馨商贸的商标体现 现阶段 温馨商贸没有设计能力 只能采用山寨模仿的方式 这对于加工厂来说呀 并不难 设计这一块 只能是徐徐图之 着急也没用 说白了 除了加入温馨商贸的商标 加工厂其他方面呢 跟出厂批发的区别不大 本着能谈低一点 是一点的原则 双方拉举式地 谈了整整一个上午 这才达成协议 有收入的翻倍调整 加上打探到的消息 行老板呢 也变得实际了许多 温馨商贸 以比在西市场拿货的批发价 低近三成的价格 与郑家加工厂签订 独家代工供货协议 郑家加工厂 需要在温馨商贸规定的时间内 保质保量供应货物 并且承担送货上门 或者委托物流 运货的相关费用 正式的协议 要等邢老板去全南签订 双方呀 也都会找专业的律师处理 中午 邢老板就在现招待所开席 给吕东一行人呢 接风洗尘 因为下午有事 还要开车去找马铭 除了老宋之外呀 吕东和吕建仁都没喝酒 手机打不通 按照昨晚打电话所说的地址 吕东啊 开车来到了高关镇 找到马铭入住的招待所 拐进一个大院里边 院子里边停着辆面包车 后窗玻璃上 贴着招待所的名字和电话 下车向老板打听几句 找到两名留守在招待所的省大考古系学生 其中一人呢 还是个女生 听到来的马铭的朋友 宋大呢 还拿出体育学院的学生证 加上马铭走前呢 说过这事 俩学生相信吕东一行人 吕东和吕建仁呢 旁敲侧击地套了几句话后 俩涉事未深的学生啊 就把老底儿都给歇了 我们这次本来是考察 蒙山一处的民宿寺庙建筑的 没想到过来以后 寺庙啊 已经叫当地的一些人破坏了 他们这儿有个叫六百万的人 在山边包了几百亩地 新盖了一个新盛寺 要搞私人旅游开发 把山上老庙的东西拆掉 拉回他盖的庙里充门面 说话的是那个女生 相比于沉默内向的同学 女生性格巧为外向开朗 老师带着我们进行抢救 趁着他们运一座塔的时间 抢救回来几件银器 我们俩的任务啊 就是在这里看着东西 等当地文物部门的人过来接手 社会经验不足 女生说话的时候啊 频频看向房间中的几个皮箱 生怕别人不知道 抢救回来的文物 就藏在箱子里 兴圣寺 吕东记得这个名字 送拿结话道 是不是 昨天你下车问路的那里 吕东轻轻点头 是 当时啊 还有人提醒来着 说庙是假庙 和尚是假和尚 千万不要去那个 所谓的人造黑景点 否则呀 有可能被宰 还记得 当时一群人呢 在搬个小塔 去那个兴圣寺 吕东突然有种不太好的联想 问道 马明和你导师去哪了 是不是 去那个兴圣寺了 是啊 那个女生 没有任何犹豫 说道 导师和马明 还有另外一个师兄 吃过午饭 去了兴圣寺 兴圣寺的那个老板 破坏了许多文物不说 还把一些搬到 他个人承包建造的景点里 导师担心他们 再次损坏 专门过去看看 督促他们上交文物 吕建仁嘀咕 人都搬这个家去了 能上交 那才怪 吕东一听 叫坏事 他们就这么去了 没报奖 没叫当地相关部门的人 这可不是十几年后 信息发达的时代 一个地方的地头蛇 能随便听你一个专家的话 想让坐地虎 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 哪有这么容易呀 不说别的 就说旁边的七叔 要是七叔抓了个啥动物 准备吃 有个野生动物专家 跑到吕家村 跟七叔叨叨放声 或者类似的事 七叔啊 少说要喷他一脸唾沫 烦了 真敢拿大耳瓜子抽人呢 再听听女生说的那个名字 刘百万 这个名字呀 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了 在蒙山穷乡僻壤的农村里 这年头能混上百万身家的 她能是一般人 那个女学生 似乎还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报过警 没人管 导师去镇政府找过人 人都让我们等着 破坏文物这种事 怎么能等 导师就赶紧过去了 宋娜捏了下额头 连她都觉得事情不对 往不好里说 可能啊 跟那位百万都是熟人 见关吕东在大学城的 一系列操作 宋娜非常清楚 法律需要人来执行 人的变数极大 也不是每个人 都能像吕东这样 既能守好法律线 也能守住心中的道德线 吕东对吕建仁说道 就这么过去 容易吃亏啊 吕建仁点头 别让人绑了 那个女生也听到了 哭笑不得 我们导师是全国有名的历史民俗 考古专家 享受国务院津贴 吕建仁没有理睬女生的话 这可不是咱们清兆 这话啥意思 吕东自然是明白 马鸣 吕建仁问道 马鸣 是你马叔的儿子 是 别人吕东可不管 但马鸣不行 吕建仁叹了口气 你马叔对咱们词可有大恩啊 咱可不能不管 我听咱叔说了 咱词有现代的局面 你马叔是帮了大忙的 吕东看向宋娜 他和七叔是吕家村的人 但宋娜不是 你和宋叔在这等着 我和七叔过去一趟 老宋喝得晕乎乎的 这会儿啊 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呢 宋娜真不想让吕东去 人在外地 按刚才那女生的话 真要是出点啥事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啊 但他前不久 刚见过马云超 知道人非常非常照顾 吕东和吕家村 以吕东的性格 不去根本就不可能 宋娜知道 自个儿是个女的 还不会开车 去了呀 容易成为累赘 说道 行 你们万事小心 能不跟人起冲突 就别跟人起冲突 吕东微微点头 哦 我瞧的 他也不看见俩学生 招呼吕家人 去说 咱们走 往外边走 吕东啊 掏出手机 拨通鱼战龙的电话 马鸣人已经过去了 昨天 看到听到的情况 还有那个女生 所说的事 让吕东不敢 再继续等下去 自个儿人都到了这儿 说啥呀 都得第一时间去看看 万一马鸣等人 遇上的是不法分子呢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